叫醒来和当红小天后灵魂互换了 面对突然而来的电影主题去演唱 意外唱了一首新歌光年之外 人们才知道原来歌坛小天后不是浪得虚明 此刻你看着镜子里的绝美容颜 这 这是我 我这是又穿了 正当你无法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扫了一眼来电显示立马就精神了 这是你的电话号码 接起了电话 两人同时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那边的男生才开口 这位先生 你是叫洛明对吧 我叫林书文 上个月我刚拿了金曲奖最佳新人 文言你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是那个心境歌坛小天后 对面深吸一口气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对的 洛先生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交换身体 但眼下的情况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今天有个通告很重要 是一个电影主题曲的演唱 我知道短时间内让你熟悉一首歌 特别是背会歌词很难 所以一会儿你就跟我经纪人闪解说 我老毛病犯了 拜托闪解帮忙准备提字器 这首歌叫《飞向宇宙》 很简单没有什么旋律 我的嗓音条件还不错 只要你不是五音不全 不会唱成灾难的 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我知道了 好 那洛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林小姐我书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麻烦你打开电脑 登上我的企鹅账号 完了把桌面上标注三的文件夹 给一个叫狗子的网友发过去 林书文刚答应下来 突然门外闪解的声音响起 文文 还没好吗 飞机要晚点了 于是你挂断电话看了看镜子里的脸 然后尝试摆出了一副痛苦的表情 随后才推开了房间的门 闪解本以为林书文已经化好妆了 结果林书文推门出来 却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闪解立马跑过来扶住了你 文文你怎么了 闪解 我的老毛病犯了 头疼的厉害 你不要紧吧 要不今天的活动咱们就推了 你装出一副虚弱的语气说道 不行闪解 刘导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一定要去 只是我歌词记得不太清楚了 你到时候记得帮我准备提词起 闻言闪解也没有再劝 这些都是小事 我来安排 两个半小时后 你们已经到了电影宣传活动的现场 这位导演你也不认识 好在刚到你从闪解那里试探出了一些东西 这位刘导在电视剧圈子里还算小有名气 林书文出道的时候 参演了她电视剧里的一个女三号 才有机会被闪解看中 在闪解的运作下参演了两部电视剧 还唱了电视剧的主题曲 结果电视剧没火 这两首歌却爆火了 林书文也成了烂片出神曲的代表人物之一 闪解果断来了个180度的飘移 停止给林书文接戏 开始全力在音乐方面运作 并在半个月前夺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和最佳歌曲奖 林书文也被誉为歌坛小天后 而刘导的这部电影是她从电视剧转型的关键作品 她非常重视 因此才会求到林书文这里 林书文是比较喜欢演戏的 于是她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还答应了帮忙演唱主题曲 只可惜今天早上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 唱主题曲的从林书文变成了你 这时闪解开口道 刘导抱歉 今天文文的片头痛犯了 她是强撑着过来的 状态不太好 一会儿还要麻烦你帮忙准备个提词器 刘导是知道林书文是有片头痛的 这些小事自然答应下来 之后电影的活动就开始了 你被安排在压轴出场 趁这个功夫又听了几遍这首歌 还看了一下放在手边的电影剧本 这部影片和你前世看过的太空旅行有那么点像 这时闪解拍了拍你的肩膀说道 文文 该你上台了 你点了点头走上了舞台 一上台 下面的观众们就想起了阵阵欢呼 还有不少举着林书文牌子的 你前世今生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站在聚光灯下 被这么多人喜欢 心不争气的越跳越快 当明星貌似也不错嘛 想到这你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朝观众们挥了挥手 大家好 我是林书文 台下的观众们一阵欢呼 你一息还听到了有人要和你生猴子 你也不在意 毕竟人家是要和林书文生猴子 又不适合自己 大约过了两分钟 儿房里传来了闪解的声音 互动就到这儿吧 别宣兵夺主快进入主题 你闻言立马把话题拉了回来 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电影的主题曲《飞向宇宙》 希望大家能喜欢 说完你就等伴奏响起了 谁知在台上站了两分钟了 伴奏还是没响 提词器上也没有出现的歌词 你虽然没经历过这种事 但立马意识到这应该是后台出什么问题了 而台下的观众看洛明一直呆呆地站在那 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 这时候你的儿房里传来了闪解的声音 闻闻 后台的系统出问题了 你继续和观众互动 可以先清唱一首你能记得住歌词的歌 你闻言一愣 没有这种经验了 而且你也不是林书文 哪会这个世界的歌 可观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 你也不能干站着 于是你深吸一口气 脸上挂上了甜美的笑容 不好意思大家 看来是后台那边出了点状况 那我就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吧 歌名叫做光年之外 你一开口 台下就安静了 你也惊了一下 自己前世对音乐还是有那么一点研究的 林书文这嗓音条件何止是不错 这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了 这下你心里有底了 继续唱了起来 后台的闪姐听到林书文唱的这首歌 表情有些古怪 她不记得自己有找人 给林书文写过这首歌呀 这时你已经唱到了副歌部 闪姐听完这段副歌 心里按道一声好 林书文刚拿了金曲奖 最佳新人和最佳歌曲奖 正是趁热打铁巩固人气的时候 这首歌完全可以拿来当专辑主打歌了 舞台上的你一曲唱吧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你巨功道谢 谢谢大家 这是耳帆里闪姐声音传来 文文 后台的系统修复了 把电影的主题曲唱了吧 你应了一声跟着伴奏 看着提词器的歌词 唱完了刘岛的电影主题曲 表演结束 你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巨功下台 闪姐迎上来问道 我问你刚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不会是你自己的原创吧 你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定着头皮给出了回答 算 算是吧 歌名叫光年之外 太好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才能 后面你专辑的主打歌算是有了 我本来还想去求求老黄吧 与此同时另一边 林书文在酒店洗了个澡后 就直接摊在了沙发上 他看着天花板 脑子一片空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交换身体这种事也太玄幻了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林书文的思绪 拿起手机扫了一眼 来电显示是一个叫木头的 靠 二名你人呢 怎么不在家 林书文随便扯了个借口 我有点事 正在外面呢 对了 洛明 明天咱们见投资人 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可别这时候掉链子 林书文顿时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他看洛明电脑里的东西 和洛明的大学专业推测 洛明应该是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的 大概率是个程序员之类的 对于这一行 林书文的了解仅限于 26个英文字母和发量比较稀疏 这让他怎么去和投资人谈 而与此同时 你那边也遇到了问题 刘导听了清唱的光年之外 惊为天远 这首歌在他看来 就是为他的电影量身制作的 不过这首歌 要是当了电影的主题曲 那就意味光年之外 肯定来不及当专辑主打歌了 想到这闪姐对刘导说道 刘导我和文文商量一下吧 你也知道文文要筹备第一张专辑了 这首歌本来是文文准备当主打歌的 刘导对闪姐的话 倒是没有多怀疑 这首歌质量很不错 拿来当专辑主打歌肯定是够的 不过刘导也是真心想要这首歌的 刘导这样吧 如果文文愿意拿这首歌 当作舞电影的主题曲 价格方面 我可以比行情价多给20% 刘导回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你 文文 情况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怎么想的 骆明哪知道要怎么办 这种事不得问问林书文才能做决定 于是骆明也采取了托字诀 刘导姐今天我头痛的厉害 不想考虑这件事 明天再说吧 行那咱们先回去吧 我看你今天的状态确实不好 唱歌的水平都受到了影响 傍晚十分 折腾了一天的你回到了林书文的家 掏出手机打开微信 翻到了自己的微信头像发了一句 我到家了 下一秒林书文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接起电话 林书文有些焦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骆明明天你要去和投资人见面吗 你愣了一下 这声音是自己的声音没错 可你从来不会用这种发音方式说话 听着那叫一个别扭 强压下内心的不是N了一声 这怎么办 你应该是程序员吧 我对你这行可是一窍不通 你挠了挠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明天能换回来还好 明天换不回来 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去谈 肯定是不行的 总不能真的都指望木头吧 说起木头来 你觉得自己装了一天的头疼 这会儿头是真的有些疼了 木头这个人嘴皮子力所办事可靠 还是你大学四年里最好的朋友 唯独计算机方面的专业知识 就是个半桶水乱晃的水平 他貌似也指望不上 见你不说话了 林书文犹豫了一下问道 若明 你们具体要谈什么投资 一款游戏 这款游戏不大 我自己找了一个绘图工作室 帮我做贴图 现在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二了 只是后续发布 宣传这些也需要钱 所以靠这款游戏拉一些投资 成立一个小型的工作室 我能看看这款游戏吗 你文言一愣 犹豫了一下也没有拒绝 林小姐 你打开我的电脑 一盘的新建文件加三 里面那个叫植物大战僵尸的就是了 那若明我先玩玩看 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你应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这叫什么是吗 你是二十天前传来的 这个世界和钱是似是而非 不过很快你就发现了两个世界的不同 首先就是玩的游戏和钱是完全不同 我打CF和DNF去哪了 LOL倒是还在 就是偶尔有几个英雄的名字都不一样 然后你搜索了一下 发现很多钱是大火的游戏都没有出现 作为一个在游戏行业混了快十年的马龙 你感觉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说干就干你直接选择了辞职 一边在计算机论谈接单子养活自己 一边开始制作植物大战僵尸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你的思绪 自己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洛鸣 你的游戏我完了 真的太棒了 非常有意思 我可以投资你的游戏吗 我出到一年多了 手里还是有一些钱的 反正你明天都要去见风投公司了 不如把机会让给我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你文言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好吧 如果明天我们换不回来 而且投资人那边谈崩了的话 林小姐就请你投资我们吧 不过林小姐 我们要的钱可不少 你确定你有吗 初步估计需要二百万 我给你投资五百万 你被吓了一条 明星这么赚钱吗 你不是才出到一年 这是我全部继续了 我给你这么多钱 是想把我们的关系彻底绑定 洛鸣你能理解吗 你文言一愣 然后叹了口气 懂林书文的意思 谁知道他们这次互穿是怎么回事 会持续多久 会不会变回来 在一切都未知的情况下 洛鸣和林书文 现在必须要考虑 怎么过好对方的人生 好 那明天我们要是换不回来 投资人那边 你们又谈不拢的话 就接受你的投资 你放心 投资我你肯定不会后悔的 洛鸣这句话 在林书文听来 有着强烈的自信 仿佛他能肯定自己会成功一样 事实也正是如此 前世著名的游戏公司米忽悠 接受的唯一一笔投资 就是一百万 而他们用了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才换来了这一百万 但米忽悠是前途未卜 洛鸣却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有什么理由怀疑自己呢 那洛鸣 我们要交换一下 彼此之间的情报了 最起码对身边人有一些了解 林书文建议道 可以 不过在此之前 我也有件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今天参加活动的时候 后台的服务器出了点问题 我 洛鸣把自己唱了 光年之外的事情 告诉了林书文 第六章 记忆宫殿 你是说 你会写歌 写出来的歌 还得到了闪解和刘岛的认可 一个想把这首歌 当做专辑主打歌 另一个想把这首歌 当做电影主题曲 对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同样不了解 你对你自己的事业规划 这两个该怎么选我也不知道 你决定吧 林书文沉默良久才开了口 我的专辑制作 只是刚刚提上日程 从开始制作到发行 起码要过三个月了 刘岛的电影是下个月上映 给他的电影唱主题曲 也能增加一些我的曝光度 所以 你是选择把歌曲 当做电影的主题曲 对吧 林书文 N了一声 好 我知道了 如果明天我们没有换回来 我就这么和闪姐说了 那就麻烦你了 明天见投资人 也要麻烦你了 我会尽力的 现在我们抓紧时间 把双方比较重要的人际关系理一下吧 林书文建议道 行 那就开始吧 林书文让洛明去他的书房 从书架第三层 拿了一本相册 相册第一页 就是一张四人合照 我工作方面的人际关系很简单 就他们三个 闪姐你见过了 今天给你化妆做造型的化妆师 叫做陈俊苗 我一般叫他苗苗 最后一个 是我的司机兼生活助理陈思楚 他和苗苗是堂姐妹 我叫他楚楚 除了这三个人 其他人认不认识都无所谓 别人跟你打招呼 你微笑点头示意就好 我平时就是这么做的 洛明默默记下了这三个人 然后说起了自己的工作关系 洛明的工作关系就更简单了 他是一个人在宾州打拼的 唯一的朋友 就是外号木头的荣木了 同时 荣木也是他的合作伙伴 这家伙是个拆二代 他们城中村 拆了建成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和大型住宅小区 他家的三层小楼 拆迁后赔了三套房 还有高新技术开发区 C2号楼第三层的租赁全荣木 就是拿这个地方 来充当工作室的办公室的 当然了 虽然不用掏租金 但水电网暖物业 都要自己掏钱的 荣木和洛明一样 都刚大学毕业 手里一分钱没有 光有个办公的地方也不行 而且游戏发行 宣传什么的也是要钱的 所以 两人才会想着 找投资人投资他们的工作室 洛明没有荣木的照片 但荣木这个家伙 对他的脸颇为自信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自拍 平心而论 荣木确实是个帅哥 乍一看 有几分神似洛明前世的 岛国明星 牧村拓哉 就连在娱乐圈里 见惯了帅哥的林淑文 在看到荣木的照片后 也不忍住赞叹了一声 你这个合作伙伴 挺帅的嘛 你可别当面夸他 这家伙属于那种 给点阳光旧灿烂的 交换过情报后 两人就挂断了电话 两人很默契的 都没有洗澡 而是早早地躺在了床上 希望第二天 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洛明和林淑文睡了 闪姐可没有 作为一个带出过 诸多明星的专业的经纪人 闪姐肯定不会错过 任何炒作机会 今天的电影发布会 很多人都是冲着 林淑文来的 林淑文清唱光年之外的视频 已经有几十万次观看了 林淑文新歌 这个热搜词条 也已经悄悄冲上了 微博热搜首页 闪姐果断大手一挥 买了一些水军 帮忙炒热度 同时联系了几家媒体 把这首歌 是林淑文自己原创的消息 透露了出去 很快 第二个热搜词条 也出现在了微博热搜首页 林淑文原创新歌 闪姐点开热搜词条 下面一片赞美之词 闻闻清唱 都听着这么好听 说明歌曲质量很高啊 期待完整版 这首歌的作词 我很喜欢 表现出了宏大宇宙 与渺小爱情的对比冲突 磅礴乱世之中 也要相爱的坚定 歌词直白且有力 光是词 我就能给八十分 闻闻居然有新歌了 还是原创 金曲奖刚结束 就开始工作了 真勤奋 我倒是觉得林淑文 有点保守了 光听她轻唱的曲调 我感觉这首歌 没有把宇宙的浩瀚感 表现得过分强烈 这是为了顺应 现在的流行趋势吗 你们怎么都在说宇宙 这首歌 不是流导电影的主题曲吧 啊 这么契合电影的歌 居然不是主题曲 林淑文的助理陈思楚 看着热搜词条下面的热烈讨论 笑着说道 闪姐 这智能机还真是好东西啊 没有她的话 文姐今天的演唱 也不会被这么多人看到 也不会有这两个热搜 就冲这两个热搜 我猜流导那边应该更急了 闪姐文言 却是摇了摇头 楚楚你太天真了 别因为得了一点好处 就觉得智能机发展 对娱乐圈都是好处设想一下 这东西以后拍照功能 变得越来越强 还有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窜出来的路人 闪姐你想得太远了 这种事情 只不定要过多少年才能实现呢 闪姐懒得和陈思楚 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 时间会证明她是对的 因为在08年以前的手机摄像头 把人拍清楚都费劲 这才不过五年时间 手机摄像头 就已经能录制这么清晰的视频了 说不定再过几年 手机就和数码相机 没什么区别了 她话锋一转说 现在就看 明天李文杰怎么决定了 她要是同意用作电影主题曲 正如你说的 这次能让刘岛欠我们个大人情 洛明和林书文都期盼着一觉醒来 能变回去 然而事与愿违 第二天洛明一睁开眼睛 就感受到了胸口的压迫感 看来是没变回去啊 在儒家酒店住着的林书文 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 我的身体和生活就拜托你了 林书文给洛明发了一则消息 我的也是 洛明秒回 洛明回完消息从床上爬了起来 她来到卫生间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等着闪姐上门了 根据昨天林书文说的 九点左右就回到她家 昨天的首歌的用途还没有定下来 闪姐今天肯定会过来的 果然 九点整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洛明走过去开了门 闪姐扫了一眼林书文的穿着打扮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我问你怎么又是这副不修边幅的样子 你是明星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仪态 这里是我家 又不会有人看到无所谓的 无所谓 不知道是谁 上次穿着一身棉睡衣 披头散发 就出门丢垃圾了 还被狗仔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我现在又不会出去 行了行了 懒得说你 我帮你把苗毛叫过来 一会儿给你整理一下 说回正事 那首歌怎么又想好了吗 闪姐边问边走进了林书文的家里 给刘岛吧 洛明边关门边回答道 闪姐文言露出了笑容 这就对了 刘岛的电影下个月上 这个月我们蹭蹭热度宣传一播 下个月等电影上映了 起码能给你维持一个月的曝光 下下个月 你的专辑差不多就做好了 正好完美衔接 这次下来还能让刘岛欠我们一个人情 以后还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 洛明附和道 既然如此 你抽空去把歌曲没有录一下 然后发到我邮箱 我给刘岛发过去 说完也不等洛明答应 就转身离开了 闪姐一走 洛明的脸就直接垮了 他唱歌只是爱好 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 对声乐的了解 仅限于看看吉他简朴 真让他唱 这不是漏线了 昨天还能说是偏头痛犯了 今天不能再犯吧 不过发愁归发愁 事情总要做的 洛明先拿了个本子 把歌词写了下来 说起来 洛明能把歌词记得这么清楚 也算是他的穿越福利了 自从穿越以来 洛明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强了好多 几乎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 同时前世经历过的事情 只要他一回想 就能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前世记忆慢慢开始模糊了 为了保存这些记忆 洛明想起了前世 他看过一种名为 记忆宫殿的快速记忆技巧 这种技巧 源自古希腊时期 基本概念是将你要记忆信息 与在你脑海中熟悉的地 或建筑物相关联 你可以想象自己 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如家中的房间 学校的教室 或街道上的建筑 然后将要记忆的信息 与该地方的不同部分关联起来 当你需要回忆时 只需在想象中 回到相应的地方 那些相关的信息 就会被触发并呈现出来 说白了 这种技巧 就是利用了人类大脑 对于空间的记忆 往往比文字和抽象概念更强 通过将信息 与具体的地点联系在一起 记忆宫殿方法 可以帮助人们 更轻松地记住 和回忆大量的信息 现在自己的记忆力 变强了这么多 再加上那么多前世的记忆 如果不想办法保存 迟早会消失的 所以 洛明也有了 要构建自己的记忆宫殿 只是之前一直忙着 做游戏 没什么空闲时间 现在 他也算是当了大明星 倒是可以试试了 第七章 破绽都是破绽 吉他这种乐器 可以说是门槛最低的乐器了 洛明会弹吉他 是因为他大学社友 就有个民谣狂热爱好者 迎新晚会凭这一首 曾经的你 弹唱 获得了四年的优先择偶权 这家伙之前 还是LZ的铁粉 后来LZ人没了 就开始专心搞事业了 他在学校创了个吉他社 零毕业的时候 吉他社成员都接近150人了 洛明宿舍的社友们 出于混学分 想学吉他撩妹 等各种原因 也都加入了吉他社 可于时间学了三年 还真学出点东西来了 最起码看简朴 调试吉他 弹唱这些 基本的是没问题了 现在要录光年之外的DMIO 肯定要靠吉他了 不过林书文家里是没有吉他的 林书文会弹钢琴 是从小就学的那种 家里就放着一台钢琴 但很可惜 洛明不会弹 正巧这时候 化妆师陈俊苗 被闪姐叫过来了 林书文的助理陈思楚 也跟着他堂姐一起过来了 初初 你帮我找一把吉他 普通的木吉他就行 在陈俊苗帮洛明化妆的时候 洛明转头说了一句 文姐 家里没有吉他 要我去买吗 买吧 要品质好一些的 嗯 一般的吉他几百块就能买下了 好一点的 也用不了太多钱 你别被宰了 陈思楚点了点头 就转身离开了 半小时后 洛明的妆化好了 睡衣换成了很常见的体恤衫和短裤 与此同时 陈思楚那边也捧回了三把木吉他 洛明每把都试了试音 调了下琴弦后 又试了一遍 陈思楚表面不动声色的把另外两把收了起来 内心实则是有些惊讶的 他倒不是惊讶 林书文是会弹吉他 吉他本身就是比较简单的乐器 林书文的钢琴水平不错 会弹吉他很正常 陈思楚惊讶的是 林书文居然会调琴弦 会自己调节琴弦 这说明 至少林书文是玩过一段时间吉他的 可他却从来没听林书文说过 手上有了家伙是 洛明就开始录制The Mill了 他把吉他抱起来 刚要开始 一旁的陈俊苗就忍不住说道 文姐 您这姿势是不是不太雅观 嗯 有吗 您这姿势太粗狂了 洛明低头一看 明白了陈俊苗在说什么 不就是坐姿问题吗 洛明想了想 把洁白如玉的右腿搭在了左腿上 这样可以了吧 陈俊苗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今天的文姐有点不对劲 可他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来 洛明深吸一口气 静下心来 开始波动琴弦 说实话 光年之外 这首歌并不适合吉他伴奏 但洛明实在是不会其他乐器了 他只能一边弹 一边整理吉他的简朴 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而与此同时 林书文那边 林书文也和荣木碰面了 靠 二明你怎么了 啊 我有哪里不对吗 哪里都不对啊 荣木这会儿觉得有点牙疼 啥时候洛明走路 学会扭腰摆胯了 洛明这家伙是个急性子 从前走路总是大不留心的 如今脚步却极为细碎 而且还身晃臂不摇的 怎么看怎么像在替台走秀 二明 你老实和我说 你昨天是不是被撅了 林书文满头问号 他没太理解被撅了是什么意思 直到林书文顺着荣木的眼神的 锁定了他看的位置后 整张脸瞬间就红了 你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荣木见状更惊恐了 不会被他说中了吧 要不是被说中了 洛明为什么会这么急 原来洛明那方面的取向有问题吗 荣木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他可是正常男人 呼 林书文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默念了好几遍 不生气不生气 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 这才平静了下来 你T TM别胡说了 我是下楼的时候走得急了 肚子卖得太大 扯到蛋了 林书文点了点头 靠 我早就说了 你这急性子要改改 人家都是走路 你跟小跑似的 今天吃亏了吧 我这是太激动了 木头 这个投资商 我们不用太卑躬屈膝了 尽可能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行 他不行 我们换人 我这已经有了一个十拿九稳的投资 而且是给我们投五百万 五百万 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你昨天就是去谈这个了 算是吧 荣木文言露出了笑容 他都准备为了这二百万投资装孙子了 现在看来 这孙子不用他装了 等等 洛明今天这走路姿势 他不会是用清白换了投资吧 平心而论 洛明长得也很帅 只是洛明偏那种阳刚的帅 而且肤色比较黑 有那么点鹦鹉君人的感觉 这种帅哥 会让某些特殊群体 有征服欲的 想到这儿 荣木派了派林书文的肩膀 二名你 算了 不说了 你的付出我都懂 说完 荣木眼神坚毅地走进了饭店 他绝不让洛明的付出白费 林书文则是一脸猛逼 他有些不明白 洛明付出什么了 这五百万不是他出的吗 林书文一头雾水地 跟着荣木进了饭店包厢 两边约好的是十二点 这会儿是十一点四十 荣木坐下以后 直接掏出手机 低头刷起了贴吧 全程没和林书文说一句话 林书文更猛了 可为什么进了包厢一句话都不说 和陌生人似的 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吗 十二点整 对方踩着点来到了包厢 对方来的也是两个人 一个是戴着金丝眼镜 身形显瘦的中年男人 和中年男人一起进来的 是一个穿着裁剪得体的OL装的女人 女人看起来二十五 六岁 面容精致 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抱歉 洛先生 荣先生 路上有点堵车 来迟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户上飞雨风头的经理白景文 这位是我的助理江曼 中年男人笑着说道 白景理您好 我是荣木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洛明 说完 荣木给林书文使了个眼色 林书文跟着起身 两人和白景文握了个手 然后各自落座 第八章 背道而驰的理念 荣先生 洛先生 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你们的植物大战僵尸这款游戏 给我发了前五关 我体验了一下 感觉确实不错 游戏质量过关的前提下 我这里的问题其实并不多 主要是游戏经营和销售方面的 白景理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 荣木很自然地接过了话查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荣木就是洛明的外置生卡 洛明在编程上颇具天赋 他们两个在学校参加各种竞赛 混学分的时候 就是洛明负责做 荣木负责说 那我就直接问了 第一个问题 这款游戏的盈利方式是什么 我们的游戏计划采用买断制 直接上架Steam平台 没有内置的充值渠道 白景文文言眉毛一条 但他的语气并没有什么变化 继续问道 第二个问题 这款游戏面向的用户群体年龄区间是多少 全年龄 八家 对 白景文这次不是挑眉 而是皱眉了 最后一个问题 这款游戏会有手游吗 会 不过手游要在端游之后 听完荣木的回答 白景文沉思良久后说道 荣先生 说实话 你们两个的销售计划 和我们公司的计划并不相符 首先买断制在国内根本赚不到钱 国内盗版游戏猖 没有几个人会愿意花钱买游戏 如果按买断制上架的话 只会赔得血本无归 其次游戏如果是八家的话 面临的审核压力会大很多 板号很难下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现在各大游戏厂商都在向手游靠拢 最迟明年企额 网易都会在手游领域有大动作 现在国内4G已经完成了三四线城市的普及 最迟明年年底 4G就会覆盖全国除了一些偏远乡村以外的大多数地区 我们手中的手机已经能做到很多过去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容先生 骆先生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款游戏的重心放在手游上 端游捞一笔就跑 以你们的游戏质量 只要把通关难度调高一些 会有很多人愿意花钱买课金道具 辅助通关的 林书文文言心想 这游戏上的事情和娱乐圈里也没什么区别吗 娱乐圈是想办法让粉丝掏钱 游戏是想办法让玩家掏钱 而容木那边则是直接回绝了白景文 白经理 抱歉 您的销售思路我们有些接受不了 您这种行为无异于是节奏而鱼 对我们工作室的声望会有很大打击的 容先生 你们不会是想把这个工作室做大做强吗 容木点了点头 白景文笑着摇了摇头 容先生 骆先生看你们的面相应该是刚从大学毕业的 有这种想法不奇怪 容先生作为过来人 我劝你们一句 把一家什么都没有游戏工作室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捞一笔块钱 让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容先生不介意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派公司的人过来协助你们 最多半年时间 两位至少都能获利千万 千万在北上广深买房都绰绰有余了 白先生的意思是 贵公司会参与我们公司的管理吗 主要是账目监督 容木沉默了 到这儿其实已经没必要谈下去了 换成脾气大一点的都翻脸了 但容木在这方面却是非同一般的成熟 他的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 说话还是那么客气 白经理 你们的条件我们两个要好好考虑一下 今天怕是不能给你们答复了 我们也没想今天就能谈下来 这两天我们都会在兵州的 容先生 骆先生什么时候想好了 再和我们说 好 那咱们就先点猜吧 服务员 酒足饭堡 四人在酒店门口握手道别 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 就好像生意已经谈成了 两边各自分开后 容木的脸瞬间就黑了 妈的 二明 你那边拉的投资 会不会派人盯着咱们啊 不会 林书文秒答 派人是不会派人的 他亲自坐镇 还要什么人 那咱们就不用犹豫了 飞雨风投降的是 捞一笔快钱就跑 和我们两个的目标 完全背道而驰 我也是这么想的 林书文附和道 那就定了 用你那边拉来的投资好了 对了 你拉的投资 是哪家公司的 不是公司 不是公司 是个人 谁这么有钱啊 林书文 林书文 这名字有点耳熟 好像在哪听过 就是他 林书文拿起手机 上面是他在金曲奖时候 领奖的新闻 林书文昨晚和洛明 交换情报时 就确认过了 如果这次投资不成 要用他投资的话 就把投资人的身份 直接告诉荣木 两人现在这种状态 需要一个足够信任的 中间人来管理公司 洛明和林书文保证过 荣木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林书文觉得 反正自己就在这边 能时刻看到荣木 洛明信任荣木 那就他了 四 二明你认真的 林书文点了点头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是我高中同学 说起来 林书文确实是宾州人 等等 你不是上大学 才来的宾州吗 不 我高中就来了 还是在市重点上的 小江 我们这次大概率要白跑一趟了 靠在后座的白景文感叹道 白经理 您的意思是 他们会拒绝我们的投资吗 对 这两个愣头青 是想把公司做大做强的那种 那我们 帮我订今天晚上的机票 我们飞航程 航程那边 还有两家公司在等我们 可您不是说 未来两天 那不过是客套话 荣木和洛明 也不会真的 傻到相信我们两个 会在宾州待两天 刚刚我这么说 是想着大家买卖不成仁义在 至少别翻脸 那个荣木也懂事 顺着我的话说下来了 不出意外的话 两天后 荣木会打个电话 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商量了一下 觉得我们的条件 没办法接受 可您不是很看好 他们的游戏吗 我看好有屁用 我又不是公司高层 如果我能决定投资谁 怎么投资的话 就冲这个游戏的 游戏质量 我不介意赌一把 可惜我也就是个跑腿的 第九章 岁月静好 和负重前行 楚楚这是什么 洛明指着面前 一大碗菜问道 文姐这是荞麦面 和炒青菜啊 我是要吃午饭 这就是午饭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人 不是兔子 可是闪姐说 您的体重超标了 要控制一下 超标 洛明低头看了一眼 好吧 看不到下面的部位 他摸了摸腰 一点坠肉都没有啊 文姐您的身高是164 前天称体重的时候 107斤 根据闪姐的要求 您的体重要控制在105斤内 不然穿一些贴身 显现条的衣服会不好看 所以 所以我要当兔子吗 不止 闪姐说 让我监督您 下午5点到6点 慢跑一小时 洛明文言长叹了一口气 这明星也不好当了 文姐 您要是实在觉得沙拉难吃 我可以给您煎个鸡胸肉 不过您慢跑的时间 要增加一些 算了 就这吧 吃过午饭后 洛明正式开始录制 光年之外的demo了 洛明弹着吉他唱起了歌 没唱两句 他自己都觉得不对劲 完全和邓子齐唱的时候 是两种感觉 洛明闭上眼睛 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首歌 然后开始有意识地 模仿邓子齐的唱法 有个参照物 怎么也比自己瞎琢磨简单 洛明渐入佳境 很快就把demo握好了 陈俊苗听完林书文唱歌 也觉得自己昨天是有点想多了 可能昨天林书文 真的是因为偏头痛 才导致发挥失常的吧 文姐 demo要直接给闪姐发过去吗 陈思蜀问道 发过去吧 几分钟后 闪姐那边来了回复说 录得不错 还顺便问了一句 林书文什么时候会弹吉他了 洛明随便扯了个借口 糊弄了过去 录制完demo 今天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洛明在手机上搜了一下 记忆宫殿的训练方法 然后靠在沙发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记忆宫殿的核心是通过 将需要记忆的信息 与虚构的建筑物或地点联系起来 将信息以图像的形式 放置在建筑物的各个部分 从而帮助记忆者 更容易地记住信息 所以第一步就是选择 一个熟悉的建筑物或地点 一般来说 大多人最熟悉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家了 但洛明有两世的记忆 家这个空间有些小了 于是洛明选择了 他第二熟悉的地方 前世大学的图书馆 洛明的家庭条件比较一般 父亲是大车司机 母亲是小学老师 前世为了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 洛明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了学习上 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 大半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 因此大学的图书馆 也就成了洛明第二熟悉的地方 选定了记忆宫殿的构建场景 下一步就是将需要记忆的信息 与这个地点联系起来 这一步 洛明选择了把这些记忆 都放在图书馆的书里 而找到这些书的标记 则是事情发生的时间 接着 洛明开始想象自己 在图书馆里走动 将需要记忆的信息 以书籍的形式 放置在各个书架上 洛明的记忆太多了 这一步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不知不觉一下午过去了 陈思楚在五点的时候 准时叫醒了熟睡的洛明 在陈思楚和陈俊苗看来 洛明就是躺在沙发上睡了一下午 去哪里跑 就在小区里吧 洛明点了点头 换了身运动套装就出门了 洛明本来以为 陈思楚监督自己跑步 是看着他跑的 没想到陈思楚是和他一起跑的 但跑步和跑步是不同的 林书文不像陈思楚这么有钱 年纪轻轻就有了自己的飞机场 陈思楚奔跑没有任何压力 也不存在风阻 洛明只觉得胸前的负重 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一小时慢跑结束 洛明热得满头大汗 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楚楚 帮我放点水 我要洗澡 这时候 洛明也顾不上什么非礼无事了 这跑了一小时 浑身上下都黏糊糊的太难受了 陈思楚在浴缸里放好热水后 洛明直接躺了进去 半个小时后 洛明从浴室里出来了 刚洗完澡护完肤的林书文 芙如宁芝 浑身有着淡淡的粉色 不湿粉带 更显珠唇欲滴 北方的十一月 家里已经有暖气了 洛明穿着陈思楚找出来的一件大号白体绪 一双大白腿暴露在空气中 白得刺眼 他毫无形象地摊在了沙发上 陈思楚走过来 帮他按摩 双腿放松肌肉 防止明天腿会酸痛 大概是在沙发里窝得久了 有些僵硬 洛明抬起手臂在头顶撑了两下 T恤的下摆 随着动作上移露出一节白净的腰身 细得不行 我这样真的需要减肥吗 刚刚洗澡时候 确认过的洛明问道 文姐 一两斤肉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但鸡少成多呀 当你能直接看出来 身材走样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啊 我好想吃烧烤 有人负重前行的时候 总有人替你岁月静好 洛明和荣木常来的 那家烧烤店里 两人正在大快躲移 妈呀 这烧烤也太香了吧 说着 林书文狠狠地咬了一口 手中的大肉串 然后又猛灌了一口冰啤酒 林书文都不记得 自己上次 吃烧烤是什么时候了 他属于是一胖体质 别说是烧烤这种 重油重年的食物了 就是吃袋薯片 心里都有负罪感 晚上要多跑半小时 不天知道 他为了维持身材 付出了多少 而且 林书文有偏头痛的毛病 在很多医院都检查过了 都说是没问题 可就是一熬夜 一吃凉的 就有很大概率头疼 况且 林书文是女人 女人吃凉的吃多了 会导致痛经的 因此 这么痛快的喝冰啤酒 也是人生第一次 而且今天林书文惊奇地发现 自己不管怎么跑跳的肩膀 居然不会酸 不用注意饮食 能肆无忌惮地吃凉的东西 不怕偏头痛和痛经 还没有负重 这也太爽了吧 他都有些乐不思数了 第十章 各自的学习 二名 咱们的投资 什么时候能到位 今天是周四 明天周五 大数目银行转账 可能来不及了 估计要下周一吧 林书文回答道 这么快吗 那我明天就去订购 办公用的家具 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 就交给你了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嗯 行 林书文硬着头皮 答应了下来 那招聘广告 我也放上去了呀 我不太懂面试 这方面就交给你了 其他岗位我可以 技术岗没你不行啊 荣木连忙说道 技术岗招聘的时候 我会过去的 那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咱们的工作室 要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还没想过 那就想一想 咱们当初说好的 工作室股份你沾大头 这家工作室 就相当于你的 取名的事儿 我可不能代劳 林书文点头应试 回到家 林书文迫不及待 给洛明发了消息 我到家了 能打电话吗 洛明那边刚吃完晚饭 说是晚饭 其实就是一大碗蔬菜沙拉 吃了就跟没吃一样 洛明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 林书文秒接 林小姐 你这明星 可真不好当啊 你知道我今天中午 晚上吃的什么吗 不出意外的话 中午应该是 荞麦面和炒青菜 最多加一块鸡胸肉 晚上的话 应该是蔬菜沙拉 你经常这么吃 对啊 我是一胖体质 吃东西很容易发胖 所以一年有半年在减肥 控制体重 好在闪解还算有点人性 没让我把体重控制在一百斤内 不然我一整年 估计都要吃蔬菜了 洛明文言叹了口气 林书文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在人家身体里大吃大喝 人家在自己身体里 连点油水都吃不到 林书文心里生出了一丝丝负罪感 连忙岔开了话题 那什么 洛明这次投资没谈下来 没谈下来吗 嗯 今天见的飞与风头的经理人说 林书文把两边谈判的情况 告诉了洛明 洛明听完后 又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 飞与风头 居然是想捞一笔块钱 就跑的这种那林小姐 只能拜托你投资我们了 嗯 明天是周五 我记得我那边有个物料要拍 下周一应该没有工作安排 你拿着我的银行卡 去银行办理转账就行 话说洛明 你们工作室的技术港 要招多少人啊 目前的话 至少需要五个人 三个跟我一样 负责游戏开发的 两个负责美术的 这样才能在元旦前 保证游戏完成 招聘的时候 要问什么问题 荣木说 技术港的人 要我和他一起负责面试的 首先肯定是看工作经历 有大厂工作经历 或者是参与过一些 比较有名的游戏开发的 肯定优先录用 如果是学生的话 就要看专业知识过不过硬了 我一会儿给你列几个问题 你照着问 能答出来一半的 专业知识就算不错了 那负责美术的呢 你把我做的游戏打开 结个僵尸的图 让来应聘的 用数位版临摹一份 临摹的好的就留下 这么简单 对啊 你以为有多复杂呢 林书文挠了挠头 他没经历过这些 确实想得有些复杂了 对了 洛明还有个事 容不让你给工作室起个名字 你那边有什么想法吗 就叫灼光吧 灼光 念着倒是朗朗上口 肯定啊 我这个名字 是取自姚虫 秋叶望月中的名句 灼灼云之镜 光光草鹿团 哦 原来是秋叶望月里的句子啊 林书文装出了一副 恍然大悟的语气 实际上他根本没听过这首诗 姚虫他倒是知道 武则天时期的宰相 可姚虫居然还会写诗吗 林小姐 今天录制demo的时候 我让你助理买了把吉他回来 这是我唯一会的乐器了 闪姐还问我 什么时候学的吉他 我跟他说 学钢琴的时候顺便学的 你别说漏嘴了 哎 你这个理由找的还真是巧 我学钢琴的时候 正好学过吉他 不过好久没弹了 那感情好 我这也不算撒谎了 你录的demo能给我听听吗 当然可以 说着 洛明打开林书文的邮箱 把录制好的demo 发给了自己 一会儿我听听 能让闪姐和刘导都认可的歌 是什么样的 说起歌来 林小姐 你有没有声乐老师 我感觉 我要接受一些专业的指导 不然在唱歌上 迟早会露线的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也要懂一些编程知识 不然也会露线的 说到这儿 两人都沉默了 不如这样吧 以后每天晚上 我教你唱一小时歌 你教我一小时编程怎么样 林书文提议道 也行 这样还能减少道路的风险 那就这么说定了 林小姐为了方便教学 最好在电脑上 你家里没有电脑 明天买一台 洛明会这么说 是因为现在是2013年 微信的普及程度 已经很高了 但微信通话 微信视频这些功能 还没有出现 现在想开视频 最简单的方法 是在电脑上登录企鹅 用企鹅开视频 那就买一台吧 洛明你工作 也需要买电脑 一会儿 你给我列个配置单 行 说完了正事 两边很默契地挂断了电话 洛明找了张纸 列起了电脑的配置单 而林书文那边则是从邮箱里 下载了洛明发来的Demo 林书文点开Demo 首先就是一阵吉他声 以林书文专业的角度来听 水平一般 然后林书文自己的声音就响起了 感受停在我发灯的指尖 第一句 就让林书文起了鸡皮疙瘩 这发声方式太奇怪了 明明是他的声音 却用了跟他完全不同的发声方式 唱腔也不一样 林书文强忍着不是 继续听了下去 很快 一分钟出头的Demo听完了 林书文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奇异的色彩 这首歌质量确实很高 难怪能被闪姐和刘岛一起看中 第十一章 物料拍摄和约歌 第二天一大早 洛明就被闪姐从床上拽了起来 苗苗 动作快点 妆容成熟一些 妩媚一些 我还没吃早饭 洛明表示了抗议 文姐 我给你准备了牛奶 说着 陈思楚把盒装的纯牛奶递给了洛明 上面连吸管都插好了 半小时后 陈俊苗做好了造型 这时候的林书文一头乌黑的发被卷成了大波浪 披散在半落的肩上 隐约可见血色肌肤 一身酒红色礼服 外照黑色网纱 将神秘慵懒描绘得淋漓尽致 黑色丝绒手套包裹双手 红唇如燕 净显妩媚 洛明都看呆了 哇 文姐你真漂亮 我一个女人都看得心动了 陈思楚感叹道 听到陈思楚的话 洛明这才回过神来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出发 文文这次物料 是你的第一个大代言 可不能出任何问题 洛明乖巧地点了点头 路上闪姐把一个文件夹 甩给了洛明 文文 你再熟悉一下这次的拍摄要求 别出乱子 洛明翻开文件夹 快速浏览了一遍 知道了这次是什么代言 这家奢侈品公司 洛明前世也有 叫YSL 洛明还给初恋 买过他家的口红 林书文接的代言 是YSL的手带 而且这个代言 还有不小的水分 说白了这个代言 仅限于这几款新上市的手带 单一产品的代言 和整体形象代言 那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以林书文现在的咖位 能接到YSL单一产品的代言 就挺不错了 有了这块敲门砖 后面接其他 同类型的代言 也会更容易难怪 闪姐会这么重视了 至于说拍摄要求 无非就是配合摄影师摆造型 一小时后 保姆车停在了一栋写字楼前 闪姐领着林书文上了六楼 这里是一个摄影棚 Oh my God 闪你又胖了 一个看着四十岁左右 续着大胡子的白人男性 操着一口流利的 滑下雨迎了上来 戴维 孰归孰 你要是再敢调侃我的体重 我可是会走人的 别别 我错了 这位就是林书文小姐吧 比照片里都要漂亮 她就是这一季度 最合适的手带代言人 闪姐文言露出了笑容 林书文的颜值 确实是没得说 不然她也不会一眼 就挑中当时刚刚出道的林书文 这次代言 也是因为戴维一眼 就选中了林书文 不然以林书文的咖位 还真轮不到她 文文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戴维日不落人 戴维老师好 不用叫我老师 直接叫名字就行 我就是个拍照的 真正美丽的风景本身 就像林小姐 你一样 谢谢您的夸奖 一番商业互吹后 拍摄正式开始 林书文就像提线木偶一般 在戴维的指挥下 握着YSL的手包 摆出各种姿势 从上午十点 一直拍摄到了下午两点 四个小时落明 感觉脸都要笑得僵硬了 咔嚓 随着最后一张相片拍摄结束 这次的物料拍摄 也算完成了 回到保姆车上 落明揉了揉自己麻木的脸 片刻后 闪姐回来了 她看了一眼 摊在后座毫无形象的林书文 翻了个白眼 然后说道 楚楚 你去买两个三明治 买熏牛肉的吧 考虑到林书文中午没吃饭 闪姐大发慈悲 让陈思楚买了熏牛肉的三明治 两个三明治 加一瓶水下肚 落明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楚楚 我们去公司 好的 闪姐 落明还是第一次去林书文的公司 难免有些紧张 主要是怕漏线 她下意识地问了句 闪姐我们去公司干嘛 今天老黄正好在我们去约歌 老黄这个人 是落明第二次听到了 上次是在刚刚交换身体 参加流导电影发布会的时候 那时候 闪姐就说想让老黄 来给林书文的专辑 写主打歌 由此可见 这个老黄 应该是个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 事实也正是如此 老黄全名黄胜泽 今年37岁 是林书文公司 华乐娱乐数一数二的音乐制作人 和闪姐是老朋友了 路上闪姐让林书文 把拍摄用的礼服换下来 保姆车里就有换的衣服 落明挑了一件 米黄色的蝙蝠衫夹 牛仔裤夹 一双白色运动鞋 他实在是不喜欢穿裙子时候 那种空荡荡的感觉 所以 能自己选择的时候 他更喜欢穿裤子 至于说蝙蝠衫 落明对这种秀服宽大出气夸张 跟衣服侧面连在一起 双臂展开 形似蝙蝠的衣服 很好奇 他特别想知道 这种衣服穿上是什么感觉 事实证明 这种衣服和普通T恤穿的区别不大 就是感觉胳膊的活动 更加方便了一些 三点整 林书文的保姆车来到了公司 四人一起下了车 一路上 落明发现 很多人都会跟他点头示意 他也按林书文说的 微笑着点头回应 四人来到了三楼的录音棚里 闪姐 让陈俊苗和陈思楚在外面等着 他带着落明 直接进了录音室 闪姐进去后 扫了一眼 发现老黄带着耳机 时不时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得 老黄在工作 我们等等吧 落明点了点头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正当落明等得不耐烦的时候 从录音室里走出来一个一看 就是那种萌萌达风格的女孩 对他落明实在是没办法用女人这个词 看着太小了 闪姐却是催了一口吐槽道 这老女人都快三十了装什么呢 骂完以后 闪姐光速变脸 带着灿烂的笑容迎了上去 三人相谈甚欢 时不时还会爆发出阵阵笑声 三人聊了几分钟 闪姐口中的老女人 就带着笑容离开了录音室 他一走 闪姐和老黄的表情不约而同的变了 闪姐是一脸嫌弃 老黄则是一副被恶心的样子 靠北了 闪姐 你来了就喊我一声啊 听着老女人唱歌我快吐了 我这不是怕打扰你工作吗 给他录歌 那哪里是工作 那是折磨 骂明健壮嘴角一抽 他和圈子里的老前辈相去甚远啊 不说其他这首变脸 就够他学好几年了 第十二章 搬家 老黄你最近手里有没有合适的歌 东拉西扯一番后 闪姐切入了正题 给他的 嗯 闻闻正在筹备第一张专辑 我手头倒是有五首歌 不过质量一般 拿来凑数够了 当专辑主打歌差远了 这五首我都要了 主打歌也要 等等 闪姐 那首光年之外 不是你们家闻闻自己写的吗 我听着不错呀 当主打歌应该够了 老黄打断了闪姐的话问道 那首歌被刘岛看上了 要当电影的主题曲 则 你家一人运气不错呀 所以 主打歌还要拜托你了 我尽量 不过最近我手头事情有点多 闪姐 你应该也知道 最近公司有学习南邦那边组建女团的想法 这件事要是确定下来 你们的主打歌 我估计就帮不上忙了 闪姐点了点头 这事儿 他确实有所耳闻 老黄都这么说了 闪姐自然也不会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于是 闪姐拿了装有老黄的五首歌优盘 就转身离开了 回到车里 闪姐把优盘交给了林书文 闻闻 你晚上回去看看 熟悉一下 闪姐 老黄不是说 这五首歌都一般吗 是啊 所以拿来充数啊 专辑一般要十首歌 这五首歌就是拿来凑数的 不是我们的主打歌曲 这算不算欺诈消费者呀 闻闻 你不会觉得 一张专辑都是神曲是好事吧 难道不是吗 这么说吧 如果你现在就是歌坛天后 马上要退休了 那这一张专辑 都是质量上场的神曲 唱完了 你就退休 震撼了整个乐坛 那你的江湖地位 在很长时间都不会有人能撼动 可你现在只是刚刚出道一年 拿了金曲奖的两个比较靠前的奖项 小天后和天后的差距有多大 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现在出一张都是神曲的神砖 短时间内 你在乐坛的地位会急速飙升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神话 但后面 你必须保持每一张专辑 都和这张专辑差不多的质量 不然你就是江郎才净了 你未来还要在乐坛发展的 早早就背上江郎才净这个名声 你觉得是好事 洛明不说话了 听了闪姐这一番话 他不由地想起了前世一个很著名的乐团 菲尔乐团 菲尔乐团在2004年4月23日 发行了他们的首张音乐专辑 F I R 其中收录了 我们的爱 Lydia 你的微笑 等13首歌曲 专辑上市4个月 销量就超过90万张 这张专辑里的歌曲质量高得吓人 后面连续几张专辑 虽然也有经典曲目 但总有人觉得不如第一张专辑 以至于让不少人都觉得 菲尔乐团出道极巅峰 后面就在走下坡路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闪姐的考虑是对的 晚上 洛明回到家 把U盘里的歌曲都通过邮箱 发给了林书文 林书文这会儿也是刚刚到家 今天他和荣木 去高星科技园那边的办公室看了看 荣木提供的办公室 整层有三百多瓶 这个三百多瓶 可完全是实用面积 没有军摊这一说 装修的也不错 水电网也比较便利 只要买了办公设备 就能开始招人了 至于说工作室注册 现在上头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洛明和荣木都是应届大学生 各方面都有政策扶持 一周左右就能下来 说起来 荣木也比较认可卓光这个名字 不过他也不知道 姚虫会写诗 更没有听过 卓卓云之镜 光光草露团这句诗 回复道 歌曲质量一般吧 不算好 也不算差 就是正常水准的歌 闪姐也是这么说的 主要看主打歌 嗯 话说洛明 我想搬个家 最近一直住在酒店 感觉太不方便了 正好我在宾州这边有房子 打算直接搬过去住了 这样后面 咱们两个互相学习唱歌 和编程技巧 也更方便一些 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意见 洛明秒回 两人这几天 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况且房子是林书文的 他想怎么安排是他的事 那明天我和谢律师联系一下 到时候他应该会打电话询问你 要不要把房产证 和门禁卡给我 你直接答应就好 嗯 我知道了 对了 你的东西 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吗 搬家我特别关注一下 别给你弄丢了 我最值钱的 就是那台电脑了 好吧 正式谈完了 那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行 第二天一大早 林书文就打车去了一趟 谢律师的律师事务所 主要他不记得 谢律师的电话号码了 谢律师是一个 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女人 他听到眼前这个男人 居然要 林书文房子的门禁卡和房产证 立马打电话上询问了林书文 林书文那边自然是同意了 谢律师便把房产证和门禁卡 给了眼前这个男人 便挠补了一整部狗血爱情小说 其实也不怪谢律师多想 主要是洛铭长得挺帅的 两人年龄看起来也差不多 再加上电话里 林书文和平常不太一样的语气 怎么想都不对劲 从谢律师那里出来后 林书文回了洛铭之前租的隔断房里 叫了搬家公司 让搬家公司帮忙把东西都装到车上 然后招呼司机去了蓝山小区 蓝山小区在宾州算是高档小区了 安保工作非常到位 不出意外的林书文他们被拦住了 好在林书文早有准备 他从谢律师那里 取回了房产证和门禁卡 直接就进来了 搬家公司的人帮忙把东西搬进房间 林书文付了钱就开始收拾了起来 这间房子是他爸妈给他买的 是两室一厅的小户型 实用面积60平 一个人住刚好 他父母这会儿还在帝都工作呢 没必要买大房子 再说了家里的老房子就不小了 也不用买大的 收拾了三个多小时 林书文这边才算把家打扫干净 把洛明的衣服电脑什么的 也通通放好了 第十三章 换回来了 这个周末 洛明和林书文都没闲着 洛明一边减肥 一边构建记忆宫店 林书文则是忙着准备招聘的事情 按两人的约定 周一洛明就会拿着林书文的银行卡 去一趟银行 把说好的五百万投资转过去 周一一大早 林书文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熟悉的天花板 再加上胸前出现的久违的压迫感 我 我这是回来了 洛明那边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 然后洛明拿出手机 拨通了林书文的电话 林书文那边秒接 林小姐 洛明 你先说 你先说 两人沉默了十几秒后 还是洛明先开了口 林小姐 我们便回来了 嗯 你说我们还会不会变回去啊 凭心而论 林书文感觉自己 更喜欢洛明那边的生活 这种和好朋友一起创业的感觉 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而且在洛明那边 还能随心所欲的吃东西 不用担心体重问题 洛明那边也不确定 他挠了挠头说道 林小姐 我也不确定 我们会不会再变回去了 我们这次互穿 是从上周一到这周一 持续了一周 我猜 如果我们还会进行身体交换 十有八九 也是间隔一周 当然了 也有可能不会再进行互穿了 亦或是 亦或是互穿的时间不确定 可能明天 可能后天 就会再次互穿 林书文接过了话茬说道 你说的没错 所以林小姐 我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 把这一周 各自没能处理的事情解决一下 你说的对 我得先把你写的那首 《光年之外》录制了 这首歌的钱 林小姐 你还愿意投资 我们工作室吗 洛明打断了林书文的话问道 当然愿意了 那我给你写歌 就不要谈钱了 工作室的股份方面 我也暂时不给你分配了 如果我们这次之后 不会再互穿了 再讨论这些 如果还会的话 这些谈不谈 其实也没有区别了 我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了 我们就当是帮忙过好 对方的人生如何 那你一首歌换我五百万 你可是赚大了 林书文略带调侃地说道 我能写出一首来 就能写出十首 一百首来 好 那我等着你的歌 正好这次专辑主打歌 还没着落呢 两人达成协议后 就挂断了电话 林书文放下手机后 拿出电子秤秤了一下 五十二 两公斤 不仅没胖 居然还瘦了 林书文摸了摸自己的腰 喃喃自语道 他不由地回想起落鸣 给他控诉自己 都快变成兔子了 林书文嘴角微微上扬 这人还真努力锻炼了呀 片刻后 陈思楚过来了 林书文直接让他开车 带自己去银行 去银行 文姐去银行干嘛 陈思楚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我一个高中同学创业 我决定给他投资一点钱 靠谱吗 不会是骗子吧 绝对不是 他做的游戏我玩了 很有意思 投资他绝对是不亏的 游戏 手游骂 最近智能机挺火的 智能机上面的游戏 是挺赚钱的 有手游版本 那听着还行 对了 这事别和闪姐说 陈思楚点了点头 他们姐妹两个的工资 是林书文给开的 林书文才是他们的老板 该听谁的话 陈思楚是懂的 这种私下的出门 陈思楚肯定不会开保姆车的 林书文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 有一辆很不起眼的大众朗逸 这辆车的身价 还没有小区的停车位贵 平常私底下出门 他们都是开这辆车的 林书文之前 本来想买一辆奔驰小跑的 但现在 他要投资若鸣 他们的工作室 自然暂时是买不起了 林书文户上的这套房子 有150平 这个小区的房价是271平 物业给抹了零 他买下来 一共花了400万 至于说 车位是闪姐字掏腰包送的 林书文出道一年出头 拍了三部电视剧 发了五首歌 客串流导的电影就不算了 一共就出场20S 这三部电视剧 第一部的女三号 让林书文小有名气 踏入了这个圈子 可却没有挣多少钱 毕竟是纯素人 能有演戏的机会就不错了 后面二部电视剧 两部都是女二 因为签了公司 有闪姐这个经纪人帮忙运作 加起来片酬 赚了有400多万 当然了 大头肯定是公司拿走了 林书文签的是B级合同 和公司是46开 他拿4 不过话又说回来 没有公司 他也拿不到这么多钱 如果是他自己 不说能不能拿到出演的机会 就算能 没有公司帮忙运作 片酬会压得很低 他能拿到这么多片酬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公司用自己的资源 帮忙宣传电视剧了 可惜这两部电视剧 都铺成狗了 平心而论 电视剧铺和林书文 没什么关系 别看这两部电视剧投资不少 下来都是好几千万的投资成本 但70%的投资 都成了演员的片酬 剩下拍电视剧的前就么点 怎么可能出好作品呢 好在 这两部电视剧里的 Ost都火了 还是爆火 其中一首 更是冲到了各大音乐平台 乐榜的前十 林书文因为这两首 Ost被迫放弃了演员梦 成为了歌手 后面又发了三首歌 反响不错 这五首歌 给他带来了200万的收入 剩下的 就是这一年的商业 走学 抛去买房子的钱 如今林书文卡里 还有506 32万 林书文直接把500万 转到了正在注册中的 工作室账户上 前后连十分钟都没用 就从银行里出来了 文剑 你投资了多少啊 陈思楚看林书文这么快 就出来了好奇的问道 50万 林书文随口编了个数字 50万够做游戏吗 够了 哦 文剑你投资的游戏 叫什么名字啊 植物大战僵尸 植物大战僵尸 好奇怪的名字 行了行了 别说这个了 我们去公司 今天我想把光年之外 录了 林书文插开了话题 说起工作上的事情 陈思楚也没有在 那些闲事上费神了 正好 刘岛那边也催了一次了 陈姐说 让刘岛催一次就差不多了 再拖就耽误电影上映了 那就赶快走吧 编曲陈姐那边 应该已经搞定了 我们直接去录歌 好的 文剑 说完 陈思楚就发动了车子 朝公司赶去 第十四章 专辑主打歌 咦 文文 你也来录歌 林书文和陈思楚 来到录音室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 和他一起进公司的一个女艺人 陈思楚按道一声晦气 这女人叫孙璐 大学学的就是音乐 进公司的时候 也是以歌手的身份进来的 林书文却不是课班出身 她大学时候学的是生物 林父林母 都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他们让林书文学生物目的 显而易见 林书文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意见 听父母的报考了 护上交通大学的生物系 结果让林父林母没想到的是 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女儿 上大学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在校园里取景的刘岛 然后因为过于出众的颜值 被刘岛一眼看上 拉进了娱乐圈 林书文大四的时候 没有去考研 而是一边读书一边拍戏 毕业后 还直接签了华月娱乐 这把一心想让女儿考研 做一名生物学家 和他们一起研究 微生物和病毒的 林父林母气得不轻 大半年没和林书文说话 后来林书文因为唱歌火了 林父林母 看到女儿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样子 这才对林书文的选择 多了几分理解 而林书文在进了公司以后 一开始走的演员路线 闪解给她报的课 也都是这方面的 可那两部电视剧的扑街 让林书文的演艺事业受挫 还转型成了歌手 关键转型就转型吧 这一转型 林书文居然比孙露还火 还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歌曲 和最佳新人 这让孙露有些不爽 私下里没少嘴林书文 以闪解的人脉这些话 自然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闪解直接把这事 告诉了林书文他们 因此不管是林书文 还是陈家姐妹 都对孙露不太待见 毕竟 谁会喜欢一个 在背后嚼人舌根的人呢 当然了 不待见归不待见 面子上肯定要过去的 林书文微笑着 和孙露点头示意 然后走进了录音棚 黄老师 麻烦您了 林书文客气地 和老黄打了个招呼 老黄点了点头 饶有兴趣地问了句 你那首歌写得不错 创作灵感是什么 这个林书文 早就和洛明对过口供了 他笑着答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在看刘岛剧本的时候 突发奇想 难怪这首歌 和刘岛的电影这么契合了 黄老师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我写歌一直奉行一句话 词以言情 曲以明智 歌以舒怀 缺一不可 这首歌的词 唱的是对爱情的坚真不渝 曲掉灵动活跃 很符合现在流行歌曲的审美 可惜灵动有余 对宇宙磅礴气势的描述不太足 这是一个小缺陷 不过词曲结合之下 这一点小缺陷就很不起眼了 词曲相邪 既广阔 又能将人拉回现实 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我特别喜欢这句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 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 既让人看到了世界广阔 获达不强求一切 又要入世珍惜当下的幸福和快乐 听完老黄的话 林书文低下头 掩饰了自己眼神中的惊讶 老黄给的评价太高了 在他的印象里 挑剔的老黄 对一首歌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可以说是屈值可数 怎么 不好意思了 我可没有恭维你 我这人一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这首歌确实优秀 老黄看林书文低着头 难得说了句活跃气氛的话 谢谢黄老师您的夸奖 课套话就不用说了 你拿着歌词和曲子进入音室 咱们开始 好的黄老师 而与此同时 洛明那边 林书文称了一下 发现自己瘦了 洛明不用称 都知道自己胖了 因为他能明显感觉到 裤子穿着有点紧了 这大明星 不会是饿死鬼头胎吧 汉堡烧烤可尽造啊 洛明吐槽了一句 简单熟悉了一下 林书文的这套房子 然后躺到了沙发上 望着天花板 我也没资格说人家 我这应该算是吃软饭了吧 洛明喃喃自语了一句 开工作室的钱 是林书文出的 住的房子是林书文的 就现阶段言 他可是欠了林书文的大人情啊 而且 林书文对工作室的事情 也很上心 刚刚洛明本想着准备一下 招聘用的东西 这一整理 却发现林书文基本都准备好了 洛明感觉就算自己上 除了在编程专业性问题上 加以改进以外 貌似做不到更好了 该怎么回报一下他呢 好 那我等着你的歌 正好这次专辑主打歌 还没着落呢 洛明脑海里 突然想起了林书文的这句话 洛明立马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是啊 给林书文一首专辑主打歌 不就是最好的回报吗 可是要抄哪首歌呢 这是林书文的第一张专辑 应该是要积极向上 朝气蓬勃一点比较好 想到这儿 洛明闭上眼睛 开始在刚刚构建的记忆宫殿里 找了起来 有了 就是他了 洛明一个礼遇打挺坐了起来 他跑下楼 打车去了乐器行 一千块钱买了把吉他 回来后 洛明找了纸盒笔 配合着吉他的旋律 开始了自己的搬运工作 不知不觉 一上午就过去了 林书文那边 从九点半进了录音室 一直到十一点五十 才从录音室出来 一开始 林书文一直不在状态 主要是一周时间没唱歌了 半天都找不到感觉 前面一个多小时 就像是在附近一样 快十一点 才算找到了平时唱歌的感觉 然后一个小时 完成了光年之外的录制 林书文从录音室里出来 有些不好意思 一首歌的录制 居然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老黄对此倒是不怎么在意 一首歌录好几天的 也大有人在 何况是一上午呢 而且 作为一个内行人 老黄也能看出来 前面林书文是一直在找唱歌的状态 后面找到状态 很快就录好了这首歌 凭心而论 林书文的嗓音条件是真的好 说起老天爷赏饭吃 也不为过 什么是好嗓音 简而言之就是 只声待毙和能力强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声音清透 干净 明亮 饭纸没有杂质的声音 林书文的嗓音完美符合 黄老师 今天麻烦您了 中午我请您吃个饭吧 不用 我老婆给我做了盒饭 你嗓音条件很不错 可不要浪费老天爷给你的这份天赋 我知道了 谢谢黄老师的指点 知道了就出去吧 别在这储着了 林书文给老黄锯了个躬 转身离开了 叮咚 林书文和陈思楚 刚从录音室出来 就听到了自己手机上 传来了微信的提示音 他掏出手机一看 消息是若鸣发来的的 一共有两条 一张图图改改的谱子 以及一句话 答应你的专辑 主打歌 第十五章 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 林书文下意识地念出了这首歌的名字 文剑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初初我们回去吧 好 两人一回到家里 林书文直接坐到了钢琴前 他试着弹了一段谱子上的旋律 然后眼睛瞬间就亮了 林书文连忙跑去书房 准备把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谱抄下来 一旁的陈家姐妹则是一脸猛逼 初初 你们从黄老师那里拿到新歌了 陈俊苗问道 没有啊 今天文姐的状态不太好 一直在录音室录歌 录完歌文姐 想请黄老师吃饭 黄老师还拒绝了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那刚刚的那段音乐是什么 不会是文姐突然有灵感了 又写了一首歌出来吧 陈俊苗文言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灵感是菜市场里的大白菜啊 一年四季 只要去菜市场就能买到 很快 陈俊苗就被啪啪打脸了 姐妹两个 只见林书文拿着两张纸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坐到了钢琴前面 林书文简单弹奏了两段 熟悉了一下旋律 然后就开始弹唱了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 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 才走得到远方 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 千钧一发 又怎会懂得执着的人 拥有隐形赤胖 卧槽 一向对自己形象非常注意的陈俊苗 听完第一段后 忍不住抱了粗口 姐 看来真是文姐的原创歌 先别说话 听文姐继续唱 林书文却没有继续唱下去 她把第一段重复了好几遍 然后修改了一些 洛明简谱上不太顺畅的地方 洛明也知道自己在音乐方面 就是半桶水乱晃 能自己写出简谱 已经是极限了 至于说谱子有没有错误 那她就不敢保证了 所以洛明也直接和林书文说了 让她把唱的时候 觉得不顺畅的地方 或者是明显演错的地方 自己修改一下 而这一幕落在陈家姐妹眼里 就是林书文在修改自己创作的歌曲 反复唱了十几次后 林书文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始了唱起下一段 把眼泪装在心上 会开出勇敢的花 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 多渴望懂得的人 给些温暖借个肩膀 很高兴一路上 我们的默契那么长 这一段 林书文只唱了两次就过了 明显是没什么需要修改的 然后就进入了副歌环节 陈俊苗和陈思楚都屏住了呼吸 姐妹两个跟着林书文大半年了 对音乐也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 他们自然也知道 一首歌好不好听 抓不抓二 最重要的就是副歌部分了 穿过风又绕个弯 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最想要去的地方 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 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实现了真的渴望 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陈思楚听完副歌激动的面色潮红 这首歌真的很棒 拿来当林书文的专辑主打歌 绝对没问题 之后林书文又从头完整地 唱了一遍这首歌 陈思楚听完以后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这次的专辑稳了 抛开歌曲质量不说 这首歌传达出的 对梦想的执着也是值得肯定的 谁年少轻狂的时候 没有个不可诉说的梦想 这个梦想是远行的希望 是前进的动力 更是青春的见证 陈思楚听完这首歌 就想起了自己以前 一直想当作家来着 上了大学 他还真识过写小说 结果坐那儿 一整天都憋不出一百个字来 只能放弃了 那时候要能听到文姐的这首歌 我说不定就坚持下去了 姐你说 陈思楚话说到一半 突然顿住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堂姐 已经愣在了原地 眼神里满是怀念 陈思楚张大了嘴巴 她解释是有故事啊 苗苗 你帮我联系一下陈姐 就说我的专辑主打歌有了 林书文的话 打断了陈俊苗的思绪 她应了一声 立马拨通了陈姐的电话 陈姐这会儿 正在公司和公司的领导 为了林书文的主打歌扯皮 朱总 我们文文的情况你也了解 现在正是需要一张质量不错的专辑 巩固地位 陈姐不是我不帮忙 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 还是拿股份激励的 你应该知道 公司筹划这个女团筹划了多久 我知道可是 叮铃铃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陈姐的话 陈姐从包里拿出手机扫了一眼 来电显示发现是陈俊苗打来的 抱歉 朱总我接个电话 朱总点了点头 陈姐边按下接听见边 走到了朱总的办公室外 喂 苗苗什么事 陈姐 文姐刚刚又写了一首歌 又写了一首 嗯 这首歌也很好听 不比光年之外差 而且歌曲的利益也很不错 陈姐对陈家姐妹最了解不过了 如果是陈思楚这么说陈姐 还会有几分怀疑 但陈俊苗一向沉稳 她会这么说 那说明这首歌的质量肯定没问题 林书文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才让陈俊苗给陈姐打电话的 也就是说 文文专辑的主打歌友了 嗯 文姐让我给您打电话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说着 陈姐挂了电话 她深吸一口气 把微微上扬的嘴角压了下去 又摆出了之前 那副公司不给资源就不走的表情 回到了朱总的办公室 朱总 我们 陈姐 该说的咱们都说过了 两个月后 我们的女团就要在南邦那边 开始预热推广了 至少需要准备无首无曲 现在公司真的拿不出多余的音乐资源 朱总 这样吧 我们不要求公司帮忙写专辑主打歌了 但是专辑相应的 宣传资源公司 可不能给我们打折扣 朱总见陈姐 不抓着主打歌不放了 连忙答应了下来 行行行 陈姐你放心 公司对文文是很看重的 要不是两个项目撞在一起 绝对不会这样的 再说了 公司现在是音乐资源紧张 不是宣传资源紧张 你放一百个星 宣传资源绝对一点都不少 第十六章 联合炒作 好 有朱总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说完 陈姐就转身离开了 朱总见状 眼神中闪过一丝狐疑 陈姐居然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 陈姐是公司的老人了 手里有公司二 百分之一的股份 每年还能拿零 百分之五的股份激励 她这个CEO手里也只有公司四 百分之一的股份 更别说 陈姐是公司创立时期就在的老人了 比她资历都老 今天陈姐找过来 她已经准备好打吃酒战了 书桌下面 可是放了一体矿泉水的 没想到 陈姐就这么走了 朱总连忙回忆了一波 从陈姐进来到出去两人的对话 确定没有被陈姐套路 朱总这才稍微放下了心 陈姐从朱总办公室出来 立马赶回了林书文家 一进门 陈姐就听到了林书文在唱歌 她没有打扰林书文 而是静静地听完了一整首 最初的梦想 陈姐 这首歌怎么样 林书文停下来问道 各方面都很优秀 用来当你的专辑 主打歌 绝对够了 林书文文言露出了笑容 楚楚别愣了着了 把手机拿出来 文文你把副歌唱一遍 录好以后 发到文文的微博上 陈姐 要配文什么文 就写两个自恋歌 陈思楚点了点头 拿出了自己的iPhone5s 打开了录像功能 iPhone手机的缺点有很多 舍不得上高刷 信号差 没有快充 但iPhone的录像功能 从iPhone3开始 就一直是领先有伤的 从来没有被超越过 陈思楚录了一段30秒的视频 发到了微博上 暗闪解说的 就配了两个自恋歌 文文也太漂亮了吧 这侧脸太杀我了 这首歌是文文的新歌吗 以前没听过呀 歌词里 应该是有最初的梦想吧 听着挺励志的 期待完整版 在粉丝们忙着评论的时候 陈姐又买了水军 这次同样是吹林书文的这首歌 是自己原创的 然后陈姐给刘导发了个信息 刘导 差不多把电影更换主题曲的事情 发出来吧 刘导那边秒回 正好我这边的新预告片 也做好了 那就发吧 我们这边配合你宣传 好 刘导立马让剧组的人发了微博 连带着那段20多秒的新预告片 一起发了出来 这段预告片的背景音乐 自然就是林书文的光年之外 刘导在电视剧领域里 算是一线大倒了 但在电影领域 还是纯新人 这次拍电影 算是刘导的转型之作了 圈子内外不少人都在关注 刘导那边 发了更换电影主题曲的微博后 再加上闪解买的水军 很快林书文就上了微博热搜 这次热搜 还是很快就冲到了热搜前时 光年之外的录音室版本 虽然预告片里只有一小段 但大家都能听出来 这一小段个方面 都暴杀了之前的清唱 这预告片 配合着BGM真的绝了 确实 这歌和画面 真的是配一脸 这首歌太好听了吧 之前清唱版本 就感觉很好听 现在录音室版本一出来 我都想单曲循环上几天了 可惜还不是完整版 电影快上马 想听完整版了 话说 文文那边又发了一首新歌 也是原创的 很好听 又有新歌了吗 我去看看 在水军的影流下 很多网友去到了 林书文的微博下面 也都看到了 陈思楚发的那段视频 一周时间 两首原创 而且从副歌听起来 质量都很不错 就从这个 很多路人都选择 关注了林书文 短短一天时间 林书文的微博粉丝 就增加了三万多 这可都是火粉啊 晚上 林书文开心地 和洛明分享今天的成果 我的歌还可以吧 嗯 多亏了你的歌了 话说洛明 这首歌的创作领感是什么 洛明挠了挠头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 其实并不是范伟齐原创的 这首歌是买的一首名为 骑在银龙背上的歌曲版权 改编来的 从歌名来看 中文的歌名含义 很容易理解 岛国语歌的乍一听 名字会觉得是某种 带有奇幻色彩的歌曲 但实际上并不是 骑在银龙背上 是一部岛国电视剧的主题曲 称颂了电视剧里 一名李岛医生 银龙则是他的自行车 PS 这个说法是电视剧主创说的 美雪阿姨的回应则是说 银龙是指医生的手术刀 我个人比较喜欢 电视剧主创的说法 这名医生 在不信任医生的李岛上 医生骑着他的自行车 走街串巷 救死扶伤 在银龙看来 这种对于人生善良 最本质的追求 光从利益上来看 比最初的梦想还要高一些 毕竟梦想这种东西 说在多媒实现之前 都是空谈 但人性的真善美 却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了 想归想 肯定是不能这么和林书文解释的 他亲了亲嗓子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在做植物大战 僵尸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现在做的事情 和我小时候的梦想 可以说是完全被盗而驰了 这才一时有板而发 你这么一说 我貌似也是一样的 是吗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洛铭随口问道 我爸妈都是从事 生物科学方面工作的 整天核微生物 病毒打交道 我受了他们的熏陶 小时候的梦想 也是做一名科学家 我当了明星期的 我爸妈有大半年没理我 可以理解 我要是你爸妈也一样 你呢 洛铭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我家的条件一般 买不起零食和饮料 我小时候最羡慕的 就是我们搬开超市的那个哥们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长大后也开个超市 那样就有吃不完的零食 喝不完的饮料了 洛铭略带怀念地说道 你这个梦想 很符合小孩子那时候的想法 洛铭笑了笑 别说那时候了 他穿越之前最大的梦想 都是回老家开个超市 他的钱都快攒够了 结果却因为高强度加班穿越了 洛铭刚穿越来的时候算过了 他的保险家存款 估计有个150万 这笔钱应该够他父母 下半辈子生活了 希望弟弟妹妹 能好好照顾他们吧 第十七章 招聘会 洛铭 招聘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林书文画风一转问道 准备好了 你之前做的方案就挺完美了 我只是在你的基础上 修改了一下 编程专业方面的东西 林书文文言有些小骄傲 他也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工作 能得到洛铭的认可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你呢 你今天有没有去录歌 昨天陕姐就说 光年之外的编曲已经做好了 去了 明天我还会过去 我准备把黄老师给的那五首歌都录了 然后让黄老师帮忙 把最初的梦想的编曲也给做了 这么急 肯定要抓紧时间 谁知道我们还会不会互换 什么时候互换 林书文说道 洛铭一琢磨 觉得林书文说的有道理 他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 那我也催一催木头 让他尽快把面试提上日程 正是谈完后 洛铭和林书文又开始了今天的学习 正如林书文说的 谁知道他们还会不会交换 所以学习是必须的 第二天上午 洛铭拨通了荣木的电话 唯 荣木沙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你还没起 这都十点了 反正也没什么事 工作室的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咱们都是应届毕业生 通过得很快 明天就能拿到营业许可了 太好了 那招聘的事呢 截止到现在 我这一共收到了六十三份简历 洛铭眉头一皱 才六十三份 现在是十一月份 算是临近年底了 招聘本来就不太容易 按正常人的思维 就算要换工作 也会拖到领了今年的年终奖 明年过完年再换 那里面有多少份是技术相关的 美术相关的有九份 编程相关的有十六份 那先让美术相关的下午来一趟吧 这么急 想在年前把游戏搞定 必须要抓紧时间 洛铭随便扯了个借口 行吧 技术方面的事我听你的 下午三点整 九名来应聘美术小组的人 都来到了正在装修的灼光工作室 九人中五女四男 就比例来说 女生学美术的也确实比较多一些 洛铭把他们一起叫到了会议室 然后打开了投影仪 把植物大战僵尸中 最普通的僵尸投影在了荧幕上 各位 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请你们临摹一下这个游戏角色 洛铭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就是我们的招聘内容吗 一个短发女生问道 是 众人文言神情都严肃了几分 洛铭把纸笔给他们发下去说道 现在是三点十分 我三点四十的时候来收稿 别忘了在你们作品的左下角署名 说完 洛铭就转身离开了 会议室里的九人一秒钟也不敢耽搁 立马开始绘画 半小时后 洛铭来到会议室 九人都已经画好了 洛铭把他们的画作收起来 让他们在会议室稍坐等候 自己则是去了旁边的办公室 木头 你也一起看看吧 荣木点了点头坐了过来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荣木抽出倒数第二章话说道 洛铭扫了一眼感觉确实不错 这张画不说其他 构图是非常完美的 完全满足上井下松的要求 纸上的僵尸也没有画得太满 太小 太偏 让人第一眼就觉得非常舒服 这个可以留下 洛铭说道 随后两人继续翻阅 剩下的八张平心而论 水平都不差 比不上一开始被荣木挑出来的那张 也都还可以 洛铭对美术一支半简 他挑了好半天 才选出了剩下的两张 这两张 一张是几乎完美地画出了 投影出来的僵尸 另一张是把僵尸画得格外和谐 整个头行 头颈间的关系 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随后 洛铭把九人一个个地叫到了办公室 按洛铭的想法 一会儿人进来以后 没选中的就告诉他们等消息 选中的就对薪资待遇什么的进行询问 没问题就留下 而一开始被选出来的那位 放在了第一个 他叫苏雨晴 简历上写着是华夏美术学院毕业的 在一家动画工作了两年 苏雨晴推门进来 洛铭这才发现 他就是刚刚询问自己画僵尸 是不是招聘环节的短发女人 苏雨晴小姐你好 洛总好 苏小姐 我看你的简历上写着 有在动画公司工作的经历对吗 是的 洛总 那为什么不干了 公司撑不下去倒闭了 动画这一行 洛总您可能不太了解 事实上 每年都有很多动画工作撑不下去倒闭 我们公司撑了四年 在上个月的时候 因为资金问题最终破产了 这样啊 那苏小姐方便和我说说 你在前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当然方便了 我在前公司负责的一个原画小组 我们公司一共有六个小组 其中有四个小组是负责动画原画的 我的小组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小组最后一份工作 是接的岛国那边动画的分包 这一段就是我们小组成果 说着苏雨晴掏出手机 点开了一段五分钟的动漫片段 这个片段的场景是在海边 几个身着比基尼的女角色 在打沙滩排球 从人物动作的张力和精细程度来看 这个片段的质量非常不错 不错 那苏小姐 你对薪资的要求是多少呢 6K以上 苏小姐 我可以在你要求的薪资上再加一些 骆总有什么要求 我想让你负责美术方面的工作 骆总请问 您这次一共打算招聘几个人 加上你一共三个 苏雨晴沉思片刻后 点头答应了 他以前就是负责原画小组的 手底下管着四个人 现在四个变两个了 他的工作还简单了一些 好 那就欢迎苏小姐的加入了 说着 骆明伸出了手 苏雨晴也伸手和骆明握了一下 苏小姐 这两个是我选中的你的组员 你看看怎么样 苏雨晴接过了那两张画 端向了一阵后 说到没什么问题 骆总您的眼光不错 第十八章 技术小组 定下美术组的人后 骆明开始着手准备 明天上午技术组的面试 美术组只招聘了三人 技术组骆明 可是计划招聘六到八人的 而与此同时 林书文结束了一天的录音 从录音室里走了出来 今天林书文的状态 比昨天好太多了 老黄的五首歌 上午录了三个小时 中间吃了个午饭 休息了两小时 然后从下午两点录到五点半 就搞定了 黄老师今天又麻烦您了 老黄摆了摆手 示意林书文不用在意 嘿嘿 黄老师一诗不凡二主 我这儿有首歌 您得看看 老黄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林书文把谱子和歌词 拿出来递给了老黄 老黄照着哼了两句 眼前一亮 这首歌不错呀 质量很高 利益也好 有大伙的潜力 你写的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黄老师 您可以理解成梦里的我写的 哦 是梦里梦到了这个旋律啊 正常 我以前也有过 你准备 拿这首歌当专辑主打歌 对 黄老师您看怎么样 可以啊 很不错 我抽空给你把编曲做了 谢谢黄老师 不用老师道歉 我不喜欢这一套 说起来 你专辑的十首歌 现在已经七首了 剩下的三首 打算怎么办 黄老师您这儿 别问 问就是没有 要我说你这两首歌写的不错 剩下的三首 也可以自己写着试试 林书文文言一愣 他没想到 老黄居然会这么说 行了 你先回去吧 等编曲做完我联系你 林书文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 回到家里 林书文扫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都快七点了 难怪刚刚那么多车 林书文喃喃自语道 文杰晚饭要吃什么 烧烤吧 啊 文杰你说什么 陈思楚怀疑自己幻听了 我说吃烧烤 可是 我体重不是还不到105斤吗 可吃了这一顿就不是了 算了算了 随便你吧 陈思楚见林书文有些不太高兴 咬了咬牙 转身给林书文买了烧烤回来 十串羊肉串 十串牛肉串 五串土豆片 一个烤茄子 一份西纸生菜 没买主食 林书文吃完后 优雅地擦了擦嘴 然后感叹道 可惜没有烤五花 文杰您就别为难我了 猪肉是绝对不行的 行了行了 我就是那么一说 你把这些收了就回去吧 等陈思楚一走 林书文就拨通了洛明的电话 说来也巧 洛明这会儿刚到家 正泡泡面呢 吃了吗您 听到林书文问候的方式 洛明笑了笑道 没呢 吃泡面呢 你晚上就吃这个呀 那吃什么 你不用在意身材 那么多好吃的 不是随便吃 没钱 我卡里就剩1750了 嗯 那等我过来的 我替你吃 洛明听着有些不对劲 林小姐 我怎么感觉你盼着过来呢 嗨嗨 你感觉错了 话说洛明 咱们两个都这么熟了 你别林小姐 林小姐的叫了 叫我文文就行了 洛明文言一愣 他们已经很熟了吗 喂 你这突然沉默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熟吗 确实挺熟的 洛明敢说 全世界除了林书文自己 最了解 他身体状况的 就是洛明了 那我就叫你文文了 这就对了 话说回来 洛明今天的招聘顺利吗 挺顺利的 今天搞定了美术小组 明天就该技术小组了 那就好 我今天也录完了那五首歌 还把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交给了黄老师 让他帮忙做编曲 我这边给了你两首歌 黄老师那边有五首歌 你的专辑是十首歌吧 剩下的三首怎么办 不知道 还在想办法 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我想自己试试 实在搞不定在找你 洛明恩了一声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 第二天早上 技术组来应聘的人 都来到了会议室 制作游戏 需要涵盖多个领域的知识 首先 需要学习编程语言 如C++或JavaScript等 此外 还需要熟悉各种游戏开发引擎 例如Unity 3D和Cocos 2DX 这两款引擎 算是在游戏开发中应用最广泛的了 植物大战僵尸 这款游戏不需要游戏特效设计 否则的话 这次招聘 就还要招聘掌握Photoshop PS和3DS Max的人才 当然了 了解游戏规则和玩法 视觉艺术 场景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部分也算是基础之一 洛明按照自己的经验 从这些方面出发 开始面试技术方面的人才 结果不太如人意 这16个人应聘的人里 有10个人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英界毕业生 他们中只有一个专业知识过硬 有培养的价值 其他人9人水平和容目差不多 不可能留下来的 而那6个有工作经验的 只有两个会Unity 3D和Cocos 2DX 剩下的4人两个 是主要从事C++方面的 还有两个一个只会前端 另一个前端后台都会一点 但是都不太精通 洛明由于再三 留下了那个有培养价值的英界大学生 留下了那两个会Unity 3D和Cocos 2DX的 还留下一个精通C++的 至于说前端和后台暂时用不到 他自己对这两方面也比较精通 所以洛明就都没留从整体上看 技术小组的配置还算不错 该有的都有了 但是还缺少一个最关键的领导位 洛明的直觉告诉他 他和林书文肯定还会互换身体的 必须有一个人在他不在的时候 担起领导游戏开发的重任 正当洛明为此发愁的时候 容目给他提了个建议 二名 你不如试着联系一下李教授 我记得你跟他关系不错 他教了这么多年书 带出来了不知道多少学生 说不定就有合适的人推荐给我们 洛明文言眼前一亮 容目说的李教授 是洛明读大学时候 数据结构与算法的老师 他很欣赏洛明 还想让洛明考到他手底下当研究生 正如容目所说 李教授确实带出过不少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问问他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第十九章 倒霉的师兄 下午 洛明回了趟自己的母校 作为山西唯一一个211大学 太原理工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在国内都是能排得上好的 洛明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 李教授是教洛明数据结构与算法的老师 已经从事20多年的教学工作了 洛明轻车熟路的来到了李教授的办公室 不管是前世的洛明 还是这个世界的洛明 都在编程上颇具天赋 洛明以前没少和容目组队参加一些竞赛 赚奖金和学分 每次都能获得不错的名词 在洛明参加的竞赛中 有一个是全国性的 那次李教授是带队老师 洛明在那个竞赛中得了第三名 能在全国这么多名校高材上的包围中获得前三 这个成绩非常不错了 李教授也因为这次竞赛对洛明非常欣赏 可惜洛明并没有独言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的技术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参加工作了 算是辜负了李教授的期待 因此洛明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李教授 洛师兄 你怎么回来了 正当洛明酝酿见了李教授要怎么说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洛明身后响起 洛明回头一看 叫他的是自己的一个师弟 今年大三 他叫朱家兵是洛明当初参加全国竞赛的队友之一 兵子好久不见了 洛明笑着冲他打了个招呼 洛师兄 你是来找李教授的 嗯 那正好 我也是来找李教授的 我们一起 说着朱家兵就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进来吧 朱家兵闻言推开门走了进去 洛明紧随其后 李教授您看看谁来了 说着朱家兵让开身子 李教授好久不见 洛明干笑着打了声招呼 洛明 你怎么过来了 李教授的语气带着几分欣喜 这让洛明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两人聊了几句后 洛明彻底放松了下来 李教授并没有因为他没报考自己的研究生而生气 当然了 李教授言语中难免有几分遗憾 李教授是真的觉得 洛明在边城上很有天赋 应该多深造几年的 洛明 你小子回来 不会专门是找我这个老头子聊天的吧 李教授 您看出来了呀 废话 你我还不了解 你不是会维护人际关系的那种人 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洛明挠了挠头 表情有些尴尬 行了行了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教授 我想请您给我引荐一个在技术方面比较厉害的人才 引荐技术方面的人才 你自己创业了 嗯 我和荣木一起搞了一个工作室 哪方面的 李教授饶有兴趣的问道 游戏 游戏 有样品吗 有 我带着呢 来的时候 就想让您指点一下 李教授没有废话 直接打开抽屉 拿出了一台笔记本 洛明把随身的U盘插了进去 然后点开了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 现在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只做到了3-2 一些隐藏关卡和趣味关卡还没开始做 李教授一看贴图的情况 知道这游戏是半成品 他也不在意 直接点开完了起来 朱家宾则是搬来了两把椅子 和洛明一起坐下来 看李教授玩游戏 大半个小时后 李教授过完了3-2 他转头看向洛明表情有些复杂 朱家宾也是满脸的赞叹 洛师兄 你太牛逼了 这游戏一看就很好玩 游戏数据设置上也很合理 有一定的挑战性又不至于太难 让人欲罢不能 朱家宾夸赞道 家宾说的对 洛明你在编程上是真的有天赋 这款游戏就是最好的体现了 所以 你找人是为了协助你 完成这款游戏对吧 是 教授我和荣木的工作室 刚刚拉到了一笔投资 我们想尽快把工作室的框架拉起来 现在急需要一个有高技术力 能领导一个技术小组的人 你自己不行吗 你能独立把游戏做到这个程度 应该不需要找什么技术小组的领导 教授 我手头还有一个项目在做 而且 这款游戏后面的制作方案 我都已经敲定了 按我的方案往下走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 李教授 您这边有没有合适的人推荐 洛明问道 你小子运气不错 还真有一个 他是2009年从我这毕业的 毕业后直接入职了企额 一些原因辞职了 最近在找工作 一些原因 嘉宾你先出去吧 朱嘉宾识趣的点了点头 朱嘉宾走后 李教授叹了口气说道 你这位师兄是被人坑了 被人坑了 对 还是被自己的女朋友坑了 企额的总部在深城你知道吧 知道 你师兄在深城上班的时候 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他的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不是企额的 而是另一个公司的 两人之间相处非常愉快 感情突飞猛进 去年12月的时候 他们直接搬到了一起同居了 今年6月的时候 你师兄的女朋友 和你师兄提议 让你师兄跳槽去他的公司 你师兄犹豫了一下拒绝了 他的公司和企额算是对头 就算他离职了 也不太好 跳槽到企额对头那里 再说了 还有敬业协议 所以 你师兄拒绝了他 他也没有再提过这件事 然后上个月的一天晚上 他把你师兄灌醉 从你师兄那里 拿到了企额内部的 一些重要的资料 后来企额发现资料泄漏 排查下来发现 泄露的是你师兄所掌握的那部分 你师兄这才明白 他被女朋友给坑了 你师兄回去问他 人家不承认 两人大吵一架 然后分了手 你师兄也被企额给开除了 更倒霉的是 因为泄露公司机密被开除 好多公司都不敢再聘用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师兄的职业生涯都被毁了 不然以他的技术 不可能一个月 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你那边既然缺人 不妨考虑一下你师兄 第二十章 工作室框架 洛明对李教授是非常信任的 李教授不是无地放屎的人 他都这腰和洛明说了 师兄被开除的真相 应该就是这样的 洛明不用担心 这位师兄的职业道德问题 而且能让李教授特意说起的人 在专业性上 肯定是得到了他认可的 所以洛明直接问道 李教授 我这位师兄叫什么 现在人在哪 他叫赵宁远 这会儿在航城那边找工作呢 你要是有兴趣 我让他回来 教授 我这位师兄的年薪多少啊 互联网这一行 高端技术人才的年薪都不低 普遍都是几十个 加上分红或者激励 能过百万的 你师兄这个情况 能有个合适的工作就不错了 他现在急需的 也是一个工作机会 要是后续你们公司能做起来 他不管是以公司元老的身份留下 还是跳槽都没什么问题 可以说 你录用他是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 再加上你的公司也是初创 给他二 三十万就差不多了 洛明文言有些惊讶 在企鹅工作了三年 还能在项目中 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才 只给二 三十万的年薪那绝对是赚大了 教授这能行吗 行 我和他说 你不用管了 你把你公司的地址 给我留下就行 洛明点了点头 留下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说起来 这名片还是荣木昨天才印好的 没想到今天就派出去了一张 还是给自己的教授 李教授接过名片 把洛明的U盘 从电脑上退出来 还给他 然后说道 洛明你回去等消息吧 那就麻烦教授了 李教授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 洛明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 是洛师弟吧 我是赵宁远 洛明一接起电话 那边就先来了个自我介绍 是我 赵师兄好 洛师弟你好 我回兵州了 你有没有空 咱们见个面 好啊 那就去洛师弟你的公司吧 昨天 老师把你公司的地址发给我了 行 我现在就在公司呢 赵师兄来了 跟我说一声就行 嗯 我这就过去 半小时后 洛明见到了赵宁远 赵宁远是86年的 今年28岁 从外形上 看一点都不像程序员 他的头发比看着洛明都冒胜几分 身高一米七出头 长相算是小帅 比不上洛明 更比不上荣木 洛明打量赵宁远的时候 赵宁远也在打量他 看着洛明赵宁远 不由地想到了 昨天接到李教授电话的场景 当时赵宁远刚被一家公司给拒了 心里那叫一个不舒服 这时候 李教授的电话打来了 赵宁远一接起电话 李教授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宁远 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赵宁远先是一愣 随即眼前一亮 他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他这种情况拖得时间越久 对他的职业生涯越不利 老师 您快和我说说 是什么工作 你一个师弟开了一家游戏公司 他刚刚来找我 让我帮忙看看他的游戏 我趁机跟他提了你的事情 他那边有些为难 我和他说 你的人品绝对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担保 还说给你的工资不用太高 只要给你个工作的机会就行 他这才答应了下来 游戏公司 老师这款游戏怎么样 赵宁远沉默片刻后问道 很不错 各方面都能算是精品之作了 赵宁远的眼睛更亮了 李教授一向严格 能得到他这么高评价的游戏 肯定错不了 这款游戏要是成了 他这点问题就不算问题了 后续不管是以公司元老身份留下来 还是跳槽都可以 想明白这些 赵宁远直接说道 老师 我愿意去 您把师弟的联系方式给我吧 赵宁远拿到洛明的联系方式后 当天晚上买机票 飞回了宾州 第二天早上 就约洛明见面了 这才有了现在两人的相会 洛师弟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很感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会尽自己所能 帮你完成这款游戏的 赵宁远开门见山地说道 赵师兄别这么客气 教授相信你 我自然也是相信的 至于说游戏开发 我们一起努力就好 赵宁远笑着点了点头 洛明紧接着把合同拿了出来 赵宁远简单翻阅了一下 看到洛明给他的月薪是25k后 赵宁远的心情有些复杂 一方面是 他在起额的时候月薪是40k 一年下来 加上项目分红能拿到60多万 现在工资直接少了一半 落差肯定是有的 另一方面是赵宁远没想到 洛明能给他开25k的工资 这个机会是李教授给他求来的 他身上还有钱科 洛明这边还是初创的公司 能给30万的年薪 真的很够意思了 这让赵宁远对洛明 生出了几分感激 签完合同后 洛明伸出手和赵宁远握了一下 然后说道 赵师兄欢迎加入 工作室的技术小组就交给你了 洛师 洛总放心 技术小组在我手里 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那赵师兄 你先和你的组员互相了解一下吧 好 对了 洛总我还没见过咱们的游戏 我想体验一下 这个没问题 说着 洛明打开了笔记本电脑里的植物大战僵尸 赵宁远接过电脑 他和李教授一样 把游戏过到了最新的关卡3-2 这时候 赵宁远就一个想法 老师的眼光 真是毒辣啊 这款游戏质量没得说 只要宣传上不出问题 肯定能火 心里有了底 赵宁远浑身都是干劲 他朝洛明问道 洛总 咱们公司的办公设备什么时候 能到位 家具我们已经订好了 明天就会陆续送过来 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 我们下午会去采购 最迟下周一就能准备好 你们下周一过来正式上班就行 那洛总你这里 有没有游戏的后续开发计划 有 赵师兄我手头还有个项目 游戏后续的开发 就要你多盯着点了 洛总放心 交给我绝对没问题 洛明满意的点了点头 有了赵宁远加入 工作室的框架算是拉起来了 第21章 综艺节目 下午 洛明和荣木一起跑了一趟电脑城 在电脑城买电脑 一定要懂电脑的才行 不然只有一个后果 那就是被狠狠载一刀 洛明前世 2021年的时候 去电脑城买了台电脑 洛明是学计算机的 但学这个专业的 大多学的是软件方面 电脑配置属于硬件 当然了 用了这么多年电脑 洛明也不可能对电脑一窍不通 也能搞定 可当时赶上口罩 快递送不过来 自己手头的电脑又不能用了 无奈之下 洛明只能去电脑城看看 结果 洛明这个 不算是小白的 还是被宰了 他去电脑城买的电脑 配置是 12100F加3060加1T固态 加16G双通道的内存条 送过来的配置 乍一看没什么问题 但里面的门道可太多了 首先是主板 当时说好的主板型号老板 直接给阉割了一波 把WiFi模块给下了3060 也不是用的正经3060的显卡 而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 魔改过的3060 风扇 散热什么的都给降了一档 WiR和之前说好的一样的 就是那块12100F的CPU和固态了 这些洛明一开始也没有发现 毕竟谁也不会把 刚送来的电脑直接拆了看 开机确认跑分没什么问题 就那么用着了 结果用了一周后 洛明才觉得 电脑用的不太得劲 最先出问题的就是散热 CPU和固态的温度 动不动就跑到7 80度了 于是 洛明就把电脑拆了 这一拆 他人都是傻了 除了CPU和固态什么 都和原来说好的不一样 更离谱的是 CPU上的散热硅枝 都设不得用好点的 固态上的散热垫片都没给贴 洛明当天就又跑了一趟电脑城 老板直接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售出的东西还盖不退换 洛明说要报警 老板干脆就说 他都用了一个礼拜了 谁知道 是不是他自己把东西换了 最后扯皮了一番 老板不情不愿地 赔了一套全新的散热风扇 和一小管散热归之 洛明也知道 要不到更多东西了 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这次采购的电脑 不是一台两台 还是公司办公用 可不能马虎 于是洛明和荣木 叫上了一个精通电脑的师兄 一起去了电脑城 一下午时间 跑了十来家店 这才把电脑敲定下来 这一批一共买了20台电脑 CPU同意采用了 有市场黑马支撑的 E3-1230V3 显卡则是GTX660Ti 这配置在2013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了 当然了 也没什么区别 放到他穿越时候的2023年 这配置200块钱都不值 现在一整套下来 却花了6000块 之后的几天 洛明和荣木 一直都在忙着布置公司 期间赵宁元也来帮忙了 周日下午 公司的办公区域算是搞定了 剩下一些细枝末节的装修工作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了 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里只有洛明和荣木 有自己的办公室 荣木最近在自学财快方面的知识 荣木的老妈 是几十年的老会计了 荣木在他老妈的影响下 对财快方面尤其重视 他觉得以后公司不管做得多大 财快一定得掌握在他和洛明手里 洛明对这方面不感兴趣 所以就只能他学了 好在荣木有一个好妈妈 荣木跟着他老妈学了一段时间 也算是小有所成了 把公司账目交给荣木洛明 也比较放心 晚上 搞定了公司的一切后 洛明和荣木一起去搓了一顿 本来洛明还想把赵宁远拉上的 赵宁远却说他和李教授有约了 今晚要去李教授家吃饭 赵宁远没来 洛明和荣木也没有去什么贵的地方 就在公司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了顿 晚上回到家 洛明拨通了林淑文的电话 林淑文早就在等洛明打电话过来了 今天是周日 明天又是新的一周了 之前洛明就说了 两人最有可能就是一周交换身体一次 林淑文很认同洛明的这个观点 所以他今天早早的就回了家 就等着和洛明交代之后一周的事情 洛明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林淑文一接起电话 就谈起了正事 都告诉了林淑文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去上班了对吧 嗯 我的办公室在最里面的那间 你去了以后直接和大家说一声 就说你有新的项目规划在做 没什么事情别打扰你 然后进办公室待着就行了 要是你那个赵师兄 和你讨论工作上的事呢 大事你让他写个报告送过来 小事你就说让他自己决定 林淑文恩了一声表示自己知道了 你呢 问问你那边有什么要我做的 陆哥 昨天我把最初的梦想也录制完成了 陆哥方面不需要你了 但是我接了两个工作 一个是一期综艺的飞行嘉宾 另一个是周六晚上 我们公司一位前辈的演唱会帮场 综艺 什么综艺 洛明连忙问道 这个节目来头挺大的 是央视筹办的一档 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 我这一期的节目主题是锦绣大唐 按以往的节目形式 这一期会让我们穿戴唐朝时期的衣服 然后表演一些节目 就这 嗯 主要就是服饰和符合文化背景的节目环节 无非就是对一些唐师 唱首符合节目要求的歌 洛明文言松了口气 哦 那还行 被试我应该没问题 话说回来 闪姐还真是神通广大 央视的节目都能给你接到 嗨嗨 那什么 这个资源不是闪姐给我争取的 是我爸妈帮忙的 洛明被吓了一跳 你爸妈 到时候不会要我见你爸妈吧 那不是铁楼县 我爸妈去岛国参加一个传染病研讨会了 下个月才回来 早说啊 吓我这一声汗 说着洛明擦了擦额头 还真出汗了 泽泽 你还真是不惊斗啊 你故意的 拜托 这种事就别拿来开玩笑了 洛明有些无奈的说道 第二十二章 再次交换 放心吧 我爸妈不在的 不过我堂姐应该会去看的 这个节目 就是我堂姐找到我爸妈的 你堂姐 淡定点 我和我堂姐不熟的 我大伯一家 一直在老家这边 我和我爸妈早就去了帝都 跟我堂姐 也就每年过年的时候见一面 这样啊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你得跟我说一下你堂姐的大概情况 林书文组织了一下语言 说起了他堂姐 我堂姐叫林书月 比我大六岁 今年二十九岁了 她读书很厉害 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没复读就考上了北大 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她毕业后 直接进了央视 之前都是做新闻类节目的幕后工作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开始做了这个 弘扬传统文化的综艺 现在算是节目的编导之一 我会被邀请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堂姐 你们家都这么会读书啊 你别说 我家这方面还真挺厉害的 我大伯和大伯母都是大专生 一九八几年的大专生 含金量也挺高的 我爸是穿大生物系的研究生 我妈也是 我家读书不太行的小姑姑 也混了个二本 我们这些小辈 我堂姐是北大的 我堂哥是北杭的 我是户上交大的 我小姑姑去年刚结婚 还没有孩子 骆明沉默两久说了声 牛逼 我也觉得 我家这方面挺牛逼的 行了行了 别打击我了 说说演唱会的帮唱环节吧 帮唱环节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前辈伴的演唱会 这个前辈以前被闪姐带过 现在自己开了工作室 挂在公司名下 这次办演唱会 闪姐特意去找了他 让他给我个帮唱嘉宾的名额 让我蹭个热度 到时候要唱什么歌 骆明问道 唱光年之外 也算配合刘岛宣传了 那位前辈也想借此机会 和刘岛搭个线 互惠互利吗 我懂 差不多 就是这个意思 我蹭前辈演唱会的热度 前辈借演唱会 给刘岛的电影宣传 然后和刘岛搭上线 你们娱乐圈 这叫物尽其用 我知道了 我这两天努努力 尽量不给你丢人 那就拜托你了 你泄得太早了 还不一定会换过来呢 林书文没有接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 林书文揉了揉 自己苍白的小脸 喃喃自语了一句 可一定要话啊 骆明放下手机去洗了个澡 然后躺到了床上 林书文喝了杯红糖水后 也躺到了床上 黑暗中十隔两地的两人 心里的想法却很一致 他们都在想着 到底会不会再次呼唤 骆明还特意强达起精神 想着要是不睡着 是不是就不会胡穿了 结果一到十二点 不管是强撑着没睡的骆明 还是因为小腹阵阵疼痛 睡不着的林书文 几乎同时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一大早 骆明感受着胸前的压迫感 无奈地叹了口气下一秒 骆明的脸色一僵 他怎么感觉小腹 亦有一阵阵的痛感袭来 而且腰酸腿软 浑身都没有力气 整个人提不上镜 而林书文那边 已经兴奋地跳下了床 哇 看来今天要狠狠奖励自己 一瓶冰啤酒 我还从来没在大姨妈来的时候 喝过冰的呢 这回可得好好体验一下 叮咚 骆明的手机传来了微信提示音 林书文拿起手机扫了一眼 是自己的微信发来的 难怪你这么想换 原来是亲戚来了 我这是让你体验一下 女人的不容易 骆明看到林书文的 回复器的牙痒痒 但很快 他就因为腹痛 连咬牙的力气都没了 放心了 我的亲戚 一般是来四五天 今天都第三天了 你最多难受两天 周三去帝都的时候 肯定就不疼了 我要注意什么 首先那肯定是要多喝热水 别喝凉的 尤其是冰水 冰镇的饮料 然后就是尽量注意保暖 要是着凉了 时间可是会延长的 楚楚今天应该给你准备将糖水 喝就完事了 喝了能缓解一些痛经的症状 我真想去洗个凉水澡 跟你同归于尽 去吧 不过我回来之前 估计你就先顶不住了 那么林小姐 注意多喝热水啊 我先去上班了 你也不想公司营业 第一天老板就迟到吧 洛明看着林淑文的回复 感觉小腹更疼了 他怎么就没发现 这女人还有这一面呢 十点左右 陈家姐妹来了 陈思楚特意煮了小米粥 里面还放了红枣 洛明喝了两碗 感觉舒服了不少 文姐 咱们今天继续备糖尸 闪姐说了 你今天要把他罗列的 这一百句糖尸名句都背下来 说完 陈思楚对过来了一张纸 洛明扫了一眼 就把纸扔到了一边 文姐 我知道你难受 可周四 咱们就要去录节目了 还是央视的节目 你可不能 别说了 这些我都会 啊 文姐你会 我好歹也是互上 交通大学毕业的 会被点股诗 不是很正常 那我抽查一下 随便你 陈思楚把纸捡起来 随便挑了一句 文姐多情之 有春庭月的下一句是什么 尤为离人灼落花 何当共捡西窗竹 下一句是什么 雀化八山夜雨时 人生代代无穷已的 下一句是什么 江月年年望相似 最后一题 侯门一入深四海 停 你念错了 洛明打断了陈思楚说道 念错了 没有吧 这句诗实在太有名了 你会念错也正常 因为很多人 都把它记错成侯门 一入深四海了 其实 稍微懂点格力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如所在的位置 肯定是平音字 而四诗则音字 放在这里明显不合适 诗人明显不可能 犯这种低级错误 正确诗句的 应该是 侯门一入深入海 从此消狼是路人 第23章 他的江山 陈思楚和陈俊苗 都被落名录的 这一手给震住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哇 文简你也太厉害了吧 陈思楚忍不住惊呼道 不愧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就是不一样 陈俊苗也跟着感叹了一句 陈家姐妹都是大专毕业的 陈俊苗学的是彩妆 陈思楚学的是网络与新媒体 两人年龄也一样 都是22岁 他俩大学毕业后 一起搞了个搬运账号 在优库上搬运剪辑一些 国外综艺的视频 同时还有个微博账号 这个账号是用来盘明星八卦的 放到16年 自媒体开始大量兴起的时候 这两人说不定 还真能做出点东西来 可惜 现在环境不允许 陈思楚和陈俊苗的账号 运营了一段时间 粉丝就涨不动了 这时候 陈姐从天而降 把两人收编留在了林书文这里 林书文绝对是个好老板了 从来没有拖欠过员工工资 逢年过节的奖金也不少 还管住 现在姐妹两个 就住在一条街外的小区 一个月2800的租金 都是林书文给掏的 一年下来 姐妹两个都能攒个十来万 不仅如此 林书文还没什么明星的架子 跟在林书文身边 姐妹两个 没少见其他明星 对助理的态度 动手肯定不至于 但嘴里总不太干净 把助理当孙子一下训 林书文从来没有 对他们说过什么重话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都是沟通解决的 因此 姐妹两个对林书文 还是很幸福的 今天林书文又展现出了 自己学霸的一面 这让身为学渣姐妹两个 对林书文又多了几分崇拜 我要背的诗句 没问题了吧 洛明皱着没问道 没问题了 文姐你要是实在难受 就睡会吧 嗯 你们先回去吧 今天别来打扰我 那文姐你的午饭和晚饭怎么办 陈思楚问道 我估计没什么胃口 你不用管了 这怎么行 陈思楚话说到一半 就被他姐姐拽住了 那文姐 我们就先走了 洛明点了点头 姐妹两个 从林书文家里出来后 陈思楚有些不满的问道 姐 你拉我干嘛 文姐不吃饭不行的 你没发现 文姐今天难受的厉害吗 你代入一下你自己 这种情况下 你做什么吃的 估计她都没有胃口 现在别烦她 让她好好休息才是对的 你要是实在放心不下 明天早上 我们早点过来 到时候 你给炖点粥什么的 陈思楚一琢磨 觉得也是 她喃喃自语了一句 我记得文姐 没有痛经的毛病啊 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 谁知道呢 可能是这段时间 生活不太规矩吧 上周还好 上上周文姐的作息 和平常完全不一样 以前文姐 11点肯定睡了 上上周 总要到12点多才睡 起床的时间 也会相应 推迟一个小时 姐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上上周的文姐 不太对劲 她总嫌弃吃的东西 太清淡了 跑步的时候 还偷奸耍 估计是写歌压力 太大了吧 文姐 能拿出两首原创歌曲 暗地里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 陈思楚想了想 觉得这个解释挺合理 圈子里 有一些明星会 因为没有灵感 会服用一些违禁药品 对于他们这种做法 陈思楚一开始 是嗤之以鼻的 后来他发现 有些人是为了追求刺激 有些是真的 灵感枯竭写不出来东西 外面又催得急 这才走了歪路 当然了 不管怎么说 这都不是他们 服用违禁药品的理由 陈思楚自认是一个正常人 但凡是个正常人 就不会对 服用违禁药品的人 抱以任何同理心 同样也不应该同情他们 还好文姐 只是因为创作 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大不了以后多签就医 楚楚 你想什么呢 快点走吧 楼道里不冷吗 陈俊苗的话 打断了陈思楚的思绪 陈思楚这才觉得 后背一阵发寒 十一月的护上温度 也没那么高了 而此时 屋子里的洛明 则是躺在沙发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这个时候 洛明能想出来的 缓解疼痛的最好办法 就是转移注意力了 正好 他的记忆宫殿前世 那部分的记忆 马上就要储存完毕了 干脆就用这个 转移注意力好了 而与此同时 林书文那边 今天是公司正式成立的第一天 哪家公司成立第一天 都要开会的 林书文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 表面上云淡风轻 内心实则慌得一笔 好在荣木知道 洛明不擅长应付这种场景 除了一开始 让洛明说了几句开场白 后面都是荣木在讲 林书文偷偷打量着下面的人 会议室里一共有12个人 三个美术小组的人 五个技术小组的人 外加林书文和荣木这两个老板 然后剩下的两个人 林书文就不知道 他们是干嘛的 洛明也没他说 散会以后 林书文叫住了荣木 指了指那两个人问道 木 荣总 这两个也是公司员工吗 是啊 你没看我给你发的信息 林书文文言掏出手机 你还真没看啊 算了 我直接跟你说吧 那两人中的女的叫李云婷 是公司的前台 负责接待合登记工作的 那个男的叫银乾隆 是我从一家律师事务所请过来的 算是咱们公司的法务 后面谈合同的什么 有个法务帮忙盯着方便一点 哦 这样啊 还是你想得周到 说起来 除了他们两个公司 还有两个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 谁啊 林书文好奇地问道 两个宝吉阿姨 林书文翻了个白眼 这荣木是在报复他 不看自己的消息呢 荣木哈哈一笑 转身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林书文见状 也懒得和他计较 走向了最里面的这间办公室 林书文推开办公室的门 一间整洁的办公室 映入眼帘 办公室的空间不大 五脏俱全 一进门就能看到 一套沙发和茶几 这应该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在沙发后面 是办公桌和老板椅 桌上摆着电脑和一部电话 林书文拉开椅子坐了上去 心里那叫一个美 这里也算是他的江山了 第24章 随便 不得不说 林书文对自己的身体 还是很了解的 他的出血加重伤状态 真就只持续了五天 周三这天睡起来 还真不疼了 洛明长舒了一口气 有种焕然新生的感觉 这两天腹痛 可把他折磨得够呛 关键这种痛他还不会停 无时无刻都在疼 不过好消息是 洛明也没白疼 为了转移注意力 他这两天 全身心地投入了 记忆图书馆的构建中 终于在昨天晚上 11点多的时候 洛明把前世的记忆 都整理存放在了 记忆图书馆里 这样就不用担心 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忘掉这些记忆了 有记忆图书馆在 就算前世的大部分记忆 都淡忘了 他都能随时通过 翻阅记忆图书馆里的书籍 回忆起来 然后就是这一世的记忆了 不过相较于前世的记忆 这一世的记忆入库 就不用那么着急了 东东 文姐 我们差不多该出发了 陈思楚敲了敲厕所的门 提醒道 我知道了 说完洛明对着镜子 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机票是几点的 10点35分 闪姐呢 已经在机场了 呃 他催我们了吧 陈思楚点了点头 闪姐分别在9点20 9点27 9点33 打了电话过来 催促他们快点出发 我就知道 那咱们就走吧 三人坐上公司准备的车 一路来到了机场 林书文能收到央视节目的邀请 可把闪姐高兴坏了 因此 闪姐这次也很大方的 给他们都订了商务舱的座位 陈家姐妹 没少跟着林书文东奔西跑 可坐商务舱 还是第一次 不免有几分好奇 其实别说他们了 洛明前世今生 也是第一次坐商务舱 洛明前世没少坐飞机 他入职的第二家公司总部在帝都 就要去汇报一次工作进度 每次过去 洛明都会看一下 做什么交通工具合适 有的时候遇上飞机的打折票 算下来比坐高铁还便宜一点 速度还快 不过 都说是买打折票了 肯定不可能买商务舱的 所以这商务舱也是洛明第一次坐 上了飞机来到自己的座位后 洛明的第一感觉就是宽敞 商务舱的座位比经纪舱宽敞了好多 然后 貌似也没有然后了 前面屏幕上的电视节目 洛明并不感兴趣 有这功夫 他不如接着构建记忆图书馆呢 洛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他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后 直接戴上眼罩 开始构建存放这一世记忆的那部分图书馆 有事情做 时间过得那叫一个快 不知不觉 飞机就要降落 洛明在空姐的提醒下摘下眼罩 他笑着对空姐到了声谢 林书文的颜值 配上这个甜美的微笑 直接把空姐给看呆了 好在他身边 还要别的同事提醒了他一下 即便如此 空姐也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烫 工作上出了这种低级失误 确实不应该 可他也太好看了吧 这么漂亮的人 谁看了不迷糊 林书文真漂亮啊 之前觉得 网上他的图片都是屁过的 要么就是花了妆 现在近距离一看 这颜值太神了 他确实很漂亮 不过看着有点憔悴 还一上飞机就睡着了 应该是工作累着了吧 刚刚被林书文一个微笑迷晕了的空姐 听到同事的议论连忙问道 你们认识他 当然认识啊 他是林书文啊 最近很火的那个歌坛小天后 他 听着同事的科普 空姐脑海里 又闪过了刚刚林书文 对他微笑的场景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追星了 同事们文言也没在意 对他们来说 林书文只是一个过客 他们平常见过的明星也不守 不至于对林书文一见倾心 立马就要成为他的粉丝 林书文四人下了飞机 陕姐已经提前联系好了车 文文 我叫了车 我们先去酒店 我订的酒店就在 陕姐话说到一半 突然被一个身材高挑 留着干练的短发的女人拦住了 这位小姐 有事吗 陕姐下意识地 挡在林书文身前问道 女人笑了笑 主动伸出手说道 您就是文文的经纪人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书月 是文文的堂姐 洛明文言 心里咯噔一下 林书文不是说 他和他堂姐不熟吗 这怎么就特意来接机了 不过洛明转念一想 这可是堂姐啊 放到古代不分家的情况下 那就是亲姐妹了 现代社会因为计划生育 导致八十 九零后的兄弟姐妹 没那么多了 堂兄弟堂姐妹 也是很亲近的关系了 除非是家里长辈 有什么矛盾 或者是因为离得太远 很少联系 不然关系都是 很亲近地想到这儿 洛明深吸一口气说道 闪姐 你和苗苗 出处去酒店吧 我跟我堂姐走 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也行 那林小姐 文文就交给你了 林书月点了点头 目送闪姐他们离开后 洛明跟着林书月 来到了停车场 一路上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这下洛明信了 林书文说的没错 他和自己的堂姐真的不熟 林书月的车 是一辆白色的奥迪A6 洛明坐到副驾驶上 系好安全带后 林书月才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书文 今天想吃什么 火锅怎么样 我听说老BJ涮肉挺不错的 林书月愣了一下 随即嘴角 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 我还以为你会说随便呢 好不容易来一趟帝都 总要吃点帝都特色美食吧 说的也是 你要是真说了随便 我都准备带你直接去台里 尝尝我们台里的食堂 洛明能听得出来 林书月这话是认真的 而且林书月这话 还透露出了一个信息 要是林书文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肯定就是随便了 随便这个回答 从某种意义来说 就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了提问题的人 心理学上对这个回答有过分析 会给出这个答案 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有的人是选择困难症 不知道吃什么 一种有的人真的无所谓吃什么都行 还有一种就是双方之间关系一般 不太好意思自己做决定 洛明感觉 林书文和他堂姐 应该就是第三种情况了 姐妹 事实也正如洛明想的那样 林书文和他堂姐的关系 也就和普通朋友差不多 甚至在某些方面 还不如一个普通朋友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林书文的父亲和林书月的父亲 是亲兄弟没错 可两家离得太远了 平常有什么事 也互相帮不上什么忙 一来二去两家的关系 自然而然就疏远了 后来林书月来了帝都读书 林书文的父亲 隔三差五的把林书月叫到家里吃饭 这才让两家关系好了一些 不过每次林书月过来 林书文就会被拿出来比较 因此林书文其实是不太喜欢这个姐姐的 林书月也能感觉出来 自己的到来让堂妹觉得不舒服了 所以她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去叔叔家的次数 直到后来林书文去了户上读书 林书月才去的次数才又多了起来 两姐妹从小就没怎么相处过 再加上之前的一些隔阂 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只是表面上过得去 这回林书月过来 接林书文也是因为林书文的父母 去了岛国参加研讨会 她不想让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的林书文孤零零地在家 或者是干脆住酒店 所以才会过来 只是林书月也没有想到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一年多的林书文 好像变了很多 至少林书月感觉不到 她和林书文之间的那层隔阂了文文 你变了不少 啊 有吗 有 换成以前 你可不会在我面前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落明文言表情有些尴尬 她这是在林书月面前太自然了吗 林书月扫了一眼林书文的表情 笑着说道 文文 比起以前你那副对我有所防备的样子 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你可以在我面前自然一点的 我们是姐妹 血浓于水 落明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句话 只能硬着头皮的奔了一声 半小时后 林书月的车子停在了一家 看起来很老旧的巷子口 到了下车吧 这里也没有饭店啊 落明边解开安全带边说道 真正的老BJ涮肉 你在饭店里是吃不到的 落明跟着林书月走进了巷子里 在巷子尽头有一家不大的馆子 馆子门头上挂着木头做的牌匾上书 铜锅涮肉 两人进了店 找了一个角落的桌子落座 落明好奇地打亮了一下四周问道 姐 这里就是正宗的老BJ涮肉 对 你说的老BJ涮羊肉 其实是的元朝时期传下来的 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 他们对肉类的烹饪食用方式 其实是和我们不同的 老BJ涮肉的风味 其实就保留了他们的部分特色 正宗的老BJ涮肉 都是用铜锅炭火进行烹制 这样才能让煮好的羊肉质地细腻 没有山味 口感鲜嫩 在吃老BJ涮羊肉时 还可以搭配白萝卜 大白菜 娃娃菜 生菜 菠菜 冻豆腐 干豆腐 粉丝等食材 如果喜欢辣口的羊肉火锅 也可以使用辣椒油等蘸料 使得口味更加丰富 我说的这些 这家店都有 我一个同事带我来过一次之后 我就爱上了这家店 每次想吃涮肉 总会第一个想起这家来 听林书月说完 落明有些馋了 林书月直接点了六盘肉 还要了个蔬菜拼盘 看着热气腾腾的铜锅里 翻滚的羊肉 落明不争气的眼泪 都要从嘴角里流下来了 而林书月 透过生腾的水蒸气 看着自家堂妹 咽口水的样子 嘴角微微上扬 还是这样的妹妹更可爱 林书月在心里想到 酒足饭饱之后 林书月本想把林书文 带回自己家的 但林书文却言辞拒绝了 姐 明天我要去你们台里录节目 央视的节目 怎么也不能出乱子 我要好好准备 一下才行 林书月哑然失笑 文文 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们的节目 没有你想的这么严肃 你经纪人那边收到的台本 这类的东西 我这也都有 那不一样 子子 没想到你对待工作 这么认真啊 这么说 倒是我有点任性了 好吧 我送你回去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洛明果断答应了下来 回到酒店 洛明从闪姐那里要了台本 明天去了电视台 肯定会先对台本 然后进行台练 确保后天的录制不出问题 熟悉台本 是参加综艺必须要进行的工作 好在洛明有记忆图书馆 借助借助图书馆 记下台本里的内容 再简单不过了 洛明在自己的房间里 也只是借熟悉台本为由 和林书文说了他堂姐的事情 林书文听完洛明的描述 满头问号 他堂姐是这样的人吗 怎么跟他记忆里的 完全不一样 不说其他 林书月居然会耐心的 给自己介绍 老BJ涮肉的历史和吃法 这 这开什么国际玩笑 嗨嗨 文文 今天公司那边没出什么事吧 没 没有 你找的人都很可靠 就算没有你 他们也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中 今天植物大战 僵尸的三杠三关卡 都基本完成了 这么快 洛明文言有些惊讶 上班第一天 就完成了一个关卡 找师兄这么靠谱的吗 是啊 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 如果保持这个效率的话 那就算我这边损失一半的时间 也无所谓了 林书文文言有些不好意思 洛明在他那边 尽心尽力的给他忙事业 他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林书文决定化愧疚为动力 以后更加努力的学习编程 请16号顾客取餐 洛明先这样 我的考量排好了 我们明天再聊 说着 林书文就挂断了电话 努力 明天再努力吧 今天先吃了羊排再说 第二天 洛明起了的大早 七点陈俊苗就开始给洛明化妆了 闪姐让陈思楚去买了早餐 依旧没有主食 只有一杯豆浆 一颗鸡蛋 洛明在化妆的时候 顺便解决了 化好妆后 四人一起去往了节目录制现场 第二十六章 一时冲动 洛明一下车 就看到了提前在电视台门口等候的林书月 洛明不由地想起了 昨天林书文说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堂姐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认错人了 穿这么普通都这么漂亮 不愧是我妹妹 林书月上下打量了一下林书文后 略带调侃地说道 今天的林书文 穿着一件很常见的黑色的大号羽绒服 北方的十一月还是很冷的 如墨般的黑色长发 披散在肩头 扶若凝枝 单纯含笑 眉宇间透着一股从容清雅 如同一粒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明珠 让人一不开眼睛 洛明笑了笑没反驳 讲真 林书文的这张脸 真不需要任何谦虚 过分谦虚就是骄傲 他这稍微谦虚 一下就是骄傲了 跟我进去吧 洛明点了点头 乖乖跟在了林书月身侧 一路上 林书文引来了很多人的侧目 其中有几个和林书月相熟的同事 还凑上来打听了一下林书文的情况 十几分钟后 众人进到了一间演播室 一进门 洛明就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人 这人正是央视著名主持人 凡尔赛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撒宁 小林你来了 快过来 撒老师已经到了 一个续着大胡子的中年男人 朝林书月喊道 林书月一把抓住洛明的手 把他也拽了过去 小林这位是 主导 撒老师 这是我堂妹林书文 听到林书月对林书文的介绍 续着大胡子的导演和撒宁的表情 都有了些许变化 愣着干嘛呢 和朱导 撒老师打个招呼 林书月拍了拍洛明的肩膀说道 洛明知道这是林书月在给他介绍人脉 自然是乖乖听话向两人问了好 你好 书文是吧 我早就听小林说起过你了 朱导笑着说道 我是没听小林说起过 还有妹妹 不过书文 我倒是听过你唱歌 我可是你的歌迷呢 撒宁也很给面子的 恭维了林书文一句 撒老师过奖了 您能听我的歌是我的荣幸 说出来撒老师您可能不信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呢 是吗 要说我主持的节目 最出名的也就是今日说法了 没想到今日说法还有漂亮的观众吗 有 我可是经常看您的节目下饭 特别是每次节目里的撒宁时间 我都舍不得一开眼睛 撒宁听到这儿就知道 林书文真是自己节目的观众 要说刚刚和林书文打招呼 是冲着同事的面子 现在就是带了几分真情实感了 书文 你为什么喜欢看今日说法 撒宁饶有兴趣的问道 大概是因为我对悬疑推理类文学感兴趣吧 林书月文言不由的想起了以前 他去林书文家的时候 林书文总是抱着那么厚的 福尔摩斯探案集 看得津津有味 原来那不是文文故意夺我 是真的喜欢这方面的书吗 林书月在心里想到 而撒宁能主持这么多期今日说法 肯定是对这方面的文学有所了解的 他随口说起了 自己比较喜欢的悬疑推理作品 林书文还真能接上聊几句 聊着聊着 撒宁觉得林书文这人真不错 挺对他胃口的 哎 差不多行了 撒老师 书文 今天你们试过来录节目的 还是来开悬疑推理文学交流会的 朱岛看其他人都来了 打断了聊得正开心的两人 那文文咱们加个微信 有空再聊 好啊 洛明和撒宁添加了微信好友后 就回到了陕姐身边 洛明一回来 陕姐就给他介绍了一下其他嘉宾 来参加这档综艺的嘉宾一共有六人 加上林书文有三个是娱乐圈里的人 剩下的两位名气都不大 但却是妥妥的老戏谷国家一级演员 还有三人 一个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一个是华夏诗词协会的副会长 最后一个是帝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再读的研究生 也是嘉宾中除了林书文外 唯一的女生 几人互相认识后 就开始对起了台本 这次的节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诗词比拼 一个部分是唐装 最后一个部分是节目表演 节目表演是穿插在诗词比拼中的 而唐朝时的装束则是节目一开始就要换上的 诗词比拼的题目是由节目组随机抽取 然后嘉宾们再进行抢答 每轮成绩最好的嘉宾能指定其他嘉宾表演节目 当然了 这个不管谁的成绩最好 肯定都会让嘉宾们准备的节目表演了的 确认了节目的流程后 就是彩排了 一开始 洛明只是把这个节目当作是替林书文完成任务 可渐渐的 洛明也认真起来了 因为他发现 不管是那两位国家一级演员 还是教授学者们都很认真 他们并没有把当节目这个 当作是一个让人娱乐的踪运 而是当成了一个向大众宣扬 华下诗歌文化的机会 他们每个人都在认真的准备 以至于洛明都觉得自己不应该想着 就这么把这一期节目糊弄过去 他脑子里也随之冒出了一个想法 下午四点多彩排结束 洛明主动要求要去林书岳家里 林书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然后这天晚上 林书岳家里的灯凌晨三点才熄的 第二天 洛明坐着林书岳的车去往了电视台 一路上 林书岳表情复杂的 看了洛明好几次 把洛明看得都不自在了 到了电视台的停车场 林书岳零下车前终于开口了 文文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大学偷偷赚去中文记了 没 没有啊 那 算了 不说了 以前叔叔和婶婶和我说 你进了娱乐圈 我还觉得可惜 毕竟你在生物科学上颇有天赋 现在看来 你进娱乐圈也不错 洛明尴尬一笑 他这会儿已经在想要怎么和林书文解释了人 总要为自己的意识冲动买单啊 PS 有几句话想说 今年夏天的时候 长安三万里上映 本来没想过去看的 结果正好赶上了我姐出差 把十岁的侄子放在我家 小孩子闹腾的不行 就想着带他出去看个电影 吃个KSC 然后就选了长安三万里 当时去看电影的不少 都是和我侄子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 电影一开始 大家还在闹腾 到后来出现了一首首对我来说熟悉又陌生的诗句时 孩子们却跟着背诵了起来 那一幕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 正好当时动画里高士说了一句话 只要诗在 书在 黄鹤楼就在 长安就会在 听着这些孩子背诗 我突然就理解了这句话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 那些诗篇也会代代相传 文化也会心火相传 第27章 综艺录制 洛明一来就被央视的化妆师拉走了 作为今天节目中人气最高的嘉宾 林书文要穿的衣服是赎井座的公裙 是嘉宾中最为华丽的 前后折腾了一个小时 洛明才在三个化妆师的协助下 换好了衣服 最费劲的是头上的冠面 他都不知被戴了多少首饰 不过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洛明身上的是一袭明红色飞断公袍 坠着琉璃小猪的袍脚软软坠地 红袍上绣大朵大朵金红色牡丹 细细阴线勾出精致轮廓 雍容滑贵 头戴上除了冠面以外 还有一整套人工红宝石头面 如此滑贵的衣着 穿在林书文身上 愣是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违和感 乖乖 我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看到了 大唐时候的公主殿下了 一个化妆师略带调侃地说道 您过奖了 我可没过奖 来来来 书文 咱们合个影 别笑 高冷一点 把公主饭拿出来 洛明点了点头 乖乖配合 跟三位化妆师都合了影 这时候 同为女生的帝都大学 历史系研究生的李云长 也换好了衣服 她穿的是绫罗座的衫裙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件衫裙是李云长自带的 所谓衫裙是唐代女子所穿着的服装 其主要特点是上衣短小 下裙宽大 衫裙的款式和颜色多样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场合进行选择 在唐代 衫裙是女子日常穿着的主要服饰之一 上到世家大族 下到商人地主 家里的女眷都有衫裙 只是衫裙的样式和材质有所不同 这不同的衫裙样式和材质 自然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了 两女碰面 李云长眼前一亮 林小姐 你好漂亮 跟你在一起 我这深山裙看着真就平平无奇了 李小姐过奖了 你也很漂亮的 两人一番寒暄之后 一起来到了前台 此时 萨宁以及那四位男嘉宾都换好了衣服 唐朝男性的服饰 就是汉服圈子里很常见的圆岭袍衫 和其他朝代不同式服头 隔代 常要造集靴等配套 相较而言 唐代男装服饰对比女装是较为单一 台上的这五位 穿戴的也都是最常见的唐朝男性的衣物 只是颜色有所不同 哟 文文你这可不得了啊 这深宫裙一穿 我还你为哪个公主来了呢 昨天和洛明相谈甚欢的萨宁 开起了玩笑 萨老师你这话说的 我也就是普柳之姿 洛明当着凡尔赛文学奠基人的面 先来了一波凡尔赛 好一个普柳之姿 那我是不是应该说北大还行 不愧是凡尔赛文学的奠基人 这么快就有所领悟了 洛明刚要接话 一旁的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鸿斌 就清了清嗓子 萨宁立马就老实了 当着母校的教授 有些话确实不能说 周鸿斌身边的华夏 诗词协会的副会长李明远 也跟着则是呵呵一笑 他还是挺喜欢看年轻人们 吵吵闹闹闹的 各位都到齐了 那咱们的节目 就差不多开始录制吧 朱导走过来问道 众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好 那得单位准备 吴老师 梁老师 您二位就留在台上吧 其他人先到后台去 朱导朝众人说道 两位老细鼓点了点头 暗朱导说的 留在了舞台上 然后舞台的灯光瞬间就暗了 和观众席相隔的幕布 也随之拉开 各单位注意 三 二 一 Action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唐明镜背白发 朝如青丝木成雪 两位老细鼓 以自己扎实的台词功底 朗诵了这首李白的 《枪敬酒》 作为了开场白 伴随着诗词的朗诵 舞台上的灯光 一点点亮起 等到《枪敬酒》 朗诵完毕 两位老细鼓向观众们鞠躬致谢 这时候 撒宁走上了舞台 中华上下五千年 每个朝代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 上一期节目 我们一起唱游金歌铁马的三国 这一期 我们将一起来到中华文化的又一个高峰 大唐 下面有请今天的嘉宾登场 让我们欢迎北大中文系教授周鸿斌老师 观众们很配合地鼓起了掌 接下来 每一位嘉宾登场观众们都送上了掌声 特别是林书文上台的时候 下面的掌声如雷 毕竟长得漂亮的嘉宾 谁不喜欢呢 不过这毕竟是综艺录制现场 为了不泄露节目内容 观众们都签一个保密协议 其他人也没带手机进来 自然是没办法拍照了 嘉宾们登场后 撒宁按照台本的安排 介绍了各个嘉宾身上的服饰 不得不说 节目组还是挺有巧思的 以服饰为切入点 让嘉宾们充当模特 从普通人都能穿的纱裙 到贵族服饰的工裙 再到乍一看 没什么区别的男士服装 给观众们大体上介绍了 唐朝的文化背景 唐代男子的头饰 主要是则头 这是一种头巾 代替了古代的官则头 有多种分类 包括平头金子和武家高金子 主持人戴的 就是平头金子 又被称为平头小样 他的头顶则头压得很低 看起来又扁又平 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款式 我戴的呢 则是武家高金子 则是由武则天创作 与武则天亲近的人 会被赐予这种高头金子 总的来说 唐朝男性服饰 既保留了传统汉服的特点 又融入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展现了唐朝时期的开放风气 周鸿斌说完 台下又响起了阵阵掌声 介绍完服饰 撒宁画风一转道 说起唐朝 比起这些大家都不怎么了解的衣服 饮食文化 唐诗应该是所有人都很熟悉的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背过唐诗 正好今天大家就一起来交流一下 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 诗词大比拼 我们场上有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有华夏诗词协会的副会长 到底这两位 谁能在诗词上更胜一筹呢 撒宁念完台词 舞台上的灯光再次按了下去 节目第一阶段的录制 就算是结束了 一次过 大家辛苦了 闻闻你这头上带了这么多东西 没觉得不舒服吧 朱导问道 第28章 清明 我没事 朱导不用在意我 可以直接开始下一段录制的 洛明下意识地回答道 虽说头上带的这些东西很重 让洛明觉得脖子有一些酸 但作为一个男人 这点小事还是能忍的 朱导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想 到底是小林的妹妹 和那些娇滴滴的女明星 完全不一样 前几期节目的女明星 要是带上这么重的冠冕和首饰 就算碍于央视的面子 不哭天喊地 录制的时候 也要休息好几次的 更别说这丫头 这次还拿出了一首 这么好听的原创歌 有了这首歌 这一期节目收视率肯定低不了 林书文这么给节目组面子 朱导也不会真的一点都不顾林书文 她看了看手表 这会儿是十点二十分 时间还很充裕 于是朱导对众人说道 大家休息二十分钟 咱们十点四十接着路 争取第二段也一次过 这样咱们就能提前收工了 下午还能放个假 朱导说 休息洛明也不用强撑着了 他找了个椅子坐下 陈思楚见状跑了过来问 文姐 你脖子是不是很难受 要不要我给你按按 不用 我还好 洛明主要是不好意思 台上他年龄是最小的 周教授一头白发 看着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人家都没说累 他一个小年轻线不行了 这想什么话 二十分钟后 节目的录制继续 节目组准备了对应的座位的抢答题 撒宁在介绍了一番规则后 念起了第一题的题目 请从大屏幕上的十二个字中 找出一句诗 见成秋叶 若有扬声里 清风问 三 二 一 开始抢答 洛明在听到撒宁念出开始的一刹那 立刻伸手 飞快戳戳戳 叮咚 二号李云长 请答题 洛阳城里 见秋风 回答正确 加一分 之后的几道题 洛明一直在抢答 结果第一轮的七道题 洛明愣是一道题都没抢到 洛明顿时有些怀疑人生了 上一世 他是33岁穿越的 单身了29年 这一世目前牡丹 也就是单身了23年 加起来单身52年的手速 怎么一道题都抢不到呢 第一轮的第一名是周鸿斌教授 他指定了李云长表演节目 这是节目组安排好的 李云长自然不会第一时间表现节目的 表演节目要在所有的答题项目结束后 这样方便录制 出的时候会剪辑 什么时候表演节目都可以 很快第二轮抢答开始了 洛明依旧在戳戳戳 后台的朱导注意到洛明的动作 转头朝林书岳问道 小林 你妹妹怎么一直在抢答啊 她不知道她的抢答器 没连接信号 啊 朱导 你把她抢答器的信号给断了 前几期节目不都是这样 咱们之前不就说好了吗 为了防止明星们出丑 干脆就把抢答器信号给断了 嗯 朱导 我妹妹这方面应该还行 她是护上交通大学毕业的 朱导文言一愣 然后一拍脑袋 你怎么不早说呢 林书岳挠了挠头她 很想说一句 参加节目的艺人 都有准备个人档案的 明明是朱导自己没看 卡 朱导喊了停 然后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在洛明怀疑人生的眼神中 接上了她抢答器的信号 扑哧 撒宁没忍住笑出了声 她刚刚可是看到了 洛明一直在戳戳戳 结果一次都没轮到她 撒宁之前 以为是洛明倒霉 没想到节目组一开始 就把她排除在游戏之外了 接好抢答器的信号后 朱导宣布又喊了action 第四题 请补全诗剧中缺失的 字枪敌和虚院杨柳 春风不下滑线下滑线玉门关 叮咚 信号器一接通 洛明就抢到了这道题 三号 林书文请回答 春风不渡玉门关 哪个do 这道题 很多人会记错成过或者渡 但洛明是不会记错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温度的度 之后洛明大发神威 又抢到了一道题 还答对了 可惜之前李云长已经答对了三道题 洛明这一轮没能获胜 后面的几轮洛明完全参与到了游戏中 他抢到的题也都答对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抢到题的几率就是比其他人低 这让洛明怀疑 是不是这台机器没彻底修好 很快来到了最后一轮的最后一道题 这道题其他人都没有抢 因为这是节目组留给洛明的题 这一轮也是要让洛明获胜的 叮咚 三号林书文 请背诵一首包含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唐诗 清明 唐渡目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瑶纸 兴花村 恭喜回答正确 这一轮的获胜者是林书文 书文轮到你指定节目表演了 你想指定谁 在场的 貌似只有我一个没表演了吧 我指定我自己 说来也瞧我刚刚背的那首诗 是渡目的清明 正好我最近有一首原创歌曲 也是以清明为灵感的 歌名叫做清明与上 是吗 那还真是有缘 大家一起欢迎书文上台表演 卡 撒宁话音刚落 出导就喊了卡 然后按照之前指定的节目顺序 嘉宾们一个个上台表演 李云长表演的是树笛独奏 两位老戏鼓 都是唱了歌 周鸿斌教授表演的是二胡独奏 华夏诗词协会的副主席 表演的是诗朗诵 最后轮到了洛鸣上台了 一阵悠长的鼓声旋律 在舞台上响起 鼓声的旋律悦耳动听 却略显单调 实际上 前世这首歌的歌曲前奏所用的乐器 大概涉及到阳琴 古典 沙锤 铃铛 鼓针 长笛 锣 特别是锣这个乐器 在歌曲中不太常见 却极具中国特色 大概是在前奏开始的第十四秒 十六秒 随着东 被一声响 前奏被旋律反复迎回台声的思绪 似乎突然找到了一个喷波出的出口 可惜洛鸣临时换歌 导致时间比较紧 只有鼓针作为主旋律伴奏 点睛之笔的罗生 还是林书岳大晚上跑去问同事界的 咚 清脆的罗生响起 林书文的演唱也随之开始了 第29章 歌词惊艳的一首歌 窗头出小日 照西乔云自摇 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 洛鸣的前两句歌词一出 在场的观众先不说 嘉宾们的眼睛都亮了 在座的 有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有华夏诗词协会的副会长 还有帝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 这三位可以说 都是搞文学工作的 自然听出了这句歌词的意境 这首歌不简单啊 两句歌词 就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周鸿冰笑着说道 一旁的李明远点了点头 这两句歌词 都是在借景抒情 以窗外的景物 勾起歌中主角的回忆 更巧妙的是 开头两个短句 均为对时间的描述 窗头出小 指的是窗户被黎明照亮 象征一天的开始 日照西桥 指的是余灰洒在西边的桥上 寓意一天的结束 来结合后面的那句歌词 就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每天从黎明到黄昏 我一个人在窗前 跳往远方的景色 那天边随风摇曳的云啊 就像是当年 你被风吹起的衣角 木雕流金岁月 连依七年前封笔 因为我今生辉豪只为你 这句也不错 上一段是借景抒情 那么这一段 便是借物欲人 岁月都可以抹去 木雕上的镀金 却抹不凭我心中 不断荡起波澜的回忆 七年前便已封笔不写 只因我此生 仅为你一人落笔 周鸿冰在心里想到 雨打湿了眼眶 年年已紧 判归堂 最怕不绝 泪已拆两行 我在人间彷徨 寻不到你的天堂 东平西境 放恨不能遗忘 又是清明雨上 折局寄到你身旁 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副歌结束 奸奏响起 李云长却是久久不能平静 这次写得太好了 拆两行 东平西境 折局 没有一个词在说怀念 却字字都是怀念 特别是那句 我在人间彷徨 寻不到你的天堂 把情绪渲染到了高潮 现在的年轻人 有点东西啊 这首歌的主题 是道王 伤感是基调 歌中流露的是一种 精致繁复的仇绪 这份哀仇 被他那句 我在人间彷徨 寻不到你的天堂 写得入目三分 李明远感叹道 是啊 很难想象 周鸿冰话说到一半 林淑文的歌声 就先一步响起了 远方有情巧然空灵声声 崔天玉 《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 前一段写怀念 后一段写离别 写得好啊 李云长忍不住夸了一句 说着 他转头看向了舞台 舞台之上 身着红色公裙的绝美少女 让他看得有些吃了 有言又有才 谁会不喜欢呢 可惜我不是男人 不然肯定追他了 李云长在心里想到 李云长胡思乱想的功夫 这首歌已经唱到了最后一段 我在人间彷徨 寻不到你的天堂 东平西境放横不能遗忘 又是清明雨上 折菊寄到你身旁 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 洛明刻意放缓了节奏 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把思念的情绪推到了高潮 谢谢大家 洛明朝观众们鞠了个躬 下一秒掌声雷动 虽然有些歌词听不太懂 但不知道 为什么感觉心里堵得慌 这首歌太棒了 歌词写得太好了 除了伴奏 听着有点简陋 堪称完美 不是伴奏简陋 是这首歌的作曲 就比较简单 但狭不掩鱼 这绝对是一首好歌 可惜不能带手机进来 不然就能录下来听了 是啊 太可惜了 观众们一边鼓掌 一边议论纷纷 后台陈姐和陈家姐妹 已经听傻了 这首歌你们文姐 什么时候写的 陈姐朝陈家姐妹问道 两人不约而同的摇了摇头 他们很确定 林书文是没有写过这首歌的 总不至于是昨天晚上 去她姐姐那里写的吧 陈姐语气古怪的说道 一言 也说不定是林小姐 送给文姐的歌 陈思楚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不可能 如果是林小姐送的歌 以文姐的性格 绝对不会说是自己原创的 陈俊苗反驳道 也是 那陈姐 算了 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专辑里有三首质量上乘的歌曲了 这三首歌的传唱度 绝对不会低 你们文姐的这张专辑 很有可能会一专风声 陈姐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们要不要提前联系公司 让公司给我们买一波热搜 不急 等节目播出再说 别忘了 这可是央视的节目 我们不能越过央视去做宣传 陈家姐妹文言 立马点头英试 洛明的演唱结束 嘉宾们和主持人撒宁 一起走上台 完成了这期综艺最后的收尾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要告一段落了 这一期 我们领略了唐氏的风韵 下一期 我们的节目会去到宋朝 和大家一起品味宋词 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撒宁说完结束词 嘉宾们冲着镜头挥手示意 卡 随着诸导的一声令下 录制正式结束了 辛苦了辛苦了 今天的录制这么顺利 多亏了大家 中午我请大家吃饭 朱导走到舞台上 笑的眼睛都快没了 显然她很满意 今天的节目效果 事实上 刚刚在后台朱导 就狠狠表扬了林树月 小林你干得好啊 把你妹妹请过来参加节目 还让她唱了这首歌 这次给你寄一供 朱导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点都不夸奖 小林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的节目收视率虽然还行 但因为是偏严肃科普类的综艺 其实是不太受年轻人的欢迎 你妹妹在年轻人里 有一定的人气 她这首歌质量又高 有火的前置 要是这首歌火了 我们的节目 也能多吸引一些年轻人来观看了 上头给我们的 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 也能更好地完成 你说该不该给你寄一供 您要寄我肯定接着呀 林树月笑着硬下了 哈哈 好 我就喜欢你这不做做的劲 一会儿聚餐你也一起吧 第三十章 国家宝藏 则则 猪导 你带我们来吃烤鸭呀 那你今天 怕是要大出血了 节目组的车 停在了一家烤鸭店前 撒宁略带调侃地说道 猪导文言 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没事 今天敞开了吃 特别是你书文 一定要多吃点 猪导摆了摆手 满不在乎地说道 听这意思 我们今天 能吃到猪导你的烤鸭 还是多亏书文了 我 老李 小李 给你做了这么多期常驻嘉宾 你都不给我们表示一下 那我们下一期可就不来了 你们说是不是 说着 周鸿斌朝李明远和李云长使了个眼色 是啊 猪导我们录了这么多期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可不能厚此薄彼 周老师和李老师说的对 李云长跟着附和了一句 行行行 下次 下次我单独请你们吃饭好吧 这还差不多 众人说说笑笑地走进店里 这家店不是什么有名的烤鸭店 但若明看撒宁和林书岳轻车熟路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应该都来过这家店 还来过不止一次 这表明 这里的烤鸭味道肯定是不差的 点餐的时候 若明点了一只果味烤鸭 剩下的就都有猪岛决定了 在等鸭子上来的时候 李云长鼓起勇气凑到了若明身边 林 林小姐 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好啊 若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谢谢 谢什么 十年休得同传度 咱们一起录了一上午的节目 现在还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这缘分不比同传度来得强多了 听完这句话 李云长感觉自己的脸有些烫 他真的好洒脱 雷厉风行的语气好帅 可惜我不是男人 李云长第二次在心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来来来 烤鸭来了 舒文你应该没来过这家店吧 猪岛摆明了要科普了 若明自然不会博他的面子 顺着猪岛的话说了下去 没有 看样子 这店家应该没什么名气吧 是没什么名气 不过这家店烤鸭师傅的手艺 是从朱迪那时候传下来的 据说他们祖师还给朱迪做过烤鸭呢 这家的味道 可比什么某聚德好吃多了 难以下咽 闻闻 朱导这人三分的东西 他能说成五分 五分的东西能吹成八分 但这次他还真没吹 这家店是我们台里人公认的好吃 撒宁笑着说道 嘿 老撒你这怎么说话呢 洛明能看出来 朱导和撒宁的关系很好 两人这番对话 就像是朋友之间在互损 洛明一边听他们半嘴 一边吃烤鸭 平心而论 这家的烤鸭味道还真不错 比洛明吃过的所有烤鸭都好吃 洛明前世来帝都出差的时候 同事也带他去吃过烤鸭 还去了不止一家店 某居德自不必说 洛明第一次去吃烤鸭 就是去的某居德 他一个外地人什么都不知道 肯定是去最有名的店了 至于说味道只能说不难吃 后来同事带着他去了一次四季名服 这家店环境好 服务好 虽然排队时间较长 等了快两个小时才吃到 但味道和体验都值得 这家店是洛明印象最好的烤鸭店 接下来就是大董了 大董的环境 服务比四季名服还要好 鸭子的味道比四季名服稍差一些 不过价格比四季名服贵出不少 洛明感觉这种店 更适合有什么重要约会的时候 去除了这两家 便宜方 丽群都是不错的选择 突出一个环境朴素 但烤鸭的味道十分地道 特别是丽群吃的同时 还能感受一下帝都的胡同文化 PS 以上是作者自己的经验之谈 有兴趣去帝都吃烤鸭的 可以做个参考 文文 你想什么呢 主导问你话呢 林书月的话打断了洛明的思绪 洛明尴尬一笑 挠挠头道 抱歉朱导 这烤鸭太好吃了 我在琢磨 他是怎么做的呢 朱导文言觉得有些好笑 这能让你琢磨明白 这是人家的秘方 也是 那就不琢磨了 朱导刚刚您说什么 我问你 明年第二季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兴趣再来参加 当然有兴趣了 朱导您邀请我是给我面子 我肯定来 洛明立马答应了下来 好 我们下一季的节目主题 想换以李月为主 书文我可是很期待 你能再拿出一首好听的歌来 洛明文言眉头一皱 李月 他怎么感觉这点子要扑接 书文 怎么了 是觉得点子不好吗 有点吧 朱导我感觉李月 乐方面还好 我们古代的乐器 也是很有特色的 古筝 琵琶 肖 笛子 甚至还有编中这样的大家伙 但古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却没什么人有耐心去了解了 正因为没什么人想了解 上头才会让我们 推出这样一档节目 朱导意味深长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李月宣传其实也能做 只是咱们可以换个方式 换个方式 换什么 换文物 换知名度高的文物 以这件文物相关的历史故事为线索 把这些故事演绎出来 找一些像吴老师 梁老师这样演技好的老戏鼓来演 在其中加入鼓里 鼓乐 这样能以讲故事的形式 达到推广传统文化的目的 而且 以这种形式的话 年轻人的接受度会更高 一些鼓里做的好的话很漂亮 我们年轻人就喜欢漂亮的东西 肯定会有人主动去了解学习 至于说鼓乐 BGM都用鼓乐器来做 把历史的厚重感演绎出来 也会有人喜欢的 朱岛一开始 并没有把林书文的建议当回事 听着听着 朱岛的眼睛越来越亮了 这点子 金点子 餐桌上的众人 也是表情各异 刚刚转了编剧的林书月 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他怎么就没想到 节目能这么做呢 而李云常看 洛明的表情有些吃了 洛明狂狂谈的样子 真的好撒 他突然想上去问一句 姐姐 性别能不能别卡这么死 第31章 上下五千年 书文 你这点子真是太棒了 咱们华夏别的没有 最不缺的就是文物 五千年的历史 留下来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虽说近代丢了不手 但剩下文物 别说做一季节目了 做它个十年都没问题 朱岛兴奋的说道 文文 你觉得拿什么文物 当做下一季节目的开场比较好 林书月也顾不得吃烤鸭了 连忙问道 就用千里江山图吧 为什么是千里江山图 李云长激动的起身询问 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 李云长在一听到这个点子的时候 脑海里就冒出了千里江山图 他没想到 林书文 居然也和他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会真妙笔画千山 这千里江山图画的是祖国的壮丽河山 用来当第一件国宝 再合适不过了 李云长的眼睛中 迸发出了一抹惊人的色彩 他会选择千里江山图 也是因为这个 那书文你怎么会想到 用文物来做这一季节目呢 李云长试探着问道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先想明白 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这些文物 为什么每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保护它们 为什么在百年 千年之后 我们依然会将它奉若至宝 云长你是学历史的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洛明反问道 李云长沉默片刻后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我会学习历史 是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文物修复员 他曾经和我说过一句话 文物这种东西说 它们有多宝贝 倒也不见得 现代工艺想复制 想仿造没有一点难度 是它们身上所承载的东西 赋予了它价值 它们所承载的 是一个国家的底蕴 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传承 这就是我学习历史的原因 也是我觉得 文物应该被保护的原因 说得好 华夏诗词协会的副会长李明远 一拍桌子起身道 文物和诗词一样 都是我们璀璨文化的证明 我们不像西方那些国家 我们不需要去征服别人的土地 来证明我们的强大 我们也不需要泯灭别人的文化 来证明我们文化的深厚 更不需要吹嘘夸大我们自己 因为多余 因为我们有 有一首首精彩绝伦的诗句 有一件件璀璨夺目的文物 来证明我们曾经的辉煌 云长和李老师 你们说的就是我所想的 在我看来 文物只要保存下来 它们不需要言语 不需要行动 更不需要力量 它们只需要静静地处立在那里 供后人观赏 这是无声胜有声的 因为它们能出现 势必是因为 有一个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民族 来制造它们 我们以这些文物为影 办这一期节目 在深入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时候 观众们自然而然就能感受到 我们民族繁荣昌盛的过往 激发民族自信心 让更多年轻人对文物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兴趣 听完洛明的话 在场的众人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周鸿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现在总有人说90后不行 我看这不是挺行的吗 思想觉悟 比我这个老头子都高啊 小林 你妹妹的话 你都听到了吧 我会去跟上头上 下一期节目的总编导就是你了 你可要多跟你妹妹取取经 朱导大笑着说道 文文听到了吧 姐姐的事业能不能腾飞 就全靠你了 朱导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献个丑 给节目来一句开场白好了 快说快说 我倒要看看你这丫头 今天能给我多少惊喜 朱导催促道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 我们有多年轻呢 也就是上下五千年 好 好一个也就是上下五千年 就冲这个点子 这个开场白 老朱你再请十顿饭都不够 一直沉默地撒宁 语气激动地说道 撒老师您太夸张了 我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不 老撒这回没说错 舒文我欠你一个人情 后面有机会 我会回报你的 洛明文言一愣 这句话可太重了 这世界上最难还的 可就是人情债了 洛明想拒绝的 但他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因为朱导在圈子里的咖位可不低 他还是国内为数不多 得过国际大奖的导演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洛明由于片刻后 就硬了下来 朱导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说出这话来 就是真的要给 林舒文要是推辞 那就真是不给他面子了 聊完正事 后面的气氛就越发融洽了 桌上的众人 互相交换了微信 一顿饭吃的兵煮惊欢 洛明也很开心 唯一的问题就是 洛明感觉李云长 靠得有点太近了 还总拉着自己的手 洛明有些迷惑 女孩子之间的友谊 发展得都这么快吗 文文 今天去我家住吧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节目的事情 吃完饭后 林舒月提议道 今天不行 我要去酒店和陕姐 汇报一下工作进展 特别是《清明与上》 这首歌 要让陕姐赶紧去 注册相关的版权 而且我明天 还有工作要处理 明天不是周六 你周六不休息的吗 有工作 肯定就不能休息了 什么工作 我能不能帮上忙 洛明摇了摇头 是我公司一位 前辈演唱会的帮唱 陕姐特意给我求来的机会 演唱会的帮唱 明天在帝都的演唱会 是周平 对 就是他 他确实有点东西 在南邦那边的男团 火了以后 直接选择回国 这几年各种红利 算是吃满了林舒月点评道 所以说 这个机会很难得 我不能错过的 嗯 我理解 有工作就去忙吧 咱们有空再沟通 好 那姐我就先走了 不用我送你 不用不用 你台里也有事情吧 朱岛可是都回去了 领导回去了 你不回去不好吧 林舒月笑了笑 也没坚持要送洛明 洛明冲他挥手告别 转身就拦了辆出租车 坐进车里 报了酒店的名字后 洛明靠在座椅上 长舒了一口气 第三十三章 哑巴吃黄莲 林舒月对他实在太热情了 洛明一想起 林舒文说的 他和堂姐的关系冷淡 洛明就觉得满头大汗 他这波无意中 改变了林舒文的人际关系 还是和堂姐的人际关系 林舒文知道了 不会砍死他吧 我这几天都干了什么啊 抄哥 抄节目抄得挺爽的 可这要怎么上后呢 坐在车里 洛明一路上都在考虑 怎么和林舒文解释 知呀 姑娘到了 谢谢师傅 说完 洛明戴好口罩 就付钱下了车 文解你可算回来了 陕姐一直在等你呢 洛明一进酒店房间门 陈思楚就迎上来说道 等我干嘛 你的那首歌是怎么回事 陈思楚还来得及回答 陕姐特有的大嗓门 就响了起来 就是突然有灵感了 在我姐家顺手写出来的 有灵感就写出来了 写个这么容易 那不然呢 陕姐一时语色 陕姐 这首歌还是半成品 编曲还没有做完 我打算用华夏的传统乐器 做编曲 黄老师那边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你太小看老黄了 你把你的要求写下来 我帮你交给老黄 他绝对帮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那我就放心了 编曲搞定剩下的 就是歌曲的版权了 陕姐你 这个也不用你管 版权的事是我的工作 你不用操心 文文以后 你有什么大动作 能不能提前和我说一声 我是你经纪人 我要是早知道 你能写出这样的歌来 我可以和节目组谈谈 给你争取更多 陕姐 洛明打断了陕姐的话 朱导说 她欠我一个人情 啥 你说啥 陕姐被吓了一跳 没忍住蹦出了 她的东北口音 主导她说 欠我一个人情 就因为这首歌 洛明点了点头 隐瞒了她 给主导出了心踪一点子的事情 不然陕姐 指不定又要说什么呢 在陕姐怀疑人生的时候 洛明直接岔开腿 坐在了沙发上 洛明最近一直在刻意 扮演一些女性的习惯 但俗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她一放松 就会露出破绽 本来还怀疑 人生的陕姐顿时皱起了眉头 把你的腿给我合上 一点都不雅观 洛明尴尬一笑 乖乖把左腿搭在了右腿上 朱岛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啊 朱岛下午还有工作 没喝酒 没喝酒 难道是发烧了 洛明都无语了 陕姐 你就不能盼着朱岛点好 你懂什么 朱岛的一个人情 运作的好点 在她的电影里 拿个女儿绝对不是问题 你不是一直都想演戏吗 你自己想想 你要是在朱岛的电影里 演个女儿 票房一起来 谁还会说 你是收拾毒药 听到收拾毒药这个词 洛明差点没绷住 她没想到 林书文还有这么个外号 对了 还有个事 什么 你前天穿的衣服 上一身的火锅味 这身羽绒服 又是一股烤鸭味 这两天没少吃肉吧 陕姐 你是狗鼻子吗 你不用管我是什么鼻子 你是一胖体质 这两顿吃下来 你少说要胖到二 三斤 周日回去加练 给我瘦回去 等等 陕姐 能不能周一再练 我大姨妈刚走 那就周一 说着 陕姐就转身离开了 洛明看着陕姐的背影 露出了笑容 这波呀 这波叫风水轮流转 这回轮到林书文当兔子了 阿T 坐在办公室里的林书文 突然打了个喷嚏 谁在背后说我 林书文喃喃自语了一句 他揉了揉鼻子 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周二的时候 林书文借口说 自己的一个朋友 想学习一下编程的知识 问了赵宁远 有没有什么适合初学者的资料 赵宁远直接给林书文 发了一个百度网盘的链接 里面是40多颗的视频 骆总 这是我开的淘宝电脉的 C++编程课程 一共有90多个小时 突出一个详细 从入门到入土 一应俱全 都能学会的话 绝对是技术大拿的水平了 就是纯看视频 很难学会 林书文对自己的学习的能力 还是很自信的 她可是653分 这儿八经 考上户上交通大学的 林书文到了生线 回了办公室 把最基础的部分 大约是前面五分之一的视频 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 加上洛明之前 交给她的一些东西 林书文对于编程 已经不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最起码 赵宁远来找她汇报的时候 她能听懂赵宁远在说什么了 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洛明教林书文编程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编程最难的 就是入门了 这句话 是前世洛明的老师告诉她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洛明觉得她老师的这句话 真的是真理 所以 洛明之前 已经准备好了长期作战 慢慢教林书文编程知识的准备了 估计洛明都没想到 两人几天不联系 林书文自己就入门了 结束了一天的学习 林书文和工作室的员工们一起 离开了公司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林书文摊在沙发上 掏出手机给洛明发了的消息 节目录完了吧 还顺利吗 洛明看到消息 知道林书文回家了 立马拨通了她的电话 喂 喂 洛明节目录制还顺利吧 挺顺利的 不过 不过什么 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林书文文言 直接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你不是为了报复我 报饮报食了吧 下周让我狠狠地跑步吧 胡说 我像是那种人 那坏消息是什么 我和你堂姐这两天相处得很好 比亲姐妹都亲 林书文文言一论 你 你开玩笑的吧 我堂姐怎么可能 嗨嗨 事情是这样的 洛明和林书文 讲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林书文都无语了 洛明这又写歌 又给出新综艺的点子 他堂姐不对他改观吗 才怪呢 偏偏林书文 还说不出抱怨的话来 因为这风头 是他自己出的 好处也都是他的 他还怎么好意思抱怨 这下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了 第34章 恐怖的学习能力 你的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得了 怎么那么多点子 过了好一会儿 林书文才一脸无奈地 吐槽了一句 就是灵感来了 一下子就想到了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灵感 可能我是天才吧 洛明随口胡周了一句 林书文听了却是格外认真的道 说不定你还真是天才 天才就是1%的灵感 加上99%的汗水 但有的时候 这1%的灵感 比汗水重要多了 呃 你还真信啊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算了 这个不重要 洛明我和我堂姐的关系 主要是我的问题 我小时候 因为我爸妈总拿她来和我比较 导致不太喜欢她 总躲着她 长大了想修补关系 却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你算是帮了我的一个忙 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的 林书文一脸惆怅地说道 你堂姐应该也是 想和你修复关系的 我一开始 只是稍微直接一些 说了自己的想法 她就很主动地带我去吃饭了 还给我介绍了撒宁和朱导 看来是我以前太自我了 对了 你说 你和萨老师相处得也很愉快 还可以吧 为什么 朱导我能理解 你给朱导出了 这么优秀的综艺点了 朱导没点表示才奇怪呢 可你又是怎么让 萨老师也认可你的 我说我是她节目的忠实观众 我们还聊了聊悬疑推理文学 悬疑推理文学 我喜欢这类文学 也很正常 林书文喃喃自语道 你喜欢悬疑推理文学吗 还行 比较出名的我都看过 像是柯南 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 奎英兄弟的希腊棺材之谜 阿婆的无人生还 东野归吾的解忧杂货铺 我都看过 那你和萨老师聊起来 应该也不会露线 嗯 如果只是聊这些 肯定不会露线的 对了 洛明这几天 植物大战僵尸 做到3-6了 美术组那边的贴图 也做到3-2了 现在开始做3-3的了 林书文画风一转说道 洛明文言有些惊讶 这么快 你找来的这位赵师兄 可太卖力了 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的 洛明微微一笑 赵师兄会这么努力他 倒是不觉得意外 毕竟是关他自己的职业生涯 赵师兄不努力才怪呢 只是做游戏 光有赵师兄 一个人努力可不行 洛明是因为对 植物大战僵尸太了解了 毕竟以前就copy过 赵师兄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是怎么保持 这么快的制作进度的 难道赵师兄短短几天 就把整个小组给收服了 洛明你怎么不说话了 林书文的声音 打断了洛明的思绪 洛明摇了摇头说道 没什么 我就是没想到 游戏制作会这么快 嘿嘿 你没想到的 还在后头呢 洛明我这几天 可是把编程的入门知识 掌握了七七八八了 啊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问 你选择哪一门编程语言 C++ 洛明文言沉默了 编程入门 首先要选择一门编程语言 常用的包括C语言 C++ Java Python PHP JavaScript 比较简单的 肯定是Python了 Java难度中等 但实用性 广是很多人入行的首选 不过因为学的人太多 也是比较卷的 C++就属于比较难入门的了 入门难度堪比 直接入土 林书文居然选了C++ 随后洛明简单的 问了几个基本的语法和概念 有变量 条件语句 循环语句等 林书文还真都答出来了 洛明又沉默了 在帝都有很多程序员培训班 快的三十天 就能掌握一门编程语言 只是这种机构大多教的是 Python PHP JavaScript 这些都是简单好入门 能速成的那种 而林书文五天 顶死了算六天时间 就C++入门了 这学习能力也太强了 难怪他一个半路出家 没有任何基础的素人 都能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 洛明怎么样 我是不是入门了 林书文得意洋洋地问道 是 你C++确实入门了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试着自己编个小程序吧 比如最简单的计算器 计算器吗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试试 东东 文文你睡了吗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貌似是闪姐 那我先挂了 洛明说道 闪姐一般不会这个时候来打扰我的 怕是出事了 你赶紧去吧 嗯 那我过去了 你早点睡 说完洛明就挂断了电话 他把手机装进口袋里 小跑着来到门口 打开了门 一开门 洛明就看到了 闪姐黑得跟炭一样的脸色 洛明还从来没见 闪姐的脸色这么黑过 闪姐出什么事了吗 洛明试探着问道 出大事了 周平被车撞了 啊 什么时候的事 就半小时前 他怎么会被车撞呢 洛明挠了挠头问道 我听说是周平 有几个朋友在帝都 他今天晚上和朋友去酒吧喝酒了 喝得开心 还上台唱了两首歌 这一唱就被人认出来了 酒吧里他的迷妹可不熟 周平看到这么多人围过来 吓得瞬间就酒醒了 他在朋友的掩护下跑出了酒店 可还有那么几个粉丝紧追不舍 周平就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甩掉他们 没想到马路过到一半 突然来了一辆车 直接把他撞飞了 这 这地多的马路没有天桥吗 有 往前跑个二百来米就有 但他不知道 而且他还是醉酒状态 脑子不怎么清醒 就剩下几个粉丝追出来了 完全没必要这么着急的逃跑了 闪姐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那演唱会 你还想着演唱会呢 他右腿小腿粉碎性骨折 肋骨断了两根 颅骨骨骨折 还活着 没毁容就算运气好了 演唱会直接取消了 所以闪姐 你是为了演唱会取消而生气的 洛明试探着问道 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 替他着急 你也知道 周平是我带过的 我和他关系还不错 闪姐语气复杂地回答道 第35章 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洛明见闪姐 这副表情就知道 他对周平还是比较在意的 于是洛明提议道 那闪姐我们明天去看看他 反正我们买的机票 是周日下午的 明天演唱会取消的话 我们也没什么事干 也好 那明天你和我一起去趟医院 看完周平放你一天假 你爸妈不就在帝都吗 回去看看他们 周日我们直接在机场集合 行 洛明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那我先走了 说着 闪姐就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 陈思楚开着车 拉着洛明和闪姐 一起去了帝都第三医院 路上洛明还专门买了个果兰 看病人总得带点东西吧 闪姐撇了撇嘴 也没说什么 当然了 她也没下车买什么东西 很快 车子就到了医院 闪姐显然是早就问清楚了 周平在哪个病房 她领着洛明和陈思楚 一路来到了周平所在的楼层 三人来到六号病房门口 闪姐 您来了 一个女人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 你怎么搞得 怎么能让她出这么大的事 我 我也没想到 闪姐 阿平她和我说 就是跟朋友吃个饭 还和我保证过 绝对不喝酒的 结果 闪姐听完脸 直接黑了 她狠狠地戳了两下女人的脑门 你就是个鱼木脑袋 男人大晚上出去吃饭 怎么可能不喝酒 女人也不敢反驳 乖乖低下了头 闪姐训了她一顿后 心情明显好了很多 闪姐指了指林书文 这我带的新艺人林书文 闻闻这是周平的经纪人 也是她的妻子明兰 大嫂好 打招呼的时候 洛明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 让人挑不出一丝毛病来 实则洛明内心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 周平居然结婚了 老婆还是她经纪人 洛明在得知要参加周平的演唱会后 就特意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人 周平的咖位 就和洛明前世的明星陆涵差不多 绝对的顶流了 这样一个靠粉丝经纪的流量明星 私底下居然已经结婚了 文文可真漂亮 我都不敢跟你站在一起了 明蓝同样带样微笑着说道 蓝姐过奖了 两人一番寒暄后 算是建立了初步的友谊 然后三人一起进了病房 陈思楚被留在了门口 看到闪姐进来 刚动完手术 正被疼痛折磨的周平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行了行了 别笑了 你这笑起来比哭都难看 多大的人了 就不能让人省点心 你看看 你这都成什么样子了 要我说 闪姐的嘴从进来就没停过 跟机关枪似的 一口气数落了周平二十分钟 看你这副德性 我也懒得说你了 行了你好好养病 公司那边我帮你摆平 洛明文言嘴角一抽 懒得说都说了二十分钟 这要是想说 不得一个小时往上了 而周平和明兰 都是一副乖乖聆听教会的模样 两人在听到闪姐说 公司那边她帮忙搞定后 都长舒了一口气 显然这次演唱会临时取消 给公司带来的损失不少 观众们肯定是要退票的 但场馆已经租了 不可能在这时候和主办方不租 这笔钱就相当于白花了 前期宣传投入的也不少 光洛明看到的热搜就有七八条 更别说还有他没看到的 这些钱周平肯定要承担一部分 但大头绝对是公司出的 而公司赚的是最后门票的分成 现在演唱会办不起来了 公司把票一退 这不就血亏了 闪姐愿意帮他们摆平 这可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 难怪闪姐来的时候 礼物都不带了 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洛明在心里想到 从医院出来 三人回了车里 闪姐就给公司的高层打去了电话 洛明一直乖乖听着两边的对话 当听到闪姐说 这次投入的成本 你们光是搞黄牛票就赚回来了 甚至还有赋予 把票退了 公司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后续我会和周平沟通 让他让出一些利息给公司的 电话那头听完闪姐的话 沉默片刻后答应了下来 那就这样了 等等 闪姐 周平的新经纪人实在是不行 你要不要受个累 不要 就这样吧 说完闪姐就挂断了电话 闪姐 黄牛票原来有公司参与吗 你以为呢 我跟你说 别说是现在了 就是以后购票采取了什么限制 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黄牛的 一些大明星的演唱会 明星背后的经纪公司 演唱会的主办方 售票方都是黄牛 真正放出来 让大众直接购买的票 最多两到三成 正常的票价利润太少了 当黄牛卖票利润 少说能翻一翻 没人能拒绝的 洛明沉默了 难怪前世 他千兆的光鲜 都抢不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感情是因为这个 怎么 不开心了 觉得资本运作很恶心 多少有点吧 可这就是圈子里的规则 你只有遵守规则 才能在圈子里熬出头 除非你是什么大资本家 像企鹅 阿里 百度 万达这种庞然大物 可以把整个娱乐圈 玩弄于鼓掌之间 再不济 也要是微博这类 能有话语权的 不然你只能乖乖遵守规则 闪姐的话没什么错 但洛明听着不太舒服 他不想受制于什么规则 如果未来他的灼光 能成长到BET的那种程度 是不是可以无视规则了呢 洛明透过车窗 看着街上及时的饿了吗 蓝骑士眼神 慢慢变得坚定了起来 现在是2013年的11月23日 4G马上就要全面普及了 现在毫无疑问是时代的风口 2013年末外卖大战 已经算是爆发了 这场外卖市场的争夺 持续了接近两年时间 横跨了整个2014年 在2015年末才决出胜负 而随着外卖行业的成熟 大数据算法 也会进入更多人的视线 前世字节跳动 抓住了大数据算法的东风 借助大数据算法 改良了今日头条的推荐机制 后续更是在此基础之上 没有什么今日头条 更没有字节跳动 洛明觉得这就是他的机会 至少在这个阶段 没有人比他更懂大数据 他要让灼光 成为这个世界的字节跳动 成为新的互联网巨头 成为娱乐圈规则的制定者 第36章 林书文的坚持 洛明让陈思楚 把他放在了央视电视台的门口 洛明戴好口罩下了车 然后拨通了林书岳的电话 文文 姐 你在哪呢 昨天林书文都不介意 洛明和林书岳接触了 洛明今天叫起姐来 就更顺嘴了我在台里啊 你不是去演唱会助唱了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演唱会吹了 啊 怎么回事 周平他出车祸了 昨天晚上 听完洛明的话 林书岳嘴角一抽 这也太荒唐了 姐 我就在你们电视台楼下 你有空的话 咱们聊聊节目的事 哟 我这就下来 几分钟后 林书岳下了楼 然后把林书文 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算大 只有五 六平的样子 目测是一个大办公室中间 打了堵隔音墙隔开的 他说隔断房也是帝都的一大特色 没想到都隔断到 央视电视台的办公楼里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是台里办公室紧张 林书岳没好气地说道 央视这么大的办公楼 还紧张啊 架不住上班的人多 也是 喝点什么 水就行 我要保护嗓子的 林书岳点了点头 拿了一瓶娃哈哈矿泉水 递给了洛明 怎么是矿泉水 台里的矿泉水随便领 不喝白不喝 洛明文言一愣 林书岳这句话的语气 像急了林书文 再加上两人的眼睛又很像 洛明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挠补了一下 林书文说这句话的样子 文文 我昨天回去 把你说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你看看吧 林书岳把一个文件夹 递给了洛明 洛明接过文件夹 开始帮忙修改了起来 两人在林书岳的办公室里 讨论了一整天的节目细节 洛明把前世这档节目里 所有的细节 都填充进了林书岳不完全的策划案里 什么请各大博物馆的馆长 请哪个类型的明星演绎 后面几期节目用什么国宝 该说的都说了 林书岳听得眼睛放光 她没想到自己妹妹准备的节目 居然这么成熟 成熟到这份策划案 可以直接拿出去用的程度 文文你太厉害了 我觉得明年节目开播了 编剧一栏必须要写上你的名字 不用了吧 我不太好在这方面出风头 你这个编剧不署名 我良心过不去 你可以想个笔名或者意名什么的 笔名 意名吗 那就用灼光吧 灼光 你这是从摇虫 《秋叶望月》中的名剧 灼灼云之境 光光草露团中取的名字吧 对 这也是我投资的一个公司的名字 你还投资公司了呀 嗯 做游戏的 等他们的游戏做出来 我送你一份 好啊 那我就等你公司做的游戏了 说完 两人相识一笑 晚上林书岳带着洛明 来到了一家烤串店 这是洛明特别要求的 林书岳其实是不太愿意吃烧口 烤串这类东西的 但林书文想吃 他也不会拒绝 林书岳并不是不喜欢烧口 烤串 他只是觉得油烟味太重 会对皮肤不好 毕竟他今年都27岁了 马上奔三了 可得多注意点皮肤的保养 而洛明之所以要来吃烧口 那当然是为了 给林书文尝尝记性了 他两次过来 一次是转职成了兔子 吃了一礼拜的素 怎么素怎么来 这次是大姨妈 折磨了他整整两天 这次至少要胖 他个五斤 给林书文一点小小的一胖体质震撼 洛明点了20串羊肉串 20串牛肉串 20串烤五花 又来了一大块羊排 今天很很糟 林书岳一开始 还顾及自己的皮肤 不太敢放开了吃 结果吃了两串后 林书岳的蝉虫也上来了 姐妹两个愣事都吃成了 晚上 洛明是在林书岳家住的 林书岳这套房子 是2010年用台里的购房指标买的 70多平下来才花了90多万 付了40万的首付 剩下的按揭 90万在帝都买70平的房子 这也太爽了 不愧是央视啊 福利也太好了 洛明躺在床上感叹道 而与此同时 林书文还在电脑前艰苦奋斗着 林书文一开始以为自己C家加入门了 编写一个计算器 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他还旁敲侧击地问了下荣木 荣木说 他都能编写出计算器程序来 林书文记得洛明 对荣木在编程方面的评价是 草吕虫级别 稍微进化一点的就比他强 于是 林书文信心满满地 开始编写计算器程序 结果从早上十点 一直到晚上十点 他的代码愣是跑不起来 怎么改都跑不起来 林书文有些怀疑人生了 难道他还不如一只草吕虫吗 事实上 林书文肯定是比草吕虫强的 他错就错在 不该相信荣木的话 荣木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告诉洛明 他才毕业四个月 就把编程语言都还给老师了 他要说了 洛明不得狠狠嘲笑他 林书文是那种 认定了要做一件事 就一定要做成的人 他出入娱乐圈 拍摄刘岛的那部电视剧的时候 因为刘岛觉得 他的笑容不够甜美 没有年轻姑娘的那种朝气 林书文对着镜子 笑了整整一天 唱歌的时候太过紧张放不开 林书文强迫自己 每天早上去大爷大妈 晨练的地方开嗓 现在这个计算器的代码跑不起来 林书文直接挑灯夜站 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代码 不知不觉 时间就从晚上十点 到了凌晨三点 林书文都不记得 自己修改了多少遍代码 终于 计算器的代码跑起来了 林书文在输入框里按了1加1 计算器立马给出了2的答案 林书文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她又输入了一个又一个 加减乘除的算术 经过测试计算器的运转 一切正常 林书文长输了一口气 摊坐在了椅子上 现在林书文只有一个想法 还好明天是周日不用上班 都凌晨三点了 林书文也懒得洗漱了 她就近往沙发上一摊 很快就睡着了 第37章 明星运动会 咚咚咚 咚咚咚咚 急促的敲门声把林书文吵醒了 她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是中午11点半了 林书文打了个哈欠 走到门口 透过猫眼往外一看 发现是快递小哥在敲门 PS 2013年的快递 还是给送到楼上的 不像现在除了京东和顺丰都 要去菜鸟驿站 风潮拿 林书文连忙开了门 洛明对吧 快递小哥问道 对 手机尾号是 4396 有你个快递 签收一下 林书文签了字 把快递拿了进来 一些护肤品和衣服 洛明的衣服少得可怜 就两套来回换着穿 护肤品也就用得个大宝 男人也要注意保养的 林书文绝对不会承认 这是他坑了洛明后给的补偿 随后 林书文把新衣服换上 体验了一下从来没用过的男士洗面奶 润肤露 然后就下楼了 他在旧近的苍蝇馆 吃了碗刀削面 作为一个山西人 林书文自然也是爱吃面的 只不过 不管是在户上 还是在帝都 都吃不到什么正宗的面食 索性就改吃大米饭了 回了山西 自然是要吃面了 山西的手工刀削面 配上老陈醋 别提有多香了 吃过午饭 林书文去了公司 今天公司是休息的 他只是想自己再努努力 洛明在他那边 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 他可不能被比下去 而另一边 洛明被林书月送到了机场 他们买的票是下午1点20的 这会儿是12点20 时间刚刚好 行了姐你回去吧 我自己过去就可以了 文文这次谢谢你了 不用姐 没有你邀请我也得不到 朱岛的这个人情 你知道的 比起唱歌来 我更喜欢演戏 朱岛的这个机会 对我很重要 所以应该是我谢谢你的 林书月文言摇了摇头 咱们姐妹就不用先来先去了 一路顺风 嗯 那我走了 说着洛明戴上口罩 推开车门 走向了后机厅 林书月看着林书文的背影 嘴角微微上扬 他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妹妹了 洛明来到后机厅 和闪姐他们会合后 就直接登机了 下午3点半 众人回到了林书文家 文文 下周你比较闲 只有两个通告 一个是明星运动会的开幕式 一个是刘岛电影的典映 明星运动会的开幕式 在周一晚上 刘岛电影典映在周六晚上 为什么明星运动会 要在11月举办 天气这么冷 办什么运动会 洛明忍不住吐槽道 闪姐文言 眉头一皱 我上个月不是告诉过你了 这个运动会 是抄的南邦国那边的 这次是第一届 因为有一些冰上的项目 需要天气冷一点 所以就放在11月开幕 你这么快就忘了 呃 我最近写的压力比较大 记忆力有些衰退了 洛明随口胡周了一个理由 结果闪姐还真信了 刚刚准备说教的话 全咽回了肚子 总之 你明天准备一下 不需要穿得太华丽 精神一点就好 在这个节目里 你是运动员 不是去走秀的 洛明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对了 还有件事 楚楚把体重秤拿出来 陈思楚看了洛明一眼 小跑着拿来了体重秤 上去称一下 洛明乖乖踩了上去 看了一眼体重秤上的数字 洛明没忍住笑出了声 闪姐的脸 直接就黑了 54 五公斤 你还能笑得出声 从明天开始 每天十公里跑 禁止一切高热量食物 什么时候瘦回来 什么时候解禁 说着 闪姐就转身离开了 闪姐一走 洛明往沙发上一摊 表面上一副 生无可恋的表情 内心已经笑开了花 文姐你别难过 我陪你一起跑 陈思楚说道 这个不重要 话说明星运动会是什么情况 给我详细说说 就像闪姐说的 抄的一个南半国的综艺 咱们这边是几个娱乐公司一起办的 三十岁以下的明星 不管男女 不管咖位都要参加 每人至少参加一项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 开幕式结束后吗 不是不是 开幕式就是录个项 具体的比赛项目在十二月中旬 闪姐给我报了什么项目 四百米跑 射箭 啥 让我跑四百米 闪姐不知道 我的负重和风足 比一般人大吗 洛明吐槽道 陈家姐妹愣了一下 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洛明在说什么 陈思楚也是恍然大悟 难怪闻姐跑步的时候 总盯着她的胸看 一定是闻姐觉得 她跑得这么快 是因为胸小 负重和风足比较小 想明白这些后 陈思楚一脸哀怨地看着林书文 她可是很自卑的 她从初二到现在 一点变化都没有 闻姐的条件这么好 还打击别人 太过分了 陈俊苗也有些尴尬 如果是陈思楚是对A 那她就是对A加 达不到B的程度 只是陈俊苗对这方面不太在意 她是学彩妆的 知道怎么扬长臂短 闻姐 闻姐说 从明天开始跑步 那节食从今晚就开始吧 陈思楚用和往常一样的语气说道 啊 不用吧 明天再开始吧 用的 早点节食 能早点瘦下来的 于是 今天晚上洛明的晚餐 变成了蔬菜沙拉 加谁煮鸡胸肉 鸡胸肉上 就撒了一点点海盐和黑胡椒 在帝都吃了几天好的 这饭实在是难以下宴 好不容易吃完 打发走了陈家姐妹 洛明拨通了林书文的电话 林书文这会儿还在公司 他正在研究 植物大战僵尸的相关代码 洛明的电话发过来 林书文才发现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早上 我们两个就要换回来了 文文赶紧交换一下情报吧 林书文恩了一声 说起了这一周的事情 灼光这一周 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各方面都很顺利 林书文只是特别说明了一下 他给洛明买了衣服和化妆品的事 洛明文言有些心虚 林书文给他买衣服化妆品了 那他这波增重 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第38章 露一手 洛明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没 没有啊 真的 嗨嗨 那什么 文文 你明天要去参加 明星运动会的开幕式 洛明故意查开了话题 陈姐给我报了什么项目 400米和射箭 让我跑400米 陈姐的脑子 是不是有问题啊 林书文吐槽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这身上的这对负重 太影响发挥了 林书文愣了有十秒钟 才反应过来 洛明在说什么 林书文的脸 瞬间就红了 你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不跟你说了 说完 林书文就挂断了电话 这段时间 林书文其实一直都在刻意回避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两人互穿以后 不可避免的会触碰对方的身体 林书文也知道 触碰是不可避免的 但他一想到某些情节 就会面红耳赤 下面有时候 还会有奇怪的反应 就比如说现在 面色潮红的林书文 把头埋在沙发里 喃喃自语道 洛明这混蛋 没事提什么负重 真是讨厌 第二天 两人又一次回归了自己的身体 林书文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 闪姐已经和陈家姐妹在客厅里了 文文 今天的开幕式 你跟着公司的前辈们就行了 不要故意出风头 也不要畏畏缩缩的 大方一点就好 林书文还有点迷糊 根本没听清闪姐说什么 只是下意识地 在接过陈思楚递来的牛奶 十点了下头 衣着方面别穿裙子 穿方便活动的 苗苗 记着点 林书文直接交代了陈俊苗 好的文姐 闪姐噼里啪啦的 说了有二十分钟 然后就推门离开了 临走之前 闪姐特意回头叮嘱了一句 文文 十公里别忘了 十公里 迷迷糊糊的林书文 瞬间就清醒了 啪 闪姐没给林书文询问的机会 就匆匆离开了 除除我的体重是多少来着 一百零九斤 一百零九 这个该死的 林书文骂到一半卡住了 现在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咒他等于咒自己 文姐 你没事吧 陈思楚小心翼翼的问道 没事 除除给我订今天晚上的机票 订机票 去哪 兵州 啊 啊什么 给我订机票 你跟我一起去 文姐你要去干嘛 陈俊苗连忙问道 去算 不对 我投资了个公司 去试查 文姐 你不是就投了五十万吗 五十万还要试查呀 陈思楚愣了一下问道 五十万就不能试查了 能是能 那还不去订机票 陈思楚点了点头 乖乖去买机票了 陈思楚 还不知道 林书文已经要杀过来了 他这会儿刚到公司 说起来 这还是陈明 在公司正式开业后 第一次过来 呦 二明 你这身衣服不错呀 陈思楚 一进公司 荣木就迎上来说道 啊 是吗 是啊 很难想象 以你的衣品能买到 看起来这么符合 你气质的衣服 陈明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 下身的白色的帆布鞋 搭着一条百搭的黑色卡其裤 上身的内搭是银灰色的T恤 外套是一件偏运动风的蓝色夹克 陈明肤色偏黑一些 这一身正好掩盖了他的肤色问题 最大程度地突出了他的五官 骆总 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前台的李云廷笑眯眯地问道 没有 别瞎说 说完陈明就和荣木一起走向了会议室 周一早上 大多数公司都有例行会议 灼光也不例外 上周一的会议 陈明只说了的开场白 然后就跟透明人似的坐在了那里 这周一开始也是 但聊到游戏开发遇到的问题 陈明开口了 赵宁远的技术小组 这些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陈明这里就好像是一加一 二这么简单 陈明款款而谈 时不时还会直接进行现场指导 把赵宁远看得一愣一愣的 赵宁远早就听自己的老师提起过了 他这个师弟在编程方面颇具天赋 上周陈明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说是手头还有别的项目 对游戏开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去汇报工作 总觉得陈明在走神 甚至有种陈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感觉 赵宁远一度怀疑 是不是老师看走眼了 但今天陈明这番操作 彻底把赵宁远折服了 人的眼睛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赵宁远现在已经充分认可了陈明的天赋 甚至觉得陈明的技术水平在自己之上 他自动给陈明上周的各种不对劲 挠补了合理的解释 散会后赵宁远走到陈明身边说道 陈明总 你手头的工作要是实在麻烦的话 不妨和技术小组公开一下 我们一起努力 总比你一个人埋头苦干强 不用了 师兄你们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开发植物大战僵尸 这周我手头的工作也没这么多了 能协助你们一起进行游戏开发 赵宁远文言眼前一亮 有了陈明加入 游戏开发的进度肯定会快很多的事实 也正是如此 有陈明在 今天一天就完成了二关的游戏开发 照这个速度别说是元旦了 估计十二月初就能把游戏做出来了 晚上九点半参加完开幕式的林书文 和陈思楚坐飞机飞到了宾州 这是陈思楚第一次来宾州 一路上都在左顾右盼 很快出租车就来到订好的酒店门口 两人办了入住手续后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文姐 你不是在宾州有房子吗 为什么要住酒店啊 陈思楚问道 房子好长时间没住人了 我们过去还要打扫太麻烦了 也是 文姐要洗澡吗 我去给你放水 嗯 去吧 等等 初初上周我没有和你们一起洗澡 没有啊 文姐别说上周了 除了一起去泡温泉 你从来没和我们一起洗过澡 怎么 文姐今天想和我一起洗吗 说着 陈思楚忍不住看了一眼林书文兄 他真的好大 第39章 初次见面 林书文最后还是没有和陈思楚一起洗澡 倒不是林书文拒绝了 是陈思楚怂了 当林书文脱下衣服后 陈思楚自卑地低下了头 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脚 陈思楚备受打击 说什么都不肯再进来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 林书文和陈思楚 一起来到了灼光工作室的门外 文姐这就是你投资的公司 看着挺大的吗 陈思楚眺望了一下公司内部笑着说道 也就那样吧 林书文表面上一脸嫌弃 实则对陈思楚的夸赞很受用 毕竟这里也是他的江山 不好意思 两位是有事吗 李云廷迎上来问道 刚刚他就注意到这两人了 一个戴着那么大的墨镜 另一个一直往公司里眺望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云廷 去和你们陆总 荣总说一声 投资人来视察公司了 李云廷闻言一愣 这人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等等 投资人 这位小姐 你是公司的投资人吗 对 方便说一下您的名字吗 林书文 怎么听得那么像 最近正火的那个歌手呢 李云廷在心里想到 当然了 想归想 他的动作可一点都不慢 先是来到了荣木的办公室 告诉荣木公司的投资人 来视察的消息 然后又跑到了洛明的办公室 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投资人 没搞错吧 他怎么可能会过来呢 洛明喃喃自语道 洛总 荣总已经去了您看 我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 而此时 荣木已经和林书文搭上线了 您是林书文小姐 荣木试探着问道 林书文见到熟人也不墨镜 直接摘下了墨镜 我草 还真是 林书文笑了笑也不在意 他顶着洛明身体和荣木相处的时候 别说是我草了 荣木那可是什么都说的 还时不时来个婚段子 分享的爱情动作片 一开始 林书文还会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免疫了 荣先生你好 久仰大名了 林书文主动伸出了手 荣木伸手和林书文握了一下 然后马上松开 同时一本正经的说道 林小姐 欢迎你来公司视察 荣总你可以更活泼一些的 我早就听洛明说起过你了 是 是吗 我对你还是挺了解的 比如说 你的外号是木头 喜欢的老师是龙泽 卧槽 这二名怎么什么都往处说啊 林书文看着荣木气急败坏的样子 嘴角微微上扬 还是这样的荣木看着鲜活 文问 真的是你 突然洛明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林书文转头看去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撞 洛明对林书文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林书文对洛明也一样 但这却是两人的初次相见 林书文笑了 洛明也笑了 两人同时迈开步子 直到走到对方面前 我的衣品还是不错的嘛 看着帅多了 林书文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确实不错 今天一到公司就被木头夸了 哼 好心点你买衣服 买化妆品 你却暴饮食 让我胖了五斤 那你也让我胖了呀 我的裤子都觉得紧了 你还让我吃了一周的草 肚子疼了整整两天 停停停 别说了 那我们就算扯平了怎么样 扯平了 林书文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了 他张开双臂说道 作为我们初次见面 报一个怎么样 好 说着洛明一把将林书文拥入怀中 洛明闻着林书文发丝的味道 在心里感叹道 好熟悉的香味 林书文他感受着洛明的呼吸 心跳不知不觉的脸红了 两人的拥抱 把陈思楚和荣木都看傻了 他们两个不是高中同学吗 怎么感觉有奸情的样子 荣木喃喃自语道 你会不会说话 陈思楚有些不满地瞪了荣木一眼 嗨嗨 我就是那么一说 别介意 两人拥抱了大约五秒钟 然后不约而同地松开彼此 我们还挺有默契的 我们都互穿两周了 能不有默契吗 也是 带我去公司看看吧 我还没有以林书文的身份 去过公司呢 林书文提议道 没问题 本来这公司也有你的一份 我把木头也叫上 说完洛明朝荣木招呼了一声 林书文也和陈思楚招了招手 两人一起走了过来 木头 文文想参观一下公司 一会儿麻烦你 和大家介绍一下文文 好 荣木立马答应了下来 随后 四人一起走进公司 刚刚荣木和洛明先后出去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包括赵宁远 一会儿功夫 赵宁远已经朝门口看了好几遍了 这一次回头 正好看到了四人走进来 荣木拍了拍手 是一众人朝他这里看 嗨嗨 各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公司的股东 林书文林总 今天林总来公司视察 大家欢迎 公司里顿时响起了一阵掌声 美术组是离门口最近的小组 美术组的组长苏宇晴一眼 看到林书文后 直接愣住了 组长 咱们这位林总和 最近很火的那个歌坛 小天后一个名字 美术组的一个组员 小声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就是林书文呢 什么 这时候公司的其他人也发现了 公司的这位林总貌似真的是那个林书文 林书文笑了笑上前一步 和众人挥了挥手 大家猜的没错 我就是林书文 刚得了金曲奖最佳歌曲的那个 办公室里顿时一片哗然 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大家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 楚楚 文剑 有什么吩咐 一会儿去给大家买杯喝的 大家有什么想喝的 可以跟我的助理说 谢谢林总 林总能给我签个名吗 林总你比电视里更漂亮 文文 我是你粉丝啊 谢谢大家 签名合影什么的 午休的时候都可以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今天上午是不会离开公司的 现在还是以工作为主 说完林书文冲众人挥了挥手 就和洛明一起进了他的办公室 第四十章 公司未来的规划 林书文也不客气 一进门就走到了办公桌后面 拉开椅子 坐了下去 洛明笑了笑坐在了沙发上 随口问道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一方面是来找你算账的 另一方是不想减肥 真留在户上 每天吃草 还要跑这十公里 这谁顶得住 抱歉 我的错 以后会注意的 我们不是都两清了吗 再说了 我前面 在你的身体 也一点都不自律 要说暴隐暴食 也是我在先的 后面不会了 林书文红着脸说道 洛明嘴角微微上扬 这女人 还是挺善解人意的嘛 既然他都知道错了 洛明也不是那种 抓着不放的人 他话锋一转道 对了 问问你编写的计算器 我试过了 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 做一个刚入门的初学者 能独立完成一个程序的编辑 已经非常厉害了 真的 你不是在故意哄我开心吧 当然是真的了 林书文文言眉毛微挑 一双水晶般的毛子里 蕴满了笑意 眉宇间飞扬的神采 把洛明都看待了 洛明 我接下来要怎么学习啊 听到林书文的问题 洛明这才回过神来 他有些不舍得移开 视线清了清嗓子说 先巩固一下 现阶段掌握的知识吧 然后再往更深的地方探 那我要找个老师吗 我也不是一直有工作的 可以啊 林书文点了点头 开始琢磨回护上以后 找编程老师的事情 那什么 文文我想和你说个事 什么事 关于我们公司以后的规划 文文你知道大数据吗 林书文摇了摇头 他是学生物的 不是学互联网的 当时学校里 倒是有程序设计 这本选修课 但他也没选 因此 关于互联网方面的知识 林书文也是最近才接触 自然不可能知道 现阶段还属于是 互联网行业 新兴科目的大数据了 那我就给你 简单科普一下好了 大数据这个概念 其实出现得非常早 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 连锁超市沃尔玛 就提出了大数据这个概念 他们通过研究用户的购买习惯 然后控制超市内货品的摆放位置 使得超市的一些产品的成交额 上涨了不少 这就是国际社会上 公认的大数据的雏形 但我觉得 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老祖宗算命的那一套东西 也能算是大数据的一种 而大数据运用到 现代互联网企业中 是2008年的事情 牛津大学网络学院 有一位教授 名叫维克托 迈尔·舍恩伯格 他无意中发现了 沃尔玛超市这一有趣的行为 他开始默默观察和记录这一行为 并在2008年的时候 正式提出了大数据这一概念 这个概念提出的半年后 他就得到了微软的注资 两方合作开始投入了 对他的研究之中 大约是半年后 微软结合维克托教授的研究成果 进行了第一次用户调查 并根据这次调查结果 改变了微软后续的运营模式 让他们的利润 在当年提高了15%以上 15%这么多 比尔 盖茨在2013年 还是毫无疑问的世界首富 他的微软公司 在华夏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 能让世界首富的公司利润 提高15% 这在林书文听起来 无异于天方夜谭 对 就是15% 问问 你知道为什么微软 能通过大数据 获利这么多吗 洛明问道 林书文沉思片刻后 给出了他的回答 我想应该是跟沃尔玛超市一样 通过总结用户的需求 通过精准投放广告 引导用户消费了吧 洛明眼神中闪过了一丝赞许 林书文真的很聪明 他只是说了一些前置条件 林书文就能自己得出沃尔玛 和微软的盈利方式 没错就是这样 现在网络已经相当普及了 再过几年 人们的生活都会和互联网绑定 每天的行动 也都会被服务器记录了下来 而互联网大佬们 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来分析用户的消费能力 预测用户短期内所需要的商品 再通过精准投放广告 来引导用户购买商品 微软的成功 让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大佬 也心动了 听到这儿 林书文大概明白了洛明的意思 洛明你是想告诉我 国内已经有人 开始布局大数据了对吧 对 我们也要往这方面努力嘛 制作游戏和大数据 有什么关系吗 林书文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文文 你觉得你在娱乐圈开心吗 洛明没有直接回答 林书文的这个问题 而是话锋一转问道 挺开心的呀 除了有的时候 要做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事情 大多时候都是挺开心的 不过我是那种 只要给购通告费 当牛做马无所谓的人 洛明摇了摇头 那是你还没有真正 遇到不想做的事情 文文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真正的自由 从来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不想做什么 就能不做什么 在娱乐圈里 这是不可能 我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 能掌控娱乐圈的规则 如果你是呢 或者说 未来你是呢 听到洛明的这句话 林书文的心跳 突然慢了半拍 文文 大数据就是我们机会 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有可能可以缔造一个 不亚于bet的互联网帝国 届时你就是这个帝国 君临天下的女王 停停停 你别给我画饼了 我听得真心动了怎么办 林书文捂着自己的胸口说道 我没有给你画饼 我是真这么想的 我问你的学习能力 我是相信的 我们以后一起努力 我会把我知道的 大数据方面的知识 都交给你 你知道的知识 这类新学科 一般都是国内各个大学 先开始研究的吧 你们学校有这方面的课程 林书文好奇地问道 有 是一门复休克 我报名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 大数据是一个机会 未来的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会拥有 非常高的战略地位 我们公司 现在着手于大数据的研发 就是走在了国内 绝大多数公司的前面 第41章 一脸猛逼 林书文看着洛明 款款而谈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心跳得有一点快 都说认真的男人 是最帅的 洛明现在这副认真 又自信的样子 让林书文 都舍不得挪开视线 就这样 林书文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要和洛明学习大数据 算法相关的知识 洛明见林书文答应 露出了笑容 两人 现在可以说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有了林书文的支持 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 再说了 公司现在的启动资金 都是林书文出的 不可能公司有这么大的动作 不跟林书文 这个金主说的 而林书文既然决定 要学习大数据了 态度也认真了几分 他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洛明 很流行 一个功能叫做笑脸识别 你知道吧 林书文点了点头 所谓笑脸识别 就是拍照的时候人一笑 相机就会自动抓拍 这个功能 林书文觉得 还是挺好用的 可以记录很多开心的瞬间 这个功能和大数据 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了 笑脸识别 只是人脸识别的一部分 而人脸识别技术 就会用到大数据算法 文文你想想看 人身份证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 肯定是身份证号码 林书文想都不想 就给出了答案 没错 人的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能识别这张脸 就相当于是 能识别这个人的身份 听完洛明的话 林书文眼前一亮 我明白了 洛明你真是个天才 我们不可能 把自己的身份证号 时时刻刻标在头上 可一旦有了 人脸识别技术 在结合了 连通了大数据的摄像头之后 就能立马识别出 我们的身份 都知道身份了 那我们近期很多活动 都能被大数据所记录 不说其他 光是消费情况 被大数据得知 就能创造海量的财富了 可以啊 文文 你这已经明白了 大数据赚钱的方向了 洛明夸赞道 林书文翻了个白眼 你这夸得也太僵硬了 我又不傻 你之前都提到了沃尔玛和微软 是如何通过大数据获利的 稍一琢磨 就知道大数据是怎么盈利的了 不过话说回来 洛明这大数据 还真是挺有发展前景的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商机的 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没什么值得吹捧的 洛明表情淡定地说道 林书文显然没理解 洛明这里的巨人是指谁 他点了点头道 微软也确实算是巨人了 洛明也没纠正他 总有一天 林书文会知道洛明说的巨人 不是微软 所以洛明我们公司以后 也要布局大数据吗 林书文问道 当然要了 只不过 我们要做的跟现在一些 已经入场布局大数据的 互联网公司做的不同 哪里不同 现在大多数的网络公司 他们的大数据 都是通过收集用户信息 整理这些数据 摸清楚用户的消费习惯 预测用户 接下来的消费趋势 然后获益 而我想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 利用大数据 给用户来提供服务 给用户提供 东东 文姐 我回来了 陈思楚的敲门声 打断了林书文的话 进来吧 听到林书文的话 陈思楚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走了进来 一进来 陈思楚就看到了 坐在老板椅上的林书文 陈思楚顿时有些牙疼 他在心里吐槽道 文姐这是人家的公司啊 你投资了五十万 就敢做老板的位置了吗 但想归想 陈思楚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乖乖地走到了林书文身后 双手叠在一起 放在小腹上 身子站得笔直 显然是不想在外人面前 给林书文丢脸 林书文见陈思楚的样子 甘大的脚趾 都快抠出三十一厅了 他扫了一眼 嘴角带笑的洛明 清了清嗓子道 楚楚 洛总不是外人 你不用这么端着 陈思楚看了一眼洛明 终于忍不住开始吐槽了 文姐 你直接坐人家洛总的位置上 你就不觉得不合适吗 我这么努力地给你长脸 你还让我别端着 林书文捂着脸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总不能直接告诉陈思楚 你私下什么样子 早就被洛明看光了吧 算了算了 随便你吧 文姐你都让我破功了 还怎么装 说着 陈思楚就来到了沙发边 对洛明点了点头后坐了下来 喝点什么吗 洛明笑着问道 谢谢洛总 我刚刚顺便给自己买了杯奶茶 已经喝过了 奶茶 不说给我也买一杯 我也想喝 文姐 一杯奶茶的热量 估计够你跑十公里了 嗯 那当我没说 洛明我们继续吧 先不说那方面的事情了 说着 洛明看了一眼陈思楚 林书文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看来洛明暂时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大数据算法的事情 林书文在心里想到 事实也正是如此 倒不是洛明信不过陈思楚 主要是陈思楚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不知道大数据算法有多重要 万一哪天当闲聊 把后续他的规划抖搂出去了 那可就完了 文文 你在C++上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给你解答 好啊 之前我在编写计算器的时候 陈思楚坐在沙发上 听着洛明和林书文的交谈满头问号 这两人在说什么 这些字他单拎出来都认识 怎么组合成一句话 他就听不懂了呢 两人聊得正嗨的时候 荣木进来了 荣木是看快中午了 来叫两人去吃饭的 他听到两人的交谈也愣了一下 喂喂 陈小姐 你们家书文还懂C++ 荣木走到沙发边 小声问道 陈思楚向是抓到救命稻草 他连忙反问道 你能听董洛总和文姐说什么 难啊 他们在聊C++ C++是什么 一门编程语言 当程序员要用到的 陈思楚文言脸上的疑惑 知色更甚 文姐什么时候 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了 第四十二章 展示厨艺 你家文文还懂C++呀 荣木听了一会儿 感觉快听不懂了 果断转移注意力和身边的陈思楚聊了起来 我不知道 应该是懂的吧 陈思楚一脸茫然地答道 应该 你不是他助理吗 我现在已经在怀疑我是不是文姐的助理了 呃 你家文姐大学学的什么 音乐 播音 都不是文姐大学学的生物工程 啊 他不是课班出身啊 陈思楚摇了摇头 林书文和洛明一问一答 持续了快一个小时 荣木从陈思楚这里 也大概摸清了林书文的情况 木头 你订好吃饭的地方了吗 聊完正式的洛明问道 早就订好了 就等你们两个聊完了 好 那我们出发吧 走在路上的时候 荣木不知道 为什么总觉得 林书文走路的姿势 有那点眼熟 同样的感觉 也出现在了陈思楚心里 他也觉得 洛明的一些动作很熟悉 吃饭的时候 这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更加明显了 两人还都敏锐地发现 洛明跟林书文 有种奇怪的默契 这种默契 让人有些看不懂 难道文姐真的 和这个洛明 有什么奇怪的关系 陈思楚在心里想到 恰好荣木也有 这样的感觉 二明能拉来这位大明星 投资不会是出卖色相了吗 吃过午饭 林书文和陈思楚 就离开了 文姐你和洛总 出租车上 陈思楚没忍住 好奇地问道 我们怎么了 林书文的眼神坦然 没有一丝一毫的躲闪 陈思楚挠了挠头 难道是他的错觉吗 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们只是 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对了 你要回我家去住 你就进住个酒店吧 啊 文姐你 放心 我只是好久没回来了 想回去一下 师父改道去蓝山小区 好嘞 出租车司机 应了一声 就调转了车头 15分钟后 车子在蓝山小区前 停了下来 林书文戴上口罩下了车 作为业主 林书文没有门禁卡进小区 也是没问题的 陈思楚目送 林书文进了小区后 才让司机 把他送到最近的酒店里 林书文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八号楼三单元602 林书文家的智能门锁 录的自然是他的指纹 他也不需要像洛明那样输入密码 直接指纹开锁 就完事了 进了家门 林书文伸了个懒腰 往沙发上一躺 小咪了一会儿 下午三点多 林书文揉了柔萌萌的睡眼 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他换了身衣服 把瑜伽垫找了出来 铺在阳台上 练了两个小时的瑜伽 11月的天已经很短了 5点40天色健安 差不多 该准备晚饭了吧 林书文喃喃自语了一句 换好衣服出门买菜了 洛明今天特意早走了一会儿 他的直觉告诉他 林书文今天肯定会回家的 洛明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特别期待在家里看到林书文 这种感觉他从来不曾有过 以至于他走路的速度 都比平常更快的几分 叮叮叮 洛明怀着忐忑的心情 输入密码开门 咔嚓 大门打开的瞬间 灯光照进了楼道 也照进了洛明的心里 回来了 正好 我最后一道菜也做好了 吃饭吧 洛明看着从厨房里 端着砂锅出来的林书文 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从未见过这种的林书文 一头如墨的绣发 用黑色皮筋 扎成了马尾便 身上套着一件 黄色的小熊围裙 怎么还在门口站着 没想到我会在家 说着林书文摘下了围裙 露出了里面 印着迷老鼠的粉色睡衣 洛明这才回过神来 笑着说道 想到了 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会做饭 我手艺可是很不错的 今天你可是有口服了 快换衣服洗手 洛明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 洛明坐在了餐桌上 桌上一共有四道菜 中间还有一个砂锅 这四道菜 分别是小葱拌豆腐 辣子白 肉末粉条 山西名菜过油肉 中间的砂锅还没打开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林书文等洛明做好后 起身掀开了锅盖 当当当当 今天的主菜鱼香茄子包 在后世的砂锅盖 被掀开的那一瞬 锁在砂锅中的浓郁咸香味 立时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每一根都吸饱了浓郁的汤汁 茄条油光发亮 茄肉也被酱汁染成了深褐色 浸润在红油汤汁里 四周的红油 汤汁十分粘稠 正悠悠地冒着小泡 林书文当着洛明的面 撒上了一把碧绿的葱花 为整份鱼香茄子包 天上一抹亮色 洛明来尝尝这鱼香茄子包 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 绝活中的绝活 吃过的没有不说好的 你别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就行 怎么可能 说着林书文从那躺得 颇为规矩乖顺的茄条段中 夹起一根茄条 茄子紫色的外皮 浸润了红油的鱼香汤汁 油光发亮 原本白色的茄肉 则早已被酱汁染成了深褐色 虽加的是茄条 可夹起的又不仅是茄条 茄肉上粘连着细碎的 豚肉莫同青红的胶圈 看起来分为诱人 呼呼 林书文吹了吹茄条 然后把筷子递到了洛明嘴边 啊 洛明愣了一下 然后张开了嘴 一口咬了上去 茄条内吸饱的汤汁 自茄条中溢出涌入口中 那股独特的红油微辣的咸香味 混合着茄香与豚肉莫的香味 立时充斥满了整个口腔之中 洛明眼前一亮 却来不及说话 即便入口前吹了吹 那茄条的热意依旧烫人 他一边丝丝的倒抽着凉气 舌头同美味与热意做斗争 一边抬手 向林书文竖起了大拇指 林书文的眼睛笑成了月牙 不知道为什么 得到洛明的肯定 比他听过的所有夸奖 都让他开心 林书文也加了一根茄条 吹了吹放进了嘴里 下一秒 林书文的手一僵 这 这筷子是刚刚喂洛明的 他用了这筷子 那岂不是说 他和洛明间接接吻了 林书文的脸瞬间就红了 第43章 兜风 林书文悄悄抬起头 洛明还在和茄条做斗争呢 没注意到他这里 林书文松了口气 他看着手中的筷子 好像他也没有那么排斥 不 不行 林书文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啪哒 林书文故意把筷子摔到了地上 哎呀 筷子掉了 我去冲拿衣服 说完 林书文就跑进了厨房 洛明看着林书文的背影 又看了一眼地上的那双筷子 眼角带笑 谁说他刚刚没注意到呢 林书文的脸都红成苹果了 只要没瞎就都发现了 洛明只是很识趣的 没有多说什么 他又加起一根茄条 放进了嘴里 这鱼香茄子包真好吃 就似是姜咸 辣 酸 彻底粘连了起来 舌尖能感觉同品尝到其中每一种味道 却又无法从中单独抽出任何一种来 这些味道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种层层递进 分外独特的口感 让人欲罢不能 这不就像他和林书文 从护川至今的各种复杂感情一样吗 两人刚护川的时候 洛明一开始是猛逼 迷茫的 这时候 林书文打来的电话 他好像很快就接受了 两人护川的事实一样 冷静地提出和洛明合作 让洛明茫然的心 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第一次登上舞台 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 享受观众们的欢呼 让洛明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 沪川几天后 两人都熟悉了彼此的生活 这个时候 洛明对林书文的生活满是抱怨 堂堂大明星 整天不是吃草 就是跑步 第二次过来 还赶上了大姨妈 疼了整整两天 但帝都行 又让洛明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和学术界的大佬们一起参加了综艺节目 还帮央视和林书岳出谋画策 把国家宝藏提前搞出来了 这些感情变化 就像是林书文做的鱼香茄子包 将各种味道都有 巧合的是 鱼香茄子包的味道 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是因为林书文这个大厨 而洛明能将这些感情全然接受 也是因为林书文 洛明胡思乱想的功夫 林书文已经从厨房出来了 他的脸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红了 显然是 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两人很默契地 没有提刚才的事 专心地享用美食 看得出来 林书文是很想吃肉的 但他只是尝了一片过油肉 肉末粉条一下都没碰 默默地吃着小葱半豆腐和辣子白 实在是馋得不行 林书文就拿筷子沾一下鱼香茄子包的汤 这一幕 看得洛明有些心疼 看什么看 赶紧吃饭 吃完把碗洗了 你一直让我看着 我不是更馋吗 林书文没好气地说道 洛明点了点头端起碗来 风卷残云一般把过油肉和鱼香茄子包都消灭了 肉末粉条吃了一半 实在吃不下了 林书文端起盘子 把剩下的肉末粉条倒进自己碗里 一脸幸福品尝了起来 吃完以后 林书文脸一板说道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就算今天的瑜伽白做了 我也不能浪费粮食 啊对对对 对个屁 快去洗碗 洛明呵呵一笑 收了碗筷 去洗碗了 洗到一半 林书文捧着一个苹果进到了厨房 他靠在厨柜上 一副监督洛明洗碗的样子 咔嚓 林书文一口咬下去 洗电动车 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车子在什么位置 回来还在什么位置 林书文好奇的问道 家里明明有交通工具 虽然是电瓶车 但也是车啊 总比两条腿省力吧 什么电动车 我不知道啊 别装了 我就不信 你看不到茶器上的电动车钥匙 呃那是电动车钥匙啊 洛明眼神有些躲闪 等等 你难道不会骑电动车 谁 谁说我不会了 真的 真的 那等你洗碗碗 我们下去兜个风 啊 啊什么啊 不是 我是担心 你被人拍到 你这么大一个明星 被人拍到和陌生男人在一起 那岂不是要上头条 现在几点 林书文问道 八点十五 八点十五天 都已经完全黑了 怕什么 还是说 你真的不会骑电动车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洛明只能无奈地承认 好吧 我确实是不会骑电动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扑哧 哈哈 林书文笑出了声 他没想到会写歌 会做综艺 会做游戏 懂大数据 看似无所不能的洛明 居然不会骑车 洛明不会骑车 是因为小时候 大概五 六岁学骑自行车的时候 脑袋磕了一下 缝了六针 自那以后 就对学骑车这件事 有了心理阴影 以至于一直都没学会骑车 笑够了的林书文 继续催促道 洛明 快洗 洗完了我们出去 啊 我不是都承认我不会骑车了吗 正因为你不会骑电动车 所以我想你肯定想试试 骑电动车的感觉 洛明头摇的跟波浪 鼓四的果断拒绝 不 我不想想 不行 你快说你想 林书文鼓了鼓脸颊 语气中带着三分 威胁洛明无奈的叹了口气心想 都吃人家做的饭了 就当吃人家嘴端好了 于是 洛明顺着他的话道 好好 我想 林书文听到洛明的回答 认真地点了点头 洛明 我一定让你体验到骑电动车是什么感觉 洛明洗完碗后 换好衣服 和林书文一起下了楼 随后 林书文把停在地下室里的那辆电动车推了出来 楼门口 林书文先坐上电动车 接着用眼神示意洛明坐后面 洛明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你确定 你能带得住我 我确定啊 你快上来 我带你去兜方 洛明这时候没办法打退堂鼓了 只能硬着头皮坐上去 林书文直接拧动把手 慢慢地往前开 轻柔的风不停地拍打在他脸上 之前从来没骑过电动车 也没坐过电动车的洛明 坐在林书文身后 看着他被风轻轻吹起的头发 闻着秀发上熟悉的香味 心中突然生起一股奇异感觉 以及一丝淡淡的开心 第44章 和他一起实现 以前的洛明从来没想过 他有朝一日会跟别人一起骑一辆电动车 而且还会这么开心 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感 让他在一瞬间非常非常的满足 洛明的心里仿佛有一束烟花猛地榨开花 他都想同他一起去实现 林书文也有人来风的一面 他发现小区里锻炼的大爷大妈 看他们两个 索性越开越快 还开心地大吼了两声 洛明 好玩吗 林书文大声问道 洛明嘴角微微上扬 他本想小声回应的 但刚刚林书文问他时 可是很大声的 索性洛明也大声回答道 好玩 我很开心 你开心就好 我也好开心 说完林书文杀住车 微微扭头看他 又突然问道 洛明你有没有 有没有一种 我们两个在私奔的感觉 洛明听着他的话 顿时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怎么 你想和我私奔吗 我不想和不会骑自行车的人私奔 说完 林书文冲洛明 做了个鬼脸 还没等洛明反应过来 林书文又转动了车把手 电瓶车再次窜了出去 林书文在小区里 骑了一圈还不够 直接把车子骑出去了 半小时后 电动车要看就要没电了 林书文才掉头回家 一进家门 林书文就进了卫生间 很快卫生间里 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 林书文推开门走了出来 听到开门声 洛明扭头去瞧 刚洗完澡出来的林书文 林书文的头发湿漉漉的 发烧滴答着水珠 身上穿着一件造型 有些奇怪的睡裙 睡裙是黑白配色的 洛明定睛一看才发现 这件睡裙还是梅花露款式 黄底黑斑 后面还有顶掌着陆脚的连衣帽 洛明的目光往下移 把林书文从头看到脚 最后他目光停在了 林书文慈白的小脚上 洛明不是足控 硬要说的话 他的XP应该是腿 可林书文的这双踩在 拖鞋里的脚丫 着实惹眼 白皙粉嫩就不说了 关键还很小巧玲珑 而林书文似乎是 察觉到了洛明的注视 时刻圆润可爱的脚趾 还有些不安分地动了动 洛明健壮 立马转过头去 别装了 我又不瞎 你个变态 有一说一啊 我对你的脚没兴趣的 你猜我信不信 我猜你信了 哼 洛明尴尬地挠了挠头 明明他在林书文身体里的时候 想怎么看都行 可那时候 他偏偏就没有任何想看的想法 现在反倒是眼睛都快挪不开了 真是奇怪 洛明 继续今天白天的话题吧 关于大数据 林书文懒得和洛明 在这些小事上纠结反正他 早就被洛明看遍了 好 你继续问吧 你之前说到了 我们公司开发大数据 是给用户提供服务对吧 是的 那我们要怎么赚钱 林书文一脸疑惑地问道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假如有一天 你在某个购物软件买东西 却一直找不到你心意的商品 这时候 另一个购物软件 却自动把你想要的东西 推送给了你了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林书文沉思片刻后回答道 有两个感觉吧 一个是觉得 另一个购物软件 很懂我很好用 另一个就是这个购物 软件是不是侵犯了我的隐私 不然他为什么会知道 我想买什么商品 对 大部分人都会是这两种想法 可你会因为觉得自己隐私被侵犯 而卸载另一个购物软件吗 林书文摇了摇头 说实话 我是会比较享受这种便利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是跟你一样的 如果多几次这样的操作 甚至用户 就会对另一款购物软件产生依赖 在这个基础上 这款购物软件 如果突然有一天推送 给你你没有那么想要的东西 你点进去的概率 也会比一开始提高很多 甚至购买的概率也会提高 人都是习惯动物 习惯成自然 这是人之常情 那么问题来了 文文 为什么这款购物软件 会推送一些和顾客大数据 无关的商品 林书文沉思片刻后 有了答案 我想是因为是购物软件内 入住的商家出钱 让购物软件推送 他们才会推送的吧 没错 就是这样 这就是用大数据服务用户后的 最主要的赚钱方向 广告费 等等 洛明 购物软件的后台 是怎么才能知道 用户需要哪一件商品呢 除非用户搜索过这个商品 不过即便如此 这些搜索信息 也都掌握在门户网站那边 我们根本买不到 即使能买到 成本也会非常非常的高林书文 皱着眉头说道 不 我问你错了 门户网站也很难确定用户的需求 就算搜索过 就一定会是用户想要的吗 来人就不会搜索丝袜 高跟鞋吗 大数据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任何外来软件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用户本身 或者说是用户这个ID 还是拿购物软件来说 它是怎么确定 确定用户的需求的呢 其实很简单 通过用户的快递信息 快递信息是实时显示在手机上的 通过快递信息 购物软件就能完成收集到相关数据 得知用户目前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再通过用户购物的大数据 预测出用户对什么类型的商品会有需求 最后完成精准推送 那要是初次使用购物软件的用户呢 这个就更简单了 按年龄和性别推送 比如说你 我再确定了你是女生 今年23岁的时候 我给你推送化妆品 骗年轻款式的包包之类 能打动女生的产品 听到这儿 林书文彻底明白了洛明的想法 同时他也为洛明对于大数据的构想和使用 而感到震惊 当然了 我前面说的只是大概思路 具体操作远没有我说的这么简单 分析的样本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 所谓大数据只是预测 而预测就永远不可能100%成功 我们能做的就是 尽量提升预测的准确性 第45章2048 搞明白洛明想用大数据做什么后 林书文陷入了沉思 洛明也没有打扰他 这些知识 在2013年 别说是刚入互联网这一层的林书文了 就是说给赵宁远这个老油条 听他也得猛 第二天早上 洛明从床上爬起来 刚出房间门 他就看到了林书文从外面回来 手里还提着小笼包和豆浆 起了 我还说回来叫你呢 你这是 去跑步减肥啊 昨晚临睡之前撑了下 还是109 一点没变 这可是大危机 其实你现在也看不出胖来 洛明打量了一下 穿着一身红色运动服的林书文说道 这样肯定看不出来 上镜就能看出来了 来说就是放大镜 那你加油 我洗漱一下去上班了 嗯 记得吃饭 说完林书文 把包子和豆浆放到茶几上 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洛明来到公司楼下 正好碰上赵宁远 老板早上好啊 早上好 赵师兄这段时间 在公司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大家一起努力 有进一处使 让我有种梦回实习期的感觉 我实习的时候 去的是一家夜游公司 公司的条件和企额比起来 那是天和地一样的差距 但当时公司里所有人 都是保着镜想把游戏做好 可惜啊 命运弄人 我们的游戏上市的时候 正好赶上猫白类游戏 在国内大火 老板压上全部身家做的游戏 扑得一塌糊涂 最终公司遗憾倒闭 我们公司的工章 盖的最后一个印 就是在我的实习证名上 后来我大学毕业 去了企额 企额的工作环境很好 员工之间也没什么距离 我都是 直接叫我们领导老四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始终找不到 当初在那家老破小的 实习公司时候的感觉了 现在在咱们公司 我又有了当初的热血 我相信 只要咱们公司的这款游戏 能做出来 公司一定能起飞的 这个我也相信 不过我们现在的任务 还很紧张啊 根据我的规划 植物大战僵尸冒险模式 共有50关 场景变化包括 从白天到夜晚 从泳池到房顶 迷你游戏与解密模式 分别有20个开放关卡 现在我们的冒险模式 只做到了4-4 后面还16关没做呢 迷你游戏和解密 就不用说了 老板 我倒是觉得 迷你游戏和解密 我们可以以后续免费 DLC的模式更新 把冒险模式 做完就能直接 准备发布了 而且除去Steam平台 我建议我们 还可以制作和刻录游戏光区 现在的电脑 大多都有光区 能直接读取 这样也能增加一些收入 听完赵宁远的话 洛明眼前一亮 先发售后续 再用DLC的方式 补充欠缺的部分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而且还比较方便整活 比如说 洛明穿越前 很火的植物大战 僵尸随机版 就能用DLC的形式更新 刻光碟这个思路也不错 能多一个线下销售的渠道 老板 我有一个朋友 在索尼上班 等我们的游戏做好 我还可以联系一下他 看看有没有可能 和索尼达成合作 如果这个合作能成 我们的植物大战僵尸 可能就能搭载 在索尼新推出的 PS4上面了 这也是一个销售渠道 PS4 是啊 老板你不知道吗 索尼在今年的11月15日 于北美地区 大洋洲和南非地区 是在11月29日开始发售 岛国国内的话 貌似是明年年2月份 那时候我们的游戏 肯定已经上了 正好赶上PS4 在岛国地区发售 索尼为了推广PS4 应该也不介意 多一些其他厂商做的游戏 毕竟这也是 在给PS4增加热度 赵师兄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人脉啊 洛明感叹道 嗨 在这一行干了这么多年了 总要有点认识的人 那这件事也拜托你了 要是成了 赵师兄明年 肯定给你发股份激励 赵宁远文言眼前一亮 他本来就有心思 在灼光长期干下去 唯一的问题就是 灼光现在给的工资 有点少 可要是有了股份激励 那就不一样了 之后的三天 林淑文一直都待在宾州 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晨跑 下午做三小时的瑜伽 晚上出去夜跑 严格控制饮食 三天愣是受了五斤下去 而除了健身以外 林淑文还和洛明系统地学习了 有关大数据算法方面的知识 当然了 编程方面也没落下 在洛明的帮助下 林淑文的C加加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几乎独立地 完成了一款小游戏2048的制作 洛明还记得 他前世学习C加加一开始的作业 是自己独立制作计算器的代码 然后是2048 跳一跳这类小游戏 最后就开始在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 图形图像处理等方面下功夫了 林淑文已经完成了第二步 接下来就是朝更复杂的领域进军了 按林淑文的学习速度 洛明估计再有半个月 他就能参与到植物大战僵尸的制作中了 当然了 那时候 估计制作的 就不是植物大战僵尸的端游 而是手游了 明天是周六 也是刘岛新电影 在互上的典音会 届时 电影主创都要出场 林淑文作为主题曲的演唱者 自然也要出场的 于是 林淑文让陈思楚 订了晚上七点的机票 洛明问荣木借了车 把两人送到了机场 本来洛明想把他们送进去的 但却被林淑文拒绝了 他怕被人有心人拍到 洛明也没有坚持 目送两人走进了后机厅 然后发动车子离开了机场 回到家里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洛明心里莫名的有些失落 林淑文也是 他在后机厅的VIP室 等待飞机起飞时 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心烦意乱之下 林淑文拿出了手机 玩起了自己开发的2048 一开始 陈思楚并没有把林淑文玩的小游戏当回事 可看着看着他 就觉得手痒难耐 忍不住问道 文姐 这游戏叫啥呀 我也想下一个 叫2048 林淑文头都没抬得说到 陈思楚拿起手机 点开iPhone的应用商店搜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2048 他有些不信邪 又去网页上搜了一下 根本没有2048 1024倒是有 还挺多的 第46章 差点错过的商机 文姐 我没找到这游戏啊 没找到 怎么可能 你去网页上搜一下 网页上都是1024 根本就没有 你玩的这个2048 听到陈思楚的话 林淑文玩游戏的手指一顿 一脸狐疑的看向陈思楚 文姐 我说的是真的 不信你看 陈思楚把自己的手机递了上去 林淑文翻了翻还真没有 这怎么可能 这个游戏做起来很简单啊 洛明给我提供了一个设计思路和玩法 剩下的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 这么简单的游戏网上 怎么会没有呢 文姐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游戏是灼光工作室 准备发表的新游戏 应该不是吧 如果是要发表的游戏 洛明怎么可能 林淑文话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 洛明还真有可能把即将发表的游戏给他 毕竟他们两个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文姐 简单归简单 可要是没人想到 不也是一种创新吗 比如说去年很火的手机手电筒 让闪光灯常亮变成手电筒 这个点子 之前不是也没人想到 写出这个程序的 可是赚了不少钱呢 听完陈思楚的话 林淑文觉得很有道理 他立马拨通了洛明的电话 正在沙发上发呆的洛明听到手机响 下意识地接起了电话 林淑文的声音随即从听筒里传来 喂 洛明 你让我做的2048 是不是公司准备发表的新游戏啊 啊 不是吗 可为什么网上找不到这个游戏呢 洛明文言一愣 他立马打开电脑 搜了一下 发现还真没有2048这个游戏 这么简单的游戏 这个世界居然没人写出来吗 洛明眼前一亮 这可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啊 嗨嗨 文文你说的对 这游戏确实是我们工作室准备发的新游戏 算是一个试水之作吧 果然是这样 你怎么不早说 还豪楚楚提醒我 我问了你一下 不然我说不定就把这游戏 传给其他人了 传给身边人玩玩也没关系 还是等你把游戏发布 以后再说吧 洛明点了点头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 他挂断电话后 找到林书文编写的2048 然后开始挑灯夜战 在林书文编写的游戏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细节 2048这款游戏 洛明依稀记的前世 貌似是在2014年中旬出的 这款游戏出现后 洛明可是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对洛明这类的程序员 来说2048这个数字 其实是有些特殊的 一个是因为2048 是两个1024相加的结果 而1024是2的十字方 二精致技术的 基本计量单位之一 同时每年的10月24日 也是程序员节 让学生编写一个 类似于2048的游戏 因此除了萧萧乐 2048算是洛明手机里 存在时间最久的游戏了 2048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每次可以选择 上下左右其中一个方向去滑动 每滑动一次 所有的数字方块 都会往滑动的方向靠拢外 系统也会在空白的地方 随机出现一个数字方块 相同数字的方块 在靠拢相撞时会相加 系统给予的数字方块 不是2就是4 玩家要想办法 在这小小的16格范围中 凑出2048这个数字方块 这个游戏玩法说起来简单 但趣味性却很高 在它的基础 上演还变出了不少类似的玩法 比如2021年流行的 合成大西瓜 比如Web3上交互最多的小游戏 Fway8192 再比如细菌2048 这类游戏实在太多了 说到底是因为 这个游戏的技术含量并不高 到了2018年以后 2048的代码 几乎算是公开的状态了 有点门路的都能找到 洛明都不知道超过多少次了 在林书文编写的软件上 做一些改动 更是小菜一碟 凌晨两点 洛明搞定了这款小游戏 把游戏保存在了U盘里 顺便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份 第二天洛明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11点了 老板迟到 荣木本来想损洛明两句的 可看到 洛明顶着那么深的两个黑眼圈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 二明 你昨天做贼去了 别胡说八道 你叫一下赵师兄 一起来一趟我办公室 荣木点了点头 叫上赵宁远到了洛明的办公室 老板 您找我 师兄 你看看这个游戏怎么样 洛明把自己的手机 交给了赵宁远 赵宁远接过手机 坐在沙发上玩了起来 半小时后 赵宁远抬起头来 一脸激动地说道 老板 这游戏很棒啊 这种不断组合数字的休闲游戏 单手就能操作 一下子就抓住了大众 被碎片化时间的娱乐需求 那赵师兄 你们这游戏能赚钱吗 洛明问道 国内很费劲 老板您应该也知道 这游戏技术含量并不高 很容易被copy 就算我们在底层代码上 加密也没用 董行的人只要玩过几次 大概就知道 这游戏要怎么做了 国外呢 国外的话 直接上架iPhone和谷歌的商城就好 定价定个最低的零 99美元 我想应该能有一定的用户愿意购买 赵宁远想了想后说道 那就这么办吧 沐 荣总这事就交给你了 游戏的开发商和版权 就以咱们公司的名字来 荣木立马印了下来 行 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嗯 赵师兄麻烦你了 洛铭转头对赵宁远说道 老板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去继续工作了 嗯 去吧 赵宁远点了点头起身 离开了洛铭的办公室 木头 这是游戏的底层代码 赵宁远走后 洛铭把U盘交给了荣木 荣木接过U盘问道 二明 这游戏真能赚到钱 应该能吧 只是能赚多少 我不确定 行吧 我去联系个朋友 有他帮忙 这游戏注册版权什么的 最快下周二就能搞定 这种小游戏也不需要版号 拿到注册版权 就能直接往iPhone和谷歌商店上发了 洛铭点了点头 这方面 他对木头有绝对信任 就像木头信任 他在编程上的能力一样 第47章 电影点印 处理好2048的时候 洛铭打开电脑 百度起了手游 之前洛铭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端游和买断制游戏上 没太往手游这方面考虑 这次被林书文提醒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错过了商机 洛铭查了大半个小时 后关上了网页 这个世界亚洲外的游戏 和前世大差不差 有变化的 主要是亚洲周边 曾经属于华夏文化圈的国家 像是前世大火的愤怒的小鸟 神庙逃亡这些 都已经被人做出来了 倒是火了很多年的 部落冲突还没有发布 而且连制作这款游戏的公司都没了 洛铭沉思片刻后 在电脑里新建了个文件价 部落冲突可是个好游戏啊 运营的好能作为公司 发展前期的支柱了 灼光肯定是要往 字节跳动的方向发展的 但让字节跳动 真正腾飞的业务 毫无疑问是短视频 以现在4G的普及程度 再加上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 起码要在2015年中旬 甚至是2016年初 才能有短视频生存的土壤 那这两年时间 想要平安度过 同时支撑公司发展大数据 那肯定要有别的景象 否则就只能大量 接受外来资本的注资 分割股份 洛铭显然是不希望 这种事情发生的 前世字节跳动破局靠的是 今日头条 他们依靠大数据 升级了今日头条的推送算法 让头条拥有了一大批 忠实用户 然后借助头条的广告费 一点点壮大 这种典型的成功案例 洛铭肯定不会放过 但游戏这边 能有更好的发展 也是好事 毕竟谁会闲钱多呢 而且有了大量资金在手 洛铭甚至可以提前 构建云计算 前世字节 可是在2020年 才补齐这个短板 让旗下APPY的推送机制 完成了再次升级 如果洛铭能提前 构建云计算的话 2016年短视频平台 做起来的时候 灼光就能拥有领先时代 好几个台阶的大数据 推送算法 那公司起飞 不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想到这儿洛铭的心情 一阵激动 而此时同样激动的 还有林书文 林书文激动 倒不是因为 下午的电影点印 而是刚刚朱导 给他打了电话 昨天他堂姐 把完整的节目策划 交给了朱导 朱导看完以后 愣是没挑出什么错来 这哪里是节目策划 完全能当作台本来用了 而朱导从林书月那里得知 这个台本是 林书文帮忙完善的 立马给林书文打来了电话 文文 多的我就不说了 我的新电影再筹划了 女二号给你留着 你可一定要来啊 朱导我能行吗 我在演戏方面的名声 可不太好 有我在你什么 都不用担心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本来是你应得的 文文期待 我们的下次合作 我也很期待 谢谢朱导 应该是我谢谢你 文文你这个台本 做得太绝了 可是 省了我很大的功夫 说完朱导 又鼓励了林书文一番 然后挂断了电话 朱导的女二号 一旁的闪姐 见林书文放下手机 连忙问道 林书文点了点头 哎呀妈呀 文文你这运气 也太好了 朱导上 赶着给你送角色 闪姐一激动东北枪 又出来了 什么叫运气 这是实力 若明的实力 后半句林书文 自然不可能讲出来的 只是在心里默念叨 对对对 实力 实力 苗苗 楚楚 今晚我请客 哪里都行 随便你们提 嗨嗨 闪姐 今晚应该是流导请客的 陈俊苗提醒道 也是 我差点忘了点印结束后 电影主创团队 肯定要聚餐的 那就明天 户上的饭店随你们挑 闪姐大气 谢谢闪姐 闪姐我也能放开吃吗 林书文一脸期盼地问道 看在你减肥 还算迅速的份上 这次你可以敞开了吃 闪姐万岁 下午三点 林书文坐着保姆车 来到了户上的 中印国际影城 今天的她 下半身穿着一条 很常见的牛仔裤 上半身里面 是一件白T恤 外面是一件 米黄色的博语绒服 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 一副青春靓丽的 大学生打扮 脸上也只是化了淡妆 这是闪姐特意交代的 林书文毕竟只是 唱了个主题曲 113分钟电影 她露脸20秒不到 连个名字都没有 所以这种时候 把舞台交给演员们 就可以了 顺便蹭一波热度宣传 一下自己明年2月份 要上的专辑 就可以了 是的 林书文的专辑 定下了明年2月份上线 确切的说 是年后的第一个周一 也就是2014年的2月10日 林书文的这张专辑 是要选择围绕 最初的梦想 这个主题来宣传的 不然还能蹭一波 2月14日情人节的热度 说起来 今天已经是2013年的 11月30日了 满打满算还有70天 专辑就要发布了 而刘岛的电影 是元旦那天上 春节档用刘岛的话 来说那是神仙打架 他很清楚 自己的电影 就是个刚过极格线的作品 据春节档厮杀刘岛 没什么信心能赚钱 于是干脆定在了 元旦上映至少元旦的时候 没什么强劲的对手 回本绝对是没问题的 就看赚多赚少了 这部电影的投资是2000万 想要回本的 大概要6000万的票房 而刘岛对这部电影的期盼 就是票房能过亿 为此 刘岛特意这么早就办了典应 还把林书文叫了过来 当然了 林书文也只参加这一场典应 而刘岛他们 后续还会在几个大城市 再进行几场典应 后面的典应林书文就不用去了 电影主创团队的演员们 都不一定会全到 林书文到后台的时候 主创团队们已经都到了 林书文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最后一个来的 虽然他没有迟到 但让这么多人等他 林书文也有些不好意思 刘岛抱歉 路上有些堵车 林书文随便扯了个 很常用的借口 没关系 我们也是刚到 文文今天就拜托你了 刘岛放心 我保证拿出12万分的状态来 把歌唱好 刘岛笑着点了点头 3点15分 电影的主创团队先入场了 电影的电影是3点半开始 主创团队坐在了最前排 林书文是很讨厌 坐在最前排看电影的 他比较喜欢坐四五排 也就是一般电影院 所谓的黄金观影区 第48章17秒的荧幕首秀 影院的音响 一般是立体环绕的 但有三个地方不是 一个是第一排 一个是最后一排 一个是出入口附近的几个座位 会选择做最后一排的 那都不一定是为看电影来的 声音什么的根本无所谓 而坐在第一排的一般情况 是想看电影 但又没抢到合适位置票的 这种时候 坐在第一排 多少会影响观感的 文文 电影要开始了 你要不要喝些什么 刘岛的话 打断了林书文的思绪 不用了 刘岛我的助理 给我带了水 刘岛点了点头 去问其他人了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下午三点半 影厅里灯光一熄 龙标就出现在大荧幕上 电影正式开始了 电影剧情说起来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近未来人类的航空航天技术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已经研发出了 能以光速20%速度飞行的飞船 这让星际航行成为了可能 男主和女主 都是这一次星际航行任务的成员 星际航行往往是漫长又枯燥 往返可能要十几年时间 其中大半时间都要在休眠中度过 男主的休眠舱 在航行中出现了故障 男主就被惊醒了 在休眠舱自我修复的时候 男主觉得无聊 便想着把女主唤醒 而林树文出场的镜头就在这里 女主休眠舱旁边还有一个休眠舱 林树文就躺在里面 林树文数了数从他进入镜头 到女主被唤醒 他露了半张脸 一共出场17秒 一幕首秀 只有半张脸17s 也太惨了吧 林树文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之后的剧情 就是男女主轻轻我我 遇到危机 解决危机 总之突出一个俗套 电影放完后 林树文只有一个感想 这片子没有什么缺点 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优点 就是一部很典型的恋爱喜剧电影 只不过把场景放在了太空中 电影院里嘻嘻啦啦的掌声 就很说明问题了 刘导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 这电影放在春节档 估计回本都难 可放在元旦绝对是亏不了的 文件 该上台了 陈思蜀小声提醒了一句 林树文点了点头 跟着刘导他们起身 来到了幕布前 电影院的工作人员 立马送来了话筒 主持人接过话筒接过话筒 先对在场的众人表示了感谢 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观众能赏脸来参加电影的点印 接下来有请林树文小姐 为我们带来电影的主题曲 下面的观众和媒体顿时议论纷纷 终于能听到 光年之外的完整版了吗 我就是为了光年之外 来的 有一说一 这电影拍的挺一般的 要是也不好听 估计要扑 我觉得电影还好啊 电影算计格吧 接下来就看主题曲 是加分还是减分了 在观众们的议论声中 光年之外的前奏响起 聚光灯打在了林树文的身上 林树文对观众们挥了挥手 然后唱出第一剧主歌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 如何瞬间冻结时间 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 也许已经没有明天 卧槽 林树文的声音真特别 穿透力太强了 没有上台的陈思楚 听到了后面观众的夸赞 陈思楚文言表情带着几分骄傲 她家文姐的音域 可是第三道F6 突出一个全能 这才哪到哪 很快歌曲就唱到了副歌部分 不管是观众 还是电影的主创 团队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我没想到为了你 我能疯狂到 山崩海啸没有你 根本不想逃 我的大脑为了你 已经疯狂到 脉搏心跳没有你 根本不重要 这气息太稳了 这真的是现场在唱吗 牛逼 不管是旋律 还是唱功 都很吸引人 很能带动气氛 我突然觉得 这部电影很好看了 结合这首歌的歌词 一回想电影里的情节 本来六分的电影 不愧是烂片出神曲的代表人物 这个真不错 这首歌风格很独特 结合了流行 电子 摇滚等多种元素 特别是 从简单的钢琴伴奏 逐渐过渡到强烈 且情感饱满的电子鼓点 和吉他独奏 把歌的感情 也一点点的渲染出来了 演唱结束 林书文朝观众们 鞠躬道谢 谢谢大家 这次影院里 掌声雷动显然观众们 对这首歌的认可 明显要高过多 电影本身的认可 刘岛健壮 歌火了 电影能不火吗 之后问答环节 刘岛有意无意的 把话题往林书文身上引 林书文也很给面子 刘岛带过来的话题 他都接住了 下午六点 电影会正式结束 不出意外的 刘岛请了电影的主创团队 一起去吃饭 而网上一篇篇 关于电影的飞剧 透观后感影评已经来了 但这些影评无一例外的 都是把电影本身 放到了次摇位置 反倒是大叔特殊这首 光年之外 光年之外 这个词条 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前列 同时微博上 还有人发了林书文 在现场演唱 光年之外的完整版视频 虽然音质很一般 但还是能听得出来 这首歌质量和完成度 都非常高 闪解和流倒 自然不会错过 这个宣传的机会 飞向宇宙的电影官方微博 华月娱乐的官方微博 同时发布了消息 12月1日凌晨零点 光年之外 将会登陆企鹅音乐 同时 飞向宇宙的官方微博 还特意说明这首歌 为林书文新专辑的第一首歌 给林书文也打了一波广告 2013年的音乐平台 还处于各大音乐EP 争夺版权和用户的时候 对歌手和用户都非常友好 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 全是免费听的 平台买断版权后 还会根据播放量和下载量 给歌手付钱 用户不用花钱 歌手赚的还多 只有平台亏了 但平台这时候的亏钱 纯粹是为了以后的垄断 用户和歌手 现在占的便宜 以后都要吐出来 而林书文的这首 光年之外 本来就自带热度 各大音乐平台 也都派人来谈过 不过 华乐娱乐 一直都是和企鹅合作的 再加上企鹅这次给的诚意 也挺足的 所以光年之外的独家播放权 还是落在了企鹅音乐上 第49章 光年之外的火爆 来吃瓜 2013年要说 华夏的音乐EP 使用人数最多的 那还得是酷狗 按市场份额来看 酷狗在2013年的时候 占据了全网45%左右的用户 企鹅音乐是35% 百度音乐 也就是之前的千千静听 大约占了10% 剩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小音乐EP 占了10% PS 2013年 没有网易云音乐 企鹅在市场份额上 被酷狗压一头 自然是不会担心的 于是他们 发挥了超能力 大肆购买音乐版权 这首 光年之外 企鹅直接出到了百万买段 同时还给了一个首页的大推荐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拒绝不了 12点整 光年之外 正式上线了 企鹅音乐的工作人员 紧张地看着后台数据 几乎在12点的一瞬间 就有超过12万个IP地址 涌入了企鹅音乐 12万 是什么概念呢 周杰伦发布 最伟大的作品时 企鹅音乐第一时间 涌入了IP 大概是110万左右 而且那是2022年 2022年的 互联网和现在的互联网 完全是两个概念 智能机用户数量 更是天差地别 2013年 莫华夏的手机用户 有12 04一台 而智能机的持有率 只有33%左右 四手五入 大概是4一台 而2022年 华夏的智能手机数量 已经有12 一亿台 12万这个数据 放到2022年 翻两翻应该差不多 综合来看这个数据 是非常不错的 比得上一线歌手了 十分钟后 光年之外的播放的 播放量突破了30万 企鹅后台 盯着数据的工作人员 都尝了一口气 看来这次 他们是赌对了 当然了 对企鹅音乐来说 重要的 不是这首歌的播放数据 而这首歌能引来多少 新用户才是关键 但有一说一 没有播放数据 他也引不来新用户 而新用户 转化今天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至少要二到三天后 才能有结果 与此同时 网上也掀起了 对光年之外的讨论 这首歌很牛逼 钢琴旋律 一出来就有种轻快灵动感 合着空灵的嗓音 瞬间就营造出 一种缥缈迷离的氛围 加上清脆完美的转音 富有画面感的歌词 使人感觉 离开了喧嚣的城市 而置身于空旷梦幻的宇宙中 确实 歌曲磅礴大气 以磅礴的宇宙为背景 描写的却是爱情 这种对比太强烈了 光年 作为时间单位 用来形容时间很长 简单来说 爱情的保质期比光年还久 所以叫光年之外 楼上傻逼 光年是长度单位 用来计量光 在宇宙真空中 沿直线传播了一年时间的距离 光年不是时间单位吗 有年这个时间名词 今天就是耶稣来了 光年也是长度单位 别吵了别吵了 给我龙傲天一个面子 好好听歌 第二天一大早 林淑文还没睡醒 就被闪姐掀了被子 闪姐冰凉的手 按在林淑文的脸上 林淑文打了个寒颤 一下子就清醒了 林淑文看了一眼 手机一脸的生无可恋 哎哟 闪姐你干嘛 知不知道现在才七点 你居然能睡得着 你知不知你的 光年之外 爆了 有多爆 上线一晚上 周榜第六 爆不爆 这还是这周的数据 我们是今天凌晨发的歌 前面六天数据 一点没吃上 已经周榜第六了 下周妥妥 林淑文文言也被吓了一跳 这数据比他之前 爆火的那首ost都要强 他连忙拿起 手机点开启额音乐的app 还正在周榜第六的位置 看到了光年之外 闪姐 一会儿我要吃帝王馅 吃 想吃多少吃多少 林淑文文言露出了笑容 他把周榜的数据截了个图 给洛明发了过去 洛明七点是不可能起床的 特别是在不上班的时候 等他看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十点二十了 怎么才第六 洛明回复道 才 你要不要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林淑文秒回 第六确实不高啊 发布一晚上 能有这个数据 已经是数据爆炸了 你看看微博上的热搜 好几个光年之外的热搜词条 洛明看到林淑文的回复 去微博上转了一圈 发现还真是有很多 关于光年之外的热搜词条 最高的冲到了第三名 看来这首歌确实火了 多亏了你 还不快感谢我一下 洛明问道 想什么呢 娱乐圈一首歌 可是能吃一辈子的 要个感谢不过分吧 那你想我怎么感谢 以身相许怎么样 林淑文看到洛明的回复 翘脸微红 但在网上认损是不可能的 隔着手机屏幕 谁怕谁 林淑文秒回 哟 都敢聊我了 前天看我的脚 都不敢光明正大的看 不会只是在网上口嗨吧 我说了 我对你的脚没兴趣 呵呵 怂笔 洛明挠了挠头 他还真怂了 主要是 现在洛明要什么没什么 实在是没勇气表白 也就口嗨一下 过过嘴瘾 要表白 骑马等公司的游戏做起来吧 林淑文见洛明不回复了 心头有些失落 但林淑文自己 也没勇气继续这个话题 说实话 林淑文甚至都能猜到 洛明在想什么 这几天的相处 林淑文很确定 洛明是喜欢他的 他对洛明也有好感 只是现在这份好感和喜欢 还不足以让两人 都抛开彼此的身份和立场在一起 就像洛明会顾虑自己事业未成 没钱没事 而林淑文会顾虑公司的合同 顾虑自己的星途 想到这儿林淑文 直接把手机一扔 把头埋在了沙发里 好烦 文姐这事又怎么了 正在整理林淑文衣物的陈思楚 探头看着客厅 喃喃自语道 不用管 文姐最近的情绪波动 一直都挺大的 估计是写歌不顺利吧 毕竟专辑还有69天就要发布了 现在还差二首歌 会烦心也是正常的 陈俊苗说道 听到自己姐姐的话 陈思楚挠了挠头 她总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林淑文的状态 倒是有点像她初恋那会儿的样子 PS 临时加更一张 因为遇到了一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吃个瓜吧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真是朋友 从小玩大的那种 前天下午的时候 突然打电话问我借钱 她是学医的 毕业于杭州一大 毕业以后 家里把她送去了德国混了一年的水术 回来以后 子成副业进了我们这儿的某个三甲医院 从归陪开始做起 现在已经归陪结束了她老爸的职称 是主任医师 职务也是科室主任 因此 她进医院混的 还是挺如鱼得水的 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她和一个很漂亮的 正在归陪的女医 声谈了恋爱 她女朋友的颜值 是真挺高的 就是矮了点 只有一米五十五 两个人的感情也挺不错的 今年腊月都准备结婚了 然后戏剧性的来了 前天下午 她突然打电话问我借钱 我一问 其他朋友都借了 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她是不是赌钱去了 不然怎么会一下子 问这么多人借钱 朋友之间 不是遇到什么事 都要无脑帮的 这不是为她好事在害她 于是我就和其他几个朋友 商量了一下 不把事情说清楚 就不会借给她钱 她没办法 只能交代了 原来上个月 她心血来潮 从X上找了个空降兵 五千亿碗包机票的那种 玩的还是字母圈的那些东西 都字母圈了 那必然是不可能 做什么保护措施的 然后她大前天 接到了这个空降兵的电话 说自己怀孕了 他人都傻了 第一反应就是否认 结果人家说 按时间算就是她的 如果不相信 她就把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测DNA 我朋友直接被吓到了 两人谈了一天 最后定下十万块钱 稀释宁人 这才开始问我们借钱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 这孩子是我朋友的 但我朋友又不敢赌 给我整无语了 想吐槽又不好意思 在这个时候 给她雪上加霜 只能写在书里分享一下了 第五十章 林书文的经济危机 中午时分 闪姐如约带着林书文 和陈家姐妹 去了一家私房菜 林书文说了 吃帝王线 陈姐特意给准备了一只大的 陈家姐妹 则是随意点菜 照着自己爱吃的来 螃蟹姓寒 放到下下周日 林书文估计就不敢吃了 不然就不是稍微疼几天 那么简单了 但鉴于上周 她的大姨妈才走 林书文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狠狠地开炫 你们吃着 我顺便说说下周的通告 闪姐 吃饭的时候 就别谈工作了吧 多扫兴 林书文放下啃了一半的螃蟹腿 吐槽道 又不用你听 楚楚听着就行 陈思楚文言 默默放下了筷子 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闪姐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起了林书文下周的工作安排 由于光年之外的爆火 不出意外的林书文 接到了一些商演 闪姐一共接了四场 从周二到周五 每天都有一场 其中三场在户上 一场在航程 2013年明星们的出场费 还没有膨胀到 动不动就百万起步 林书文现在一场的出场费是十万 和公司分下来林书文 能拿四万 这四场商演 林书文的登台时间 都是二十分钟 抛去和观众的互动 最少要准备四首歌 闪姐说完 就看向了林书文 以林书文的性格 让她一周跑四天商演 那可太难了 闪姐都想好说词 让林书文乖乖听话了 谁知道这次林书文 居然没有表示反对 一直在埋头吃螃蟹 一副 没听青闪姐说什么的样子 这帝王蟹请个值啊 闪姐在心里想到 趁着林书文 还没反应过来 闪姐立马说起了下一个通告 除去前面的这些通告 下周一上午公司 还有每个月的例行会议 闻闻你记得来参加 林书文一脸猛逼的抬起了头 这种会议 一般是给经纪人开的 艺人是很少去的 闪姐 你怎么突然 让我去这次会议啊 林书文问道 你问那么多干嘛 去就行了 吃人家的嘴短 林书文也不好反驳 只能硬了下来 好吧 下话线 我去一定准时到 酒足饭饱 林书文和陈家姐妹一起 回到了家 一进家门 林书文毫无形象地 躺在了沙发上 下周的工作拍得好满 也就周六周日能休息一下了 闻姐 商演要准备什么歌呢 你定一下 我好准备伴奏 陈思厨走过来问道 光年之外 肯定要有 其他的你看这条 挑好了跟我说一声 好的闻姐 晚上七点多 林书文估摸着洛明 差不多回家了 他把陈思厨选的歌 给洛明拍了个照片发过去 然后拨通了洛明的电话 洛明那边刚进家门手机就响了 他接起电话 林书文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喂 洛明回家了吧 嗯 刚到家 那我时间卡的还挺准的 洛明下周 你可有的忙了 啊 你下周的通告很多吗 洛明边脱下外套边问道 也就是要工作五天吧 嗯 都是什么工作 周一去公司开会 周二到周四就是商演 各种各样的商演 商演是要唱歌 对 我刚刚在微信上 给你发了个图片 图片里是楚楚选的歌 洛明文言退出通话界面 打开微信扫了一眼 四首歌 除了光年之外 剩下的三首她都没听过 你让我学这三首歌 对啊 这次的商演 都是二十分钟 四首歌的安排 应该是正正好 你要是实在 学不会三首歌 那也要至少 学会两首歌 加上 光年之外 唱个十一 两分钟 剩下的靠你的三寸 不烂之舌 拖上八 九分钟 这难度 也太大了吧 你努努力吗 这不是努力就能 好哥哥求求你了 林书文的声音 突然加了起来 听得洛明 直起鸡皮疙瘩 好哥哥 人家把小钱钱 都投资了你的公司 卡里 就剩下六万了 每个月十号 是给苗苗和楚楚 发工资的时候 这个月还有保姆车的 租金要结 好哥哥 你就帮帮忙吧 好了好了 我学 我学还不行吗 太好了 那就一言为定 你先别急着高兴 我是有条件的 你说你说 下周一周的时间 你要尝试参与到 植物大战 僵尸的制作中 啊 我可以吗 林书文愣了一下问道 植物大战僵尸的制作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这款游戏 也算是贴图游戏 每一个大关卡游戏的背景 都是通用的 你需要做的 就是除去游戏背景以外的东西 比如说调整游戏内 各种平衡数值 比如说制作新的高级僵尸 比如说设定关卡内 不同种类高级僵尸出现的 伪随机概率 再比如 停停停 够了够了 你不用说了 越听我越发愁 还不如让我自己慢慢摸索嘛 行 这么说定了 你去练习唱歌 我去参与游戏制作 嗯 一言为定 听到洛明答应下来 林书文心里的石头 算是落地了 刚刚他可不是胡说八道的 他是真的陷入经济危机了 陈家姐妹一个月的工资 加房租就是两万五 保姆车的租金是半年一截 一个月是四千 半年就是两万四 这就下去 小五万块钱了 再加上一些 其他乱七八糟的支出 估计卡里的六万块钱都不够 光年之外的分成 要走公司的账户 少说要一个月才能到他手里 而这些商演 都是陕姐姐的 钱经过陕姐的账户 扣了公司的分成 就会直接打给他 要不是缺钱 林书文也不会在陕姐 说给他安排了四场商演的时候 庄媒听到了 洛明那边和林书文达成共识后 话锋一转说起了 二零四八的事情 林书文在得知二零四八下周 应该就能登陆苹果和谷歌商店后 声音立马就亢奋了起来 游戏上线是不是说 咱们的公司就要赚钱了 林书文兴奋地问道 不一定 游戏制作和发布 只是我们这边的努力 能不能赚到钱 还要看市场的反馈 洛明到时候 你上我的微博 宣传一波 我现在微博有快一千万粉丝呢 应该是有点用的 第五十一章 角色佳人 你的微博 你自己能掌控吗 还有你对我们的游戏宣传 你们公司会同意吗 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洛明问道 这个你放心 多亏了闪减 我的合同相较而言 是比较轻松的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就是年限久了点 多少年啊 十年 这么久 还好吧 我刚出道的时候 闪姐就看上我了 她觉得我一定能火 正好那时候周平隐婚 她的妻子提出了 要当她经纪人的要求 闪姐顺水推周就同意了 然后把我签了下来 有一说一 像我这种刚出道的艺人 就算电视剧拍得不错 有一些人气 也不可能拿到太好的合同 普遍是笔电牺牲 稍微好一些的C级合同 收益和公司28开的那种 而且各种条条框框 还特别多 闪姐说她相信我的潜力 愿意在我身上投资 她力排众议 和我签了B级的分成合同 而我的自由度 更是直接按A级合同来的 我的微博 也是我个人所有的 发什么都是我的自由 当然了 这种明摆着打广告的行为 免不了被闪姐骂一顿 你左耳朵进右耳朵 出就完事了 听完林书文的话 骆明感觉他也挺不容易的 算起来 他也不过就大学毕业一年 就背上了十年的卖身器 骆明突然有些不忍心 用他的资源了 我其实可以不发的 发呀 为什么不发 你不发我就用你的手机上 我的微博号发 嗯 那还是我来吧 起码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这就对了 骆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最起码 我现在还挺开心的 要真有一天我受了委屈 我希望你的灼光 已经能大到把钱 砸在我们老板脸上 买断我的合同 或者是直接把我们公司收购了 让我当老板 让他给我打工 文文 不是我的灼光 是我们的灼光 我会努力的 努力让灼光 成为你的后盾和退路 林书文恩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我的后盾和退路吗 还真是期待呢 第二天一大早 骆明睁开眼睛 感受到胸前熟悉的压迫感 他就知道 两人又交换了 但这次不知道 为什么他觉得 胸前有点紧 睡得迷迷糊糊的 骆明随手拽了一把 这才感觉舒服了很多 七点半手机铃声 准时响起 骆明打着哈欠 轻车熟路的 来到了卫生间洗漱 他拿起玻璃杯和牙刷 抬头扫了一眼 卫生间镜子里 睡眼朦胧的美人 然后骆明就愣住了 美人的睡裙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边的肩带断了 骆明脑海里 不由地浮现出了一首歌 大白兔白又白 骆明看着镜子里的美景 有些一不开视线 叮咚 突然门铃响了 骆明被吓得一击铃 大白兔也跟着跳了一下 骆明慌忙跑回房间 把睡衣 成了一件大号的T恤 然后才去开了门 门外是陈家姐妹 这一刻骆明 无比庆幸他们 没有家里的密码 不然刚刚他对着镜子 端向大白兔的场景 就被姐妹两个看到了 咦 文姐 你昨天 是穿着T恤睡的吗 陈思楚问道 嗯 睡裙的肩带断了 哦 那我抽空给你缝一下 文姐你赶紧去洗漱吧 我给你买了 你最喜欢的小米南瓜粥 和水煎包 骆明点了点头 去喂生间洗漱了 半小时后 骆明吃过早饭 坐在了化妆镜前 陈骏苗以最快的速度 给骆明化了一个底妆 这时候 陈思楚也把衣服找好了 这 这是黑丝 是啊 文姐有什么不对吗 这都是12月份了 天气这么冷 我不想穿这个 放心啊文姐 我准备的都是佳容的 骆明一阵语色 过了好久才说到 你 你考虑的还真周到啊 谢谢文姐夸奖 我不是在夸你啊 骆明在心里咆哮道 有一说一骆明的XP 确实是腿 尤其喜欢黑丝的大长腿 可这并不意味着骆明 能接受自己穿黑丝 哪怕是护穿也不行 今天我不太想穿黑丝 还是换一件吧 可是闪姐说 让我们尽量把文姐 你打扮得漂亮一点 性感一点 骆明无语了 闪姐的话 她也不好无事啊 无奈之下 骆明只能妥协了 她闭着眼睛 任由两个女人折腾 好了文姐 你看看满不满意 听到陈俊苗的话 骆明睁开了眼睛 示意镜里 林书文把骆明都看呆了 镜子里 每人身着一身黑色连衣短裙 短裙配黑丝 把两条笔直的大长腿 最大程度的凸显了出来 脚下是一双六厘米的 细根的高跟鞋 加上林书文 原本就一百六十四的身高 这下子 直接突破一米七了 骆明下意识地伸出手 摸了摸穿着黑丝的长腿 下一秒 骆明感觉鼻子一热 哪个男人能顶得住这种冲击啊 其实别说是男人了 林书文身上的裙子无比贴身 将其自身的玲珑曲线 展现得淋漓尽致 前凸后翘 盈盈一握的小妖 哪怕是陈俊苗和陈思楚这两个女人 此时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时候 骆明突然就懂了 为什么要维持身材 这种裙子 哪怕稍微胖一点 就穿不进去了 视线一到脸上 林书文精致的五官 并没有化太过浓的妆 依旧是平常的淡妆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陈俊苗给林书文 涂了深色系的口红 虽然不是那种大红色 但也不是平常的豆色 乍一看让林书文的嘴唇颜色 变得更饱满了不少 显得迷人且大方 一种天然的欲解气质 扑面而来 文姐要是没什么问题 咱们就出发吧 陈思楚问道 骆明这才回过神来 他看着镜子里 无可挑剔的美人 点了点头 8点5时 骆明在陈思楚的陪同下 来到了公司的总部 说实话 骆明不习惯穿高跟鞋 走路走得很慢 但这一幕 在公司的众人看来 却是林书文 故意放慢步伐 再展示自己的美 骆明感觉众人的视线 汇聚在自己身上 别提有多别扭了 好在这个时候 陈姐来了 陈姐在公司的地位 不是一般的高 她一来就没什么人 敢盯着骆明 而陈姐看到林书文 今天的打扮 眼睛都亮了 好 这身衣服选得好 今天就让这些 鼠目寸光的家伙 看看老娘的眼光 第52章 陈姐的盘算 陈姐你说的这些 鼠目寸光的家伙是 公司的股东和CEO 陈姐你这是不想干了 骆明小心翼翼地问道 怎么会 那就是找到下家了 这公司 还有我的股份呢 那你怎么想不开 要对领导啊 骆明一脸不解地问 领导 呵 一会儿看我眼色形势 骆明文言 看了看陈姐的眼睛 这双眼睛不能说小 只能说大的不明显 一会儿开会 离得远一点 她就看不到眼色了 但陈姐没给骆明 说话的机会 直接拉着她进了电梯 进的还是总裁电梯 电梯里的人 看到陈姐进来 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热情地和陈姐 打了个招呼 阿闪 早啊 佟哥早 文文这是佟总 咱们公司的最大股东 有一票否决权的那种 骆明文言有些惊讶 按国内的股权结构 所谓的一票否决权 主要取决于股东 所持有的股份占比 如果一个股东的股份 占比达到34% 他们就拥有了 对于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而如果一个股东的股份 占比超过50% 他们则拥有 对于一般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这意味着股东 一个人 就可以在相应的议题上 投出反对票 从而否决该议题的通过 当然了上述 只是理论情况 就现实中的情况来说 在一家公司 如果能拥有34%以上的股份 那就可以说 这个股东 基本掌控了整个公司 陈姐特意强调了这件事 应该就是要告诉她 这个看起来 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 就是华越娱乐 实际上的化石人了 想到这儿 洛明对同 总微微鞠躬 打了个招呼 你可别让她失望 我会努力的 同总呵呵一笑 没有再理会林书文 而是和陈姐 聊起了公司的近况 洛明也不说话 只是在一边听着 很快电梯就到了12层 陈姐给洛明使了个眼色 示意洛明跟上 然后一行四人 就一起走到了 公司最大的那间会议室 陈思楚很有眼力见的 帮大佬开门 同总到了声线 走进了会议室 陈姐的座位在股东那里 洛明也被陈姐拉了过去 陈姐 我坐这儿是不是不太好 洛明小声问道 你坐这就行了 半小时后 公司的高层和股东 陆续到齐了 不出意外的同总 坐在了主位的位置 一个秘书打扮的人 得了同总的示意 走上前宣布 2013年第12次 全体股东会议正式开始 第一个议题 陈姐这是股东会议啊 只是个说法 会议决定和讨论的是 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 再说了 公司的股份有10%左右 是在各个艺人手里的 让艺人和他们的经纪人 来参加 也是因为这个 听着陈姐的话 洛明恍然大悟 这个华月娱乐 倒是和前世酷狗的 旗鼓文化运营方式 有那么点像 这种会议 一般都是又愁又长 洛明听的眼皮子 都在打架了 突然陈姐戳了戳 林树文的腰 洛明瞬间就清醒了 陈姐 给我打起精神 好好听着 这个议题很重要 洛明文言 转头看向了前面的女秘书 第九个议题 CEO朱总联合公司 七位股东提议 将公司明年的大量资源 倾斜在寒流女团上 请各位股东举手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 桌上大部分人 都举手同意了 男棒那边的男团 女团确实火 依靠粉丝经济 很容易赚到钱 TF 坤坤 XC WYB 火箭少女 这些流量明星 都是走的收割粉丝经济 这条路 反对的请举手 稀稀拉拉的舞 六个人 其中就包括了闪姐 闪姐 你这是 真想跳槽了吧 洛明在心里吐槽道 然而下一秒 洛明就被啪啪打脸了 因为坐在主位的 童总举起了手 股东们顿时一片哗然 童总居然不同意 可朱总他们不是说 童总是同意这个计划的吗 我也觉得这个计划挺好的呀 其实我之前就觉得 华夏不适合发展女团的 你闭嘴吧 刚刚就数你举手举得快 股东们议论纷纷 完全没注意到 坐在童总右手边的 朱总脸色黑的吓人 都安静 朱总大喊一声 然后直接起身 朝童总问道 老板 为什么居然投拒绝票 之前您不是同意了吗 童总眉头一皱 显然是有些不满朱总的态度 但当着这么多人 童总还是没有直接发作 而是让秘书放了一份PPT PPT上的内容 在股东们脸色大变 朱总也猛了 闪解这是真的吗 上头要限制南棒那边的艺人了 洛明一脸惊讶地问道 前世华夏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不过那大概是2016年底的事情了 还是因为某个不可言说的原因 才这么干的 可这才2013年啊 那件事也没有发生啊 应该是真的 明年大概就会实施 不过这种是上头 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 不会直接颁布相应的文件 只是让我们这些娱乐公司 自己议会 所以闪解 你是早就知道了 我在这一行混15年了 自然是有一些人脉的 洛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比公司的CEO都早得到消息 洛明只能说一声牛逼 这才哪到哪 不过上头竟然限了南棒那边的艺人 我们本土的艺人 肯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文文你懂我的意思吗 洛明点了点头 很好 那接下来就配合我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人的 第九项议题不通过 全部议题结束 各位股东是否要增加新的议题 秘书问道 加一个新议题 让大家讨论一下 明年公司的发展方向吧 童总说道 临时新增议题 公司明年的发展方向 请各位股东畅所欲言 我觉得还是以拍摄电视剧为主 这条路是我们公司的舒适圈 我倒是觉得 不如尝试头拍电影 公司总是要转型的 南棒模式的女团不能搞 我们可以做一些变通吗 换个皮 比如说国风女团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这个点子不错 要看国风女团的提议 就要通过了 闪姐一把把洛鸣拽了起来 然后说道 各位股东 你们怎么知道 我家文文新歌发布 24小时播放量破百万 下载量破30万了呢 会议室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第53章 李云长的来电 复瓜的进展 草 一种植物完美地诠释了 洛鸣现在的心情 闪姐居然打的是这个主意 在闪姐开口的一瞬间 股东们的目光几乎同时 汇聚到了洛鸣的身上 闪姐 公司正在谈明年的规划 这种时候 你就不要胡搅蛮缠了 朱总脸色一沉说道 刚刚童总说了吧 让大家畅所欲言 哎 于君让阿闪说说看吗 童总乐呵呵地对朱总说道 朱总眉头一皱 不过也没有再出言反对 阿闪你说 谢谢童总 我明年的规划很简单 我希望公司能拿出一些资源给我的艺人 理由呢 因为他足够优秀 他明年要发布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是自己写的 发布24小时就有百万播放的 光年之外 也是他自己写的 除此以外周六的时候 他还接到了朱青安朱导演新电影 女二号邀约 这样的艺人 难道不值得公司的资源倾斜吗 听完闪姐的话 股东们看向洛鸣的眼神 变得正中了几分 闪姐我承认你的艺人很优秀 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 新人再有潜力 把潜力变现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我们公司不会 也不可能把宝鸦在一个新人身上 就算这个新人是你带的也一样 朱总面无表情地说道 阿闪 于君说得对 公司不能把宝鸦在一个新人的潜力上 万一他是歌红人不红的那种类型呢 童总也出言表示了拒绝 闪姐有些不甘心 他还要再说什么 却被洛鸣一把拉住了洛鸣冲他微微摇头 闪姐这才一脸不甘地坐下 这一幕被童总看在眼里 他饶有兴趣地问道 小姑娘你不想火吗 想 洛鸣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那为什么不让阿闪说下去呢 洛鸣感情上很想说一句 老子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不需要你们的资源倾斜也能火 到时候狠狠打你们这人的人的脸 但理性上是绝对不能这么说的 除非他想让林淑文被公司的高层拉入黑名单 所以洛鸣采取了比较折中的回答 既不张扬也没有多了声势 我只是对自己有信心 童总笑了笑 示意洛鸣可以坐下了 他不是小孩子 不会因为一个人对自己足够自信 就对他另眼相看 把公司的资源倾斜给他 不过这个小姑娘给他的印象着实不错 年纪轻轻就不焦不燥 懂得进退 他也不介意帮这个小姑娘说句话 于君 既然南邦那边的女团计划搁置了 相关的音乐资源 也可以放给公司的艺人们了 童总点了点头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闪解心想 童总果然还对闪解另眼看待的 虽说没有明着帮他们说话 但还是以这样的理由给他们行了方便 会议结束后 闪解和洛明回到了保姆车上 陈思楚见闪解脸色不太好 默默递给了闪解一瓶水 闪解拧开瓶盖 把一整瓶水一饮而尽 闪解 还在生气 闪解摇了摇头 我从来就没有生气 我只是觉得公司变了 闪解 我说实话 随着资本的壮大 什么公司都会变的 或许是这样吧 闪解 如果 我是说如果有一天 你要离开公司 可一定要带上我 闪解文言眼睛一瞪 抬手赏了洛明一个脑瓜崩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这公司创立的时候我就在了 除非他倒闭 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可你不是说公司变了吗 闪解摆了摆手 示意洛明 别再说下去了 看来闪解和公司之间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羁绊 洛明在心里想到 闪解在车上 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洛明和陈思楚一起回了家 开始学起了唱歌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句身体的肌肉记忆 洛明感觉 他在歌曲的学习上非常快 特别是在旋律方面 仿佛有绝对音感一般 短短两个小时 洛明就拿下了 让林舒文有演员转歌手的那首爆火Ost 而且由于他刻意模仿林舒文的唱腔 即便是一直在林舒文身边的陈家姐妹 也听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别来 拿下这一首歌 洛明本想乘胜追击 却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来电的人是李云长 之前在帝都吃烤鸭的时候 这姑娘一直拉着他的手 表现得颇为热情 让洛明感叹 女孩子之间感情进展得也太快了 后来洛明还问过林舒文 李云长有没有跟他聊天什么的 林舒文却说没有 洛明穿过来看了看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确实没有李云长的 本来洛明还奇怪 为什么女孩子的感情来得快 去得也这么快 没想到这就接到李云长的电话 喂 文文 是我 李云长 你没忘了我吧 李云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没有 咱们录完节目才多久 我记性还没有这么差 那你怎么不联系我呀 李云长有些委屈的问斗 你也没联系我呀 我是去夏目了 没空 夏目 你转行了 不对 你学的就是历史 这算是从事本职工作了 李云长内头沉默了三秒才说到 文文你想什么呢 我们是这儿八经的考古挖掘 不是盗墓 洛明文言 呵呵一笑 我知道 我就是开个玩笑 这玩笑可不好笑 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墓 被盗墓贼光顾了 我们是进行保护性挖掘的 一整个星期都在地下 我快恨死盗墓贼了 你还开这样的玩笑 李云长吐槽道 抱歉抱歉 我不知道 一句抱歉就完了 啊 那还要怎么样 明天我有事要来护上 请我吃个饭吧 明天啊 明天不行 我明天有商演 商演在哪 我能去看吗 李云长的语气突然亢奋了起来 洛明转头看了一眼陈思楚 陈思楚想了想到 文姐 我应该能带你的朋友进去 听到了吧 你明天几点过来 文文你的商演是什么时候 李云长反问道 明天下午三点 那我买上午的票好了 行 你到了联系我的助理就好 我把他的手机号告诉你 PS 本来以为这事短时间内不会有进展呢 之前我朋友带了空降兵去做了B超 确定他是怀孕了 空降兵还信誓旦旦的说 六周的时候可以验DNA 如果不是我朋友的孩子 他是不会要钱的 我朋友听到这的时候 其实已经疯了 这才会和我们借钱 他刚全款提了车 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但就在今天下午 太原下了很大的雪 我朋友瞒着我们找了个律师 打算让律师当中间人 把钱放在律师这里 他打了胎 就把钱给他 约他出来见面的时候 我朋友把条件一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死活不同意 我朋友说 你要觉得我找的律师不可靠 你就自己找律师 费用我朋友出 他还是不愿意 两边就这么僵住了 晚上听我朋友说完 直接给我整部会了 他不是要钱吗 钱都给他了 为什么又不同意了 难道是想把孩子生下来 对了 之前还有人说我朋友胆子很大 敢不做保护措施 人家空降兵 带了三天内的体检报告的 第54章 重粉 李云长挂断电话 兴奋的蹦了起来 明天就又能见到文文了 上次分别 李云长一直记挂着林书文 甚至在跟随教授 对墓葬进行保护性挖掘的时 发现这个墓葬 是唐朝一位公主的墓葬时 李云长脑海里 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那天综艺节目录制现场 身着一身红色公裙的林书文 李云长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侄女 喜欢有八块 至少也要有六块腹肌的 阳光开朗大男孩 可在见过林书文后 李云长开始有些怀疑自己了 这次保护性挖掘结束后 因为在墓里待了一周多 教授也不好意思 再让李云长他们陪着他熬了 所以就给手下的学生们 放了三天的假 李云长第一时间 就想好了自己的假期安排 那就是去见一下林书文 所以才会有刚才的电话 听到林书文那边还有商演 李云长就更开心了 他最想看到的就是 林书文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样子 洛明倒是没往这方面想 不就是朋友来看的商演吗 能有什么问题 因此挂断电话后 洛明把精力重新放在了炼阁上 一下午加上第二天一早上 洛明把林书文指定的这三首歌 都练会了 吃过午饭后 洛明坐着保姆车 来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 Life House 所谓Life House 是指一种专门用于 举办现场音乐表演的场所 在岛国那边 都是地下偶像聚集场所 国内是用来 举办一些明星的见面会居多 而这家Life House是今天开业 老板是圈子里的一个经纪人 颇有人脉 这才请了一些明星 来帮忙暖暖场子 正好这个经纪人还和闪姐认识 虽说两人的关系还不错 但到底不是一个公司的 不存在白帮忙的情况 所以就用商演的名义 邀请了林书文 洛明前世今生 都是第一次来 Life House 这种场合之前 他只是在一些影视作品里见过 来的时候 洛明以为 Life House可能会和酒吧有一些像 但来了以后 才发现完全不同 与其说是酒吧 不如说是一个室内的舞台 工作人员领着林书文来到后台 Life House的老板 秦千月就迎了上来 秦千月是一个30岁出头的男人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一看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文文好久不见了 秦千月笑着和洛明打了个招呼 洛明不认识秦千月 但不妨碍他装认识 社交话术 谁还不能整两句 秦哥好久不见 最近忙什么呢 刚接了个新人 那边那个就是 秦千月指了指 正在调试吉他的帅气青年说道 也是搞音乐的 对 不过天赋上比你就差远了 秦哥过奖了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可是眼差你很久了 你要不是闪姐的人 我早就去挖墙角了 洛明笑了笑没有接话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后 秦千月就去接待其他明星了 两点左右 陈思楚接到了李云长的电话 转身去接人了 三点商业正式开始了 陈思楚都没有回来 陈俊苗打电话问了一下 陈思楚只说是快了 马上就到 洛明也懒得管他们了 他被安排在了倒数第二个上台 也就是俗称的压轴 这倒不是说林书文的咖位 是来的明星里最大的 而是光年之外 最近太火了 洛明闭目养神 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下午五点 终于轮到他上台了 洛明戴好耳麦 接过话筒 走上了舞台 和之前在电影发布会现场 央视综艺录制现场都不同 这次洛明一上台 下面的观众们 就想起了阵阵欢呼 我操 是林书文 文文我爱你 文文会唱光年之外吗 文文在来手专辑里的新歌 观众们的声音太大了 以至于洛明觉得 耳朵都要被震聋了 同时 洛明感觉自己的情绪 也被观众的情绪所感染了 他的心跳在加速 血液也随之上涌 洛明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和观众们打了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林书文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观众们的欢呼声再次响起 很热情地给予了回应 谢谢大家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那我也不废话了 咱们直接用音乐对话 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 光年之外 洛明话音刚落 伴奏就随之响起 台下的观众们 很默契地安静了下来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 异曲唱壁 台下观众们的欢呼声 尖叫声交织在了一起 这首歌现场听起来 这么震撼吗 文文这唱功太强了 确实强 高音没有一点阻碍就上去了 以后文文办了演唱会 我一定买票 别以后了 听说明天航城那边 还有文文的演出 到时候一起去听 之后 洛明接连唱了两首歌 人群中的李云长 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人 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刚刚我听见有人说 想听专辑里的新歌 我这个人一向是很充分的 大家想听 我就给大家唱 不过大家可要答应我 不能因为听了专辑里的歌 就不买专辑 好不好 洛明用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说道 好 文文你放心 专辑我必买 我买十张 我买一百张 倒也不用买那么多 大家量力而行就好 我看今天来的很多都是 和我差不多大的 想必大家也跟我一样 都是步入社会不久 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 我参演的两部电视剧都扑了 被人家叫做收拾毒药 那段时间 可是我职业生涯的低谷期呢 我当时甚至都在想 要不要干脆回去考研算了 但好在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首歌就是在那个时候创作的 主持人麻烦给我一把吉他 片刻后 主持人捧着一把吉他上来了 还贴心地帮洛明搬来了凳子 调整好了麦克风 洛明试了下音 调得很不错 然后他坐在凳子上 左腿搭到了右腿上 虽说洛明今天穿的是裤子 不用怕走光 但也要注意姿势是否哑观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蜗牛 希望大家喜欢 第55章 蜗牛 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 寻找到底 哪里有蓝天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 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洛明刻意压低了嗓子 用略显低沉的嗓音 加上并不欢快的吉他伴奏 让Lifehouse的气氛 显得沉重了起来 音乐是最容易调动他人情感的工具 这一点 古人就已经证明过了 公元前202年 当时项羽和刘邦 原本约定以鸿沟为界限 二分天下 但后来 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建议 决定成项羽衰弱之际进攻 韩信运用十面埋伏的策略 将项羽困在该下 经过几次激战 楚军已弹尽粮绝 死伤众多 一时无法突出重围 刘邦卫使项羽的士兵归降 让四面包围住项羽军队的士兵 在夜里开始唱起了楚地的民歌 夜里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楚国民歌 项羽的士兵们思念起了远方的家人 热泪盈眶 只想早日归家 一个个都丧失了斗志 而军中高层在夜晚听到四面八方 传来楚地的歌声 则是认为 刘邦已经取得了楚地 也放弃了抵抗 一首民歌 就这样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瓦解了楚军的意志 由此可见音乐对人感情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年轻人 谁还没点压力呢 房贷 车贷 工作 学业 恋爱 洛鸣没穿越的时候 就很喜欢这首蜗牛 他觉得自己就很像一只小小的蜗牛 有着坚硬的外壳 与柔软的内心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残酷 但也从来不曾对任何人温柔 你要么努力向上爬 要么烂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脑里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壳 保护自己 不受伤害 洛鸣开头的这段主歌 就唱出了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 这时 原本略显沉闷的吉他声 慢慢变得激昂了起来 洛鸣的声音也再次响起 只是这次他的声音并不压抑 反倒是带着几分坚定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 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 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 总有一天 我有属于我的天 到这里 吉他的音乐声停了 洛鸣缓缓起身 拿起话筒 这次没有任何伴奏 只有他干净 清澈的声音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 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 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 总有一天 我要属于我的天 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 总有一天 我有属于我的天 异曲结束 洛鸣对着台下的观众鞠躬致谢 台下安静了十几秒 才有稀稀拉拉的掌声响了起来 听到有人鼓掌观众们 才意识到这首歌结束了 掌声越来越响 很快就由一个个点连成了一片 很多人小时候都抓过蜗牛 雨过天晴 路上爬满了小蜗牛 这时很多小孩子 就会拿一个瓶子 把蜗牛装进去 或者是蹲下来 小手一点他的触角 他就会呲溜一下 就缩回壳里去 等到孩子们玩腻了 再把他放回地上 他就会慢慢探出头 露出触角 然后和刚才一样 慢慢地 一步一步往前爬 李云长看着台上的少女 一时有些吃了 就像他小时候看蜗牛那样 看得入迷 那时候的他 总会痴痴蹲在地上 看着蜗牛往前爬 这一刻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 因为蜗牛爬得真的很慢 蜗牛慢慢地来 慢慢地去 李云长看着他 慢慢地感受着岁月静好 长大以后 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李云长已经不记得 自己上一次停下来 看蜗牛往前爬式 什么时候了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以为终于要轻松一些了 却有了新的烦恼 为学分 为不挂科 为考研 好像从孩子变成大人以后 我就再也不曾感受到岁月静好了呀 李云长在心里感叹道 有着类似感叹的人 还有很多 谢谢大家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呢 不管你们喜不喜欢 我反正是很喜欢的 蜗牛就是这样一种动物 它虽然爬得很慢 但却会一直往前爬 以前老师 家长应该都和大家说过 努力就会有收获 我觉得那是骗小孩子的话 努力其实不一定有收获 就像我很努力地演戏了 却还是被叫做收拾毒药 但我们还是不能放弃 梦想再大也不算大 追梦的人再小也不算小 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 星辰就会熠熠生辉 就像蜗牛一样 一直向前爬下去吧 我会和你们一起 说完洛明再次朝观众们鞠躬 然后转身下台 哎呀 文文别走 再来一首 文文再来一首 别逼我跪下求你 再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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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观众整齐华裔的呐喊 洛明停下了脚步 他装出了一副苦恼的样子的 我今天又漏了一首专辑的歌 回去肯定要被经纪人骂了 再漏一首 说不定都要被罚钱了 你们也不想靠我被罚钱吧 我们给你 文文你罚多少钱 我们都给你掏了 双倍也可以 那不行 非法集资是要进去的 我可不想成为静玉系歌手 今天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还要更精彩的表演 大家再见 说完 洛明对着观众们挥了挥手 这次观众们再怎么喊 他也没停下脚步 直接回到了后台 楚楚 我能去后台吗 李云长朝一旁的陈思楚问道 可以啊 我刚刚就跟你说 去后台等文件 是你非要来看演出的 陈思楚没好气地说道 这演出难道看得不值吗 这首 蜗牛 可真是好听 陈思楚一时语色 这首蜗牛真的很好听 不仅好听 利益也好 甚至还能和专辑的主打歌 有所联动 最初的梦想 之后要坚持像蜗牛 那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坚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楚楚 你们文姐当初 电视剧扑街 真的很受打击吗 李云长问道 第五十六章 不够了解 陈思楚不由地 回想起了当时电视剧 收视率爆炸的时候 那会儿文姐大概 也许 可能 有那么一点点伤心 陈思楚很想 这么告诉李云长 但她实在不能昧着良心 说这样的话 陈思楚记得很清楚 林书文对电视剧 收视率扑街 完全是一副 无所谓的态度 当时 文姐还沉浸在 一夜暴富的兴奋中 时不时就会看看 银行卡的余额 然后窝在沙发里傻笑 至于电视剧 收视率扑街这件事 伤心也许是有的吧 但远远比不上 拿到片酬的开心 楚楚 你怎么不说话 李小姐 我 我觉得这种事 还是你亲自问文姐比较好 陈思楚一脸纠结地说道 也是 那我们去后台吧 此时后台的陈俊苗 也是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 刚刚林书文表演时候说的话 她也听见了 可她怎么记当时文姐 完全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 难道是文姐 把情绪都隐藏在了内心 可文姐也不像 那种有伤心事会 埋在心里的人 正当陈俊苗 思索着是不是自己太粗心 忽略了林书文感受的时候 秦千月先走了过来 她拍了拍林书文的肩膀说 文文 一时的失利没什么的 你的形象这么好 在演戏上肯定会有发展的 洛明拿指巾擦了擦眼角 并不存在的泪 用力地点了点头 谢谢秦哥的鼓励 我会努力的 演戏是我的梦想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秦哥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要多多提醒 那是自然 文文今天你这么给面子 在我的肠子里 唱了专辑里的新歌 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陈姐那边我替你摆平 不会让你被闪姐说的 洛明文言嘴角微微上扬 这下妥妥的收益最大化了 而刚刚这一幕 正好被来到后台的陈思楚 和李云长看到了 陈思楚人都傻了 文姐居然哭了 原来真是我太迟钝了吗 没想到文姐这么在乎 电视剧收视率 李云长则是看得一阵心疼 在她的印象里 林书文应该是一个自信张扬 富有才华的女孩子 这么美好的一个人 居然落泪了 娱乐圈可真该死啊 李云长如果有血伦眼的话 这一瞬间对娱乐圈的恨估计 能让李云长开万花筒了 她要创造一个 林书文天天开心的世界 可惜她没有血伦眼 就只能走过去 把美人抱住安慰一下了 洛明 发生了什么 怎么李云长突然把她抱住了 姐 我们是不是太迟钝了 陈思楚走到陈俊苗身边说道 陈俊苗神情复杂地点了点头 之前文姐应该是用微笑演示悲伤的 不然她也写不出 《蜗牛》这首歌 人在艰苦时期 思想总是能迸发出许多火花 情感也更真实 刚刚文姐唱这首的时候 也是真情实感地再唱 唱出了那种身处逆境时候的心酸 还有发狠努力向上爬的决心 姐 我要和文姐道歉 以前我不知道 时不时就会拿收拾毒药调侃文姐 文姐一直都是笑一笑就过去了 现在想想 文姐心里只不定有多难受呢 嗯 我也该向文姐道歉 我没有拦着你 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思 嗨嗨 苗苗 楚楚 我们该走了 洛明打断了陈俊苗的话 文姐咱们是直接回家吗 陈思楚问道 先不回 这都五点半了 差不多该吃晚饭了 正好给云长接风洗尘 傍晚六点半 保姆车停在了上次 闪解请客的那家私房菜 洛明拿起菜单快速浏览了一遍 前半本都是很正常的菜 南方的菜量比较小 四个人估计要十道左右的菜才够吃 下来差不多要一千块钱 而后半本就不对劲起来了 蒜蓉白菜488 爆油葱香五花肉 588一份 特色脆皮鸭也是5888一份 特条微辣酸甜之菊猪柳688一份 白醋菊野猪背脊嫩肉888一份 洛明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些菜他好像请不起啊 这时候陈思楚开口了 文姐别往后面翻了 闪姐说过的 后面的菜是坑傻子的 谁点谁傻子 是啊 文文不用特意点那么贵的菜 我随便吃点就好了 李云长也附和道 洛明立马就泼下驴 也行 那就按前面的菜点吧 云长你先来 李云长接过菜单点了到蒜蓉油卖菜 他知道 林书文是要保持身材的陈家姐妹 也尽量点的都是素菜 咱们这是做了一桌子兔子 你们放心大胆的点 我后面会减肥的 这可是文姐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有强迫你 点就完事了 放开首点的结果 就是洛明吃撑了 酒足饭饱 陈思楚把洛明送回家后 开车把李云长送到了他订好的酒店 李云长不是没想过住在林书文家 但现在两人的关系 明显没有好到这种程度 朋友之间相处分寸感可是很重要的 楚楚 明天文文要去航城商业 李云长下了车后 突然叫住陈思楚问道 对啊 我能不能一起跟着 应该可以吧 不过不能在后台拍照什么的 这个你尽管放心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行 那我明天来接近你 去航城的时候正好顺路 谢谢楚楚 应该的 你是文姐的朋友吗 说完陈思楚就发动车子离开了 视线回到洛明这边 他一进家门 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闪姐 洛明以为闪姐 是来问他新歌的事情 他早就编好借口了 刚准备和闪姐解释 闪姐就先一步说道 文文 抱歉啊 之前没注意到你的情绪 啊 我的情绪 是啊 我以为你对那两部电视剧收视率扑接不怎么在意呢 没想到 你居然默默承受了那么多 当时我还说你 掉进前眼里 整天盯着银行卡的数字傻笑 现在想想那应该是排解心中苦闷的方式吧 我以为我对你很了解 听了你的这首 窝牛 我才知道我还是不够了解你啊 文文以后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 可以和我多沟通一下的 我在跟你签合同的时候就说过了 我们不仅仅是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 还可以是母 嗨嗨 我是说姐妹 第57章 她怎么不知道 洛明嘴角一抽 刚刚闪姐绝对是想说母女的吧 林淑文在闪姐心里 原来是女儿一样的角色吗 我把你当姐姐 你却想到我妈 闪姐看到林淑文的表情不对 连忙解释道 文文 你知道的 你刚到公司的时候不太适应 事情稍微多了那么一点 操心得多了 我这心态难免有一点变化的 我懂 闪姐 我都懂 你能理解就好 总之以后有事可以和我说的 不用憋在心里 说完闪姐推开门就逃走了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哪怕是闪姐的脸皮都顶不住 闪姐走后 洛明往沙发上一滩 喃喃自语了一句 感情电视剧扑接了 林淑文一点都不伤心 难怪今天陈家姐妹和闪姐的反应都这么奇怪 这家伙脑回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等到八点 洛明拿出手机拨通了林淑文的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sorry the phon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忙着呢 有事明天再说 林淑文那边发来了一条微信 就在没有动静了 视线来到林淑文那边 今天林淑文确实是忙了一整天 他答应了洛明要参与到 植物大战僵尸的制作中 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技术水平 肯定是不够的 则的复制了植物大战僵尸前面机关的代码 开始拆解和分析 一行行的代码 贴图都被林淑文分解出来 然后再重组 这样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了 从早上九点到公司 一直到现在 除了吃午饭和上厕所 林淑文就没离开过办公室 尽管林淑文都这么努力了 但今天的进步其实并不大 林淑文只是对植物大战僵尸的代码和贴图熟悉了一些 距离能上手的程度还有不小的差距 不知不觉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林淑文伸了个懒腰 穿上外套离开了办公室 想着明天再继续 回家里林淑文也没心情看什么微博了 主要是太累了 研究了一整天的代码 林淑文感觉自己的脑袋都是一片江湖 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 他简单冲了地走 就躺床上睡着了 而此时 网上关于这一场商演的舆论正在发酵着 这次商演很多人都录视频了 本来林淑文就因为光年之外 人气阵旺 这些视频的观看量蹭蹭地往上窜 哇 这首《蜗牛》也太好听 太励志了吧 听文文后面说的话 这首歌是他在事业低谷期创作的 事业低谷期写出来的歌都是这么正能量 值得鼓励 还好文文没去考研 收拾毒药也没说错啊 要不是他坑了我家哥哥 我家哥哥早就大红大紫了 这一看就是和林淑文合作过电视剧男主角的粉丝 拜托 你要不要重新看看这两部电视剧 林淑文的演技谈不上好 但也绝对比男女主角优秀 电视剧收拾扑接完全不是他的锅 同意 男女主的演技都是只会瞪脸的那种 要我我也看不下去 兄弟姐妹们别被有心人带了节奏 咱们好好听文文唱歌就行 不要跟他们吵 就是 大家别被带偏了 闪姐 带节奏都被压下去了 华越技术部门的领导朝闪姐会报道 那就好 小王 开始买热搜吧 把《蜗牛》和《收拾毒药》这两个热搜买一下 买到什么位置 上了首页就行 后面会有粉丝和路人帮顶的 小王点了点头 开始操作了 很快 两个热搜词条就出现在了微博热搜首页 可让闪姐和小王没想到的是 除了这两个热搜词条 还有个禁欲系歌手的词条也上了热搜首页 小王好奇地点进去一看 表情变得古怪了起来 原来是刚刚有个小有名气的歌手 被狗仔爆出来了嫖娼 还有被警察带走的照片 这波直接把禁欲系歌手这个词条给带火了 这也行啊 这林书文运气也太好了 小王喃喃自语道 第二天 林书文来到了公司 他刚一进门就被荣木拉住了 林书文已经很熟悉 若明和荣木的相处方式了 他拍开荣木的手 顺便吐槽了一句 木头 你别拉拉扯扯的 我是正常男人 靠 二明你会不会说话 说的我不是正常男人一样 别废话了 有话就赶紧说 我手头还有工作呢 你昨天有没有刷微博 荣木问道 没有 难怪 你看看微博热搜 林书文文言掏出手机 点开微博热搜 热搜第一的词条 就是禁欲系歌手 林书文满头问号 他听过禁欲系 禁欲系是怎么回事 带着三分好奇 林书文点进了这个热搜词条 然后他就傻眼了 感情这禁欲系歌手是自己搞出来的 林书文继续往下翻热搜 热搜第五 蜗牛 热搜第七收拾毒药 热搜十一 差点回去考研的林书文 二明 你不是和林书文关系挺好的吗 抽空给他打个电话 安慰两句 看微博上说 昨天林书文因为收拾毒药这个事 还哭了呢 啊 哭了 是啊 这首 蜗牛 也是他在事业低谷的时候写出来的 你听听就懂了 林书文直接搜了一段视频 点开了播放 这段视频有七分多钟 从唱歌到 洛鸣后面的肺腑之言都录进去了 林书文看完脸都红了 这也太离谱了 这是在说他吗 他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什么事业低谷期 有那回事吗 他怎么不知道 他要是没记错的话 当时演电视剧的四百万刚到账 他完全沉浸在了银行卡 躺着四百万的兴奋中 再加上电视剧虽然扑街了 但他的歌火了呀 前后在企鹅音乐的周榜上待了二十三周 有两周是第一 五周在前十 虽说收拾毒药 这个称呼不好听嘛 但楚楚这个死丫头 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调侃他 以至于林书文都对这个词免疫了 第五十八章 二零四八上线 嗨嗨 木头 我 我觉得不用管他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还是挺坚强的 林书文硬着头皮说道 可微博上不是说他昨天都哭了吗 演的百分之一百演的 是吗 说哭就哭 这演技拍戏不应该扑街呀 听到荣木的话 林书文觉得 他有必要替自己辩解一下木头 有一说一这两部电视剧扑街 和林书文没什么关系 真的假的 二明 你知道什么内幕 内幕谈不上 我是听林书文说了一句 这两部戏会扑街 是因为导演 把拍摄费用的大头 都给了男女主当片酬 然后男女主的演技 还特别特别烂 连刚出道的他都不如 荣木文言有些失望 就这呀 我还以为 会有什么娱乐圈的黑暗内幕 或者是情色交易要曝光呢 木头 你这脑子里 整天都在胡思乱想什么呀 林书文吐槽道 不是都说娱乐圈水很深吗 这话倒是没错 但你所谓的黑幕 那些情色交易 大多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很少会有人用墙 毕竟没了你 还有其他人 掌握资源的人 永远不会缺这些的 嗯 也是 等等 不对啊 二明你怎么对这些事情这么了解 都是林书文和我说的 靠 我就知道你跟林书文关系不正常 我也没说我们两个关系正常吧 林书文反问道 这下倒让荣木哑口无言了 以二明的性格 这个时候不应该是直接保持沉默吗 行了行了 不跟你胡扯了 我去工作了 等一下 二明我这儿还有正事呢 2048的相关手续都办好了 随时都能上传了 好 我打个电话 打电话 给谁 给咱们的投资人小姐啊 你刚刚不是说不用管他吗 让他帮忙打个广告 说完 林书文就转身离开了荣木的办公室 看着自己好兄弟的背影 荣木挠了挠头 他怎么觉得 洛明这家伙 有没有点往渣男的方向发展了呢 人家没用的时候 连个安慰的电话都不打 需要人家帮忙宣传游戏 又急着要打电话了 林书文回到办公室 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洛明那边的电话 洛明刚刚跑不回来 昨天吃伤了的后果 就是早上起来一撑 体重超过105了 作为一个男人 就要延出必行 他找了身运动符 绕着小区来了个五公里 一进家门 正好听到了手机响 洛明接起电话 林书文悠怨的声音 就在听筒里响起 洛明 听说林书文对那两部电视剧 扑街很伤心 还哭了 真的假的 呵呵 洛明干笑两声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只是一个艺术加工 下次拜托 你往靠谱一点的地方 加工好吗 闪姐他们都知道 我对电视剧扑街的伤心 完全被四百万的巨款道账给掩盖了 你这也太假了 嗨嗨 那什么闪姐他们好像信了 闪姐昨天还安慰我来了 林书文人都傻了 这他们居然信了 算了算了 就当我没说 洛明刚刚木头跟我说 2048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搞定 随时都能上传了 那就让木头上传吧 等游戏过审了 你在微信上和我说一声 我发微博 你别发了 让楚楚发 这种微博 你发不明白的 啊 还有什么讲究吗 洛明挠了挠头问道 当然有讲究了 发微博是为了什么 林书文反问道 打广告啊 洛明你记住 在铁的粉丝 都不会对偶像发的广告感兴趣的 他们可能会为了凸显偶像的商业价值 去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 但绝对不会喜欢偶像发的这些广告 更别说 你要打的广告是游戏了 游戏肯定是要我的粉丝去玩吧 你这么僵硬的广告一打 去下载的人可能不少 但真正去玩的绝对没几个 那这种微博要怎么发 这就要从广告上来说了 我其实也接过一些广告 比如说我家放的那两大箱子薯片 像这种广告 就是要做出一副偶像 自己平时在吃的样子 不是打广告 而是给粉丝们安利自己喜欢的食品 听到这儿洛明恍然大悟 我懂了 就是用拉近自己和粉丝距离的方式 在暗中打这个广告 没错 就是这样洛明你还是很有悟性的吗 洛明摇了摇头心想 不是我有悟性 是这一套后事有太多主播在玩了 没想到明星也是用的这一手 行了 先这样吧 你等我消息就行 我要去学习了 洛明嗚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林书文那边放下手机后 在微信上何荣木说了一下 让他开始上传游戏 然后就又投入了对编程的学习中 不知不觉 时间就到了下午点 航程这边的商演都结束了 洛明才收到了林书文的消息 搞定了 iPhone用户能直接在iPhone商店购买下载 安卓用户可以去谷歌商店 PS 2013年谷歌商店不用借助科技就能上去 看完林书文发来的信息 洛明招呼陈思楚过来 楚楚 帮我拍张照片 什么照片 玩游戏的照片 说着洛明就打开了2048 完了二 三分钟的时候 陈思楚按下了拍照键 把游戏和洛明都拍进去 文杰你看一下效果 挺好的 发到微博上吧 陈思楚后知后觉连忙问道 文杰你这是要给2048打广告 是啊 我自己投资的公司产品上市了 我为什么不能打个广告呢 咱们是不是要跟闪姐商量一下 你发就完事了 对了 还要用你的口吻 软广的那种 你知道该怎么发吧 陈思楚深无可恋地点了点头 他本来就准备发商言反图微博的 九宫格都准备好了 现在看来要把这张图放进去了 还得是C位文文你还投资公司了呀 李云长好奇地问道 嗯 朋友的公司投资一下玩玩 游戏公司 对 洛明和李云长聊天的功夫 陈思楚登上林书文的微博 调整了一下图片顺序后 编辑起了文字 现场反图来了 今天的文文也是超帅的呢 顺便吐槽一句 文文迷上了一款游戏 回家的路上都忍不住玩上两把 小助理喊了好多遍都被无视了 这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呢 第59章 当它不存在 林书文的微博粉丝 经历了昨晚的热度 成功破了千万 而且 火粉的比例在一众明星里都是比较高的 因此 微博刚一发出去 就有很多人点赞评论了 报告小助理 工作辛苦了 今天的商演没有心格失望 确实 我还特意去了 没想到都是唱的旧歌 老粉感觉文文的嘴还是挺紧的 不是露手 昨天应该 只是气氛到了才会唱的 认真玩游戏的文文 好帅啊 话说这是什么游戏 我也想玩 看着像数读 又不太像 应该挺有意思的 有人知道游戏的名字吗 这时候 陈思储上了自己的小号 在下面评论道 游戏名字叫2048 是今天才出的 不知道文文 从哪里提前搞来的游戏 不会是在打广告吧 然后又切回了林书文的微博 在这条下面回复道 不是广告 这游戏是文文的朋友开发的 他算是内测用户 林书文的号亲自回复了 这条回复 很快就被顶了上去 同时 也有一些网友 开始表达了不满 有些人真是瞎带节奏 就是 以后文文不发这些日常了 你拍给我们看 明星的微博 就不能发一些日常的东西吗 以恶意揣测 别人真恶心 陈思储等网友骂了一阵 才上号道歉 而这条评论 自然而然的 就停留在了微博评论的前列 这一下只要是点进来的网友 都能看到这则广告了 文杰搞定了 陈思储把手机递给洛明 让洛明查看 洛明翻了一下 对陈思储的业务能力感到震惊 这节奏带得也太熟练了 楚楚你干得不错 这个月多 给你发500块的奖 叮铃铃 洛明话还没说完 陈姐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这么快 这是陈姐正常速度 陈俊苗扫了一眼 手表后说道 洛明挠了挠头 接起来电话 下一秒陈姐特有的大嗓门 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林书文你在搞什么 怎么自己给游戏打广告了 陈姐 你先冷静一下 听我给你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事实 呃 我也没否认啊 我确实给游戏打广告了 还真是 林书文你长本事了 越过我接广告 不是不是 陈姐你误会了 开发这个游戏的公司 其实是我投资的 我是公司的大股东 陈姐文言语气 缓和了几分 但依旧十分严肃 你投资的 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老实交代 大概是大半个月前吧 我高中的一个同学 突然在企讹空间发动态 说自己成立了一家游戏公司 急需一笔投资 我没什么朋友 他算是一个 我就问了一下他公司的情况 试完了一下他的游戏后 我就给他投资了 你说的游戏 就是你给打广告的这个 陈姐追问道 不是 这个只是一个试水 和积累人气的作品 真正的游戏 要在元旦后 新年前发售 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呢 就瞎投资 那 那个陈姐 文姐还真懂 她还会C++ 陈思储弱弱地说道 C++ 那是什么 陈姐显然没听过这个名词 一脸猛逼地问道 一种编程语言 你还懂编程 我大学有一门选修课 叫做程序设计思想和方法 我对这门课挺感兴趣的 就去报了 编程方面的知识 也是在这里那个时候学的 陈姐文言沉默了 她知道林书文是个学霸 但没想到 林书文连编程读会 但陈姐还是留了个心眼 主要是她不懂 这方面不确定林书文 是不是在骗她 于是 陈姐对陈明说道 你赶紧给我回家 我带人过去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懂 陈明恩了一声 表情满是自信 现在别说她了 就是林书文 也能应付过去陈姐的这种测试 对此 她没有任何担心 一个半小时后 陈明他们回了家 陈姐带了一个绝顶强者 在林书文家里等着 值得一提的是 李云长也跟着过来了 主要是陈思储 也想看看 文姐对C++到底有了解 她也怕文姐被人骗了 所以她没有提出 要去送李云长回酒店 而是任由李云长跟过来了 文文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公司技术部门的主管 王洪宇 小王这是我带的艺人林书文 陈明扫了一眼王洪宇的头发 确认了是同道中人 程序员的性格陈明 再了解不过了 于是他主动开口 打了个招呼 王主管晚上好 林小姐晚上好 行了 最简单的逻辑语言问起 洛宇对答如流 问着问着 王洪宇的表情 古怪了起来 他怎么感觉 这位歌坛小天后 在技术上 比公司新招的技术人员都强呢 王洪宇来了几分兴趣 他拿出了随身的笔记本电脑 两人从一问一答 变成了实际操作 王洪宇看到洛宇 熟练敲击键盘编写程序 立马嗅到了同道中人的气息 而几个女人 则是一脸猛逼 楚楚 他们在说 那个什么西家家吗 陕姐问道 陈思楚愣了一下 连忙摇头 陕姐我不知道啊 你不是说文问懂西家家 不是我说的 是文姐上周去宾州 他投资的公司视察 公司一个合伙人说的 他上周不是回老家了 怎么去宾州了 陕姐眉头一皱问道 文姐就是山西人啊 他不是帝都 哦 对我差点忘了 陕姐话说到一半想起来了 林淑文只是跟着他爸妈去了帝都 不是土生土长的帝都人 陕姐 文文应该是真的懂编程的 李云长小声说道 啊 李小姐 你怎么知道 我有时候会用爬虫收集一些资料 对Python还算了解 稍微能听懂一点 他们在说什么 Python 和那个C++一样都是程序语言 嗯 只是比起Python来 C++要难得多 大概就是初中数学和高数的差别 陕姐文言刚要继续发问 就听见王红宇语气激动的说道 林小姐 你太厉害 你不要当什么明星了 完全是浪费天赋啊 你来技术部 我这个主管让你当 陕姐眉毛一挑 当着她的面就要挖墙脚 当它不存在 第六十章2048的首日成绩 陕姐撸起袖子 一把将王红宇拽了过来 小王你差不多行了呀 怎么还当着我的面挖人呢 陕姐 我是真心觉得 林小姐干明星屈才了 你不是说 她只上过大学的程序设计选修课吗 上了几节选修课 就有这样的技术 说是天才都不为过 我反正是单败下风了 陕姐你要不忍痛哥爱算了 别耽误一个好苗子 去你的 老娘挑这么一个核心意的艺人 容易吗 王红宇叹了口气 一脸遗憾地看着林书文 陕姐的脸直接就黑了 文文 我先走了 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 以后就算是你自己的公司 也要走程序 说完 陕姐就拖着王红宇 离开了林书文家 她怕再待下去 王红宇真把人给拐走了 陕姐也不是瞎子 她能看出来 她家文文对边城也很感兴趣 陈思楚目送陕姐离开后 一脸崇拜地看着洛明 文姐 你太厉害了 技术部的那些人 平常可是从来不正眼看我们的 你居然把他们老大折服了 不 楚楚你误会了 啊 我误会什么了 技术部的程序员 不是不拿正眼看我们 只是不擅长和我们打交道 不会吧 洛明笑了笑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多做纠结 话锋一转说道 楚楚 已经很晚了 你把云长送回去吧 好 李小姐 那我们走吧 李云长显然是不太想走 他在一瞬间 就想出了留下来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拒绝陈思楚送他回家 于是李云长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说道 这都九点多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楚楚你就别忙活了 没事 我经常晚上开车的 文姐有时候参加一些晚宴结束的 总要十一 两点了 我都会把他安全送到家的 相信我的技术 说着 陈思楚就拉着李云长出了门 李云长人都骂了 他的计划还没展开 怎么就失败了呢 两人一走 陈俊苗一脸纠结的就走过来说道 文姐 有话就说 那我说了呀 我感觉李小姐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 哪里不对 嗨嗨 文姐 你也知道 我平常打扮的比较中性 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女生就有找我表白的 他们看我的眼神 和李小姐看你的眼神 很像 若明人都傻了 下意识地问了句 有多像 我感觉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才让楚楚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送云长回家 陈俊苗点了点头 他 他是弯的 这个我不确定 我让楚楚试探他了 一会儿楚楚回来 就知道了 四十分钟后 陈思蜀回来了 楚楚怎么样 陈俊苗问道 姐 你想多了吧 李云长很正常啊 我按你说的 故意问他 有关女童的话题 他显得挺抗拒的 我又说起文姐的时候 他的抗拒变成了纠结 这样啊 那应该是 我想多了 大概是文姐的魅力太大了 让他入脑了吧 陈俊苗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洛明文言松了口气 此时李云长躺在酒店的浴缸里 回想着陈思蜀的问题 刚刚那是文文在试探我吗 不 应该不是文文 我在他面前表现的挺正常的 应该是陈俊苗了 不过刚刚陈思蜀的问题 也帮我肯定了一件事 我确实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只对文文一个人感兴趣 李云长在心里想到 为了不让自己在林书文面前暴露 第二天的商言李云长没有跟着去了 他在户上逛了逛 买了晚上的机票飞回了帝都 临走前李云长给洛明发了条微信 说他回帝都了 洛明看到这条微信后 心里还生出了一丝小愧疚 他知道陈家姐妹是为了他好 可这样的试探应该是伤害到李云长了吧 不过洛明的愧疚来得快 去得也快 因为在晚上他就接到了林书文报喜的电话 洛明 2048起飞了洛明一接起电话 林书文兴奋的声音就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洛明文言眼前一亮连忙问道 24小时的下载量和付费率是多少 iPhone商店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破了10万 谷歌商店那边是14万多 付费率的话 iPhone那边是83% 谷歌商店有67% 也就是2048已经有17 6万的付费用户了对吗 嗯 一个人0 99美元 17 6万差不多是125万了 一天就赚了这么多 洛明你真是个天才 洛明还从来没听过林书文的语气这么兴奋 在结合之前他了解到的 林书文在拿到400万片筹后 就对电视剧铺接完全无所谓了 由此可见 这是一个爱才的肤浅女人 巧了 洛明也很肤浅 也喜欢钱 很好 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是前世 自己突然得了这125万 洛明估计会兴奋的手舞足蹈 然后果断辞职 回老家开超市了 但今生这125万 可满足不了他 于是 洛明决定先让林书文冷静一下 他清了清嗓子说 嗨嗨 文文你别太激动了 为什么不能激动 我们可是一天赚了125万呢 没有125万 首先不管是iPhone还是谷歌商店 都有30%的抽成 这125万 他们要拿30%到我们手里 大概就是87 5万 87 5万 那也不少啊 林书文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还没说完呢 除了iPhone和谷歌商店的抽成 剩下的87 5万还要交税的 我们的公司属于是大学生创业公司 税务方面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目前来说只有一个增值税 是必须要交的 增值税分为一般纳税企业和小规模纳税企业 一般纳税企业的税率为13% 小规模纳税企业的税率为3% 咱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企业 所以要缴纳13%的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不用交吗 不用 国家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若大学生创办的企业经营的业务类型是信息业或技术服务业 那么经过税务部门的批准后 可以免交企业所得税两年 这部分咱们在两年之内可以直接免交 所以这87 5万里还要扣除13%的增值税 剩下的大概就是76万左右了 第61章 林书文的成长 文文你可能觉得76万也不少了 但我们公司开业到今天半个多月了 可是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一直在花你投资的钱 而且文文你自己就编写过2048 你应该也知道这个游戏写起来很简单 我想2048这要火了 最多一周市面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盗版游戏 届时我们能赚钱的地方也就是iPhone商店了 但那个时候在iPhone商店里也只是赚慢钱了 现在你还觉得这76万多吗 听洛明这么一说 林书文也意识到他高兴的有点早了 那洛明 咱们这个块钱能赚多久啊 林书文问道 第一批下载2048的目测有一半是你的粉丝 剩下的也应该是被你的粉丝安利的 也就是说2048现在其实还不算火 只是在小圈子有了一些知名度 但2048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好玩的 不出意外的话 它的知名度会迅速扩大 人都有从众性 看到别人在玩 特别是身边很多人在玩的时候 他也会忍不住去下载2048玩 这大概就是2048的巅峰了 我估计大概在半个月内 2048的人气就会积累到巅峰 而你的粉丝会下载的 今天已经下载过了 明天 后天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下载 当然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了 从大后天也就是周六 不出意外的话 2048的口碑经过发酵 下载量就会跟着起来 届时应该能有两周左右的持续走高 然后市面上差不多就会出现盗版游戏了 我们赚快钱的时间也就结束了 那我们能告那些做盗版游戏的吗 林书文问道 很难 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你告诉他们 耗时耗力不说 最后顶多得到一个道歉 经济赔偿其实拿不到多少 林书文问言沉默了 这种被人家剽窃的感觉好不爽啊 洛明猜到了林书文在想什么 他笑着说道 文文你先别急 别忘了2048只是我们的试水作 植物大战僵尸 才是我们公司第一部作品 木头已经搞定了各种审批 我们在元旦前把游戏做出来 然后开始进行宣传 元旦后游戏发售 这会儿作为游戏消费主力群体的学生们 也放假了 我们赚大钱的时候也就到了 2048都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收益了 植物大战僵尸肯定会更赚钱的 你说的对 植物大战僵尸才是我们的重点 我要去继续努力了 争取早点参与到游戏开发中 林书文语气坚定地说道 之后的两天 洛明在户上又参加了两场商演 周五下午商演结束 闪解直接把四场商演的16万出场费 打到了卡里 这下林书文的经济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而林书文那边 也终于在周五这天参与到了游戏制作中 这天一大早 林书文就突然出现在技术小组的办公区 看到林书文过来 赵宁远试探着问了一句 洛总 你那边的事忙完了 没有 不过剩下的不多了 赵师兄 你今天也可以给我分配一些事情 我有空的话会做的 好嘞 那洛总就帮忙 把4-8和4-9的美术资源 调整一下吧 林书文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赵宁远说的美术资源 放在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里 主要指的是环境背景的贴图大小 僵尸的骨骼数量 植物的材质球数量 以及整体环境的粒子效量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游戏一个关卡 把僵尸看作人物 排组就有几万个面 植物的材质球有几十万个面 把资源直接复制 只会都是不规则的码图 1024像素和2048像素大小的贴图 到处都是 动画骨骼甚至多到以百来技术 在这样的资源环境下 重新整理贴图是必须的 再有就是 后续更多细节的调试 要做到每一个大关卡里的小关卡 每一关看起来大差不差 防止美术资源过度扩张 这些工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难度 也不算太费时间 如果是若鸣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就能搞定这两个关卡的游戏资源 而林书文 却是从早上10点开始 一直干到了下午4点才搞定 除了中间12点到1点的时候 去吃了个饭 剩下的时间都在努力爆肝 好不容易做完了 赵宁远分配的任务 林书文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成就感爆棚 他把做完的工作拷贝下来 拿着优盘来到了赵宁远的办公桌前 赵师兄 我抽空搞定了 你看看吧 赵宁远文言插上优盘检查一下 然后夸赞道 不愧是洛总 很完美 林书文嘴角微微上扬 甚至连头都不自觉地 抬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他也终于参与到游戏制作中来了呢 当然了 高兴归高兴 林书文还不至于乱了分寸 他笑了笑说道 赵师兄过奖了 我手头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先回去了 明天有空的话 我再过来帮你们 好 骆总慢走 目送林书文离开了后 赵宁远又看了一遍 整理好的美术资源 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我这个师弟 技术好也就算了 心还这么些 这么多的贴图整理下来 愣是没一点错 组长 骆总这么强啊 公司里唯一一个新人 刚毕业的少年 徐家乐凑过来问道 至少骆总的技术 是比我强的 可骆总不是和我一样 今年刚毕业吗 挠了挠头眼神里满是困惑 骆总和荣总在读书的时候 就参加各种竞赛拿奖了 你小子有拿过奖吗 怎么没拿过 组长你可别小看我 我可是我们北市大校园 CS大赛团队第一名 赵宁远文言嘴角一抽 他就不该对这小子抱有期待 刚刚听这小子说 怎么没有的时候 他还认真了几分 没想到是打游戏拿的奖 滚滚滚 别在这爱我的眼 赶紧去工作 我再给你一周时间 你要是还不能独当一面 直接给我卷铺盖走人 别组长 千万别 我会努力的 说完 徐家乐就一溜烟式的 跑回了自己的座位 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脑屏幕 赵宁远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年轻人在边城上 也是颇有天赋的 就是心静不下来 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第62章 有自己的骄傲 晚上 洛明回到家里 直接摊在了沙发上 明星不好当啊 一周跑了四天的商演 一号就是一下午 上台唱歌也就算了 关键是 还要和各种明星互动 问题是 这些明星他一个都不认识 偏偏还要装出一副 很熟的样子 这对于不太擅长社交的 洛明来说 真是太折磨了 好在洛明身边有个 精通人情事故 又很细心的陈俊苗 说起陈俊苗来 洛明不由的有些感叹 陈家姐妹还真是人才啊 陈思楚在生活方面 突出一个无所不能 会开车 会做饭 会拍照 拍视频 能做运营微博 就目前来说 只要是洛明提出的需求 没有陈思楚解决不了的 而陈俊苗 则是对大局的把控 很有一套 各种事态处理起来 都能游刃有余 有这两人在 洛明感觉工作轻松了不少 林书文给他们 一个月一万的工资 洛明多少也能理解了 有一说一 2013年 一个月一万的工资 真的很高了 洛明当年 刚大学毕业进的公司 一个月只给五千五百 还是包住不包吃 文剑 明天你有什么安排吗 陈思楚端了来 刚煮好的皮蛋瘦肉粥时 顺口问道 洛明接过皮蛋瘦肉粥面 无表情地打道 没有 明天我就想摆蛋休息一下 你不要和我说 闪姐又给我安排工作了 安排了也不去 不是不是 文剑 你误会了 是我明天想请个假 请假 你要干嘛去 我一个朋友住室住院了 我想去看看 这样啊 你去吧 谢谢文剑 洛明点了点头 这才放心地喝起了 皮蛋瘦肉粥 或许是这几天 连续商演强度太大了 洛明昨晚称了下体重 居然只有49 七千克了 俗话说得好 体重不过白 不是平胸就是矮 洛明称完体重的时候 低头看了一眼 还是没有看到脚 吃完晚饭 陈思楚把碗拿去厨房洗了 这时候陈俊苗走过来说道 文剑 明天我也想请假 你也有朋友生病了 陈俊苗摇了摇头 文剑 你知道 楚楚比较单纯 说的那傻点 就是没脑子 他的朋友 在户上的就一个 那人我觉得 不是什么好东西 男的女的 女的 这人哪里不好了 楚楚谈过一个男朋友 后来分手了 分手没多久 楚楚的男朋友 就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了 我没告诉楚楚 自己去问过她 她一脸无辜 说是楚楚的前男友 主动找到她 懂了 绿茶表 陈俊苗愣了一下 随即眼前一亮 文剑你这个词太合适了 她就是个绿茶表 这次她突然打电话 给楚楚说 是自己生病了在住院 我感觉不太对劲 想跟过去看看 你这么一说 我也来兴趣了 明天带我一个 啊 文剑这不好吧 夏华贤 有什么不好的 洛明问道 你跟踪楚楚 是侵犯她隐私啊 那你呢 我是她姐 泽泽 苗苗合着你 还是个持名双标啊 陈俊苗尴尬一笑 算了算了 我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我在家摆烂一天挺好的 谢谢文剑 陈家姐妹走后 洛明拨通了 林书文的电话 今天林书文 同样参与到了游戏制作中 而且今天不是 整体美术资源了 而是这儿八经的 游戏程序编写 说实话 这些工作 林书文干的 比她想象的要轻松不少 至少她是能跟上 技术小组整体进度的 这让林书文越发开心了 这说明 她已经有参与到 游戏制作的能力了 这段时间 林书文心里 其实一直都有不安和愧疚的 会有这两种情绪 主要是林书文发现 两人的这场交易 就现阶段言 绝对是洛明付出的更多 洛明会写歌 能做游戏 还有让诸岛 都惊叹的综艺点子 这些随便拿出来一项 都很了不起了 而她呢 仅仅是有一副好相貌 好嗓子和几百万把了 看似她给洛明 投资了五百万 帮洛明把公司拉起来了 但2048一个游戏 一天就能挣76万 洛明就算没有她的投资 建立起这个公司 也只是时间问题 综上所述 洛明给她的帮助 洛明在这段关系的付出 明显是要给她多的 这些林书文不是不知道 只是她没有能力 改变这种现状 只能埋头钻研C++ 之前坚持给2048打广告 也是林书文 想要发挥自己的价值 好在 她的努力是有收获的 她终于能参与到 游戏制作中了 这让林书文心里的不安 和愧疚少了一些 当然了 这还远远不够 她林书文从小到大 就没有觉得自己 这么没用过 她也不想当洛明的影子 和附属品 她是有自己骄傲的 叮铃铃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打断了林书文的思绪 林书文扫了一眼 来电显示后 立马把电话接了起来 喂 闻闻今天2048的成绩怎么样 洛明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洛明 你昨天的预测没错 今天iPhone 和谷歌商店的付费数量 加起来不过5万 还有5万洛明有些惊讶 她以为有个1 2万就不错了 看来你的粉丝年薪很高吗 那是 我的微博 只有在刚注册的时候 分批次买了200万粉 剩下的都是真实粉丝 那些2000万粉丝的明星 都不一定有我的火粉多 看出来了 正常情况下 第二天还能有5万 这火粉比例确实挺高的 不过明天应该就会有所反弹了 因为游戏的口碑 开始慢慢发酵了 嗯 希望明天能有10万吧 林书文一脸期盼地说道 我也希望 对了文文 你认不认识复旦大学的人 洛明画风一转问道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明天想去一趟复旦大学 林书文没有问洛明 去复旦大学做什么 反正以洛明的性格 肯定不会是去玩的 他想了想说道 洛明 我微信里有一个叫王楠的学姐 她是我大学为了混学分参加的社团里的学姐 我和她关系不错 她现在就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 你可以联系一下她 不过我这个学姐有一些奇怪 你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第63章 奇怪的学姐 第二天 陈家姐妹都没来上班 洛明睡到了自然醒 他睁开眼扫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是10点40了 洛明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爬起来 洗漱之后 去厨房煎了两个鸡蛋 煮了一框泉水瓶盖粗细的挂面 在面上撒上各种调料 用热油一击 油泼面就成了 一碗面 直接解决了早餐和午餐 然后洛明坐在化妆镜前 回想着陈俊苗给他化妆时的样子 往脸上涂了补水保湿霜和美白霜 找了条牛仔裤 搭一件米黄色的T恤 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冲锋衣 最后戴上墨镜和棒球帽 洛明对着化妆镜 转了一圈满意的点了点头 齐活 说完洛明 从鞋柜里找了一双白色的帆布鞋 迈开大长腿出门了 洛明对户上洛明 其实是比较熟悉的 他入职的第二家公司 就在户上 他前后在户上待了三年 不过那是2016年的事情了 洛明记得 他出来户上的时候 正好赶上迪士尼开放 当时公司的女同事们 几乎都调休去玩了一遍 洛明这个新来的 因此莫名其妙地加了好几天班 不知道这一世户上 还会不会有迪士尼呢 洛明喃喃自语了一句 当然了 洛明可不会闲得 没事干去迪士尼那里看看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 复旦大学 前世的复旦大学 是国内最早研究大数据的学校 他们在大数据的相关项目上 拥有很多项专利 洛明查了一下 今生复旦大学 也是国内最先开设 相关选修课的大学 洛明想去了解一下 复旦大学的大数据项目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有可能的话 洛明还想提前给一些课题投资 好拿到其中相关专利的 商业所有权2048 是能给公司带来一些收益的 用来提前投资 大数据相关的专利 这是收益最大化的选择了 比买股票 BTC赚多了 昨天 洛明从林书文那里 得到了在复旦大学读研的 这位王楠学姐的一些信息 洛明放下电话后 就直接联系了他 王楠接到林书文的电话 显得很惊喜 言语间带着几分雀怨 由此可见 两人的关系 应该是真的不错 而当洛明说起 想让他帮忙打听一下 复旦大学里 有关大数据方面的课题组时 他也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不到半小时 就给了回复 至于林书文说的奇怪 洛明是一点都没感觉到 这不是一个很热情的小姐姐吗 有了这位学姐帮忙 洛明这才会决定 今天下午去一趟复旦大学 两人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三点 现在才一点 时间还很充足 洛明也不急 干脆选择坐了公交车 公交车是洛明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了 他很喜欢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 看着外面的风景从眼前掠过 这会让洛明有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不过这次洛明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 他要时刻注意周围的人 毕竟林书文怎么说也是个明星 最近的人气还不低 因为这个原因 洛明非但没有放松下来 还一直提心吊胆的 好在这时候 洛明坐了八站该换乘了 洛明下了车 这次没有选择再坐公交 而是打了辆出租 直奔负担 洛明提前到了半个小时左右 本来想着要等一会儿的 谁知道他一下车 早就埋伏在路边的一个女生 就从他身后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他 手感还是这么好啊 女生略带怀念地说道 林书文娇躯一颤 很明显洛明是不想颤的 但这具身体他不由自主 他自己碰的时候也不这样 呀 文文你还是这样 碰一下 耳朵就红了 卡哇伊 钱 钱被捏 洛明话还没说完 王楠嘿嘿一笑 先一步松开了手 洛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他算是知道了 林书文说的奇怪是什么意思了 这哪里是奇怪 这分明是女流氓啊 文文你看什么气 王楠绕到正面笑着问道 洛明这才看清楚了学姐的长相 这位学姐的身高顶天了 有个一百五十五 属于是娇小玲珑的那种类型 脸看着很嫩 同样稚嫩的 还有她的胸 钢板 洛明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这个词 崩 王楠抬起手 弹了洛明一个脑瓜崩 文文你刚刚是不是想什么不礼貌的事情了 没 没有啊 算了 久违的见面 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王楠的语气突然变得正经了起来 挺好的 我看网上说 你在娱乐圈也不太开心 因为电视剧扑街还哭了 我认识你三年了 还从来没见过你哭 要不回来考研吧 自己考C9的学校考不上的话 就去求求你老爸 不 不用了 前辈那两部电视剧都是大半年前的事了 我现在挺好的 也是 我看你微博粉丝都千万了 我都偷偷关注你了 什么时候互粉一下 让姐姐我蹭你一波 前辈你是哪个 我现在粉 别别别 我开个玩笑 你现在的情况 微博应该也不能随便粉人吧 其实还好 我的自主权还是比较高的 这样啊 那我就放心了 可惜啊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恐怕是没用了 说着王楠不知道 从哪里变出了两本书 洛明下意识地接过这两本书 低头扫了一眼书的名字 公考教材 行册五千体 洛明 地铁老人手机 JPGE 闻闻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这也是为你好 我怕你签的是卖身切 翔走要被公司扒层皮的那种 特意给你买了考工材料 以你的智商 考工上岸轻轻松松 你要是对你们公司的恨意足够深 甚至可以去考个国税部门 狠狠地去查他们的税 洛明嘴角一抽 他现在觉得林书文说的太多了 这位学姐 确实奇怪 他的脑回路洛明 根本就跟不上 学姐的礼物喜欢吗 王楠笑眯眯地问道 不 等等 闻闻你要说不喜欢的话 我的手机下一秒就会响起来 然后我这边 就会突然有事 不能陪你 去找大数据的课题组了 说着学姐威胁似的 打开了酷狗音乐 随时准备按下音乐播放键 第六十四章 真正喜欢的东西 洛明沉默了两秒 面无表情的脸 瞬间变得笑容满面 怎么会呢 学姐送我什么我都很喜欢呢 不错 娱乐圈没白魂 这变脸的功夫 赶上去年校庆的川剧大师了 行了行了 不逗你了 这两本书也不是给你买的 我是给别人烧的 走吧 去找大数据的课题组 洛明点了点头 乖乖跟着学姐走进了复旦大学 王楠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娱乐圈的事情很好奇 话题基本都是围绕这方面的 洛明也没什么隐瞒 把自己知道的 能说的都告诉了王楠 说着说着 两人走到了一片运动场 洛明一进运动场 就感觉到了一股股视线 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其实很正常 哪个男人不喜欢美女 哪怕是洛明走在路上 也难免会把视线 在美女身上停留一二 就在此时 砰砰砰 一阵篮球落地的声音响起 王楠低头一看一颗篮球 落在了他们面前 学妹 帮忙扔下球 球场那边的男生喊道 王楠眉头一皱 刚要弯腰捡球 洛明就先一步蹲了下来 他的手一翻篮球 就被拿了起来 洛明轻车熟入的运球 走到了球场 让路过的学姐学妹 帮忙捡球 在球场也算是传统了 有一些男生 更是看人下菜 遇到漂亮的学妹球 就会脱手 当然了 洛明不确定 这里的男生们 是抱着怎样的想法 有没有恶意 但他很确定 那边的视线一直在他身上 刚当的学妹 也是在喊他 所以他不可能 让王楠去捡球 这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 没看出来 学妹你还会打球啊 哪个系的 一个学长迎了过来 笑着问道 洛明笑了笑没说话 篮球的事情 篮球说话 把球运到三分线的位置 学妹还会投篮 洛明没有回答 他双膝微曲 一个漂亮的跳投 刷 那一颗空心入网的球 虽然什么都没说 却像是把什么都说了一样 打篮球的男生们 见状都有些惊讶 这位女同学 可不是单手高抛 不是双手端 也没有像一般女生那样 以往外推的姿势投篮 而是正常的跳投 还进球了 有一说一 无防守三分出手 对于一些 投篮精准度高的人而言 并不困难 校队里 随便拉一个人出来 都能做到 无防守三分 命中率75% 但就算是那样的人 也不敢保证出手就有 更何况 投篮的是个女生了 同学 打球还是专心点比较好 不要左顾右盼 不然球 真的很容易脱手 说完洛明 就转身离开了 打球的男生的 闷面面相去 其中有两个人 脸红的跟苹果似的 球就是两人 商量着扔出去的 他们只是 觉得这个学妹身材很好 想看看她的脸 没想到 被人家看穿了 真是太尴尬了 哇 闻闻你那球好帅啊 王楠一脸兴奋的说道 只是运气好 真的 可我看你姿势很熟练啊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王楠对篮球 也不了解 听洛明这么一说 也就信了 事实上洛明 是真懂篮球的 洛明对篮球感兴趣 是因为灌篮高手 他到现在都记得 小时候看东漫时 樱幕花道 在最后一秒 致出的希望 那一瞬间万千视线 全部聚焦 在他一个人身上 高中恰逢 洛明中二并发的时候 整天想着 怎么吸引他人的视线 所以在刻意时间 拼命地练习投篮 时不时 还会幻想自己 就像樱幕花道那样 在比赛的最后一秒投出 带着所有人 希望的压哨球 那种世界聚焦于我 我记天选 也是唯一的感觉 想想就让洛明 觉得热血沸腾 最终洛明 也因为超高的 三分命中率 进了校队 但他也只有命中率了 剩下的要什么没什么 以至于一场都没上过 校队五个替补 他是为二没上过场的 还有一个是因为太胖了 虽然技术不错 但体力消耗 太快一截 都撑不下来 也没上过场 想到这儿 洛明忍不住叹了口气 闻问怎么了 好好的哀声叹气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到了一些 工作上的烦心事 要不你还是回来考研吧 或者考工 这教材也可以是给你买的 学姐真不用 我开玩笑的 这回轮到王楠叹气了 他是真觉得 林书文去娱乐圈可惜了 王楠自己就是学霸 要不是因为学期 分散了一些注意力 清北肯定是没问题的 他自认为 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上 不比任何人差 可林书文这个学妹 却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 林书文家的社团是围棋社 刚加入社团时 只是知道围棋的规则 而王楠却是夜四的小高手 在王楠的老家业务 就已经堪比职业一段了 王楠的老爸就是业务 是一个祈愿启蒙班的老师 王楠的老爸 也一直希望 王楠能走围棋这条路 但王楠却对机器人 AI之类的东西更感兴趣 最终走了正常考学这条路 林书文断断续续地 学了一年围棋后 王楠让一子 已经下不过林书文了 王楠大四的时候 林书文大三 那时候 王楠想赢林书文 就需要全力以赴了 而且林书文的专业课 也非常优秀 连续拿了四次奖学金 本来王楠以为 林书文会在生物科学 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像他爸妈那样 成为优秀的生物学家 可让王楠没想到的是 他炎二的时候 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林书文 他打电话一问才知道 林书文居然进娱乐圈了 王楠当时很想问为什么 但最后也没有问出口 今天王楠没忍住 问出了这个问题 文文 你为什么会去娱乐圈啊 洛明文言表情一僵 他怎么知道 林书文为什么要去娱乐圈 洛明本来想胡扯一个理由的 突然他想起来 之前和林书文聊起梦想的时候 林书文说 他会选择学生物 是因为受父母的影响 一直想成为科学家 按这个思路想的话 林书文以前可能就 没什么其他梦想 只是跟着父母的想法再走 想到这儿 洛明模仿着林书文的语气说道 以前我从来就没想过 跟着我父母在走 后来或许是找到自己 真正喜欢的东西了吧 第65章 天上掉馅饼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吗 王楠露出了笑容 什么啊 原来文文和我是一样的 比起围棋来我更喜欢机器人 喜欢AR 而文文比起生物来 更喜欢唱歌演戏 想到这儿 王楠对林书文的选择 再也没有疑问了 正好 大数据算法的课题组也到了 文文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了 王楠指了指面前的大楼说道 我给你找的是吴泽平教授 他是我们学校软件工程方面的领军人物 开辟大数据相关的研究 他也是最早参与进来的 我听过他的几节公开课 这才有了他的联系方式 帮你找到了他 吴教授听说 有人对大数据很感兴趣 今天专门空出了时间来见你 洛明点了点头 对王楠表示了感谢 王楠摆了摆手 示意洛明不用在意 他领着洛明来到了四楼倒数 第二间的办公室门口 东东 王楠抬手敲门 进 咔嚓 王楠推门走了进去 吴泽平看了一眼进来的两个女生后 表情有些古怪 说实话 昨天之前 吴泽平都不知道 他有一个学生叫王楠 他一个人带着16个班 每周八节大课 时不时还会有其他系的学生过来旁听 这么多学生 怎么可能认权 能记住几个 表现好的就很不错了 昨天下午 他接到王楠的电话 说有一个朋友 对他正在研究的大数据算法 很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 吴泽平对此非常惊讶 大数据算法 在国内绝对算是新兴学科了 整个复旦也只有参与到研究中的一小撮人 对这个项目有所了解 没想到自己学生的朋友 自然会对大数据算法感兴趣 而今天看到王楠和林书文后 吴教授就更惊讶了 女生也会对大数据这种枯燥的科目感兴趣吗 这倒不是他歧视女生 是计算机这个专业女生的数量 本来就很少 大数据这个新兴科目吴教授 愣是没见过一个女学生 教授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在交大的学妹林书文 文文这位就是 我跟你提起的吴泽平教授 王楠的介绍打断了吴泽平的思绪 吴泽平这才知道 前面这个矮个子女生是她的学生 而后面那个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的女生 则是把帽子和墨镜摘了下来 对她微微鞠躬 吴教授您好 我是林书文 呦 好俊的姑娘 跟电视里的大明星似的 教授您过奖了 吴泽平笑了笑 事宜两人随便做 顺手还给他们到了杯水 林小姐 昨天小王说 你对大数据很感兴趣 吴教授 您就别叫我林小姐了 叫我小林就好 我确实对您研究的大数据算法 很感兴趣 我的合作伙伴也一样 洛铭笑着回答道 这么说 你是自主创业的大学生 吴泽平问道 我只是投资了一些钱 公司主要是我的合作伙伴 在打理 那小林 你或者你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要特意找我呢 吴教授 不瞒您说 我们公司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就是大数据算法 原来是这样 那小林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对大数据算法的看法呢 我觉得大数据是实现智慧城市的关键技术 洛铭想了想后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道 吴泽平文言眼前一亮 这个年轻人给出的答案很有意思 小林 你详细说说 智慧城市这个概念 吴教授您应该知道 现在国内外都在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 我认为大数据算法 能影响智慧城市的整体性能 以及被发现事件观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智慧城市在安防 交通 教育 医疗等方面 大力发展物联网的最终目标 就是通过网络对城市进行更加高效 智能化的管理 有了大数据技术作为依托 智慧城市 在医疗 交通等等方面 对大数据的应用十分广泛 而且大数据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科技 借助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可以不断地完善自身算法 使得对于突发事件 案件以及筛查搜索功能日益完善 随着大数据的成长 最终就能实现通过互联网对智慧城市 进行更加高效 智能化的管理 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年轻人 对大数据算法这么深刻的理解 吴泽平大笑着说道 您给我讲了 在您面前说这些话 只是在班门弄斧罢了 什么班门弄斧 能把大数据跟智慧城市 这个概念相结合 你比我强多了 我都没有往这方面联想过 吴泽平摆了摆手说道 洛明微微一笑 把大数据和智慧城市相结合的想法 是16年以后提出的概念 现在肯定是没有的 而且国内的相关理念 还是复旦大学提出来的 洛明这波算是 以比之道还识比深 不知道教授 您研究的是哪方面呢 洛明问道 在我看来 大数据是指 基于社会的进步 与经济的飞速发展 科技的进步 对人们生产生活中 产生的大量数据信息 有效并及时地处理 分析的一种技术 我认为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 大数据算法的数据量 会越来越大 数据种类也会更加繁多 相对的 信息的价值密度 也跟着随之提高 最后大数据 算法处理事件的速度 也能跟着加快 基于这些理念 我个人是觉得 大数据会跟电子商务所绑定 我研究的方向 是电子商务结合大数据特点 运用相关技术 深入革新电子商务服务模式 让电子商务 能长远平稳的发展 洛明文言眼前一亮 他怎么也没想到 吴教授研究的 居然是电商大数据 这次真是来对了 如果能拿到这方面的相关专利 后续光是相关的专利费 吴教授接不接投资呢 听到投资这两个字 吴教授的眼睛也亮了 大数据算法 现阶段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 申请研究经费比较困难 在社会上也没什么知名度 只有几个大型互联网公司 对这方面感兴趣 但这些大公司 都有自己的研究团队 他们的经费也没那么好拿到 没想到今天 居然有人主动来投资 这真是天上掉线饼了 第66章 暴力事件 激动归激动 吴泽平还不至于乱了分寸 他试探着问道 不知道贵公司想怎么投资 又要我们哪方面的成果呢 具体的投资方案 我也做不了主 需要公司的老板亲自过来谈 大概下周吧 他会亲自过来一趟 和您谈的 至于说成果 这个我可以直接告诉您 我们要求共享您课题组 研究出的所有专利 特别是在商用方面 要我们公司说了算 相对的 学术方面 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干涉 只要不是和其他商业公司合作 我们绝对不会过问 吴泽平文言眼前一亮 这些条件 基本就是外来资本投资 课题组的常规要求 说白了 你掏钱我出力 最后成果共享 我拥有学术方面的使用权 你拥有商业方面的使用权 大数据算法 现阶段不太好找投资人 有送上门的投资人 给的条件还相对公平 吴泽平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好 那我就等贵公司的消息了 嗯 下周我们公司的老板会联系您的 谈完正事 吴泽平本来想请王楠和洛明吃个饭的 但却被洛明婉拒了 王楠还帮忙解释了一句 哟 还真是个女明星啊 林淑文笑着点了点头 您可别因为我是混娱乐圈的 就对我有什么歧视啊 我可是代表我们老板来的 他是真心想跟您合作的 吴泽平文言眼睛一瞪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放心吧 我可不是以貌取人的人 也不会因为他人的职业 有什么歧视的想法 从吴泽平的办公室里出来 洛明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已经下午五点了呀 前辈 今天麻烦你了 我请你吃个饭吧 晚上我有约了 下周不是你投资的那个公司的老板过来吗 让他请吧 王楠笑着说道 前辈是想看看我的合作伙伴靠不靠谱 我主要是怕你被人骗了 还帮人家数钱 行 到时候我会让他联系你的 洛明立马答应了下来 好 那前辈 我就先走了 要不要我把你送到校门口 前辈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 不至于不认识路 哈哈 行 那我就不送你了 那下周见 我说不定会有工作的 但只要有空一定会来的 王楠点点头 冲洛明挥挥手 就转身离开了 洛明笑了笑 把墨镜戴起来 朝校门外走去 晚上七点半 洛明回了家 刚刚在路上 他连晚饭都顺便解决了 刚从电梯上下来 洛明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陈家姐妹 陈思楚的眼眶还红红的 显然是哭过了 洛明眉头一皱 用指纹打开房门 把两人带进了屋 楚楚你这是怎么了 文姐 我朋友他 他是被人打到住院的 啊 什么情况 说着 洛明转头看向了陈俊苗 陈俊苗叹了口气道 文姐是这样的 从陈俊苗的描述中 洛明知道了这件事的全貌 今天一大早 陈思楚就出门了 陈俊苗出于对那个女生的不信任 悄悄跟了出去 陈俊苗一路跟着 陈思楚进了医院的住院楼 看着陈思楚进了电梯 这时候 陈俊苗也不好追上去 总不能两人 成同一班电梯吧 那岂不是暴露了 等电梯门关上后 陈俊苗跑过去 看着电梯 先后在三楼 八楼 十楼 十六楼停下过 这栋住院楼 总共就十六层高 电梯是肯定会停在十六楼的 所以陈思楚大概率 是在三楼 八楼 十楼下的电梯 确认了这一情况后 陈俊苗乘上了下一趟电梯 电梯先停在了三楼 他在三楼转悠了一圈 没找到人 然后又去了八楼 八楼也没看到陈思楚 接着 陈俊苗去了十楼 结果一出电梯门 正好看到陈思楚 提着一个暖水壶 姐你跟踪我 陈思楚语气不善地问道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啊 陈俊苗很想这么回答 直接来个否认三连 但这都被抓现行了 陈俊苗实在否认不了 于是他板着脸 选择了倒打一趴 我是怕你被人骗了 你的那个朋友 他以前做过什么事 我可是清楚得很 姐你说的是徐倩 不然呢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再说了 你就是死脑筋 陈俊苗不想听陈思楚 替那个绿茶婊 说话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姐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好吗 陈思楚的表情 这才好看了一些 来都来了 陈思楚也没办法 把陈俊苗领到了病房 一进病房 陈俊苗就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思楚的这个朋友 怎么一副鼻青脸肿的样子 一只手还打着石膏 而且 这人他怎么不认识 怎么不是那个绿茶婊 楚楚他谁啊 姐我刚才就要说了 我来看的不是徐倩 你不让我说 陈俊苗的表情更尴尬了 他挠了挠头道 你在户上的朋友 不就只有那个绿茶 嗨嗨 那个徐倩吗 谁说的 我还是有其他朋友的 彤彤是我和文姐 参加活动的时候认识的 他当时是给文姐办舞的 啊 原来是这样 那他这是怎么回事 陈俊苗连忙岔开话题问道 姐 彤彤是被人打了 啊 当时 彤彤和其他两个女生 一起在给一家时尚杂志社 当模特 拍摄一些衣物展示 他们拍完照片 看都快中午了 就一起去吃饭了 结果饭吃到一半 突然有一群人闯了进来 不由分说的 对彤彤拳打脚踢 其中一个模特 见识不妙跑了 另一个没有跑 帮忙报了警 还在一边拉架 结果这群人丧心病狂 连拉架的 也一起拉着打了 几人动手的时候 警察来了 把他们都抓了起来 还把彤彤和那位模特 一起送到了医院 好在那位模特没受什么伤 医生检查过 没什么事 就让他出院了 彤彤的父母在东北那边 短时间内赶不过来 所以才给我打电话 求我帮忙了 第67章 初出茅庐的导演 复瓜的结束 还有这种事 这可是户上啊 光天化日 就有人敢当街行凶啊 警察已经把这些人都抓了 统统问过警察了 警察说 他们就是一群小混混 经常惹是生非 东 陈俊苗赏了陈思楚一个脑瓜崩 说你笨 你就是不聪明 小混混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打你朋友 你们就没想想原因 陈思楚文言一愣 并床上的女孩也愣了一下 陈俊苗捂着脸长叹了一口气 她算是知道了 这两人怎么能成为朋友了 所以 你们都没想过 小混混是受人指使的吗 彤彤 我姐说的对 你快想想 最近有没有得罪人 陈思楚朝病床上躺着的女孩说道 女孩低头陈思片刻后 突然抬起了头 明显是想起了什么 我 我最近是得罪过人 大 大概一个月前 我在当群演时 被一个导演看中说想 邀请我拍摄一部微电影 当 当时我和秦乐是一起的 秦乐因此 还生了好几天的闷气 他说 这个导演明明一开始是看他的 是我故意往前走了一步 抢了他的机会 秦乐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陈俊苗问道 有 他就是那个小混混们 一进来就跑了的模特 听到这儿陈俊苗就都明白了 现在的年轻人 心智怎么会这么不成熟吗 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机会 雇凶伤人 这可是要担法律责任的 此时洛明也是一个想法 这人也离谱了 不说那个导演 是不是先看上了他了 就算是人家 最后也没选他 明显是因为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他居然因为这个 就雇凶伤人 太离谱了吧 楚楚你朋友打算怎么办 洛明问道 肯定是走法律程序了 雇凶伤人 属于故意伤害 最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情节较轻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若致人重伤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 或以特别残人手段 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轻微伤不构成犯罪 但公安部门 可能进行治安处罚 即拘留或者罚款 另外 还得承担被伤者的经济赔偿 听完陈思楚的话 洛明微微一笑说道 还会被法律条款 看来还没太傻 警察知道这件事了吗 知道了 我让周秋彤 给警察打电话 说明了情况 陈俊苗说道 那验过伤了吗 验过了 属于轻伤 如果我们走法律程序的话 雇凶者应该会被判处 一年到两年的有期徒刑 只是有可能会被缓期执行 缓期 对方都不用坐牢啊 与其这样 不如多要点钱呢 洛明眉头一皱说道 文姐你不能这么想 坐不坐牢无所谓 关键是 他的档案上 就有了这个污点 这个污点会跟他一辈子 对他的孩子 都会有很大影响的 陈俊苗面无表情地说道 也是 那还有什么事 是我能帮上忙的呢 苗苗 你应该已经安排好 剩下的事情了吧 是让我帮忙请律师吗 不是 文姐您这边联系律师 这类事情 一直都是我在做的 沾了您的光 这方面的人脉 我自己就有的 那是什么事 我们想请陈姐帮忙 联系一下这位导演 看看能不能让他 等一下彤彤 这个机会对彤彤来说 真的很重要 他17岁就来互上打拼了 当过好多年的模特 群演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他真的不想错过 他的右臂不是骨折 只是骨裂 不用休养太长时间的 楚楚 你先别急 这件事 还是别让陈姐知道了 以陈姐的性格 他是不喜欢 你们把私事 带入到工作中的 这个我们想过了 请帮忙说句话 我又把握说服陈姐帮忙 陈俊苗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没说不帮忙 你们先听我说 你们想想 哪个大导演会找一个群演 当电影的女主角呢 哪怕是微电影 也不会吧 陈家姐妹对视了一眼后 同时点了点头 所以这个导演 是有八九楚楚茅庐的新人 或者是没什么名气的小导演 这个你们也同意吧 两人又点了点头 这类导演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缺钱 这个时候 与其让陈姐出面 不如换个公司的老板来 陈姐 你是说 你投资的那个公司老板 陈俊苗试探着问道 对 如果是洛总的话 一定可以 陈思楚一脸激动地说道 陈俊苗撇了陈思楚一眼心想 你不是 就见过人家两面吗 你知道个屁 不过文姐都对他这么信任 那应该是可以的 而此时 洛明在想的是 陈家姐妹的事 他怎么做主 还是把锅甩给他们的老板好了 就这样 两边达成了共识 洛明直接拨通了林书文的电话 林书文接起电话 刚要开口 洛明就先一步说道 苗苗 朱朱 你们自己和洛总说一下这件事吧 林书文文言一愣 然后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陈家姐妹 有什么事求他帮忙 洛明不想替他做主 所以才来了这一手 可洛明能等两人走后 再给他打电话 现在当着两人的面 把电话打过来 是事情很着急吗 还是说 事情比较棘手 最后由洛明来拒绝 才不会伤到林书文 和陈家姐妹的感情 想归想 林书文嘴上可没有一点犹豫 直接问道 是的洛总 事情是这样的 听完陈家姐妹的描述 电话那头的林书文 翻了个白眼 洛明这狗东西 亏他刚刚想了那么多 结果这家伙只是想甩锅 洛总您方便帮忙吗 可以啊 只是以公司老总的身份 给导演打电话 导演会下意识以为 我是投资人的 如果真想让导演同意的话 可能要花点钱 我问你是公司的投资人 你看哪 皮球又回到了洛明的脚边 这女人还挺记仇 能帮上忙的话 花点钱也是可 文姐 这个钱我可以出的 陈思楚打断了洛明的话 文姐都愿意帮忙了 总不能让文姐你再掏钱吧 PS 我朋友的事结束了 找了个比较有名的律师 我朋友写了自愿赠予十万元的书面文件 去公正处公正了一下 把钱和书面文件交给了律师 然后空降兵去打胎 打完胎拿了钱和文件就走了 律师说 这人一开始不答应 十有八九是炮朋友 最后告他敲诈 到时候他就得进去了 现在这些程序都走完了 这人也就放心了 这才同意了 事情到此结束了 我这个朋友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都是一个班 初中还是一个学校 高中我去了五中 他上了个普通中学这才分开 他爸和我爸还在一个医院工作 他妹妹和我妹妹还一起去到首尔大学留学 我自认是一个心挺硬的人 不会莫名其妙的同情心泛滥 但对他是我真做不到做事不理 这事我也是一直在帮着处理 越是帮忙 就越感觉到了对面这人心机手段都很厉害 我朋友就是被人家牵着走的 可话又说回来 要不是他自己乱搞也不会这样 我和他说了让他引以为见 他也和我各种保证说绝对没有下次了 希望他说到做到吧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这个反变教材 引以为见 第六十八章 微电影剧本 你们有钱吗 洛明问道 文姐 你刚刚不是说了 这个导演十有八九是处处茅庐的小导演 而且拍的是微电影 我觉得应该要不了多少钱 我手里有十万 你的钱就自己留着吧 林书文打断了陈思楚的话 文文 这钱我们出了可以吧 行啊 让导演在开头给出鸣谢就行 洛明也表示了同意谢谢文姐 谢谢洛总 陈思楚一脸感激地说道 以后好好工作 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 你们把那个导演的电话号码 告诉洛总吧 陈家姐妹抱了电话号码后 洛明就挂断了电话 林书文看着纸上记下来的电话号码 简单在脑海里构思了一下 怎么和对方沟通 就拨通了那边的电话 听通里的盲音响了两声后 那边接起了电话 梁汉文 二十四岁 北影导演系出生 2011年毕业后 在老师的介绍下 给一位师兄打下手 兢兢业业两年 终于攒够了十万的启动资金 准备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微电影 然后送去参加明年的 护上大学生国际微电影节 只是即便是微电影 十万的资金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大牌明星肯定是请不起 因此摆在梁汉文面前的 只有两个选择了 一回母校找几个学生出演 二找一些经验丰富的群演出演 梁汉文选择了后者 梁汉文一直都觉得 只上得来中绝浅 还得是实践才能出真理 一些经验丰富的群演 论演技 可比死读书的学生们强多了 于是梁汉文借着 北影毕业生的名头 游走于各个师兄 师姐所在的片场 最终选中了周秋彤 来当微电影的女主角 周秋彤论年龄 比陈家姐妹还小一岁 只有21岁 她的长相并不惊艳 却非常耐看 最重要的是 周秋彤的眼神清澈 笑容甜美 很符合她剧本李林家小妹的形象 而周秋彤的演技 经过梁汉文几天的观察 也得到了她的认可 于是梁汉文就迫不及待地 定下了这个女主角 而这几天 梁汉文正在挑着男主角的人选 今天一整天转下来 还是一无所获 梁汉文回到出租屋 长叹了一口气 唉 选个脚怎么这么 叮铃铃 梁汉文话还没说完 她的手机铃声就响了 梁汉文扫了一眼来电显示 发现是陌生号码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起了电话 喂 喂 您好 请问您是梁汉文梁导吧 梁导这个称呼 听得梁汉文浑身舒坦 还从来没人这么客气地 叫过他梁导呢 嘿嘿 是我 您是 我是灼光科技的经理 我姓洛 原来是洛经理 您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之前梁导 你不是看中一个 叫周秋彤的姑娘 给你的微电影 当女主角吗 她那边出了点事 林书文把事情经过 告诉了梁汉文 梁汉文人都傻了 秦乐是谁 她不知道啊 她根本就没正眼看过周秋彤身边的人 梁导 周秋彤现在的情况 肯定是不能马上投入拍摄了 你那边有坏人的想法吗 林书文试探着问道 梁汉文纠结了一阵后 咬了咬牙说道 实在没办法的话 那只能坏人了 林书文文言眼前一亮 梁汉文过了这么久才说话 这说明 他本身是非常重义周秋彤这个人的梁导 我们老板的投资人和周小姐认识 他那边不希望您换人 如果您能等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公司愿意给您的电影进行投资 投资 投多少 梁汉文激动地问道 具体投资多少 要看您的剧本来决定了 您是在户上吧 是 您方便的话 可以把剧本送到华月娱乐 交给林书文小姐的助理 她也和我们老板认识 林 林书文 就是唱光年之外的那位小天后 对的 好好好 我明天就把剧本送过去 那您可以提前联系一下林小姐的助理 我把她的电话给您 梁汉文挂断电话 看着纸上异常穿电话号码 心不争气的越跳越快 她这是要时来运转了吗 第二天早上 梁汉文联系了陈俊苗 然后把剧本送到了华月娱乐楼下 陈俊苗很顺利地拿到了剧本 在两人碰面的时候 梁汉文还进行了一番试探 看样子 是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之后 回过神来了 其实这会儿 梁汉文心里也没底 她都不确定 电话那头的人说的是真是假 怎么就答应把剧本送过来了呢 但这一切的怀疑和不安 在陈俊苗拿出手机 点开微博 给他展示上面登录的是 林书文的微博后 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 这人100%是林书文的助理 不是林书文身边的人 怎么可能登录他的微博呢 这 这位小姐 我 我能拍个照吗 当然可以 梁汉文拿起手机 拍下了林书文的微博页面 这下 他彻底放心了 中午十分 陈俊苗拿着梁汉文的剧本回来了 洛明接过剧本 快速浏览了一遍 这故事挺眼熟的 有点像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男主女主在高中的时候相识相知 三年后 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上同一所大学 再次见面的时候 已经是女主婚礼的现场了 两人这次的重逢 也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洛明心里生出了一个想法 他朝陈俊苗问道 苗苗你看过这个剧本了吗 看过了 感觉如何 就是很常见的校园恋爱故事 不过其中的一些桥段安排挺有意思的 很像那个年纪的高中生做的事 结婚时候的情节设置也比较有趣 算是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那如果能让这样的桥段再多一些 再加一首比较出彩的歌 这部微电影有没有可能火吗 感觉有一些机会 陈俊苗想了想 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把吉他拿过来 啊 啊什么 快去 陈俊苗一脸茫然的 去林书文的卧室 把吉他抱了出来 楚楚你 打开摄像机录一下 等陈思楚准备好后 洛明拨动了琴弦 第69章 那些年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你青涩的脸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结 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笨桌系上红色领带的结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陈思楚听完前四句人都傻了 WTF 这不是刚刚剧本里的情节吗 姐 别说话 好好录像 陈思楚点了点头 乖乖闭嘴了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教室座位前后 故意讨你温柔的骂 黑板上排列组合 你舍得解开吗 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琴声和歌手都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陈家姐妹知道 副歌要来了 他们都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曾经想征服全世界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 滴滴点点都是你 这歌词 真是和前面的那些小细节 完美联动啊 陈思楚在心里想到 而陈俊苗在意的 则是 这首歌的表达方式 他的歌词 不是那种传统的对账整齐的词 是走的故事类型 带入微电影剧本的故事之后 很有画面感和感染力 而洛明并不知道 陈家姐妹在想什么 他继续拨动琴弦 弹唱下一段副歌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 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定 再一次相遇 我会紧紧抱着你 紧紧抱着你 一首歌唱完 洛明放下吉他 朝陈家姐妹问道 感觉怎么样 太好听吧 简直就是天籁 陈思楚边鼓掌边说道 洛明文言 嘴角一抽 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你这台词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唐可可呢 而陈俊苗的点评 就重肯多了 文姐这首歌确实很不错 主歌的歌词 不走对账亚运这种风格 反倒是有种讲故事一般 娓娓道来感觉 副歌则是故事到了高潮的情感爆发 很棒 很有特色 文姐 你是怎么想过这首歌的 是看完了电影剧本后 陈思楚问道 当然不是了 这首歌我早就写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们觉得 有了这首歌的加分 这部微电影火的概率有多大 洛明画风一转问道 一半一半吧 歌只是加分项 关键还是之前 您说的剧本细节的打磨 但这首歌肯定是能火的 陈俊苗想了想后说道 文姐 你是想把这首歌 当微电影的主题曲吗 对 只不过不是我来唱 要找个男歌手来唱 而且 而且什么 苗苗 这首歌的版权你去注册 不要让闪姐知道 陈俊苗文言一愣 随即点了点头 洛明问过林书文 知道了闪姐名下有个工作室 工作室是挂靠在华越娱乐名下的 林书文 周平还有闪姐带过的艺人 都是和闪姐的工作室签约的 闪姐对手下艺人一向比较宽松 因为这个工作室的缘故 洛明拿出来的那四首歌 版权还是在林书文手里的 但收益在合同年限内 要分给公司六成 合同结束后 公司也享有歌曲的使用权 使用权先不说 但六成太多了 洛明可不想一直白给人家分钱 林书文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两人在蜗牛之后就达成了协议 以后再有原创的歌 除了必须由林书文唱的 其他的歌就绕过闪姐 自己去注册歌曲 文姐 要不要想个一名什么的 防止被人查出来 陈俊苗问道 是得有个笔名 我想想 就叫龙叶吧 龙叶 哪两个字 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陈思楚好奇地问道 龙的三点水加龙 叶是叶子的叶 至于说含义 我解释了 你们也不懂 洛明取这个名字是从 你的名字的主角 丽花龙和宫水三叶 这两个名字里 各取了一个字 而这两人和洛明 林书文一样 都是因为互穿结缘 以后有机会的话 把 你的名字也导出来吧 洛明在心里想到 之后 洛明装出一副和陈家姐妹 讨论剧本细节的样子 实则是把前世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里的一些细节剧情 添加了进去 改完剧本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正好这时候 林书文那边发来了微信 询问洛明 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洛明随即把陈家姐妹打发了 拨通了林书文的电话 喂 洛明情况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闻闻这个微电影剧本 我觉得不错 我这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以投资人的身份 占这部微电影的大头 最好能把微电影的版权 至少也要把联合开发权拿到手 林书文文言 立马明白了 洛明在想什么 洛明 你是想在微电影火了以后 自己翻拍 对 一部有粉丝基础的电影 你就这么确定这部微电影能火 而且 你知道梁汉文想把这部微电影 拿去做什么吗 林书文问道 你知道 明年六月份 有个沪上大学生国际微电影节 算算应该是第三届了 林书文说道 他是想拿微电影去参赛 对 一旦他的微电影能入围 就能吸引来更多的投资人 如果能得奖 这部微电影几乎是必定会被翻拍的 至少也是网络电影这种的 你的意思是 我们拿下联合开发权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没这么说 我又没见过他 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种 对自己极其自信的人 嗯 那明天等你回来 你和苗苗 楚楚他们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具体怎么谈 怎么就谈了 这个剧本有这么优秀 剧本重归重矩 但是胜在真实 我又加了一些 我高中时候 看人家小情侣谈恋爱时候的互动 还给这部电影配了首歌 哥 你又写歌了 对 正好之前写了首 特别符合这个剧本的歌 我让楚楚录下来了 你回来可以看看 那歌曲版权 我让苗苗去注册了 我想了个一名 叫做龙叶 用这个名字去注册的 PS 那些年 BV1GM4Y1I7ZJ 第七十章 植物大战僵尸开发完成 林书文倒是没问龙叶这个名字 有什么特殊含义 他觉得 暗落名之前取名的规律 这个龙叶十有八九和灼光一样都是 从他没听过的某句诗里摘出来了 问了也只会让自己徒增尴尬 至于说 绕过闪解注册歌曲版权 如果说歌曲的收益 是分给闪解六成 林书文可能会有些犹豫 要不要提出这个方案 毕竟闪解对他有知遇之温 也多亏了闪解他 才能有这么多的自由 可问题是 这六成的钱是落在了公司的口袋里 闪解的工作室 只是起一个缓冲作用 帮他们这些艺人 保留自己创作的歌曲版权 平白给公司钱 怎么 公司是我开的吗 所以 林书文做这个决定 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 问问 我这周应该会来一趟户上 说完正事 若明画风一转说道 来户上 怎么突然要过来 一方面是和复旦大学的 大数据课题组 谈合作的事情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林书文撇了撇嘴 他最讨厌说话说一半的人了 林书文刚要开口询问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不和你说了 有人敲门我去看看 说完 林书文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若明有些怅然若失 他喃喃自语道 另一方面 当然是想见见你啊 林书文打开门 门外是一个穿着黑色OL装的小姑娘 先生您好 我是小区乌业的 最近咱们小区的宽带业务 要进行升级了 免费提供电视机顶盒 您看您有需要吗 宽带升级 是4G的配套服务吗 林书文问道 是的 林书文文言眉头一皱 户上那边2013年6月份的时候 就在进行宽带升级了 宾州这边居然12月才开始嘛 难怪他总觉得家里的网速 没有户上的加快呢 升级需要多少钱 不要钱绑定一张我们的手机卡就可以了 月租是128元 具体套餐室 行了行了 套餐就不用说了 我就想知道 这次升级宽带能到多少兆 100兆 林书文点了点头 办卡充化费一气合成 半小时后 和物业合作的华夏电信 又来了工作人员帮忙安装了机顶盒 调试网络 好了 先生 网络已经给您升级完毕了 林书文点了点头 到了升线后 就把人送走了 随后 林书文打开电脑 尝试了一下下载东西 平均下载速度 有个4到5米 确实比以前快了不少 但也达不到100兆 看来全国都是这样的 网速永远达不到营业厅说的速度 林书文吐槽了一句 第二天一大早 洛明睁开眼睛 不出意外的他 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洛明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匆匆赶往了公司 他想马上知道2048这几天的成绩 这是关他能拿出多少钱 来投资复旦那边的客体组 周会上 荣木对上周2048的收益 进行了总结 2048是周二上传到 iPhone商店和谷歌商店的 周二晚上 林书文的微博给打了广告 周三2048的付费用户是17 6万 周四2048的付费用户是5 1万 周五2048的付费用户是10 3万 周六付费用户是14 2万 周日正好是20万 加起来就是67 2万的付费用户 抛去iPhone 谷歌商店的30%的抽成 以及13%的增值税 下来就是297 32万 差2万来块钱 完全可以按300万算 300万投资吴泽平教授的 那个客体组的前期研究 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 以这个增长速度 2048应该还能赚一周多 甚至是两周的块钱 下来应该 还能有个1000到1500万的净收入 想到这儿 洛明心里的石头 算是落地了 接下来就是 植物大战僵尸的进度了 洛明朝赵宁远说道 赵组长和大家汇报一下 植物大战僵尸的制作情况吧 好的洛总 目前 植物大战僵尸 已经制作到了5-3 关卡模式 顺利的话 这周就能完成 后续的趣味关卡 包括无线模式 基本也都能完成 不需要以DLC扩展的形式更新了 洛明文言露出了笑容 植物大战僵尸的开发速度 比他想的要快啊 多亏了洛总您上周的帮忙 从周二开始 您抽空帮我们处理了 不少工作上的麻烦 让我们的进度加快了不少 都是大家的功劳 我没有做什么 荣总真应该要给大家 发个红包鼓励一下吧 洛明笑着问道 发 必须发 这周游戏 要是能制作完成 每人一千块钱的奖金 荣木顺着洛明的话说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这周三或者四 我应该要去一趟户上 所以 这两天 我会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 和你们一起全力投入 植物大战僵尸的研发中 争取把关卡模式做完再走 听完洛明的话 原本兴奋的众人表情 立马变得严肃了起来 两到三天的时间 要做七关游戏 最后一关 还是江王博士 美术资源有很大一部分 要重新制作时间紧 任务重啊 散会后 荣木把洛明拽到了他的办公室 二名 你怎么突然要去户上 去复旦大学 投资两个大数据算法的相关专利 等我谈好了 到时候 你把钱转到课题组的相关账户就好 洛明解释道 二名 大数据算法 真这么重要啊 非常重要 荣木见洛明这么认真 也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好 那就听你的 技术方面 你从来没出过错 我出差公司 就拜托你了 妈的 我寻思你在的时候 也没管过公司啊 不是和技术组一起研究开发游戏 就是自己窝在办公室里 不知道干什么 公司的大事小事 不都是我在处理 洛明文言尴尬一笑 确实 灼光科技的经营和管理他 从来没过问过 全靠木头了 嗨嗨 那什么 木头 植物大战僵尸 那边还有帮忙呢 就先走了呀 说完 洛明就转身离开了 荣木对着洛明的背景 甩了个国际通用的友好手势 之后的三天 洛明直接做到了技术组的办公区域 全身心地投入 植物大战僵尸的开发中 这款游戏 洛明前世在的公司 少说做了三个版本的盗版手游捞钱 对 植物大战僵尸 洛明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有了洛明的加入 团队就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 我草 完成了 周三下午 伴随着徐家乐的一声欢呼 植物大战僵尸的关卡模式 终于完成了 第71章 护上行 徐家乐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 第一次参与制作完成了一款游戏 是技术小组所有人中最激动的 其他人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了 说不激动是假的 但也没有像徐家乐一样 喜新鱼色 而赵宁远 则是长输了一口气 他参与了这款游戏的后半程制作 很清楚 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质量有多高 赵宁远相信 凭借这款游戏 他是绝对能翻身的 晚上 洛明和荣木 请公司的众人吃了顿大餐 庆祝 植物大战僵尸 完工 作为老板洛明 没少被人灌酒 晕乎乎的回到家里 洛明强撑着 买了明天去户上的机票 就躺下睡着了 他没有告诉林淑文 自己明天要去户上 想着给林淑文一个惊喜 第二天一大早 宿醉一整晚的洛明 揉着发胀的脑袋 登上了飞机 而另一边 林淑文穿着黑色运动裤 运动衫 外面套了一件 黄色的带编号的半袖 身无可恋的 站在户上体育场里 户上体育场 也被称为八万人体育场 这座体育场 占地近二十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十六 七万平方米 它的设计独特 结构为地下一层 上部结构为框架结构 东面有一个 一万六千平方米的 体育俱乐部 西面则是体育场 主看台和宾馆 而第一届的明星运动会 就在户上体育场举行 这几年上头提倡 青少年要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各大娱乐公司 一方面是响应政策号召 另一方面 是想和同行互相交流一下 看看其他公司艺人的水准 所以才搞了这个明星运动会 林书文对运动 还是比较擅长的 主要是他一年365天 差不多有200天在减肥 减肥最好的方式 就是管住嘴 迈开腿 在不擅长运动的人 一年跑这么多天 也擅长了 只是林书文 并不喜欢被这么多人 被摄像头拍着运动 特别是跑步 他因为胸前的负重 跑起来属实是不太好看 文姐 你开心一点啊 你看大家都是笑容满面的 你怎么一直苦着一张脸啊 陈思楚小声说道 因为我从头到尾 就不想参加这波运动会 而且 我的400米跑出赛 不是在11点半才开始吗 为什么9点 就让我站在这儿了 闪姐说 是因为体育场里的镜头 会随机拍摄的 文姐你 最近的人气阵望 肯定会有很多摄像师 找你给你镜头 要是大家发现 比赛开始前你 一直没来 说不定 行了行了 林淑文文言叹了口气 唉 真是麻烦 之后的两个多小时 林淑文在闪姐的隔空遥控下 在各个比赛场地转悠刷脸 陈思楚一直跟着林淑文 不过要落后两三个身位 以防被摄像头拍到 而陈俊苗则是守在 华月娱乐的艺人休息处 以防林淑文那边 会有什么补装 喝水之类的需求 和林淑文一样 陈俊苗也不喜欢 这个什么明星运动会 林淑文好歹能在体育场里转悠一下 他就只能坐在这儿刷手机 无聊死了 叮铃铃 突然陈俊苗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陈思楚打来的 陈俊苗立马接了起来 喂 楚楚 是文姐有什么药的东西吗 不是 姐 骆总来了 他给我打电话了 我走不开 你去接一下他 骆总 骆明 对 就是他 可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他知道你长什么样 应该是文姐 给他看过我们的照片 行 我知道了 他在哪个入口 东门那边 我这就去说完 陈俊苗就挂断了电话 匆匆来到了体育场的东门 他在人群中左顾右盼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耳边响起 陈小姐 我在这儿 陈俊苗连忙回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骆明后问道 您是骆总 是我 文文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您是特意赶过来看文姐比赛的 陈俊苗看着提着电脑 背着旅行包的骆明 好奇地问道 嗯 陈俊苗文言一愣 这人怎么就直接承认了 他可不是他那傻白甜的妹妹 文姐电话里对这位骆总非常信任 一听就知道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所以他刚刚的问题是在试探 可他没想到 这人居然直接就承认了 嗨嗨 骆总 文姐的400米跑出赛是11点半开始 还要15分钟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陈小姐麻烦你带我进去吧 陈俊苗点了点头 领着骆明进了体育场 女子400米跑出赛的位置 在体育场的主跑道 不管是传统体育 还是这种偏娱乐向的体育 跑步都是很受关注的项目 这次参与400米跑的女明星们 有刚刚出道的小花 也有当红的影星 还有像林淑文这种的歌手 甚至有各大的公司的练习声 骆明在陈思楚的带领下 来到主跑道的时候 正好赶上林淑文上台 骆总 这次明星运动会的400米跑 一共有32个人报名 出赛有4组 一共有8个人 每组前4名晋级半决赛 然后半决赛的16人分为上下2组 同样是8人的比赛 还是美组的前4名晋级决赛 骆明敷衍的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2号位的林淑文上 此时 林淑文正在坐着跑前的热身 先是动台拉伸 激活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提高肌肉弹性 然后是足跟走 把足肩尽量抬到最高 每步约一脚长度 足肩始终向前 这样可以拉伸小腿三头肌 激活颈骨前肌 提高平衡能力 最后是足跟走 让足跟尽量抬至最高 每步约一脚长度 这样可以拉伸进骨前肌 激活小腿三头肌 提高脚踝平衡稳定性 你们文姐的动作 看着挺专业啊 专门练习过 骆明问道 没有 是文姐要控制体重 他又是一胖体质 所以经常跑步 慢慢就懂了 原来是熟能生巧啊 陈俊瞄点了点头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点头 这人也看不到 这位骆总的目光 一刻都没有 从文姐身上离开过 两人的关系 果然不正常 就是不知道 他们发展到了哪一步 第72章 加油 给陈思楚和陈俊瞄 发工资的都是林书文 他们很清楚 自己的老板是谁 陈姐和一般的经纪人 不太一样 一般的经纪人 和艺人的关系 其实是以艺人为主导的 而陈姐凭借她在公司 和业内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陈姐算得上 是林书文的上司了 但陈家姐妹很清楚一点 老板的上司 我的上司 他们从头到尾 只对林书文负责 所以 陈俊瞄并没有探究 洛明和林书文的关系 到了哪一步的意思 反倒是想着 怎么才能让陈姐不发现异常 在陈俊瞄胡思乱想的功夫 下面的400米跑 已经要开始了 今天的天气 其实不怎么好 一直都不见太阳 说来也巧在400米 跑开始的时候 阳光透过云层 洒在跑道上 给参赛的女明星身上 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沙衣 不得不说 这次明星运动会办的 还有模有样的 每个女明星起跑的位置 都是经过计算的 连起跑器底足版都准备了 各就位预备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女明星们都蹲了下来 采取了蹲距式起跑的方式 这种方式 可以向起跑器底足版 施加很大的力量 让运动员更快地 达到自己的最快速度 砰 随着裁判员一声枪响 女子400长跑比赛开始了 这些女明星们 不管是为了完成公司的任务 还是想借着这次比赛 多赚两个镜头 态度都格外认真 林书文嘴上不在乎 真到了比赛场上 她也不想输 既然都参加比赛了 怎么着也得混个名次吧 因此 林书文在听到枪响之后 如离弦之剑一般 冲出了起跑线 文文加油 文姐冲啊 文文拿个低回来 文姐进击就行 下轮再发力 再到两旁 同样身穿黄色半袖的 华月娱乐的明星们 都在给林书文加油 洛明和陈聚描战的位置 是在跑道中段 差不多220来米的位置 因此 一开始 林书文并没有看到洛明 他按照自己以往的奔跑习惯 调整着呼吸节奏 但凡懂一些跑步的就知道 400米跑前面 一般是不发力的 只要不掉队就可以了 后面看个人体力 决定从哪里开始冲刺 而林书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 也不是白练的 在这一组的八个女明星里 她显得游刃有余 一直保持在头部的位置 林书文跑到四分之一的时候 和大部队一起转弯 调整了方向 刚一转弯 林书文就看到了 前方有些熟悉的人影 林书文的心有些乱了 呼吸节奏同样也乱了 是洛明吗 不 不可能吧 她也没说今天要过来啊 林书文的节奏一乱 速度也跟着慢了一些 不知不觉就落到了最后 不过此时 林书文已经不在什么名词了 随着距离的不断缩短 林书文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洛明 他怎么会突然过来的 我跑步的样子很丑 他会不会偷偷笑话我 文文 加油 就在林书文胡思乱想的时候 洛明的加油声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林书文回头一看 洛明微笑着冲他挥了挥手 眼神里满是鼓励 不知道为什么 林书文的心一下子安定了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快速调整节奏 此时距离终点还要180米左右 林书文的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林书文一边跑一边估算着百米的距离 150米 130米 110米 100米 林书文开始发力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保持身体挺直 肩膀放松 同时脚趾发力 推动身体前进 林书文和前面大部队的距离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短 80米时 林书文到了第六名的位置 50米时 林书文冲到了第四名 已经可以晋级下一轮了 但林书文追赶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30米的时候 林书文面前只剩下一个人了 这人穿着和他一样的黄色半袖 一看就是滑月娱乐的 但他的脸看着有些眼神 林书文猜测应该是公司的练习生什么的 由于突然的爆发冲刺 林书文的汗水顺着脸颊流淌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但他的步伐依然坚定 没有丝毫动摇 而那位练习生也注意到了林书文的逼近 林书文的锻炼强度不小 但和练习生比起来还是差一些的 这些练习生几乎一整天都在练习唱跳 体力真不是盖的 尽管林书文已经拼尽了全力 却总是差他一个身位 林书文有些无奈 看来只能以第二名晋级了 文文 加油 突然林书文脑海里浮现出了 刚刚洛明冲他挥手 给他加油的场景 林书文咬了咬牙 不知道从哪里 又迸发出了一股力量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练习生 在最后一秒充现的时候 被林书文超过了半个身位 他赢了 充现之后 林书文没有马上停下 跑步爆发过后 大量的血液被输送到下肢 以满足肌肉的活动需求 如果突然停止 下肢中的血液会失去肌肉的挤压作用 并且受到自身重力的影响 可能导致血液积聚在下肢 这会使得脑部的血液供应减少 引发脑部贫血 林书文的偏头痛 虽然查不出什么病因来 但他自己多少有些一些感觉 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头疼 比如说现在 如果马上停下来的话 不一会儿就会开始头疼了 所以 林书文在冲线后继续慢跑一段 调整呼吸节奏 让心率慢慢降下来 这才停了下来 早就等在终点的陈思楚 见状兴奋地跑了过来 文剑 你太棒了 第一名进阶 林书文没有理会陈思楚 而是朝着四周左顾右盼 在找我吗 洛明的声音在林书文耳边响起 这里这么多人 洛明完全没必要遮遮掩掩 相反鬼鬼祟祟的 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林书文立马回头 看到洛明后 他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了一个弧度 嘴上却是略带抱怨地说道 你怎么突然来了 也不提前说一声 第七十三章 附加千金和穷小子 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惊喜没有 惊吓倒是有 林书文没好气地说道 哪里吓到你了 林书文的手攥着衣角没有接话 你不说 那我猜一下 是不是怕我看到你跑步的样子 你 你这不是知道吗 你跑步的样子 我早就看过了 那不一样 视角不同 一样的 你什么时候都很漂亮 嗨嗨 文姐 你一定渴了吧 快喝点水 陈俊苗强行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这再说下去 还了得 林书文感觉自己的耳朵有些发烫 他下意识地接过了水 拧开盖子 灌了一大口 呼 林书文长出了一口气 算是冷静下来了 苗苗 你带着骆总去我家等我吧 啊 文姐 有问题 陈俊苗很想回一句 有 有大问题 但林书文的态度这么坚决 陈俊苗也不敢反对 于是 陈俊苗就带着骆明 回到了林书文户上的家 呀 骆总不好意思 我忘了问文姐家里的密码了 骆明扫了一眼演技复夸的陈俊苗 笑了笑说道 没关系 密码我知道 说完在陈俊苗惊恐的眼神中 骆明输入了密码 推开门走了进去 陈俊苗人都傻了 这 这人是怎么知道文姐家密码的 然而很快陈俊苗就意识到他惊讶得太早了 因为陈俊苗发现 骆明对文姐家非常非常的熟悉 不用他说骆明就知道厨房在哪里 知道冰箱在哪里 甚至知道冰箱里的果汁放在哪个格子 骆 骆总 你 你来过文姐家 没有 文文给我拍过照片 死 陈俊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和来过也没什么区别了 文姐到底有多相信这个男人啊 给他的公司投资不说 还给他拍家里的照片 陈俊苗心里生起了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他真的很怕文姐被骗财骗色 最后人才两空 他最近看的言情小说都是这么写的 陈小姐别这么紧张 我 我没有紧张 要不你先擦擦汗 陈俊苗文言抽出纸巾往额头上抹了一下 干的 他根本没出汗 可这一下还不如他出汗了呢 哈哈 陈小姐 你有点可爱 陈俊苗强忍着把洛明揍一顿的冲动说道 洛总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好 那就说正是 陈小姐应该有问题想问吧 洛总你和文姐是什么关系 大概是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关系 啊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两个算是互有好感吧 这也很严重啊 让闪姐知道的话 她不会知道的对吧 洛明突然语气严肃的问道 陈俊苗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 陈小姐你不用担心 如果因为这个事儿导致你被闪姐责怪 或者是开除 你可以来我的公司 我还缺个秘书 不 不用了 我在文姐这儿干的挺好的 洛明笑了笑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了 不过有一说一 洛明是真心觉得 陈俊苗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 给他当秘书应该也是可以的 陈小姐 问问未来三天有工作安排吗 明天是文姐的射箭比赛 后天要录制专辑 大后天就没有工作安排了 周日才能休息啊 陈俊苗点了点头 明星这碗饭也不好吃啊 洛明感叹道 林书文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洛明想过 也学着上次林书文给他做饭的样子 给林书文也做个晚饭的 但洛明转念一想 他的厨艺只能说 凑合能吃 更好吃 肯定是不沾边的 所以他干脆选择了点外卖 户上可是饿了妈的大本营 十二年底在户上就能点外卖了 洛明穿越的时候 外卖很多都是预制菜了 而这个时候的外卖 还是比较干净卫生的 洛明点了几个清淡的菜 自己蒸了米饭 林书文回来的时候 看着一桌子菜 表情有些惊讶 洛明你还会做菜啊 那当然 文姐 他是点的外卖 陈俊苗立马跳出来说道 外卖啊 那也行 省得处处做饭了 你们也一起吃吧 洛总 2048的成绩怎么样 饭桌上陈思楚好奇地问道 上周也就赚了三百万吧 三百万 这么多 这游戏周二上线的 满打满算五天时间 居然赚了三百万吗 陈俊苗一脸惊讶地问道 这才哪到哪 区区三百万而已 这个游戏的预期收益 应该在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 而且这还只是试水之作 洛总牛逼 陈思楚文言竖起了大拇指 陈俊苗则是沉默了 他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代入一下他最近看的小说就是 林书文是千金大小剑 洛明是个穷小子 而他是千金大小姐家的供奉 正常剧情 应该是这个穷小子放狠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的 没成想 穷小子的扮猪吃老虎 他这个供奉本来是高高在上的 但现在被穷小子啪啪打脸 对穷小子再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轻视了 现在的他只能捂着脸 发丝散乱 娇喘连 目光不屈地看着穷小子 如果洛明知道陈俊苗的想法 一定会觉得陈俊苗干过什么赴言 比如在什么会所 什么版主 什么植物上 写过点东西 这文字功底太扎实 聊聊几个字 就把画面给带歪了 当然了 洛明没有读心术 他不知道陈俊苗在想什么 只是继续说着公司的游戏 洛总 那个植物大战僵尸 什么时候发售 我去买一份支持一下 陈思楚问道 不用了 到时候我送你们一趟 那多不好意思 送个游戏而已 你们可是文文的左膀右臂 不用跟我客气 那就谢谢洛总了 一顿饭吃完 陈思楚已经和洛明混熟了 陈俊苗一直听着洛明 和林书文的疑问一答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原来文姐一直都有参与公司的管理 是他启人忧天了 第七十四章 口嗨 洛明你和吴教授约好时间了吗 林书文边啃着苹果边问道 还没有 这不是要看你哪天有空吗 等我的话 那就要周日了 明天我这儿还有射箭比赛 后天要去公司录歌 那就周日和吴教授谈吧 公司那边没问题 木头之前跟我说 我在不在公司其实一个样 反正大事小事都是他在处理 哪有 我 嘿嘿 你还是挺负责的 每天各种报表数据什么的 都会看的 也就是看看了 在木头的视角里 完全就是装样子 林书文文言有些不服气 这怎么能说是装样子呢 文姐 时间不早了 是不是该给洛总找出的地方了 收拾完厨房后 陈思楚走过来问道 洛明你有订酒店吗 订了 洛明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哦 那就好 初初 苗苗你们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送洛明去酒店 好的文姐 说完 陈思楚就转身去收拾东西了 陈俊苗显然是想说些什么的 但最后也没能说出口 陈家姐妹离开后 林书文美好气地朝洛明问道 洛明 你这家伙肯定没订酒店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订 你来体育场的时候 还提着电脑背着旅行包 要是提前订了酒店的话 至少也要把东西放下吧 后来 你又直接回了我家 中间哪有时间去订酒店 是 我没订酒店 洛明笑着点头承认了 看来 你早就打定主意要赖在我家了 你要是不愿意 我可以出去找酒店的 算了 你大老远的来一趟 还把你赶出去不太好 今晚你就在侧卧睡吧 侧卧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主卧 林书文文言挑了挑眉 怎么 你还想让我去侧卧呀 主卧床那么大 我不介意一起睡的 听到洛明的话 林书文的脸瞬间就红了 但害羞归害羞 他也没有怂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好啊 那我去洗澡了 一会儿床上见 嗨嗨 我开玩笑的 别开玩笑啊 今晚咱们就把事办了 明天我就官宣退圈 后天把正义领 以后一周你上我 一周我上你 一胎我生 二胎你生 洛明被林书文的虎狼之词吓到了 连连白手 别别 我错了 我错了 还去不去主卧了 不去了 不去了 怂彼 说完 林书文就像一只 斗圣的大公鸡一样 提胸抬头地走进了浴室 咔哒 浴室门被锁了起来 门口的林书文 只觉得一阵腿软 直接坐到了地上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一个字 烫 天知道 他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 拿出了多大的勇气 他早就看出来了 洛明只是个嘴强大师 只敢口嗨 对付这种人 只要他成为嘴强王者就好了 但很显然 这嘴强王者不好当啊 林书文缓了两分钟 从地上爬起来 照了照镜子 镜子里的他 脸红得跟主叔的螃蟹似的 啪啪 林书文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脸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而遇事外的洛明的表情 也有些纠结 洛明知道 林书文是在用一笔之道 还师比身的方法对付他 可以想起刚刚林书文说的话 洛明心里 还是有几分悸动的 如果是一周以前 洛明感觉自己 不会有一点纠结的 两袖清风 怎敢误家人 更别说林书文不是普通的女人了 她是明星 是最近人气阵望的歌坛小天后 自己虽然是穿越者 但当时却什么都没有 而现在情况有了一点点不同 2048赚到了钱 光年之外 和蜗牛 也被很多人所喜欢 这说明 前世的文化 在这个世界 也是有土壤的 要是 植物大战僵尸 也能像前世一样活起来 到时候 应该就有资格陪他一起走下去了吧 洛明喃喃自语道 半小时后 林书文裹着浴巾 小心翼翼地推开浴室的门 从门缝里探出了脑袋 看向了客厅 客厅的大灯已经关了 只有一排夜灯亮着 洛明也不在沙发上了 林书文这才松了口气 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这天晚上 两人很默契地没有打扰对方 但今晚 他们都失眠了 主卧和侧卧就隔着一堵墙 洛明和林书文都在床上 辗转反侧了好久才睡着 第二天 洛明被门外的脚步声吵醒了 他穿好衣服 犹豫了一下 没有马上推门出去 而是掏出手机 给林书文发了的消息 我能出去吗 能啊 林书文那边秒回 洛明这才开门出来 听到侧卧那边的开门声 陈家姐妹不约而同地 朝侧卧的方向看去 看到洛明从房间里出来 就连神经大条的陈思楚 都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陈思楚看了看 林书文又看了看 洛明揭巴着问道 洛 洛总 你 你昨天没去酒店 去了 但是附近的假日酒店没空房了 陈俊苗文言 翻了个白眼心想 这里有红傻子一样 谁会信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最近户上的酒店 确实比较紧张 听到自己妹妹的话 陈俊苗的手一抖 挤出了一大坨的装前乳 原来他妹妹是傻子吗 文姐 这样不太好吧 陈俊苗咬了咬牙提醒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不会出问题的 文姐 陈姐可是知道你家里密码的 万一她突然过来 叮叮叮 陈俊苗话音刚落门外 就响起了书密码的声音 姐你是乌鸦嘴吗 陈俊苗一脸惊恐地说道 林俊苗也有些慌了 好在洛明反应够快 一个剑步冲回了侧卧 顺手关上门 咔嚓 开门声和关门声 几乎同时响起 陈姐没有看到洛明 林俊苗和陈家姐妹 同时松了口气 你们都在发什么呆呢 我还要你们行住目里吗 陈姐眉头一皱问道 没 没什么 我们只是没想到 陈姐你会突然过来 你今天不是要去帝都看望周平吗 林俊文插开了话题 第75章 算约会吧 我是有点放心不下去 你昨天400米得了第4名 你这么要强的一个人 我怕你钻牛脚尖 林俊文文言翻了个白眼吐槽道 陈姐 你报什么项目不好报400米 我这也不适合跑步啊 我这条件 能进决赛就已经算成功了 我哪里还能有什么不满 是啊 陈姐 文杰跑步的时候 相当于背着两团负重 他怎么可能有好成绩 陈思楚附和了一句 陈姐听到负重这两个 眼睛一瞥 看了一眼林俊文的胸 嗨嗨 那什么 我飞机快晚点了 我走了呀 陈姐 下次再有这种活动 千万别给我报跑步类的项目了 知道了 说完 陈姐逃命一般的 跑出了林俊文家 太尴尬了 她还眼巴巴的过来 安慰林俊文 这跟自己跑过来 找骂有什么区别 扑哧 林俊文看着如此狼狈的陈姐 没忍住笑出了声 陈家姐妹也跟着笑了 洛鸣这时候 推开走了出来 略带调侃地说道 陈姐这下算是射死了 射死 洛总 这是什么意思 射死就是社会性死亡 表面的意思 是指对亲朋好友而言 已经死去 在社会上 已经被大家认定为死亡 放到这种情境下 就是指经历了很羞耻的事情 而且 这件事还被亲近的人知道了 没脸再在世界上活下去了 陈思楚听完洛鸣的解释 笑得更放肆了 林俊文和陈俊苗的笑意 也都压不住了 文文今天你的射箭比赛是几点 洛鸣问道 十点就开始了 我去给你加油 别了 我之前试了试 我只能勉强上把 平均成绩顶天了 有个五 六环 这水平第一轮就淘汰了 还加什么油 那岂不是说 你下午就没事了 想得美 就算淘汰了 也要给公司的其他人加油 哦 我想起来了 昨天你们公司的人 也给你加油来着 不过射箭结束的应该比较早 下午三 四点就能搞定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不如一起出去玩玩 也行 陈俊苗在林俊文家里 看到洛鸣的时候 就已经放弃抵抗了 他叹了口气提醒道 文姐记得戴口罩 知道了 楚楚你帮我多背上几个口罩 好的文姐 八点整 林俊文和陈家姐妹 一起出门了 洛鸣喜树了一下 也出门了 吴教授那边 虽说已经决定周日过去了 但也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的 洛鸣直奔图书馆 他要好好准备一下 和吴教授的合作谈判 洛鸣在图书馆一坐 就是一上午 中午的时候 去附近的汉堡王 吃了两个汉堡 又接着去整理资料了 下午三点半 洛鸣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打了辆车直奔体育场 洛鸣到了体育场后 给陈思楚打了个电话 几分钟后 陈思楚来到东门口 把洛鸣领了进去 楚楚射箭比赛结束了吗 洛鸣问道 快了 正在决赛呢 文文的成绩怎么样 文姐的成绩不太理想 呃 你这句话 怎么听着那么奇怪 陈思楚文言一脸茫然 文姐平均成绩只有四 二环 确实不太理想啊 算了算了 你直接带我过去吧 陈思楚点了点头 领着洛鸣 来到了射箭比赛的场地 说来也巧 两人走过去的时候 正好赶上比赛结束 第一名平均成绩是八 四环 正好是林淑文的二倍 总算结束了 林淑文伸了个懒腰说道 文姐 洛总来了 看到了 我先去换衣服 苗苗 你让他们在停车场等我 好的文姐 陈家姐妹和洛鸣 洛鸣一起去了停车场 洛鸣还是第一次 做明星保姆车 这辆车看起来 就跟一辆C型房车一样 里面的配置 也和房车很像 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厕所 楚楚保姆车里的厕所 也是用黑水箱的吗 洛鸣好奇地问道 所谓黑水箱 是房车里 用来存储 公共卫生间排泄物的设备 洛鸣前世第二份工作的老板 就有一辆S型的双层房车 有次公司聚餐的时候 老板就把员工们 叫去他的房车里参观 那次洛鸣的老板 专门展示过房车排污系统 洛鸣也是 因此才知道了 房车上的排泄物 是怎么处理的 而陈思楚 听到洛鸣的问题后 给出了肯定了回答 是的洛总 这辆保姆车 其实就是一辆C型房车改造的 用的自然也是黑水箱了 原来是这样 其实很多明星的保姆车 都是用房车改造的 大多都是B型 或者C型房车改的 他插 陈思楚话音刚落车门 就被拉开了 换好衣服的林书文 提着一个小包上了保姆车 文杰我们去呢 陈思楚问道 洛鸣你说呢 先找个没什么人的地方 把我们放下吧 其实停车场就没什么人 可以直接下的 陈思楚说道 不行 今天这里停的车 都是各个明星们的 在这里下 难保不会被人拍到 陈俊苗立马表示了反对 呃 我差点忘了 那咱们去不远处的公园吧 这个点工作的还没下班 公园里应该没什么人 我这去开车 这还差不多 文杰 你也再换一身衣服吧 你从体育场出来 应该有碰到过人 你这身衣服 可能会被人注意到的 也是 洛鸣你先去副驾驶坐一会儿 我换身衣服 洛鸣点了点头 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 陈俊苗不放心 还把帘子拉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 房车停在了公园附近的停车场 林书文的衣服 换成了牛仔裤 黑色的轻薄羽绒服 他戴好帽子口罩 和洛鸣一前一后下了车 看着洛鸣和林书文的背影 陈俊苗长叹了一口气 姐 你叹什么气 你觉得 文姐和洛总一起出去算什么 算什么 算约会吧 你也知道算约会啊 这事儿要让陈姐知道 陈思楚文言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陈姐知道什么的 想想都觉得可怕 第七十六章 求千 洛鸣 我们去了 林书文问道 先去吃个饭怎么样 吃饭 附近有饭店吗 有啊 我们不远处有个寺庙 叫龙华寺 那里的宿面挺不错的 啊 去寺庙吃斋 你好不容易请我吃一次东西 就吃素啊 吃素面只是顺路 关键是求个千 林书文有些无语了 你还信这个 过去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但现在 穿越和护穿都发生了 我实在唯物主义不起来了呀 当然了 这后半句话 洛鸣是没有说出来的 林书文虽说有些很好奇 但也没有追问 以他对洛鸣的了解 洛鸣没说出来的话 问了也是白问 这人嘴可太紧了 既然你信 那咱们就去一趟好了 正好给你求个平安福 为什么要求平安福 林书文突然停下脚步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洛鸣 因为我希望 你能平平安安的 林书文的这一句话 说得格外认真 他真诚地注视着洛鸣的眼睛 说着 希望洛鸣能平安 这让洛鸣有些摸不着头脑 问问你 我什么 你别误会 咱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出事了 谁知道我会怎么样 林书文慌张地掩饰着 洛鸣的直觉告诉他 林书文应该是经过过 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但他对林书文的过去了解的并不多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宽慰他 但既然林书文希望他平安 那就顺着他的话说好了 于是洛鸣点了点头道 好 那就求两个平安福吧 两个福 林书文愣了一下 我平安你也要平安 林书文沉默了几秒后 用力点了点头 不对 我们应该求三个福的 三个 对啊 我一开始 可不是想求平安福的 那你一开始 想求什么福 我想求个姻缘的 姻缘福 林书文满头问号 他在听到 洛鸣想求姻缘福的第一想法是 你还需要求姻缘吗 姻缘福这种东西 不应该是姻缘不顺的人才要求的吗 你的姻缘哪里不顺利了 还是说 你这个大猪蹄子 想求新的姻缘 吃着碗里的的 看着锅里的 呃 不对碗里的你也还没吃到呢 而事实上洛鸣其实是没往这方面想的 洛鸣求姻缘福 是希望他和林书文的姻缘能顺遂 人类求千拜佛 要么是有所求 要么就是寄托自己美好的希望 只不过林书文想的是前者 而洛鸣想的是后者 林书文不是会委屈自己的那种人 他直接开口道 洛鸣你觉得自己姻缘不顺 或者说不行吗 洛鸣也不傻 他立马就听出来了林书文的弦外之音 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 洛鸣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 而且林书文虽然是这样问的 但言语间却丝毫没有对他自己的不自信 纯粹是想挑适的语气 洛鸣倒是有些慌了 他连忙摆了摆手道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一丝一丝 呸 说顺嘴了 我的意思是 希望我的姻缘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顺遂 林书文翘脸一红低下了头 这人打起直球来 还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龙华寺虽说也在徐会 可离他们所在的位置 还有个三四公里的距离 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洛鸣在路上打了辆车 十五分钟后 车停在了龙华寺的门口 龙华寺原来长这个样子 林书文打量了一下寺庙的入口 感叹道 你听说过 当然听说了 我那两部电视剧扑街的时候 闪姐就说想 带我来龙华寺白白佛祖 上炷香 去一下梅玉 那最后为什么没来 因为我的哥火了呀 自然就不用来了 在华夏当神仙不容易啊 有事就来拜 没事滚一边去 洛鸣在心里想到 话说回来 洛鸣 这佛寺好像是一千七百多年前 三国时期孙权给他母亲建造 中间肯定翻修过很多次了 真的灵验吗 应该挺灵的吧 你看里面这么多人 说着 洛鸣指了指寺庙里上香的人 林书文 顺着他指的地方看去 确实人好多 那走吧 说着 林书文就摘下了口罩 你怎么把口罩摘了 拜佛还戴口罩 那也太不虔诚了 再说了 我看里面烧香拜佛的 都是老头老太太 不会被人拍到的 洛鸣往里面看了一眼 发现还真是 里面的信徒 以老年人居多 他也就放心 和林书文一起走进了 龙华寺的大庙 抬了几分钟的 就后轮到他们了 洛鸣双手合适许愿 然后叩拜 等他许完愿 睁开眼睛发现 一旁的林书文 还保持着双手合适 闭着眼睛的姿态 林书文似是心有所感 他睁开眼睛 正好迎上了洛鸣的视线 洛鸣你许完愿了 嗯 这么快 一点都不虔诚 心意到了就行 我们去求签吧 林书文点了点头 又恭敬地叩拜了一下 才从蒲团上起身 两人来到了抽签处 平安福寺院里 是直接卖的 据说是高僧开过光的那种 一个六十八 洛鸣和林书文 一人买了一个 而姻缘签是要求的 洛鸣拿起签筒晃了晃 很快一只竹签掉了下来 解签处的和尚 扫了一眼签面 随即双手合适口称恭喜 恭喜施主 此乃是上上签 您和您的女朋友 必定能白头偕老 一生喜乐 大师 你不会对每个来解签的 都这么说吧 林书文语气古怪地问道 施主此言诧异 出家人不打逛语 林书文文言露出了灿难的笑容 不管是真是假 这个吉祥话说的 还是很中听的 显然洛鸣也很满意大师的回答 他双手合适对大师俱了功 那就借大师吉言了 之后 大师把签面抄写在了一张黄纸上 叠成了三角形 放入了一个红色的小布包里 递给了洛鸣 洛鸣往功德乡里 投了一张百元大钞 接过了布包 第77章 孔明灯 花一百块 就为了听句吉祥话 感觉好亏 从寺庙里出来 林书文边戴好口罩边 嘟囔了一句 我觉得它挺直的 你刚刚不也笑得很开心吗 胡说 我没有 我只是有一点点开心 行行行 那林小姐能不能看来我让你有那么一点点开心的份上 牵个手呢 看在你今天这么懂事 请我吃饭的份上 就满足你的愿望吧 说完 林书文主动拉住了洛鸣了手 洛鸣反手一握 两人就从普通的牵手变成了食指相扣 男生的体温一般来说都要比女生高一些 两人的掌心相对 一方是觉得凉凉的很舒服 另一方是觉得热热的很温暖 你又趁机占便宜 说好的牵手怎么便食指相扣了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哼 哦 哦 你戴着口罩呢 我可看不到你绝嘴 绝了也白绝 你 龙华素斋到了 林书文话还没说完洛鸣 就用另一只手指了指前面的屋子说道 看着人挺多的 我们进去看看 要是不行的话 就买点素斋回去吃 林书文点了点头 和洛鸣一起走进了龙华素斋 两人来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发现有一个靠墙角落的位置是空的 林书文正好可以背对着人群坐下 不用担心被拍到 选好座位后 两人就去点餐了 咦 这里的面好便宜啊 罗汉面一碗十五 随缘冷菜十块 徐慧居然还要这么便宜的面 林书文看着餐牌感叹道 不止便宜 你看这个最下面这行字 先吃面后付款 这么多人 这么多桌子 肯定会有人逃单吧 也许就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了呢 人出门在外 总有不方便的时候 这龙华素斋设在了龙华寺里 佛祖应该也不介意 给遇到困难的人行个方便吧 林书文一琢磨也是 再说了 我估计这里也不指望面挣钱 你看这咖啡 清咖叫无忧 夜卖咖啡叫善缘 卖的可都不便宜 剩下的饮料也都是二十五块钱一杯 光是这些饮料就能赚不少钱了 看来这和尚也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人家这叫合理利用资源 说完 洛明和林书文一起点了餐 一人一碗素面加隋缘冷菜 两人还各要了一杯无忧 点完餐 洛明让林书文先过去坐着 他自己等着面做好端了过去 这就是隋缘冷菜啊 林书文看着碟子里的两样小菜 忍不住吐槽道 碟子不大 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比保温杯盖大一些 分别放着两样小菜 一样是素鸭 另一样是腌制过的黄瓜片 量都很少 这么点东西就卖十块 看来这里真的只有面试不赚钱了 确实是这样 我刚当端面的时候 煮饭师傅还跟我说 可以无限续面和汤头 林书文文言有些无语 他今天算是知道了 龙华寺的扇心价值几何了 一碗罗汉面价值十五块 这就是他们扇心的价值 林书文拿起筷子在碗里翻了翻 发现这面虽然是素面 料还是挺丰富的 有豆皮 非木耳 香菇 油面筋 豆结除了没有荤腥意外的还不错 林书文用勺子 盛了勺汤敏了一口 这汤头好奇怪啊 居然是甜的 味精的味道比较重 吐喝了一句 还真是 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 放点辣椒好了 说着林书文把桌上一个小缕盒打开 挖了一小勺辣椒放进了碗里 洛明也有样学样 放了辣椒面 口感就要好上很多了 吃过面后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而在寺庙外 洛明看到了点点火光 飞上了天际 果然这一世的龙华寺外 也有放孔明灯的保留项目啊 洛明在心里想到 林书文也注意到了 空中飘着的点点灯火 他好奇地问道 洛明 那是什么啊 应该是孔明灯吧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好啊 洛明文言一把拉住了林书文的手 林书文挣扎了一下无果 索性就这样了 两人来到寺庙外 一眼就看到了摆放着孔明灯的小摊 摊主不是和尚 是一个老大爷 看样子应该是周边住者的居民 大爷 孔明灯怎么卖 这个普通的孔明灯三块 家后的五块 家后有彩兔的八块 动物造型的十块 文文要哪个 洛明转头问道 林书文文言蹲下来看了看 挑中了一个兔子造型的孔明灯 洛明果断付了钱 小伙子 不要笔吗 大爷叫住了洛明问道 笔 是啊 不然怎么在孔明灯上写愿望 嗯 要 多少钱一只 三块 洛明低头看了一眼 某多多上二十九 久能买一百只的笔 陷入了沉默 最后 洛明还是掏钱买了一只笔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大爷 您真会做生意 赚点辛苦钱罢了 大爷笑眯眯地说道 小伙子 看在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份上 我给你指个好去处 你和你女朋友从龙华四处去 到了马路上往东走 就能看到一个户口 从户口下去 有条小河 那儿没什么人 你们可以在那儿放孔明灯 洛明一愣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呢 谢谢大爷 不客气 下次再来照顾我生意就好 下次一定 说完洛明 就牵着林书文的手 按大爷说的往东面走 两人走了大概一百来米 就看到了大爷说的户口 他们沿着户口下去 果然看到了一条小河 河边还有几盏小灯亮着 好安静的氛围啊 这里应该挺适合锤钓的 林书文感叹道 适合锤钓 洛明淡淡一笑 然后抬手一指 明明正在锤钓 啊 有人吗 林书文顺着洛明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了几个 头上带着应急灯 吊箱靠椅 设备齐全的钓鱼篓 林书文无语了 原来我们下来的时候 看到的光不是孔明灯啊 第七十八章 高高地飞起来 钓鱼脑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只要是一个适合锤钓的地方 就能再在任何时间见到它们 虽然在钓鱼这件事上石钓九空 但千万不能小瞧钓鱼脑 朴素的遮阳帽下面 天知道隐藏着什么样的大能 上到毒蛇识别 看图任药 野外求生 化石鉴定 下到母猪的产后护理 就没有它们不会的 而钓鱼脑除了鱼以外 能钓上来的东西 也是千奇百怪 有在水里抛了不知道 多久的沸铜烂铁 有婴儿拳头那么粗的辣条 甚至连手雷都有人吊起来过 或许是见惯了大风大浪 洛明和林书文的到来 没有引起任何一个钓鱼脑的注意 12月 哪怕是户上夜晚温度 也已经很低了 更别说还是在河边了 河水的蒸发过程 会吸收周围的热量 导致附近的气温下降 而且水的比热容大 意味着它可以吸收更多的热量 而湿润的空气 会使得体感温度更低 好在这条河不算太过开阔 风力不算大 不然会觉得更冷 可即便如此 林书文也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洛明把自己的夹克脱下来 披在了林书文身上 你不冷吗 我抗动 说完洛明就开始研究 这个兔子造型的孔明灯 洛明把兔子灯撑起来后 发现大眼还真没坑他们 这十块钱的灯 跟三块的就是不一样 它们的不同之处 不仅在造型 质量差别也很大 一些质量比较差的孔明灯 用的纸都是薄薄一层 很容易被烧穿 或者干脆就放不上去 刚飘起来就翻了 而这个兔子灯用的油纸 而且是加后的油纸 除此以外 兔子灯的造型上 也是费了不少心思的 刚刚洛明没注意 现在才发现 兔子的眼睛 甚至都特意用红色墨汁点了出来 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洛明在心里想到 洛明慢慢把灯撑了起来 林书文套了件衣服 感觉没那么冷了 他走过来 和洛明一起把灯撑了起来 文文 你把愿望写下来吧 好 林书文把兔子灯里的纸签拿出来 一只手托着纸签 一只手在上面写字 好在纸签是用的比较硬的纸 林书文又比较小心 这才没有把纸戳破 写好了 林书文点了点头 那文文你拿着灯吧 双手提着上面 这个是油纸很结实的 用力一些也没关系 林书文按照洛明说的 小心翼翼地接过兔子灯 而洛明则是开始点兔子灯里的蜡块 河边的风虽说不大 但吹灭蜡块上的小火苗 还是很容易的 林书文看着弯下腰 点着兔子灯的洛明 不由得有些吃了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 这一刻的洛明他真的觉得好帅 林书文本想多看一会儿的 但他注意到洛明的手在发抖 应该是动的 这人就会嘴硬 还说自己不冷 于是林书文往前迈了一小步 帮忙挡着点风 有林书文帮忙 蜡块终于点燃了 洛明用手拱出墙来保护火苗 直到兔子灯就慢慢鼓了起来 很快哪怕没有人提着 兔子灯也能够保持平衡了 洛明慢慢地支起了腰 林书文翘无声息地后退了半步 和洛明拉开了一些距离 文文 我们一起把灯放飞吧 好 林书文应了一声 和洛明一起拖着兔子灯下面 半分钟过后 兔子灯晃悠悠地飘了起来 飞起来了 林书文的语气有些兴奋 是啊 飞起来了 洛明看着飞过他们头顶的兔子灯 喃喃自语道 小兔子 一定要飞得高高的 带着我们的愿望往上飞吧 林书文看着兔子灯在心里想到 之后的几分钟 洛明和林书文很默契地 一直抬头看着兔子灯 从他徐徐升空 到消失在了夜空中 忽然 林书文感觉到右手被轻轻握住了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反手也握住了对方 然后像在寺庙里那样 与只食指相扣 阿铁 第二天一睡醒 洛明就感觉有些不对了 三十八 六 某人不是说他抗动吗 林书文看着温度计上的温度 一脸无奈地说道 胡说八道以后别乘忙了 我只是觉得我感冒总好过你感冒 林书文文言想说的话 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行了行了 你好好躺着吧 我去给你熬个粥 说完林书文就转身走进了厨房 洛明感觉头昏昏沉沉的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迷糊中洛明闻到了一股香味 他睁开眼睛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床边的林书文 他的手里还端着一个小瓷碗 行了 正好我的粥也熬好了 说着 林书文便一勺咬向了碗中的粥 略略吹了吹 然后放在唇边试了下温度 确定不烫后 把勺子递到了洛明嘴边 洛明下意识地张开嘴 把勺子里粥喝了下去 这是皮蛋瘦肉粥 对啊 我还以为是咱们那边的小米粥呢 小米粥不亢 再说了你生病了 要补充一些营养 洛明点了点头 安心接受林书文的头位 一小碗粥喝完 洛明感觉有了些力气 不吃东西还好 一吃反倒是肚子 也觉得有点饿了 怎么 觉得饿了 洛明点了点头 这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当食物进入胃后 它会刺激胃酸分泌 和胃肠蠕动 让人产生饥饿的感觉 我的皮蛋瘦肉粥还有剩 再给你端一碗进来 不用了 我自己出去吃吧 能行吗 别吵能啊 我还没那么脆弱 林书文文言也没有再劝 他看着洛明下了地 确认没什么问题后 才和洛明一前一后 从房间里出来 洛明来到厨房 看到陈家姐妹 一人抱着一只碗在喝粥 文姐没想到 你厨艺这么好比我强多了 我一直以为你不会做饭呢 陈思楚夸赞道 我也没说我不会做饭 你们也从来没问过我 说着林书文拉开了一张椅子 扶着洛明坐下 第79章 同道中人的论道邀请 姐 看来咱们还是沾了洛总的光 要不是洛总生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文姐亲自下厨呢 陈思楚略带调侃地说道 楚楚你话太多了 吃都堵不住你的嘴 说完林书文瞪了陈思楚一眼 然后拿着小碗 又成了一碗粥过来 洛明接过皮蛋瘦肉粥看了一眼 粉嫩的猪肉粒 墨色的皮蛋 同熬煮到绵密粘稠的粥底 互相揉杂在了一起 碧绿的葱花点缀期间 粉 墨 白 绿四种颜色 互相交织在了一起 看得人赏心悦目的同时 竟还勾起了一股莫名的食欲 这食物讲究的就是一个色香味 色是麦象 这碗皮蛋瘦肉粥的麦象100分的话 洛明能给99分 扣一分 是怕林书文骄傲 刚刚洛明光是 沉浸在了林书文的头位中了 没有好好品尝粥的味道 这碗粥肯定要好好尝一下 洛明咬起一勺子粥 看着那一粒粒 已然熬到开花的米 便已猜到粥底的口感了 果然这皮蛋瘦肉粥入口 是绵密至极 米粒轻轻用舌尖一抿 便能彻底碾碎 随着一勺咬的结实银白的米粒 可因着铜皮蛋长时间的熬煮 早已将皮蛋的鲜味 融入了粥底之中 再加上猪肉粥的肉香味 即便是一勺银白的粥底 却也是鲜香至极 猪肉粥的嫩滑可口 配着那皮蛋的鲜味 真真是美味至极 当然了 洛明的感官 肯定是加了强烈的感情色彩的 主要这粥是林书文特意为他熬的 就冲这个 今天的粥也是人间美味 初识的几勺洛明 还咬得颇为矜持 后来的动作 就不知不觉地加快了不少 一勺接着一勺 将互相融合在一起的米粒 豚肉丝铜皮蛋 往大口大口的嘴里送去 待到最后一勺咬了个空时 洛明才发现自己 竟将面前这一碗的皮蛋瘦肉粥 都吃光了 林书文健壮 微微一笑说道 你这么能吃 我就放心了 初初 苗苗你们快吃 完了我们去公司录个 好的文姐 陈家姐妹喝完粥 就和林书文一起出了门 洛明则是继续回屋躺着了 而与此同时 华越娱乐的总裁办公室 华越娱乐的董事长 童其风 郑和闪姐 还有另一位公司的高层 聊着什么 童其风听了大概一刻钟 才开口打断了汇报的人 老周这些弯弯绕绕的话 就不用说了 你直接告诉我 我儿子在你的发行部门 表现如何 发行部门的主管周静 早就知道 童其风周六特意 把他和闪姐叫过来 肯定会有此疑问 他心里也已打好副稿 因此童其风一问 他只是稍微沉饮片刻 便开了口 老板 明伟的能力肯定是有的 毕竟他是老板 您亲自交出来的 肯定是不差的 而且 这是明伟第一次 参与到公司的运营里 能有这样的表现 已经很不错了 童其风闻言 微微捶了眸子 不差这个评价 他并不满意 不差就是不够好 他记得刚刚汇报工作的时候 周静并没直接他儿子 哪里做得不稳妥 甚至干脆就没有提他儿子 想到这儿 童其风继续说道 老周 我让明伟去你那 为的就是让你 帮我盯着那小子 老周你有话不妨直说 周静眉头微凝了一下 最后 还是决定收着点 毕竟人家是亲父子 而他就算是童其风的亲信 到底也隔了一层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老板 明伟他很聪明 且知人善任 听到这儿童其风就没再问了 知人善任 就是动嘴不动手 不能亲力亲为 老周这是在说 明伟这臭小子 去了发行部门 除了耍嘴皮子 别的什么也没干 阿闪 之前他在你那边 协助你处理工作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老板 明伟的话 确实是多了一点 童其风闻言 长叹了一口气 唉 这臭小子 是真难堪大人啊 周静和闪姐 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童其风的儿子童明伟 今年24岁 作为自己家的独苗 童其风肯定是想让他儿子 接手公司的 谁知道 他儿子却对娱乐公司 没一点兴趣 整天嚷嚷着 要搞什么人工智能 童其风实在没办法 才会想着 让自己的心腹 把儿子带在身边 看看能不能培养出点东西来 谁知道这臭小子 居然是由言不尽 而此时 童明伟正在技术部门 和技术部门的主管王洪宇 探讨算法相关的事情 王哥你说什么 咱们公司还有技术比你好的人 童明伟一脸惊讶地问道 这我能骗你吗 他的技术 比我强的不是一心半点 他是谁 应该不在技术部门吧 不然以王哥你的性格 早就把他带到身边了 确实不在 他是公司的艺人 啊 艺人 艺人还会编程吗 我一开始也不信 那天 王洪宇把他被闪解 叫去测试林书文的事情 都告诉了童明伟 童明伟听完后 沉默了 过了十几秒 童明伟才忍不住吐槽道 妈的 好不容易遇到个高手 居然是闪解手底下的艺人 这让我怎么去 和他交流进步 要不我帮你问问 你跟着我学了一年多 就把我会的东西 学了个七七八八 你在这行的这天赋也不差 我能看出来 他和咱们是同道中人 都是技术宅 应该也愿意跟你交流的 那感情好 王哥那就拜托你了 行 包我身上 中午的时候 录王哥的林书文 被王洪宇拦住了 林书文肯定是见过王洪宇的 但在他的印象里 王洪宇是那种沉默寡言 面部表情僵硬 不苟言笑的一个人 眼前这个 笑得跟躲菊花式的人 真的是王洪宇吗 王总监 您这是有事 林小姐 我这儿 有个咱们的同道中人 想跟你交流一下 技术方面的问题 你有空吗 技术 王总监是说 C++ 不是单一的算法 而是整体的技术思路什么的 听到这儿林书文懂了 这是来找洛明的 既然是来找洛明的 就让洛明下周自己处理好了 于是林书文点了点头道 可以啊 下周吧 下周让他来找我 今天我还有专辑 要录制 明天有点私人的事情要处理 实在是没空 没事没事 不差这一两天 第八十章 以后他做饭 林书文今天是真的很忙 录制专辑的歌曲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是要订下专辑MV的拍摄人员 一般来说 华月娱乐的专辑MV 都是给公司的新锐导演练手的 华月娱乐和洛明前世的唐人影视 有些相像 这家公司是以电视剧拍摄为主的 歌手和演员的比例 基本是28开 只是最近两年 电视剧拍摄没那么赚钱了 所以 公司的高层都在谋求转型 正巧周平这个从南棒回来的艺人 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 华月娱乐的高层 猜想着复刻周平的成功 前期以南棒那边的女团为主打 等到女团有一定人气了 再学着周平的样子 慢慢单飞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华月娱乐高层的想法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 就被上头的一则禁令给驳回了 南棒模式的女团不能搞了 华月娱乐的高层 一下子就压火了 再加上这段时间 林书文的热度是真的高 这就导致了 原来给新人导演 练手的MV 都有好几个已经参与广告 微电影 甚至还有拍过一部电视剧的导演 找过来想和林书文合作 这种事情 闪姐从来不会越过林书文自己做决定 所以 几个导演的资料 就都放到了林书文面前 文姐 这个怎么样 她是唯一一个拍过电视剧的导演 资历肯定没问题 陈俊苗指着最上面的简历问道 不好 这个资历太高了 MV的拍摄 我想的是以我的意见为主 陈俊苗点了点头 从中间抽了一份资料出来 文姐这个呢 前导是去年入制咱们公司的 前面就拍过几个MV和广告 这个还行 列入备选吧 经过一番筛选后 林书文那边留下了两份简历 都是去年入职公司的导演 有一些工作经历 但不多的那种 楚楚把这两份简历给陈姐送过去 让陈姐决定选哪个吧 说着 林书文把两个文件夹交给了陈思楚 陈思楚点头英试 捧着文件夹离开了 等陈思楚送简历回来 发现林书文已经换好了衣服 显然是准备回家了文姐 这么早就回去啊 洛明生病了 我有些放心不下 文姐 这还在公司呢 小心隔墙有耳 陈思楚小声提醒道 我们在自己的办公室关起门来说 不用这么紧张 姐 你忘了吗 当初为了方便文姐 在比较私人的空间练歌 文姐的办公室 陈姐是特意做过隔音处理的 她在门口都听不到什么 再说了 我刚进来门外也没看见人啊 行了行了 既然苗苗担心 那咱们就直接走吧 姐妹两个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 林书文让陈思楚特意饶路 去买了一些菜 姐妹俩把林书文送到楼下 就被林书文打发回去了 她一个人提着菜回到了家 林书文一推开门 就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糊了的味道 她提着菜来到厨房 发现洛明正在煎鸡蛋 身体不舒服 就别乱动了 你不是会点外卖吗 饿了就直接点外卖啊 林书文边说边系上围裙 把洛明拽到了一边 林书文从洛明手里接过炒锅 洛明只见林书文一只手端着炒锅 轻轻往起一颠 鸡蛋在空中180度转体 直接翻了面 六 六什么六 你就是这个呀 林书文看了一眼 飘着葱花的瓜面汤问道 汤面加煎鸡蛋 有什么问题吗 林书文没说话 拿起筷子尝了长面的汤头 洛明 你以后别进厨房了 啊 啊什么啊 你这碗面抛开色香不谈 味道也很难吃 比猪食强不到哪里去 你做饭跟浪费粮食 没什么区别 洛明文言只觉得心口一疼 扎心了 老铁 前世他可是自己做了六 七年饭的 更重要的是 洛明对自己的厨艺 其实还挺有自信的 今天要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至于连个鸡蛋都肩不好 洛明还没从自己做饭难吃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林书文的声音就又一次在他耳边响起 以后想吃什么 可以跟我说 听到这句话 洛明瞬间就满血复活了 坏消息 原来我的厨艺很垃圾 做饭很难吃 好消息 以后有厨艺好的人给我做饭了 洛明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寒冬腊月 他冒着风雪回到家 这时候 林书文温柔地走过来 帮他脱下衣服 轻轻地扶去头发上的雪花 温柔地和他说 洛明今天工作辛苦了 晚饭我准备好了 快来吃吧 洛明 你发什么袋呢 碟子 帮我拿个碟子 林书文的话打断了洛明的思绪 他应了一声 从橱柜了拿了一个碟子出来 林书文把有一面已经煎糊了的鸡蛋 倒进了碟子里 知道你的鸡蛋为什么会浇吗 林书文特意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词 今天是身体不太舒服 油温没把控好 所以才会出意外的 其实很简单 你没有把锅烧热 看好了 我给你上一课 说着 林书文把锅简单洗了一下 又放到了天然气灶上 啪哒 林书文直接来了大火 一直烧到炒锅冒烟 然后转中火倒了一些底油 等到油温六七成热的时候 林书文单手开了一枚鸡蛋 滋了 鸡蛋和油碰撞 发出了声音相当的悦耳 三十秒后 等鸡蛋定型 林书文像刚才那样 手微微用力颠起炒锅 鸡蛋成功翻面 金黄色的鸡蛋 煎得再不能完美了 学会了吗 我的脑子学会了 手不一定 不如直接多到点油省事 果然 我就不该对一个 煎鸡蛋都能焦的人 抱有期待 我那是喜欢吃焦的 洛明嘴硬道 给脸不要 好吧 那我换个说法 果然 我就不该对一个 煎鸡蛋都能糊的人 抱有期待 嗨嗨 今天天气不错呀 嗯 是不错 现在你能离开厨房了吗 洛明文言 立马转身离开了 半小时后 林淑文把洛明叫了回来 一会儿的功夫 林淑文已经搞定了三菜一汤 小米粥正在锅里炖着 吃完饭粥也就差不多能喝了 第81章 AI和大数据 有一说一 这小米粥不如我熬的 洛明喝了 林淑文熬的小米粥 感觉自己又行了 对山西人来说 熬小米粥几乎算是必备技能了 洛明在熬小米粥上 还是颇有心得的 他是真觉得 林淑文的小米粥熬的一般 这个我信 我爸熬的小米粥 就比我妈熬的好喝 我爸说 他们弓洋人每天都喝粥 熬粥属于是熟能生巧 我妈是绵羊的 我做菜是跟我妈学的 口味也是偏四川这边的 我记得你说过 你爸是川大的研究生 你妈也是 所以他们两个人 是在大学时候在一起的 洛明好奇地问道 嗯 我爸妈都是川大生物系的 两人还是同一个教授 手底下的研究生 相处的时间长了 慢慢就走到一起了 两人结婚以后 我妈就跟着我爸去了冰粥 我妈怀我的时候伤了身子 后面不能怀孕不说 还体肉多病 天气一变就渴嗖 因为这个原因 我妈在刚生下我的时候 不得不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带着几个月大的 我在我外公外婆家住了一年 调养了一年身子 后来 我妈回了工作岗位 就把我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了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我记得是刚原了锁 我爸妈就接到了 帝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邀请 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帝都 后面 除了逢年过节 几乎没有回过冰粥了 难怪我总觉得 你对冰粥没有那么熟悉 我对帝都其实也不熟悉 也就是我家附近比较熟了 你看着也不像那种很宅的人 和宅不宅没关系 我主要是没什么朋友 不常出去玩 对了 骆明你家是个什么情况 林书文化风一转问道 我家有五口人 我爸妈 还有一对比我小五岁的龙凤胎的弟弟妹妹 我爸是货车司机 我妈是小学数学老师 小学老师和货车司机 这职业听着好不搭 你父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 我爸是军人转业 一开始分配到了我们那儿的公安局 我妈是大专生 师范毕业 直接分配到了我们当地的小学 当时两人的工作 也算是门当户队 后来 我爸因为看不惯一个人渣抓捕的时候 暴力执法 审讯的时候他不交代 我爸还动了手 因为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爸就下岗了 然后就去开大车了 叔叔 还真是饥饿如仇啊 林书文用比较委婉的语气说道 骆明笑了笑 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结 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道 父母是货车司机 和小学老师这两个职业的 我只能说不是孤儿 胜似孤儿 两个人都是常年都不在家 我们兄妹从上小学开始 就是挂靠在小饭桌的 晚上我妈从学校回家 才会把我们接回去 林书文显然没听过小饭桌这个词 她好奇地问道 小饭桌 那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 类似于课后辅导的地方 只不过这个地方 除了有老师教你写作业 还管饭 甚至可以住宿 听着挺方便的 主要是方便了父母吧 对于我来说 小饭桌的生活 可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这倒没有 就是我比较孤僻 和那里的孩子相处 不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 直到高中去了宾州 认识了几个朋友 才算有了一些改变 五中是宾州的是重点吧 我记得我堂姐就是在五中上的 对 说起来我去五中的时候 还是挺自信满满的 我在我们那儿 可是回回都是年纪前五的 没想到去了五中以后 才发现人外有人 我引以为要的成绩 在这什么都不是 我的成绩甚至连侧重班都进不去 更别说火箭班了 我在普通班拼了命的学 最后也就能上到211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 认识到世界的参差 林书文感觉到洛明的心情 不是太好 连忙出言安慰 都过去了 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一个小游戏就挣了三百万 后面的植物大战僵尸 一定也能挣大钱的 洛明笑了笑 也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结 他话锋一转道 文文 一会儿你帮我联系一下你的学姐 就说明天我们要去见吴教授了 让他和我们一起 好 话说洛明吴教授那边 投资多少钱就够了 这么说吧 大数据这东西 前期研究起来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数据样本 而这些样本 需要很专业的设备来分析 这些设备就是投入的重点 估计没个大几千万 甚至是一两个亿 根本玩不赚 啊 要这么多钱啊 你不会已经把植物大战僵尸的收益 也算进去了吧 这怎么可能 倒不如说 我之所以去复旦大学 找大数据相关的课题组 为的就是省这一笔钱 复旦大学 作为华夏综合排名 稳定前三的学府 设备是绝对不缺的 借助复旦大学的设备 就能省去最大的这部分开支 至于说科研费用 我估计千万就差不多了 听到这儿林书文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 你是打算用2048的收益 去换取吴教授 他们研究的大数据专利对吗 对 反正我们要的 只是商业方面专利使用权 这对于吴教授他们来说 没有任何损失 反倒是有人投资他们的项目 省得去费力申请研究经费了 互惠互利吗 我懂 对了洛明我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互联网的未来 就是大数据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了 洛明愣了一下问道 我最近也算是对互联网这一行 有了一些了解 我问过赵宁远这个问题 他觉得互联网的未来是AR 是高度智能化互联 而你却一直在搞大数据 这两者并不冲突啊 高度智能化互联我持保留意见 我不确定后者对人类来说是好是坏 但是AR确实是互联网以后 最主要的发展方向 大数据从某种意义来说 其实算是AR的配套 只不过大数据在商业 特别是电子商务领域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大数据算是 下一个阶段的互联网风口 有一句话说得好 站在风口中都能起飞 现在抓住大数据 就相当于抓住了通往未来的机票 至于说AR 随着大数据算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AI也会慢慢显露出它重要的一面 届时 我们手里应该已经有一定的资本了 再投资AR也为时不晚 难怪我们公司的技术部门的王总监 见了你一面 就对你念念不忘了 林书文忍不住感叹道 王总监 王红宇 对 他想抽空和你聊聊 我和他约好下周了 洛明点了点头也没有多想 他能看出来 王红宇和他是同道中人 洛明也挺愿意和他交流技术的 第82章 合作达成 第二天 洛明和林书文一起又一次来到了复旦大学 这回或许是因为洛明在的缘故 王南显得很克制 完全没有发病 很客气的和洛明打了招呼 这位就是洛总吧 我听文文说起过你 王小姐你好 文文也和我提起过你 两人简单寒暄过后 王南说起了正事 吴教授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们了 我们这就过去吧 麻烦学姐了 客气什么 咱们两个谁跟谁 对了文文 我记得上次你和我说 洛总的公司是游戏领域的对吧 林书文点了点头 既然是游戏公司 为什么洛总想投资大数据算法呢 这个问题 还是我来回答吧 我认为大数据算法 是互联网的下个风口 洛明把昨晚和林书文 删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后 对王南重复了一遍 王南听完 眉头紧促 洛总 你的想法我大致明白了 只是你的观点我不太认同 王小姐是对哪方面不认可呢 我认为大数据算法 并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和使用 理由呢 理由很简单 一旦大数据算法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发展 那么大数据算法 势必会成为资本把持市场的工具 甚至可能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 同时 大数据算法越是推广 普通人的隐私就越难得到保证 而且是没有选择的那种 届时甚至可能会有资本家跳出来说 普通人愿意拿隐私换取便利 洛明听完王南的话 对他多了几分赞赏 林书文的这位学姐有点东西啊 仅仅凭他的直言片语 就能推断出大数据算法 被市场接受后的发展情况 那王小姐觉得 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王南沉思片刻后摇了摇头 避免不了的 除非从源头上直接切断 干脆不发展大数据算法 这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能期待一个有良心的商人 掌握这项技术了 洛总你觉得你是这样的商人吗 人都是会变的 我也不敢说 未来的我会是什么样的 至少现阶段的我 是会对大数据算法的发展 进行一些约束的 王南文言露出了笑容 他转头朝林书文说道 文文你的合作伙伴还不错 我认可他了 学姐 他这几句话 就把你说服了呀 林书文愣了一下问道 我是认可你的眼光 你的小男朋友 我是无条件信任的 是 什么小男朋友 学姐你可别乱说 学姐我可是过来人 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 林书文红着脸低下头 没有再反驳了 他和洛明之间 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 学姐说的也没错 洛明同样没有反驳 他都想到林书文 一副贤妻母 给他做饭的模样了 还反驳什么 两人在王楠的带领下 又一次来到了 吴教授的办公室 今天吴教授的办公室里 不只有他 还有另外一名气质儒雅的中年人 以及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洛明和林书文一进来 吴教授立马起身 双方一阵寒暄 同时互相做了介绍 这两人都是吴教授 大数据课题组的成员 中年人是复旦大学 计算机系数据结构的 老师刘明哲 而年轻人 则是吴教授手下的博士生周易 刘明哲看起来有四十来岁了 这个年龄的 肯定是不认识林书文了 而周易从林书文一进来 眼睛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 显然是认出了林书文 林书文感受到周易的视线 礼貌地点头示意 周易健壮激动的面色潮红 这表现一看就是林书文的粉丝 周易的小动作 吴教授并没有注意到 他这会儿正和洛明解释 刘明哲和周易为什么会在 洛总 我们的合作 并不是我个人和贵公司的合作 而是整个课题组和贵公司的合作 所以我把课题组比较重要的两个人 也请过来了 希望洛总不要在意 洛明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我理解 吴教授 咱们直接谈正事吧 听洛明这么一说 吴教授也放下了心 直接拿出了一份文件夹 洛总 这是我们课题组预估的项目资金 每一项都有详细的规划 你可以看看 洛明接过文件夹翻开 正如吴教授所说 这份文件夹 对课题组的预计消费率的很清楚 里面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项以外 都是准确的花费数字 光从这个看就知道 吴教授的课题组 对这次合作很有诚意了 洛明很快就翻到了最后 整个课题组需要的投资 一共是837 35万 吴教授 这里我有些不太明白 之后 洛明对文件加上的一些项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吴教授对此一一进行解答 两人一问一答的过程中 吴教授很快确定了 这个年轻人和之前的林小姐一样 对大数据算法非常了解 对大数据算法的一些思想和应用 甚至比他还要领先 这让吴教授对这次合作越发满意了 如果是一些公司或者个人 大概是不会喜欢跟内行合作的 越是懂的人 他们可操作的空间就越小 就比如说装修 对一些装修公司来说 懂家装的和不懂家装的客户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一般来说 双方一接触 装修公司就会把客户的底细摸个差不多 然后看叠下菜 懂装修的是一套说法 不懂的是另一套说法 忽悠到了利润空间也就出来了 而对于吴教授这种高等学府的课题组来说 却是恰恰相反 跟董行的人合作 一般也就意味着 只要他们的工作做到位 经费什么的也更容易下来 而且不会出现外行指挥内行的情况 能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刘明哲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他确认了洛明是董行的人后 也加入了对课题的讨论中 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 基本敲定了合作事宜 剩下的就是请律师签合同了 复旦大学有自己的法律系 肯定是不缺这方面人才的 而洛明就需要自己请律师了 第83章 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洛明 找律师的事就交流吧 从吴教授的办公室出来 林书文提议道 我在户上人生地不熟的 也只能拜托你了 我这就让苗苗联系 明天 等等 明天我们就该互换了 那岂不是说签合同要我去了 你以为呢 林书文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怎么灼光这边 一遇到重要的事就是他上啊 要不明天你和我一起去 你没工作吗 洛明问道 林书文文言立马翻了翻手机备忘录 然后拍了拍胸脯说道 还好 明天没什么重要的事 往后推一下也行 好 那就一起去 话说洛明 明天是不是咱们俩第一次在互穿的状态下见面 好像是 我突然有点期待了 啊 期待什么 林书文嘴角微微上扬 没有接话 晚上十一点 洛明和林书文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洛明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 把我拉过来干嘛 林书文打着哈欠问道 我想看看 我们两个要是在一起面对面 还会不会互穿 你还没接受现实啊 不是接不接受现实的问题 是做个实验 问问之前互穿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感觉 也没什么感觉 就是一到十二点就很困 想撑也撑不住 然后就睡着了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互穿了 我也一样 所以我想看看 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情况下 到底会怎么样 林书文文言也来了兴趣 他去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了一下 然后和洛明一起坐在沙发上等着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很快十二点就到了 洛明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一阵困意来袭 他最后强撑着看了林书文一眼 发现林书文居然已经睡着了 然后洛明也撑不住 闭上了眼睛 滴滴滴 第二天早上 林书文的手机闹钟响了 他摸索了一圈 也没找到手机 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 手机铃声已经被关停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每天在镜子里都能看见的脸 只是这张脸上的表情 看着那么奇怪呢 林书文伸出手揉了柔美人的脸 然后吐槽道 洛明 别用我的脸摆出这种愁眉苦脸的表情 我这不是愁眉苦脸 我是在想 昨晚是怎么睡着的 还能怎么睡着的 咱们两个互换的是灵魂 灵魂都不在身体里了 你能不睡着吗 你说的对 好像真是这样 哎哟 你干嘛 洛明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书文一下 从沙发上拽了起来 别说话 我也做个实验 林书文话音刚落 洛明就感觉自己双脚离地了 卧槽 我被女人公主抱了 不不不 现在你才是女人 啊这 林书文抱着洛明 一路来到了主卧 洛明有些慌了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你 你要干嘛 女人 你最好别乱动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你 你 真的假的 你不会吧 你猜 我 我猜不到啊 我以前感觉我挺了解你的 现在我不确定了 你害怕吗 怕倒是不怕 洛明话音刚落 就感觉自己和床来了的亲密接触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林书文突然一副索然无味的表情 离开了主卧 你刚刚在发什么电 洛明走出来问道 唉 我其实刚护穿的时候 就幻想过一个场景 嗯 别说了 再说容易404 倒也没那么乌了 我就是想看一下南方视角里的我 不过 你跟我的神情也太不像了 而且一点都不害怕 没意思 你这肯定不行啊 要想追求刺激 就要贯彻到底 不然谁会怕 还有要来点意识感 比如 换一身性感点的衣服什么的 林书文文言 眼前一亮 要不再来一次 嗯 算了算了 我们约的九点去见律师 现在都快八点了 再耽搁一会儿 就要迟到了 行吧 那我去准备早餐 说完 林书文就走向了厨房 准备早餐的时候 林书文回味了一下刚刚的场景 有一说一 南昊就是爽啊 换成女昊的话 公主抱什么的也太难了 而且力气大 只是南昊最不起眼的优势 南昊没有每个月出血家重伤的debuff 不用担心生活不规律 引起偏头痛 还不用结实 等等 不用结实 林书文眼前一亮 十分钟后 洛明看着面前的生菜叶和鸡胸肉 满头问号 这是什么鬼 我刚刚抱你的时候 发现你胖了 需要注意一下饮食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洛明指了指林书文盘子里 煎的滋滋冒油的 牛肉片家 香肠之问到你这话说的 洛明又不需要减肥啊 说完 林书文把一大块牛肉送进了嘴里 牛肉的汁水在嘴巴里爆开 林书文的表情 那叫一个幸福 洛明咽了口口水 把鸡胸肉也送进了嘴里 一点味道都没有 楚楚好歹还给撒一点点海盐呢 这表情才对嘛 我吐槽楚楚火石的时候 就是这表情 一模一样 好了 好了 我刚刚瞎说的 你的这份在这儿呢 林书文变魔术式的 拿出了另一个盘子 盘子里同样是牛肉和香肠 只是分量少了一些 吃过早饭 林书文本来想自己 给自己打扮一番的 这时候 一直吃别的洛明 组织起了自己的反攻 我无所谓啊 只是你别忘了 给你自己打扮的 可是我的手 你要是不在意的话 那我也不在意 林书文立马就怂了 两人一番闹腾 出门的时候 已经是8点40了 紧赶慢赶 总算在9点 来到了约好的律师事务所 林书文显然是这家 律师事务所的常客 一进门就有专人迎了上来 把他和洛明 请到了VIP会客室 PS 这段日常剧情结束了 要开始写 植物大战僵尸 上线了 正好今天要上小喇叭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据我的了解 小喇叭是新书期 最大的一个推荐了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肯定是上不去的 这本书 也是我写书三年多成绩 最好的一本了 上架之后 一定多多更新回报大家 第84章 和闪解摊牌 林小姐又见面了 一个发型和王红宇一样的绝顶强者 来到了接待室 热情地和林书文打了个招呼 林书文早就提前 和洛明说了秦律师的情况 这位秦律师是闪解的朋友 林书文自从入行以来 所有的合同 都是经这位秦律师守的 而这位秦律师也是出身名门 他的老师 甚至有资格参与宪法修订 今天林书文带洛明来见秦律师 就是已经做好了 让闪解知道 洛明来护上的准备 正巧洛明也想见见闪解 马上植物大战僵尸就要上线了 有一说一 上次2048能这么顺利地活起来 林书文微博的千万粉丝帮了很大的忙 洛明是尝到甜头了 这次他还想让林书文帮忙宣传植物大战僵尸 最好能出个cost什么的 吸引一下粉丝的眼球 但经历了上次的事情 不管是洛明还是林书文 都不敢越过闪解去做这件事了 所以想让林书文帮忙宣传 肯定是要争得闪解同意的 出于这个考虑 林书文才会直接把洛明带到了秦律师这边 随后洛明装出一副 对秦律师很熟悉的样子起身说道 秦律师好久不见 洛明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秦泽坤秦律师 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业内著名的商务律师 林小姐太过奖了 洛总贵公司的2048很有趣 我最近正好也在玩 没想到居然能见到你 这个游戏的开发者 说着秦律师朝洛明伸出了手 洛明也伸手和秦律师握了一下 然后说道 秦律师这次合同就要拜托你了 秦泽坤点了点头 从洛明手里接过了文件夹翻看了起来 秦律师边看边询问了 双方口头约定的合作条件 确认了基本情况后 开始起草合同 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合同终于搞定了 秦律师 下午还要麻烦你和我们去一趟复旦大学了 这个没问题 林小姐 洛总要是不介意的话 直接在我们律所吃个便饭如何 贵公司还有食堂 林书文好奇地问道 是上下几层楼的公司一起开设的食堂 味道还是不错的 文文你说呢 洛明有些无语 林书文这么问显然是在告诉他 就在律所吃算了 让他答应下来 林书文都这么说了 洛明自然不会反对 他顺着林书文的话说道 我不太好 直接去食堂吃 这个没问题 我让助理帮林小姐和洛总带上来一份就好 那就麻烦了秦律师了 不用客气 林小姐你可是我们律所的老主顾了 肯定是有优待的 林小姐和洛总想吃什么 直接和我说就好 我不挑食什么都可以 洛明说道 秦律师我要保持身材 吃些清淡的就好 明白了 两位稍等片刻 说完秦律师就从VIP接待室离开了 陈姐的电话应该很快就来了吧 洛明刻意压低声音朝林书文问道 以陈姐的脾气 刚得到消息就会打电话过来的 林书文那边也用很小的声音答道 那我就按昨天我们商量好的和陈姐说了 可以 洛明点了点头 静静等待着手机铃声的响起 结果不出林书文的预料 大约过了十分钟 她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林书文冲洛明使了个眼色 洛明拿起林书文的手机 接起了电话 林书文 你说的有事要推迟通告 就是陪你的什么合作伙伴 去老秦那里起草合同 陈姐怒气冲冲地问道 陈姐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 才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吗 洛明模仿着林书文的语气说道 林书文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洛明的语气模仿得没问题 就是声音有点不对 太假了 她听着很不舒服 陈姐那边显然也不喜欢林书文的这个语气 她黑着脸说道 你给我正常一点 我问你 这个公司 你到底投资了多少钱 别跟我扯什么五十万 五十万能让你这么伤心 洛明文言忍不住看向了林书文 这女人揣摩人心有一手啊 她昨天就和洛明说了 陈姐知道她带洛明来见秦律师 肯定会猜到她的投资不值五十万的 林书文还对这个问题特意准备答案 陈姐您可真是慧眼如炬 您这洞察力也是没谁了 我 少拍马屁 快老实交代 陈姐那边嘴上说的让林书文少拍马屁 语气已经缓和了不少 显然她对林书文的夸赞是很受用的 陈姐我入行这一年一共赚了九百七十多万 抛去买房子装修这些的钱 就剩下五百万了 这五百万我全投进去了 陈姐文言沉默了有个十几秒才开口 这次她的语气很是复杂 你还真是胆大啊 你就不怕赔了 赔了就当白辛苦一年吗 再说了我对我朋友还是很有信心的 陈姐你知道 之前我帮忙打广告的2048赚了多少钱了 这游戏上线才五六天吧 对 那五十万 陈姐目前游戏的纯收入是三百万 啪哒 陈姐那边传来了什么东西打碎的声音 然后就是陈姐用无比惊讶的语气问道 真有三百万 真的 而且这款游戏只是试水之作 明年一月 洛明他们公司就要上花了两年多打磨出的作品了 洛明想和你谈谈让我帮忙宣传的事情 陈姐文言又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陈姐才问道 文文尼老师和我说 你投了五百万在这家公司有多少股份 洛明有多少股份我就有多少 平分的吗 好吧 我明白了 明天 不对 今晚我要去你家 你把他也叫过去 我和他谈合作的事 谢谢陈姐 别急着谢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你不能因为这家公司的事情耽误专辑的发布 如果专辑出了问题 没你好果子吃 说完 陈姐就挂断了电话 洛明放下手机 眼神复杂的看着林书文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姐会说的话 会问的问题 跟你说的真就是大差不差 我感觉陈姐就好像是被你设定的程序一下 LWXS 第85章 林书文的算计 怎么说呢 陈姐这人性格直爽 脾气火爆 是标准的急性子 她在得知我今天请假 是为了带你见秦律师 肯定会立刻打电话过来质问我 我让你夸她 是先削弱一波陈姐的怒火 陈姐这人最喜欢听的就是奉承话 在生气 你说话好听 也有一些灭火的效果 不过我是让你说奉承话 不是让你夹着嗓子说话 刚刚可是把我恶心到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洛明挠了挠头 看来这波是她的理解出问题了 洛明觉得 女生说奉承话的时候 配合上点夹子音会更好一点 谁知道林书文和陈姐 居然都觉得不舒服 陈姐猜到 我投资不值50万 那就势必会刨根问底 陈姐对我还是挺好的 就像大姐姐一样 嘿嘿 有没有一种可能 陈姐是把你当女儿养的 这回轮到林书文傻眼了 啊 不可能吧 陈姐之前说漏嘴了 她说 你们之间不只是一人和经纪人的关系 还可以是母女 林书文 我把她当姐妹 她居然想到我妈 冷静 冷静 本来我还对算计陈姐 有一些心理负担 这下好了 我一点负担都没了 陈姐知道了 我把全副身家砸进去了 肯定会答应帮我 这时候只要蓄势结合 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上 陈姐就一定会同意的 原来是这样 你揣摩人心 还真是有一手 这只是简单的心理学运用罢了 还记得咱俩刚互穿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吗 洛明点了点头 他对这通电话 可以说是印象深刻 也正是这通电话 奠定了两人合作的基础 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是怕我对你的身体里乱来吧 洛明猜测到 这个原因大概只占10% 就算你把我脱光了 看到的也是我自己的眼睛 我虽然会有些隔音 但也不是接受不了 我会给你打电话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的财产和我的形象 沪穿的时候 我比你早清醒了一会儿 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后 我首先是确认了你的一些情况 知道了你是刚毕业 而且是无业游民 等等 什么无业游民 我明明有在计算机论坛 上街单养活自己 至少也算个自由职业吧 自由职业 无业游民 你想想假如有一天 你出了什么事 被警察叔叔带走了 警察叔叔听了你的工作 会给你登记成自由职业 还是无业游民 若明文言表情有些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 他貌似还真是无业游民 其实不只是他这种 在计算机论坛上 街单养活自己的 像主播 网络作家 自媒体人什么的 一律会按无业游民计算的 好吧好吧 无业游民 就无业游民你继续 在确认了你是无业游民后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稳住你 于是选择了给你打电话 先入为主地提出合作 在我提出合作的时候 其实也对你进行了试探 我主动说出了 我的微信支付密码 你也毫不犹豫的 要爆出你的支付密码 我们的谈话 一直都是 我占据主动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回答 无限接近于下意识反应 所以我得以确认了一件事 你是个好人 既然是好人 那就好办了 后面只需要正常相处 就可以了 我唯一失算的地方 就是你这家伙意外的优秀 会写歌 会编程 会策划综艺 简直是无所不能 不对 你不会骑车 也不会做饭 你生活技能上比较白痴 这也是正常的 上帝给你打开了 那么大一扇门 可不得多管你两扇床 洛明嘴角一抽 这女人真是 正是因为你太优秀了 导致我不可避免地 对你动心了 也是因为这个 我改变了对你的态度 愿意在你面前 抛弃部分理性 变得感性一些 我想你 应该也对我有几分喜欢吧 洛明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 不说 其他我这张脸 还是很能打的 对了 兄大在你们男人眼里 应该也是优点 我不是这么肤浅的人 洛明义正词严的反驳道 你敢说你没看过 没摸过 嗨嗨 谁能避免碰到自己的身体呢 你说是吧 口是心非 放心吧 我刚刚说了 我对这方面没有这么在意 毕竟不管是看 还是摸都是 我自己的眼睛和手 如果是你用你的手和眼睛 那我可接受不了 洛明觉得他有必要 替自己辩解一下 文文 我说你可能不信 但我真的不是见色起义的 色顶度百分之二十 才百分之二十 我的颜值 就这么不能打 百分之三十 不能再多了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这句话有点意思 看在这么急着解释 还有这句话的份上 我信了 洛明松了口气 林书文真的太理性了 一点都不像普通的女生 他坦然地承认了 对自己有好感 甚至因为这份好感 才在自己面前 展现出了一些女性的魅力 比如说给他做饭 和他约会 在他生病的时候 守在他身边 咚咚咚 林小姐 洛先生饭来了 方便开下门吗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 打断了洛明的思路 洛明还没反应过来 林书文就已经 起身把门打开了 一个看起来 和两人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 提着两份盒饭走了进来 一份盒饭是土豆牛肉 加肉末粉条 加炸茄盒 另一份盒饭 是青炒莴笋 加凉拌海带 加小葱豆腐 一看就知道 这两份盒饭分别是谁的 吃过午饭 下午两点的时候 秦律师和洛明 林书文一起去了复旦大学 吴教授那边 吴教授和秦律师还认识 秦律师对他看起来颇为尊敬 但尊敬归 尊敬秦律师工作起来 还是很专业的 两人谈起合同来 秦律师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帮洛明那边争取利益 经过一下午的谈判 双方重新起草了一份合同 然后由洛明和吴教授分别签字 双方的合作正式达成了 第86章 心态的转变 洛总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说着洛明和吴教授握了个手 洛总 第一笔科研经费 什么时候能到账 吴教授问道 我回去就安排 快的话 明天就能到 太谢谢洛总了 吴教授不用客气 我们这也是互惠互利 两人交谈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吴教授总感觉 今天的洛总和昨天相比 要自信很多 举手投足之间 显得非常大气 昨天洛总在见到他的时候 姿态放得比较低 吴教授甚至有种 在和自己的学生交流的感觉 才一天心态转变就这么大吗 还是说 昨天这位洛 总是刻意摆出了那副姿态 让我放下防备呢 吴教授在心里想到 林书文自然是不知道 吴教授心里想什么 他只是以自己想象中的 洛明的形象 在和吴教授交流 在林书文看来 洛明和他一样都是23岁 身份证上的生日 就比他大四个月 一个23岁 出出茅庐的大学生 就有让华越娱乐技术部门主管 都为之探服的编程技术 还会写歌 会做综艺 在互联网领域 有超越时代的眼光 这样的天才 毫无疑问应该是自信 张扬的 天才就应该高调一点 不然和凡人有什么区别 但林书文并不知道 洛明的技术并不是天赋 而是前世十多年的打磨 这十多年的打工生涯 早就磨平了洛明的棱角 即便是穿越了这一回 洛明的心态 都没有多大的改变 以至于洛明 在和一些社会地位 比较高的人交流时 会下意识地放低姿态 没有多少年轻人 该有的飞扬跋扈 说实话 之前洛明并没有感觉自己 为人处事上有什么问题 直到现在 他看到林书文以这样一种姿态 和吴教授交流 甚至完全把握住了 双方交谈的主动权时 洛明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应该 发生一些改变了 2048光年之外 蜗牛的成功 已经证明了 前世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也是有土壤的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像以前那样 小心翼翼呢 这一刻洛明误了 这场属于洛明自己的农场误导 让他的心态 彻底发生了变化 从吴教授的办公室出来 洛明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林书文送走秦律师后 终于忍不住朝洛明问道 洛明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我以后 应该怎么和别人相处 啊 啊 这么说吧 文文 我从你身上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我觉得 有必要进行一些改变了 具体是哪方面 为人处事吧 林书文回想了一下 洛明平常的样子 然后恍然大悟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表现得不够自信 差不多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 洛明你好奇怪啊 你一个大天才 为什么会这么谦虚呢 可能是家庭因素吧 我父母的收入 在小县城还算可以 但我家有三个孩子 我作为老大 多少会牺牲一些 洛明随口编了个理由 他是穿越来的这件事 洛明是不可能告诉任何人的 再说 就算他说了 林书文也不会信 只会觉得他之前生病把脑子 不对 应该说是灵魂烧坏了 哦 有可能 我堂姐也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有我堂哥和堂弟 他一开始来帝都上学的时候 也跟你似的没有自信 不对 他不只是没有自信 甚至是畏畏缩缩的 我一开始就是 看不上他这一点 他一个从山西那么多考生理 杀出来上了北大 在北大还能拿奖学金的学霸 却怂得要死 说话做事 还小心翼翼的 我说话大声一点 他就一副被吓到的样子 害我总被我爸说 再加上我爸妈 还总拿我的成绩和他比 这就让我越来越讨厌他了 后来我出来读书 过了两年再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考上了研究生 还在央视实习 那时候的他 和之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会打扮了不说 之前那副小夹子气 完全不见了 完全是一副 雷厉风行的女强人样子 我对他也就没那么讨厌了 只是一直没机会修复关系 嗯 这么说的话 我跟你堂姐 还是有一点像的 你堂姐是怎么变得 自信起来的 洛明好奇地问道 大概是因为 他突然发现 身边的人都不如他吧 洛明文言一愣 随即露出了笑容 原来这么简单 那他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回家的路上 林书文和洛明拐去了超市 买了一些食材 还买了一瓶红酒 这是林书文 准备用来庆祝的 他有100%的把握 搞定闪解 拿下闪解 就意味着 植物大战僵尸的发行 再没有任何阻碍了 再加上今天 和复旦大学的课题组 完成的合同的签订 大数据算法的相关专利 也有了盘头 毫不夸张地说 灼光从这一刻 就开始腾飞了 这难道不值得 喝一杯庆祝一下吗 两人回到家 已经是傍晚五点多了 洛明在林书文的指示下 我们又见面了 看到自己的道友 洛明迎上去打了个招呼 林小姐听说 你和人合作 制作了一款游戏 我只是投了钱 没有参与游戏制作 那太可惜了 林小姐你的技术这么精湛 居然没参与游戏制作 嗨嗨 小王我叫你过来 不是让你说这些的 陕姐清了清嗓子 打断了王红宇的话 哦对对对 林小姐麻烦你把游戏拿出来 陕姐 让我帮忙鉴定一下 洛明 游戏带的吧 林书文转头问道 洛明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个U盘 王红宇愣了一下 显然是没想到 洛明居然会拿出一个U盘来 这位先生 贵公司没有服务器仓库吗 我们公司刚创立还不到一个月 自己的服务器仓库 还没有来得及搭建 至于说免费的公共服务器 我和洛总都感觉不太安全 林书文主动开口回答道 第87章 把闪姐拖下水 洛明之所以抢着回答 是因为他很确定 这段绝对是属于林书文的知识盲区 事实上 国内的很多软件公司 都有GIT类似的代码仓库 方便团队开发和版本控制 一般来说 这种游戏根本不会装在U盘里携带 给个仓库地址就可以了 而灼光那边 因为公司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 大家都在忙着植物大战僵尸的开发 所以服务器仓库还没来得及搭建 而且 2013的服务器仓库的搭建 也不像2016年以后那么简单 因为以云服务技术为主体 搭载的服务器仓库 是2016年才在国内流行的 洛明不太想费尽巴拉的搭建旧的服务器仓库 他想直接一步到位 使用云服务技术为主体搭载的服务器仓库 这样也更加安全 而在该技术没有大规模流行的时候 就需要灼光有属于自己的服务器了 洛明想的是 等植物大战僵尸赚到钱 就添置一台属于自己的服务器 服务器的成本控制在千万以内 这样既可以开始发展大数据算法 尝试推出属于灼光的今日头条 还能方便向部落冲突 这类需要联网的游戏数据交互 当然了 这都是明年植物大战僵尸发行以后的事情了 王洪宇在听完林书文的解释后点了点头 也是 现在公共服务器仓库确实不安全 万一游戏泄漏了 那损失就大了 文文你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合作伙伴吗 陕姐边打量洛明边说道 陕姐 王总监 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洛明 我的编程基本都是他教的 这款游戏 也是他自己打磨了两年才做出来的 洛先生 你今年多大了 陕姐朝洛明问道 陕姐 我今年23岁了 23岁 刚大学毕业 是 那这游戏怎么就打磨了两年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在做这款游戏了 陕姐点了点头 冲王洪宇使了个眼色 王洪宇把U盘插进了电脑里 打开了植物大战僵尸 陕姐双手还凶也走了过去 一开始 陕姐只是居高临下 看着王洪宇玩 看着看着 陕姐从厨房搬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你把豌豆射手摆这里啊 陕姐忍不住指了指电脑屏幕说道 陕姐 关气不语 你玩的菜还不让人说 陕姐目前为止 我还没失误过呢 王洪宇牛缸吹出去没多久 电脑屏幕里就响起了一声惨叫 啊 僵尸无情地吃掉了你的脑子 气开 我来 王洪宇被陕姐赶到了一边 陕姐自己操作了起来 洛明和林书文一开始还在一边看着 后来看陕姐玩的入迷了 就把王洪宇叫了过来 三人边玩斗地主编交流技术 这种时候 主要是林书文和王洪宇在聊 洛明装出一副不善言辞的样子 偶尔才会接一两句话 看着洛明的样子 王洪宇感觉 这位洛总也是他的同道中人 除了头发以外 完美符合程序员的模板 啊 电脑里又传来了一声惨叫声 陕姐黑着脸和上了笔记本电脑 你这什么破游戏 怎么还有僵尸会游泳呢 会游泳就算了 还游得那么快 听完陕姐的吐槽 林书文笑着问道 怎么样陕姐 我们的游戏不错吧 陕姐抬手赏了林书文一个脑瓜崩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游戏不是人家洛总花了两年做出来的 洛总平心而论 你的游戏很优秀 连我这个不太喜欢玩游戏的人都玩得入迷了 但是优秀的游戏却不一定能火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所以我想请文文来代言我的游戏 陕姐文言摇了摇头 让文文代言不合适 文文目前的代言都是时尚品牌 除了时尚品牌 其他类型的代言我都推了 这跟文文的发展方向有关 我不可能为了你的游戏改变文文的发展方向 所以文文只能像上次一样 以软广的形式帮你推广 正好上次楚楚那丫头 说文文和灼光的老板是朋友 朋友之间帮忙宣传一下不是什么问题 甚至可以用一些小手段 什么手段 这个说了你也不懂 我们还是先谈谈你需要支付的代价吧 小王你先回去吧 洛总你看着点他 把游戏删干净了 再让他走 洛明点了点头 王红宇小生嘟囔了一句 谢莫杀驴 然后就乖乖去删游戏了 送走王红宇后 闪姐说话就再没有顾及了 洛总 你的公司是文文投资的 现在花的都是文文的钱对吧 洛明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 我不要你们公司的代言费 这家公司是文文投资的 左手倒右手这种事 除了多交税 没有任何意义 那闪姐你要什么 很简单 互帮互助 你们的游戏是明年1月发售 而文文的专辑是明年2月10号发售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们积累起一些口碑了 到时候我要你们帮忙面向游戏用户 宣传文文的专辑 这个没问题 到时候还可以让文文出个某种植物的cosplay什么 能更好的吸收游戏圈子的人气 闪姐对洛明的上道很满意 笑着点了点头 闪姐 你要是方便的话 不妨和洛明去一趟灼光 帮着看看游戏的发行方案 我们都没什么经验 有你这样的前辈帮忙 对我们的发行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句话是林书文特意交代 让洛明说的 闪姐的工作能力很强 特别是在发行方面 当年林书文唱的那两首ost能活闪姐可是帮了大忙的 歌曲和游戏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但发行思路却是互通之处的 所以让闪姐帮忙把把关事有助于游戏活起来的 闪姐闻言有些犹豫 这时候林书文走过来眼泪汪汪的说道 闪姐 你就帮帮忙吧 你也不想看我的五百万打水漂吧 闪姐叹了口气 唉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这周你自己去工作 洛总我陪你去你的公司看看 洛明和林书文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眼神中看到了些许笑意 这事成了 第八十八章 别让我等太久 把闪姐绑上战车后 洛明很识趣地提出了告辞 林书文在街上晃悠了大半个小时 才收到洛明的消息 闪姐走了 速回 林书文立马回了家 闪姐交代你什么了 一回家 林书文就朝洛明问道 基本都是你工作上的事情 那就不用告诉我了 你好好干 除了这些还有一件事 什么 林书文问道 闪姐让我和你保持距离 她说 你是要成为天后的人 现在谈恋爱 就是浪费你的天赋 正常很符合闪姐的发言 你怎么回的 我当然是答应了 不过在答应后 我开完笑事地问了一句 闪姐假如有一天 洛明的公司 有bet那种规模了 我能不能谈恋爱 闪姐沉默了有个十几秒 然后说 到时候就把你洗干净了 送到我床上 说完 闪姐反应过来了 公司也有你的一半 然后闪姐又说 让你把华月娱乐收购了 她要当CEO过过瘾 扑痴 林书文没忍住笑出了声 还真是闪姐会说出的话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洛明阻碍我们的是什么 你应该也明白了吧 洛明点了点头 我不奢求你的公司 能有bet那种规模 能比肩华月 不管是闪姐 还是我自己 都不会有什么犹豫了 华月市值多少 五十多亿 四 洛明倒吸了一口凉气 五十多亿的市值 放在一众娱乐公司里 也算是头部企业了 除了你的公司起飞 还有另一条路 给我一些时间 等我功成名就的时候 我就退圈 不过那时候 就是我娶你了 当然了 要是咱们两个都是废物 最后谁都没能成功的话 那就要 等我被公司压榨九年 榨干剩余价之后 再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洛明文言 神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林书文说句话的时候 语气带着几分笑意 会让人觉得 是在开玩笑 但洛明知道 林书文是认真的 他认真考虑过他们的关系了 林书文对两人的未来 给出了三种结局 结局一 女明星嫁入豪门 在这个结局里 洛明功成名就 灼光成为了互联网新贵 结局二 天后隐退 和穷小子奔赴爱情 这个结局里 林书文功成名就 洛明的公司 却没有做起来 结局三 为了不留遗憾 我带着遗憾离开了那个地方 这个结局里 林书文和洛明都失败了 带着遗憾 回归了普通生活 看来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洛明我觉得 我们都会成功的 至少有一个会 对吧 林书文问道 对 你这么有信心 我就放心了 我说实话 我对自己是没什么信心的 闪姐给我定的目标是 华语乐坛的新天后 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32岁和公司解约的时候 有2000万的存款 这个圈子能不能活 和你有没有才华 其实关系没那么大 还是要看资本 愿不愿意捧红你 我说过了 我们以后就是资本 稳稳相信我 我信 不过可别让我等太久啊 这句话 林书文没有说出来 只是在心里默念着 第二天 洛明和陈家姐妹 一起去了华乐娱乐 MV的导演闪姐 已经定下来了 昨晚林书文也交代了 洛明要怎么和这位导演沟通 林书文之所以选择了 资历比较低的导演 一方面是 想在拍摄MV的时候 有一定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是想让之前那个灼光 投资了他十万块的 微电影导演梁汉文 也加入到MV拍摄中 这样一方面能安抚梁汉文 让梁汉文知道他们 没有忽悠他 另一方面 也能趁机看看这个梁汉文 是不是真有两把刷子 洛明到了公司的时候 梁汉文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他看到林书文 显得非常激动 之前虽然投资的钱到位了 但梁汉文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现在看到林书文 这个乐坛小天后 心里的石头瞬间就落地了 梁汉文这会儿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这把吻了 文姐 这位就是梁导 洛明不冷不热地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地问道 梁导 我的新专辑 有三首歌要进行MV拍摄 你跟着拍摄团队一段时间 直到MV拍摄完毕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梁汉文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很好 苗苗 人我就交给你了 对外就说 他是你们姐妹的表兄弟 来学习的 你带着他去MV的拍摄团队熟悉一下 好的文姐 说完 陈俊苗就带人离开了 楚楚你和我去下技术部 文姐是要和王总监交流技术吗 陈思楚问道 嗯 上周我答应他 下周和他交流技术 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陈思楚点了点头 和洛明一起去了技术部 之所以非要叫上陈思楚 主要是因为洛明不认识去技术部的路 有陈思楚在 进了电梯 他会帮忙按层数 下了电梯会在前面带路 方便得很 此时技术部里 佟总的好大尔佟名伟 已经在等着林书文到来了 两边约好的时间是九点整 而洛明是踩着点来的 这倒不是洛明想摆架子 主要是陈思楚带错路了 这死丫头 信誓旦旦的说技术部在八楼 结果两人在八楼转了两圈 都没找到技术部在哪 后来还是遇到一个熟人告诉他们 技术部是在九楼 洛明直接无语了 他感觉带着陈思楚 瞬间就没有意义了 文姐 有一说一 我从来就没来过技术部 不认识路也是正常的 再说了你不是也 嗯 你的意思是怪我咯 洛明眯着眼看着陈思楚 陈思楚连忙摆了摆手说道 没有 没有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怪我 算你实相 不然你这个月的奖金就没了 陈思楚一脸都不敢相信 文姐居然学会资本家那一套扣工资的手段了 文姐 你学坏了呀 陈思楚在心里吐槽道 当然了 吐槽归吐槽 陈思楚手上的动作可不慢 他三步并坐两步走到洛明身前 推开了技术部的门 第89章 事物的两面性 洛明和陈思楚进来的时候 技术部的人不约而同 朝两人看了过来 虽说同在华月娱乐 但技术部很少会有明星进来 一般过来的不是经纪人 就是助理 像林淑文这样的明星 还是很少见的 一群技术人员互相推脱了一阵 一个戴着黑矿眼镜 穿着格子衬衫的 身材微胖的男人 硬着头皮走过来 林小姐您找 林小姐 你可算来了 男人话还没说完 就被从办公室出来的王洪宇打断了 道歉王总监刚刚下电梯的时候 看错楼层了 在八层转悠了好半天 正常 但咱们这一行的难免眼花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林小姐去我办公室聊吧 好 我的助理一起跟着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了 说着王洪宇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领着洛明和陈思楚 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 进到王洪宇的办公室 洛明才发现 办公室里原来还有一个男人 这人看起来二十四 五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休闲装 留着中分头 乍一看 有那么几分像洛明前世的一个故人 林小姐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洪总的儿子 洪明伟 这人居然是洪七峰的儿子 洛明有些惊讶 洪七峰手握华月娱乐的大量股份 在股东会议上拥有一票否决权 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哥们算是华月娱乐的太子了 洪明伟仿佛看出了洛明的想法 他有些无奈地说到林小姐 你不用把我当什么华月娱乐的太子 我对继承公司没有一点兴趣 也不想当什么明星 我喜欢的AI技术 洛明文言表情有些古怪 洪明伟这外貌条件 很适合唱跳rap篮球 再不计也能靠脸吃饭 可他居然对当明星 继承公司都没兴趣 反倒是喜欢AI 真是有趣 林小姐 王哥说你的技术很厉害 不知道你懂不懂AI方面的东西 洛明文言微微一笑 他还真懂 前世洛明一共有过三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是刚毕业去的一家小作坊的游戏公司 主要从事国外游戏的汉华工作 第二份工作 是在户上帝都两地跑 主要从事的是游戏外包 和企鹅还有那么一点合作关系 天美和魔方几个大游戏 或多或少都有洛明所在的公司 参与了部分制作 可惜20年因为口罩 公司要求员工自愿降薪 洛明直接选择了跳槽 而他的最后一份工作 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 确切地说是开发智能语音助手方面的工作 这家公司和大米有那么点关系 大米的一位高层是公司的大股东 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向 就是升级和更新大米的语音助手小爱同学 让小爱同学更适配大米汽车 有一说一 雷总给的钱不守 但工作压力也大 主要是进度太赶了 洛明整宿整宿地加班 然后就穿了 就冲着第三份工作经历 洛明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 就深刻地不能再深刻了 于是洛明一脸自信地说道 我对人工智能还算是比较了解 太好了 林小姐快坐 咱们展开聊聊 洛明点了点头 坐在了会客用的沙发上 洛先生和王总监 对人工智能怎么看呢 洛明先试探着问道 他想看看这两人 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然后看叠下菜 技术交流又不是修仙者论道 大家聊得开心最重要 我觉得的人工智能 是互联网的未来 洛明伟抢先回答道 王洪宇则是摇了摇头道 林小姐不瞒你说 我对人工智能的感官 并没有那么好 甚至觉得人工智能有点可怕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很原始 但万一有一天 人工智能诞生了自我意识 甚至不用诞生自我意志 单纯地达到了强人工智能的级别 对于人类来说 应该是巨大的灾难吧 强人工智能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就是神 可以做任何 他或者他的主人想做的事情 这样势必会引起一些 人和势力的恐慌 最后有可能会导致 一些国家 为了隔断人工智能的入侵 停止使用互联网 甚至为了消灭人工智能 发动战争 那样就天下大乱了 王哥 你这是起人忧天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 根本不可能达到 强人工智能的级别 突破终极人工智能 都是很难的 你不会觉得 iPhone的Siri 这种人工智障 能突破强人工智能吧 王洪宇挠了挠头 没有接话 显然他也觉得 自己的想法有点过了 或许是看了太多 这方面的科幻作品的缘故 王洪宇总觉得 人工智能没有那么好 洛明倒是没有觉得 王洪宇起人忧天 任何东西的诞生 都是有利有弊的 就拿前世洛明看过的电影 《流浪地球里的人工智能》 冒死来说 他做了这么多事情 破坏了很多牺牲 导致了很多人的牺牲 他应该也算是反派 但这个反派的最终目的 却是让人类能生存下来 当然了 洛明同样也不觉得 以人类现阶段的技术手段 有能力创造出强人工智能来 于是洛明笑着说道 王总监的担忧 确实有一些过了 但也不全是起人忧天 我认为 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是需要制约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人工智能的成长 是需要大量数据 样本学习的 学习的数据 样本越多 人工智能的成长 也就越快 等到学习了一定量的 数据样本后 以人工智能 对数据样本的熟悉程度 是不是可以 轻而易举地完成造假呢 比如说 拿我来制作一段视频 让我扛着枪 在战场上冲锋 然后被打死 但事实上 我并没有去过战场 AI能做出这个视频来 是因为他学习了 太多我的视频 照片 这种技术现阶段 是有可能达到的吧 童明伟点了点头 据他所知 用AI处理视频 和照片的技术 在国内 已经开始投入 实际应用中了 能处理视频和照片 就意味着 是能做到 林书文说的这些事情的 童先生 你再想想 制作我的一段假视频 顶多在国内 掀起小范围的热度 可如果是制作一些 国家的首脑假视频呢 当假视频 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时 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听到这儿 童明伟忍不住 打了个寒战 第九十章 追逐梦想的有志青年 洛明这番话一说 童明伟和王红宇都沉默了 洛明人都傻了 他不想冷场啊 他明明想的是 大家开开心心地 交流一下技术 怎么这例子 一举办公室 直接沉默了呢 一旁的陈思楚 捂住了脸 他怎么就没发现 文姐还有冷场的天赋呢 这位公司的太子爷 明显是想听文姐说说 那个什么AR的好话 文姐倒好 直接一盆凉水 给人家浇下去了 至于说王总监 本来就对这个AI没好看 文姐这么一说 不是更没好感了 这会儿 陈思楚都有些迷惑了 他怀疑文姐 根本就不是真想和他们交流 是实在推托不过才过来的 下一步 是不是要随便找个借口开溜了 想到这儿 陈思楚偷偷开始收拾起了东西 而洛明则是觉得 自己得赶紧找步一下 不然 这还怎么聊下去 AI这个行业 分很多方向 比如视觉方向 自然语言方向 又分生成是模型 判别是模型等 洛明穿越之前 这项技术领先的 就是华夏和老美 华夏在视觉方向 Top方面更强 自然语言方向 TOC大部分方向 老美更强 这其实就能看出 两个国家对AR的 不同发展方向 在2023年的时候 全球最强的智能语音助手 是特斯拉的车载语音助手 其次是iPhone的Siri 再次才是大米的小爱同学 不管是特斯拉的车载 智能语音助手 还是iPhone的Siri 都是主要服务于汽车 手机这类线下产业的 而华夏的AI 运用最多的 就是华夏线上AI技术的极大成者 但不管是特斯拉的AR 还是抖音AR 都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 AI技术强的企业 肯定有大量的数据做支撑 换句话说 就是发展AI 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 国内的AR能后发先制 在众多方面超越老美 就是因为国内的 大数据样本太多了 这么多样本摆在这里 往死里未都能喂出点东西来 老美那边 自然也有收集大数据的手段 就比如AR绘图和checked 想到这儿 洛鸣眼前一亮 有了 他知道怎么让话题继续了 嗨嗨 洛鸣亲了亲嗓子开口忽悠道 佟先生 你之前说AI是互联网 下一阶段的封口 对于你这个观念我也很同意 但想起飞的话 光站在封口是不行的 还需要借助工具 能让AI起飞的工具 就是大数据 听到大数据这个词 王洪宇和佟明伟都来了兴趣 王洪宇能当一个 市值50亿的娱乐公司的技术总监 手上肯定是有真本事的 佟明伟算是王洪宇的青传弟子 甚至有那么点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 因此 两人都是对大数据有一定了解的 也知道国内的一些大学 和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们 在研究大数据算法 林小姐 你对大数据还有所了解 王洪宇好奇的问道 我不太了解 我知道的都是我的朋友 就是昨天王总监 你见到那位骆总和我说的 骆总的公司 现阶段是以制作游戏为主 但他们也有发展AR的计划 骆总那边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什么想法 骆总想制作一款 聊天机器人程序 聊天机器人 有意思 林小姐能详细说说吗 同名委追问道 当然可以 骆总的想法 是以Transformer神经网络架构 构建一个处理序列数据的模型 然后通过大量的数据投位 让这个模型拥有语言理解 和文本生成能力 最终 让这个模型 能够通过理解和学习人类的语言 来进行对话 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 真正像人类一样 来聊天交流 卧槽 这位骆总 真是太天才了 骆明话音刚落 王红宇就忍不住抱了粗口 同名委也是一脸的赞同 他觉得 这款程序 如果真能做出来的话 很快就蜂蜜全球 甚至有可能改变 多个行业生态环境的工具 妈的 明委我突然不想给你爸打工了 我想辞职去做这个 我有预感 这个程序绝对能火 同名委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眼前一亮 王哥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不过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公司待着吧 公司离不开你 而我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林小姐 我要去找他 我相信他就是我的伯乐 啊 骆明直接傻眼了 他 他把华月娱乐的太子爷 说的要离职了 再说了 他就是忽悠一下 没想到check他 不 不行 佟先生 你这走了我就完了 你老爸要是知道 放心他不会知道的 我经常离家出走的 今天回去我就跟他吵一架 然后走刘成离家出走 骆明嘴角一抽 这可真是哄堂大笑了 林小姐 求你把骆总的联系方式给我吧 呃 要不你等几天 我和他说一下 林小姐 你不会想拖延时间 然后跑去和闪姐告状吧 骆明表情一将心想 完了被看穿了 这种时候 骆明自然是不可能露怯的 他甘笑两声说道 呵 呵呵 怎 怎么会呢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我怎么可能出卖自己的道友 只是他的这个公司属于草创 公司的规模也不大 员工家管理 连宝洁阿姨都算上 也不到二十个人 你这么一尊大佛过去 他那儿不一定放得下 我算什么大佛 我只是个追逐梦想的有志青年 再说了 骆总的公司 现在不是在做游戏吗 我听王哥说了 骆总公司制作的这款游戏 非常好玩 我想 骆总是想用游戏积累资金 然后再开始这个项目吧 我技术也还不错 能和公司的人一起做游戏 等骆总的资金积累到位了 开始发展大数据和AR的时候 我正好第一时间参与进去 同名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骆明是真拒绝不了了 不过现在是真不能让同名伟过去 林书文和闪姐坐飞机回宾州了 这时候让林书文面对同名伟 这不是百分之一百露线 想到这儿骆明叹了口气说道 佟先生 骆明他最近在和复旦大学的 大数据课题组 谈大数据算法合作的事情 暂时不在公司 等他回去了你再过去吧 第九十一章 游戏发行渠道 林小姐这次不是拖延时间了吧 同名伟试探着问道绝对不是 我这儿还有两边签合同时候的照片 不信你看 说着 骆明打开林书文的手机 点开了一张照片 同名伟看了一眼 这才相信了林书文的话 同名伟犹豫了一下 没有提出这时候要见骆明 他也知道打扰别人的工作不好 林小姐 骆总回去了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肯定不会实验 同名伟点了个点头 转头看向了陈思楚 王红宇是不可能出卖自己宝贝徒弟的 那这里就有一个人不可信了 陈思楚连忙起身 竖起三根手指 我发誓 保证不把今天听到的事情说出去 不然就吃方便面 永远没有调料包 不行 太轻了换一个 你要说出去 永远都是A 同名伟扫了一眼陈思楚的胸说道 太恶毒了吧 同名伟双手还胸面 无表情地看着陈思楚 陈思楚最后还是屈服了 好了 这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王哥 林小姐 我就先走了 同名伟走后 骆明也提出了告辞 从技术部出来 骆明长叹了一口气 文杰你不会就这么被血藏吧 你管住嘴应该不会 文杰你放心 这事打死我都不会说出去的 随后 骆明怀着沉重的心情 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俊苗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们了 文杰 人我安排好了 嗯 那就行 MV的拍摄剧本 有了第一时间拿给我 好的文杰 这次的专辑 说是准备拍摄三部MV 其实真正需要 华越这边拍摄的就两部 分别是最初的梦想 和蜗牛 至于说 光年之外的MV 则是刘岛那边 会专门剪辑一些电影的片段 然后派人来 补拍几个林书文的镜头 文杰 你的专辑还差最后一首歌 我们要去找黄老师问问吗 不用 我已经有一些想法了 我的这张专辑 没有所有的歌构成一个故事 只是围绕 最初的梦想 这个主题宣传 但梦想这种 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梦想的 总有人会在追梦的路上 感觉到疲惫的 我想给这些人写一首歌 文杰这次 要不要用龙夜的名字 陈俊苗小声问道 要 这首歌比较特殊 我不想让它的收益 落在公司手里 陈俊苗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问了 楚楚 这会儿若鸣和闪姐 应该已经上飞机了吧 陈思楚文言 看了看手机 闪姐他们的飞机是11点起飞 现在都10点40了 他们肯定在飞机上了 林书文和闪姐 确实已经在飞机上了 林书文和闪姐 不知道一起坐过多少趟飞机了 但这次两人的气氛 格外的微妙 闪姐保持着弹幕的疏离感 林书文也不好主动和闪姐搭话 虽然坐在一起 但和陌生人也没什么区别 11点整飞机准时起飞 中间提供了一顿午餐 闪姐不知道为什么一口没吃 下了飞机 林书文本想带闪姐去吃个饭的 但闪姐却直接拒绝了 我没什么胃口 我们直接去你的公司吧 林书文文言 立马打了辆车 去往了公司 路上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闪姐 主动开口 问起了公司的情况 林书文之前就和洛明商量过了 用人不宜宜人不用 因此 林书文对闪姐也没有什么隐瞒 能说的都说了 闪姐基本摸清了灼光的情况 她也明白了 为什么林书文会求着她过来帮忙了 这个公司说白了 就是个草台班子 做游戏可以 发行方面根本没有专业的人才 没有专业人员帮忙操作 就算游戏的质量过硬 前期的销售情况也会不尽如人意 后续只能慢慢靠着口碑逆袭 想到这儿闪姐叹了口气心想 又是一桩麻烦事啊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这丫头的 闪姐 我们到了 林书文话音刚落 出租车就停了下来 林书文付过钱 就和闪姐一起下车了 两人来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 灼光的午休已经结束 大家伙都开始工作了 闪姐扫了一眼灼光的员工们 暗自点头 不说其他 这家公司的工作气氛还是很不错的 闪姐估计是2048的成功 给了公司员工们很大的信心 二明 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呢 嗨嗨 这位是 林书文瞪了一眼 玉妈幼稚的荣木 然后说道 木头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书文的经纪人闪姐 她会帮把关植物大战 僵尸的上市 闪姐 这位是我公司的合伙人荣木 荣木文言 眼前一亮 这段期间 发行相关的工作 都是她在做 她又没什么经验 突出一个手忙脚乱 现在有专业人士帮忙 这可是好消息 至于说 闪姐可不可信 开玩笑 林书文的500万 可在公司账户里呢 看在这500万的份上 她也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想到这儿 荣木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闪姐 你能来可真是太好了 你就是我的大救星了 闪姐被荣木的这个微笑 晃得有点晕 她清了清嗓子问道 嗨嗨 荣先生有没有兴趣 去娱乐圈发展呢 去娱乐圈 算了算了 我只喜欢经商赚钱 和漂亮小姐姐 对其他的不感兴趣 那真是太可惜了 荣先生的外贸条件 真的很优秀 谢谢闪姐的夸奖 不过 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好 荣先生和我说说 你们准备的几条销售渠道吧 荣木点了点头道 闪姐 目前我们一共准备了 四条销售渠道 第一个是在官网直接下载 同时购买激活码 一个激活码是49块钱 第二个是在Steam平台购买 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的定价是19 9美元 第三个是克鲁城游戏光盘 可以直接在有光区的电脑上读取 这个同样是49块钱 销售方式是网店 最后一个是岛国那边的索尼PS4平台 这个平台应该是比较后面了 索尼在岛国发售PS4要在明年2月份 定价和Steam一样是19 9美元 第92章 落明的野心 不错 发行渠道兼顾了线上线下 还有多种平台和付款方式 算是面面俱到了 就一个没干过发行的新人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闪姐夸赞道 荣木文言松了口气 有专业人士的肯定 这就表示他这一周没白忙活 上周落明去了户上 他为了不影响游戏开发进度 先是一个人找了大学里关系比较好的师兄 帮忙搭建了灼光的官网 然后又和索尼那边的人聊了聊游戏 在PS4上发售的事情 索尼的游戏售价 一般都是2500到4000日元之间 算下来 差不多就是20米元起 索尼的人试完了植物大战僵尸后 非常看好这款游戏 也很愿意让植物大战僵尸 在PS4上发售 他们这边给的建议定价是29 9米元 荣木想了想 还是坚持了19 9米元的价格 因为Steam那边已经谈好了这个价格 如果临时抬价 到时候又要和Steam重新谈 耽误时间不说 还会影响灼光在Steam那边的企业形象 得不偿失 而索尼的人虽然对此表示了遗憾 但也没有拒绝合作 PS4是索尼未来几年重要的变现手段 不可能因为这点小问题 就拒绝一款优秀的游戏 再说了 索尼只是抽成 大头是灼光这边拿的 灼光自己都不介意少赚钱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最后 荣木还和微信 支付宝聊了激活码购买时 支付软件的事 现阶段 两家正处在抢占支付市场的时候 即便是灼光这种小作坊 两边都给了很大的诚意 派了专人来和荣木谈 或许是看在灼光 做出了2048这样一款 引起了小规模轰动的游戏 两家不约而同的 给了灼光一些小福利 游戏起家的企鹅 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企鹅表示 如果灼光愿意将支付宝踢出去 让微信独家支付 他们愿意在QQ上 给予植物大战僵尸 一次弹窗推送 荣木当时就心动了 他真的很想答应 可惜他不能答应 因为不管是企鹅还是阿里 都不是现在的灼光能得罪得起的 再说了 灼光的网店 还要在淘宝上开呢 网店也是销售渠道之一 所以 荣木只能忍痛拒绝了企鹅的提议 把微信和支付宝 同时添加到了支付列表上 这样企鹅的弹窗推荐 自然是没了 不过双方给的小福利还是在的 两边很默契地 给了一个随机利减的活动 不管是使用微信还是支付宝 在灼光官网 直接购买 植物大战僵尸的激活码 都有一定概率抽利减折扣 最少是零 一元 最多直接免单 而抽到免单的概率 是千万分之一 荣木把这些情况 也同步给了闪姐 闪姐听完后点了点头 不错 荣先生你 基本把能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了 荣先生方便和我说一下 公司账户有多少钱吗 荣木偷偷看了林书文一眼 林书文冲他点了点头 洛鸣都点头了 荣木也不再隐瞒 闪姐 之前林小姐一共给我们投资了500万 这500万抛去购买电脑 办公桌 装修这些乱七八糟的款项 还剩下427 32万 然后就是2048的镜像了 上上周2048的盈利是297 32万 上周2048的收益是966 85万元 平均一天的收入是138万 这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2048的盗版游戏 我们的收入直接腰斩 周一的时候 只有60万出头的收益了 昨天 也就是周一的时候 洛鸣打电话 来让我给复旦大学的一个课题组 汇款300万 我早上把钱打过去了 然后还支出了5万元定金 去刻印游戏的光盘 所以 截止到现在 公司账户上一共有1446 39万元 差不多是1450万吗 城里不过一个月就赚了这么多钱 你们真的有两把刷子 陕姐感叹道 我就是负责商务方面 主要是洛鸣的游戏做得好 还谦虚上了 你们俩这分工 不就是一个搞技术 一个搞管理吗 各司其职挺好的 洛鸣 荣木这1450万 我需要1000万来做宣发 1000万 荣木被吓了一跳 一旁的林书文也是满脸的惊讶 是的 1000万 陕姐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林书文问道 洛鸣你是在装傻吗 陕姐似笑非笑地问道 林书文一脸猛逼 洛鸣是做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你还装 你这款游戏 从房子主人的名字 大夫到每次通过大关卡以后 给的纸条都是中音双语的 再到大夫的配音 是什么歪比歪比 歪比八补 我就怀疑了你这款游戏一开始的目标 就不仅仅是国内 而是着眼于海外了 刚刚听荣木说了你们的销售渠道 四个销售渠道 有两个是面向海外的 更是证明了我的猜想 听完陕姐的话 荣木突然想起来了 洛鸣在做植物大战僵尸的时候 就总说要在steam上销售 后来还让赵宁远找了他在索尼的朋友 这小子野心这么大吗 关键是野心大归大 居然不和他说 想到这儿荣木转头朝洛鸣看去 说实话 林书文这会儿还处于猛逼状态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但他的表情却是面带微笑 一副蜘蛛在握的样子 闪姐见状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 洛鸣 既然你的这款游戏是着眼于海外的 那一开始就不应该小家子气 你们这款游戏的质量不差 索性直接铺开了宣传 国内我们可以耍个小手段 然后借用这个小手段来博取同情 买热搜 什么小手段 荣木好奇地问道 很简单 游戏泄漏 游戏泄漏 这 你先别急 泄漏也不是泄漏全部 只泄漏前面的机关 泄漏到2-5左右的样子 外加一个趣味关卡 荣木还是有点猛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一年的林书文 却是明白了 闪姐 你是想用这一手博取网友的同情 对 来之前我做过调查了 国内的游戏用户对买断制游戏并不感冒 他们更喜欢白嫖 这个时候 就要用一些手段来博取他们的同情了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国内的大多数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本来游戏公司和玩家是对立的 游戏公司在玩家看来不可能是弱者 可如果游戏公司辛苦开发了好几年的游戏 提前泄露了呢 好几年的心血眼看就要复之一句 这个时候游戏公司是不是就变成弱者了 第93章 造势 荣木在一刻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和专业人士的差距 闪姐这一手玩得太溜了 直接让原本处于对立面的卖家和买家 攻守一行了 公司里的程序员们可是有人成家立业了的 公司一倒闭家里的顶梁柱失业了 一家人就要喝西北风了 顺着这个思路炒作下去 最大化激发网友的同情心 然后再像闪姐说的买一波微博热搜 让热度爆炸 更重要的是 以国内网友的尿性 网上大家肯定都是骂泄露游戏的人 实际上肯定会有很多人把游戏下下来玩的 荣木相信以植物大战僵尸的质量 前面机关也足够吸引一大批网友们购入了 闪姐 您这手太厉害了 不愧是专业人士 这在娱乐圈里都是用烂烂的手段 什么内部人员提前泄露剧照 什么泄露花絮都是为了炒作才放出来的 只是放到游戏公司 这种操作比较少见罢了 那国外呢 国外怎么宣传 荣木迫不及待地问道 荣木你听说过直播吗 当然听说过了 世界杯 春晚 英雄联盟的SI不都是直播吗 不只是这些大型赛事 现在国外兴起了这种新的流量变现方式 一大批主播已经活起来了 而国内4G正在普及 目测明年直播行业应该也会开始起步 植物大战僵尸 肯定是赶不上了国内这个宣传风口了 国外却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主播 闪见你的意思是 花钱找主播 让他们在直播中玩植物大战僵尸 对 你们的游戏不是要在Steam上同步上线吗 正好可以让国外的主播在Steam上购买 然后直播的时候玩 找这些主播就是花钱的大头 联系几个大主播让他们帮忙 费用可不会低 播一场目测要5到10万美元 我们公司曾经找过两个油管上的百万粉大主播 让他们直播看我们公司的电视剧 一场直播三个小时左右 下来就要5万美元 收费这么贵吗 主要是有影响力的大主播太少了 容穆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方法我都说了 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吧 我出去吃点东西 说完 闪姐就离开了办公室 闪姐一走 容穆就朝林书文问道 二鸣 你怎么看 国内的宣传方式是没问题的 闪姐混娱乐圈这么多年 这点小把戏肯定是手到擒来 关键是国外市场 二鸣 你的野心是真大 一开始想的就是挣外国人的钱 我真是服了你了 林书文听到容穆提起 洛明文言眼前一亮 对啊 总得问问洛明 这个罪魁祸首的意见吧 随后 林书文掏出手机 拨通了自己的电话 盲音响了两声 那边接起了电话 林书文直接开了免提说道 闪闪 刚刚闪姐和我们说了 她的宣传思路 你听一下吧 还没等洛明答应 林书文就把闪姐的安排 都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的洛明挠了挠头 怎么突然就要 着眼于国外的市场了 木头的心这么大吗 就不怕步子太大扯着弹 文文也是一千万呢 怎么不阻止一下呢 不过闪姐的思路 肯定是可行的 前世很多游戏 都是借主播的手宣传的 也是因为主播活起来的 比如双人成型 赛博朋克2077 之狼 闪姐的思路没问题 林书文和容穆会 把电话打过来 就说明他们都同意了 既然如此 洛明觉得自己 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想到这儿洛明说道 我觉得闪姐的方案不错 就这么来吧 林书文文言心道 果然 洛明这家伙 一开始就是着眼于 国外市场的 不然涉及到一千万 不可能这么快就答应 洛明都答应了 林书文自然也不会反对 一旁的荣木 看了看洛明 又看了看手机屏幕心想 妈的 这两个人早就串通好了吧 二名这家伙 被地理说服了林书文 打电话就是走个行事吧 这可是一千万 思考了连一分钟都不到 就答应了 果然二名从一开始 就是想赚外国人钱的 USDollar这么香 不对 比例摆在那里 好像确实是挺香的 就这样 三人稀里糊涂地 达成了共识 陕姐吃饭回来 听到三人都同意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洛明 荣木你们的游戏 打算什么时候上线 今天是12月17号 我们想的是元旦的时候上 元旦 太迟了 你们不知道 国外的圣诞节约 等于咱们的春节吗 啊 那陕姐 您的意思是 我觉得24号就挺不错的 木头游戏进度能赶上吗 林书文问道 游戏已经制作完成了 光盘的刻录 也已经开始了 不过24号的发行的话 估计只能拿到 1万份左右的光盘 陕姐文言 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道 实体的光盘 本来就不是什么销售大头 前期有一万份 就足够往店里卖了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些平台 除了PS4以外 都是随时可以上线的 好 那就定在24号游戏正式发行 我去联络水军 准备在国内造势 至于说国外的主播 我会整理出一个清单来 最迟明天就能给你们送过来 到时候 你们从里面挑六个人出来 两两一组 直播宣传游戏能不能火 主要看这个人 有没有节目效果 一个不怎么会打游戏的笨蛋 各种失误 一晚上只能过机关 同样会让人 对这款游戏很感兴趣 挑出来后 我会派人去联系他们 到时候 从平安夜那天开始直播 直播六天到元旦那天 这个时间段 国外大多数人都在休假 看到你们游戏的人也会很多 转化率应该也是最高的 这几天如果冲不上去 后面也没有再找他们 打广告的必要了 荣木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有闪解 坐镇一切都有条不稳的推行中 就这样 两天后的周四晚上 一则有关植物大战僵尸词条 悄然爬上了微博热搜